第961章生灵蒲探 下333位大帝化作的33天造化阵 彻底地被邪主用幻灵神境给粉碎了 那个一直没有爆发出太多威能的神境 此时此刻才是真正的大显神威 清帝的脸色发白 现在完全没有了万年前第一人的风光神威 看着那悬浮在无尽漆黑深渊上的神境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竟然有着如此威能 能破开33天造化之阵 其余的332位大帝气息都是无比的萎靡 其中散发的气息 完全不能再度作战了 曾经3000年前混乱大帝布下来的滔天大局 却是抵挡不住这冉冉升起的清光神境 糟糕 倔老和妖妃的脸色都是奇奇巨变 他们都是非常清楚这协主的威力 而现在协主苏醒 纵观整个大陆 谁有着这个能力去阻止 凌晨 快走 妖妃和血老都是奇奇喝道 现在凌晨不过区区虚亡境界 这个协主恐怕一道喝声就可以瞬间将凌晨杀死 我不走 凌晨死死地盯着那青涩神境 道这个事情的真相 我会去摸清楚 所有的一切 我都自己来承担 你 妖妃和血老都是想要骂 但是看到凌晨坚定的表情 他们的心中都是忍不住 唯唯叹了口气 他们都非常懂凌晨 现在自己父亲出了这种事情 不管是有着多么危险 他想必也不会离开 我们这把老骨头 也就陪你走一遭吧 却老叹道 太清仙子和无情仙子 现在的誓言之火已经焚烧结束 气息起码降落了一半 但是从他们两人的眼神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不可能离开这里的 谁能够知道 他们两个当初爱灵苍生是爱的有多深呢 三千年 足足封印了我三千年 邪主的声音划破天空 犹如无数的惊雷 在整个大陆上都乍响了起来 无数的圣灵 大陆的圣灵 都是面色恐惧地看着这一幕 好像这个声音让他们内心之中感受到了无穷的恐惧 我的愤怒 要你们整个大陆的生灵的血液来洗刷 邪主从那无尽的深渊之中猛然爆喝 一股无形的能量 犹如是绝世暴风 在无尽的深渊之中冲荡而出 天空无数的虚空瞬间爆炸 炸成了无数的碎片 方圆不知道多少里的土地 都被顷刻间掀灭 333位大帝都是身躯遭受到了重疾 忍不住吐出来了一口鲜血 模样凄惨 那尊卿必豁然抬头 对着凌晨怒喝道 当初你拔开那把剑 现在就是为一切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邪主的身躯 已经在这无尽深渊之中 蔓延了整个大陆的一半 如果让他出来 那么就是大陆粉碎之日 却老何妖妃脸色都是唯唯一变 蔓延了整个大陆的一变 那也就是说 整个大陆的地下有一半是空着的 其中充色的就是邪主的无尽身躯 就算是涛天那样庞大而恐怖的身躯 放在邪主的面前 就好像是一个高大无比的巨人 看着一个婴儿 清帝 邪主的声音滚滚响彻而起 现在谁能阻止我 一个区区虚王境 和几个大帝 一群垃圾 现在开始给我毁灭 清帝的脸色直接发白 邪主的话音一落 凌晨就看到 无穷的土地都开始颤抖了起来 苍穷也在颤抖了起来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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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响天际的爆炸声响彻而起 只见到从那土地之中 轰然破开 一只漆黑粗有万里的邪气之柱 轰然冲起 直接冲到了无尽的虚空之中 这根邪气之柱冲入了无尽虚空之中后 然后突然破碎 化为了无穷无尽的漆黑邪气光点 朝着天空的四面八方喷射而去 虚空爆炸 那拳头大小的漆黑邪气光点轰在地面 立刻掀起来了长达千里的恐怖爆炸 千里地面 瞬息兼备以为屏蔽 而这样的邪气光点 从那粗则万里的邪气光柱之中 起码喷发出来了上千万个 此时此刻 混天门长达万里的天空之城下面 突然有着一道粗大万里的邪气光柱冲天而起 一举轰在了整个天空之城下方 轰隆 恐怖的爆炸声响撤起来 那天空之城 瞬间被洞彻了开来 协助再度冲入无尽虚空之中 在天空之城下面一个葛王城人民的恐惧之色之中 协助轰然破碎成为了上千万个邪气光点 喷洒而下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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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座座的王城 瞬息间被这光点全部包裹 发出来了恐怖的威力爆炸 一道道的惨叫声络绎不绝地响彻而起 无比凄惨 瞬息间又被那巨大的爆炸声给淹没了下去 紫荆皇朝 一座巨大的皇朝 足足蔓延了上亿里的距离 国土无疆 然而在此刻 足足有着十道邪主 骚然掀开了万里土地 冲破天空之中 一尊尊皇朝之中的巨头纷纷被惊醒过来 看着这粗大万里 冲破虚空之中的协助 一个个都是脸色大变 催动紫荆皇宫 一尊真先级的老祖宗报好道 一尊尊的皇朝巨头们 都是纷纷地将自己全部的力量注入到了一尊为恶的皇城之中 这皇城之中 立刻有着一尊为恶的身影站立在这片天地之上 夏平道弃的无上弃灵 是一尊曾经的大帝 伟岸身影站立之后 立刻是朝着纳石道光柱 打出来了恐怖的无上道树 一缕缕的金光 将无数虚空瞬息粉碎 轰杀而去 然而在此刻 纳石道协助轰然破碎 化为了无数的邪气光点 朝着整个王朝的土地淹没下来 像是下了一场巨大的黑色之雨 就连纳夏平道弃紫金皇宫 也是被无穷无尽的黑色光点笼罩在了其中 通通通通通通 令人灵魂恐惧的一幕发生了 那些无数的邪气光点 将上千里的土地瞬间炸飞 而这漫天无穷无尽的邪气光点 全部轰然落下 那将是带来了一场何等的灾难 无数的修饰发起自己的法力抵抗 但是却在这无穷无尽的爆炸之中 最终只能发出来了一道撕心裂肺的惨叫之声 整个身躯被这巨大的爆炸瞬息 尖炸成了无数的粉末 片刻间 整个上亿里的皇朝之中 都是被笼罩在了这无穷无尽的爆炸 无穷无尽的惨叫之中 尸体炸飞 血液喷洒 如此恐怖的一幕 就连那段入虚空之中的紫禁皇朝的皇主 都只能浑身战斗地看着这一幕 看着自己的子民在无尽的爆炸之中一个个惨死过去 他的身躯 都是无法遏止地战斗了起来 纵然是经历了无数劫难的大帝之心 此时也是土崩瓦解 如果现在有着一尊无上大能者 从无尽虚空看整个圣灵大陆 便是会看到 这圣灵大陆足足一半的无尽疆土之上 一道道的邪气光柱 好像是无数的触角 破土而出 插入虚空之中 这一下 覆盖了整个圣灵大陆的一半 此时 圣灵图探第962章苍生真物上 无尽的爆炸 顿时间 覆盖了整个大陆的一半 无数的皇朝 势力 都是发动了自己的底蕴 一尊尊下平盗器 一尊尊大帝 都是纷纷在大陆上苏醒了过来 阻止着这无数邪气光点的爆炸 但是无可避免的 有着无数的土地 在此刻一寸寸地爆炸了开来 那些修为弱小的存在 都是在瞬间被炸成了粉碎 尸体被炸成了两半 血肉飞洒 现在 好像曾经湛蓝无比的天空 被染成了一片巨大的血色 整个大陆 在协助爆发的瞬间 就陷入了无尽的恐慌之中 无上导威 粉碎一切 妖妃看到那协助出起来的沙纳 瞬间就判断了出来了后果 圣灵城顿时席卷而出 远古剧恶张口便是无尽咆哮 喷发出来了一缕恐怖的无上导威 朝着天空击射而去 那协助爆出千万个邪恶光点的沙纳 瞬息就被这缕无上导威爆炸开来的威力 淹没在了其中 粉碎成为了虚无 整个大陆 青帝的一双眼睛 仿佛是看到了无数的虚空 身上一股股的怒火升腾而起 好像即将要抱走一样 其余的332位大帝 在此刻都是愤怒无比 却老一双眼睛也是看到了万里之外 也是忍不住轻叹一声 这个邪主 果然是不能出现在这个世界之上啊 凌晨的身躯一颤 灾难 到来了吗 他眉心之中魔神之眼豁然睁开 施展出来了滔天魔威 看向了远方 瞬息间 他就看到了一些小村庄 在此刻都是被那无数的邪恶光点所淹没 卷入了无尽的爆炸之中 山川 河流 土地 妖兽 全部都毫无例外地被卷入了其中 这个邪主的身躯 可是覆盖了整个圣灵大陆的一半 他仅仅只是看到一部分 那么在那些皇朝 大势力之中 是不是场景比他看到的这一幕更加恐怖 一幅幅的画面 在凌晨的脑海内剧烈地闪烁了起来 那是无尽生灵涂炭的恐怖场景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因为他亲手拔掉那把剑 固执地想要救出自己父亲的时候所造成的 而现在 他自己为了救出父亲的幻灵神境 便为了这一切的凶器 邪主 凌晨在此刻骤然抱吼 一股股愤怒的怒意 从他的身上生疼而起 你把我父亲到底怎么了 给我还回来 大陆苍生 你们休想再对他们出手 凌晨怒了 他毫无保留 毫无压制地将自己心中的怒火 一倍倍地扩大 因为他要唤醒他体内的邪恶力量 终于 一股股恐怖的邪气 从他的身上喷发了出来 他的气息 在此刻瞬间的暴增 就连333位大帝都是忍不住看向了凌晨 被他的气息给惊动 这是 怎么可能 轻蔽目光带着震动地看着这一幕 这个年轻人 到底是什么来历 轰 凌晨浑身上下 被无穷的邪气包裹 犹如是盖世邪地闪现在人世间 他身上爆发出来的恐怖气息 就连虚空之中的那些大帝们 都是给震惊了起来 一个小小的虚王 怎么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 获得了如此巨大的能量 嗯 正在大肆屠杀一切的邪主 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 声音如同闷雷的乍响 你的身上怎么会有本源邪力的气息 回答邪主的是 凌晨一对血色弥漫的双眼 凌晨骚然癫狂地大笑了起来 身形暴然一闪 朝着那无尽深渊凶猛出去 一拳就朝着那无尽深渊猛轰而去 一尊伟岸长达万里的邪气俱全 从无尽虚空之中破碎而出 朝着那无尽深渊之中轰杀而去 找死 邪主骚然抱呵 本源邪力居然会出现在你的身上 果然是上天眷顾我 今天不论如何 你都要成为我的腹中之时 333位大帝指示见到 在那无尽漆黑深渊之中 一对恐怖的巨大血红眼睛 缓缓地睁开来 每一只血红眼睛的大小 都足足有着上万里之大 那其中星红的血色 让人看得无比清晰 就好像是看着两尊无尽血海 抱 邪主大和一生 他这一对万里之长的恐怖血眼 竟然真的如同血海一样的波动了起来 一股无形的恐怖之力 骚然以着火山喷发之威势 从无尽深渊底部轰隆冲天而起 那一尊伟岸的巨大邪气之拳 顷刻间轰然破裂 不好 妖妃和血老都是齐齐震动 虽然凌晨封魔后力量滔天 但是完全失去了理智 根本打不出来神通 只会纯粹本能的厮杀 根本抵挡不住 妖妃立刻运转出来了纳盛临城 远古巨恶朝着其中 骚然喷发出来了一缕恐怖无上道威 却老手中金光灿烂的阵道之笔挥舞苍穹 一尊尊伟岸的大阵层层交替 随着无上道威朝着血主杀去 楼椅之力 血主不屑地说道 他的话音一落 立刻从这血红色的无尽大眼之中喷吐出来了一圈血色 这一圈血色瞬间胀大 化为了一个巨大的血色龙卷风 咆哮天地 这无上道威和无上大阵 居然都被血色飓风给席卷冲天 朝着妖妃和血老的身躯杀去 两尊大帝在此刻都是展现出来了自己的无上大道 幻化出来了的自己的小世界 犹如神明一番 对着席卷而来的这一集展开恐怖的交手 而蜂魔的凌晨 却是癫狂大笑 邪气大拳被破碎没有丝毫惧怕 身躯反而是更为凶猛地击杀过来 哈哈哈哈哈哈 蜂魔狂笑声 响彻整个深渊 真他妈是浪费 邪竹冷冷地吐出了一句话 一尊粗大漆黑的犹如触角一番的东西 仿佛化成了一尊无上神鞭 骚然喷吐而出 速度凶猛地抽打在了凌晨的身躯上 嗡 一边急中 整个深渊都响彻起来了一种大中震响的声音 凌晨的整个人被抽打的身躯居然是停顿到了半空之中 整个脑袋内都轰荡着嗡嗡的身影 他身上的邪气 居然犹如火焰上被浇了无数的水 将之熄灭了下来 整个人的邪气狂暴力量 被抽打的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的身躯也在停顿片刻之后 朝着天空再度飞速倒退而去 此 两枚巨大无尽的血眼之中 再度喷吐出来了一道血光 朝着凌晨的身躯急沙而去 很显然 邪主对于凌晨体内的那神秘本源邪力 无比的感兴趣 非常想得到 痴心妄想 清帝在此刻骤然抱喝 暮暮飞扬 无尽的清光从他的身上闪现出来了 天帝好像在此刻化为了一片无尽青涩 星知世界 他便是星知神明 这一集立刻被清帝抵挡了下来 本源邪力 千万不能让邪主得到 清帝对着其余332位大帝抱喝 若是让他得到了凌晨 那么所有的生机都会泯灭 很显然 万年前的恐怖巨头清帝 知道凌晨身上爆发出来的邪气属于怎样的力量 他也明白了这件事的严肃性 虽然刚才已受重伤 但是却还残留着拼死之力 其余的332位大帝 也在此刻面色肃杀 脸上的神情 完全是在准备做最后的拼死一击 不自量力 邪主冷笑连连 那青铜古镜 再度在这无尽的漆黑深渊之中 吞吐出来了异议神光 纵然是施展出那令妖妃谈之色变的33天造化之阵 再度施展那又如何 此时此刻 凌晨被冲击得犹如昏迷 333位大帝只能做拼死一搏 妖妃和血老被困 邪主的无尽霸主之力 开始显露了出来 整个圣灵大陆 此时此刻 都被笼罩在了无尽的死亡和血色之中 莫非 末日真的降临了 第963章苍生真武下 这面古镜 究竟是何来历 青帝目光凝重地看着那一团青光古镜 33天造化之阵 席卷无上造化为能 可以镇压世间一切 但是这面镜子的力量 莫非还超越了造化 青帝感觉到了一种荒唐 但是目前形势来看 无比严峻 哈哈 你们这些将死之人 何必知道那么多 你们囚禁了我那么久的时光 如今也是到了你们埋葬之日 邪主的声音 无比冷冽 声音之中的杀气 很显然邪主对他们怨念深重 节阵 青帝抱贺道 身上再度散发出来了无穷清光 头顶上演化出来了一个无尽的青涩世界 那是属于青帝的道 属于青帝的世界 其余的332尊大帝高手 也是此刻齐齐发威 和青帝做法如出一彻 33重天 再度演化而出 化为了一尊伟岸威严的宫殿 犹如天庭 造化之威严 盘踞其中 比较之前 更为强大 哼 不到黄泉路不死心 邪主冷恒一生 两枚巨大的邪海眸子 看着这一切 无上的道力 立刻在那幻灵神镜子之中燃烧了起来 一股股的太清真地 从其中波散而出 一个个隐隐约约的世界 开始从其中不断地要演化而出 灵晨之前持有幻灵神镜之时 就会诞生那12重天 根据当初灵苍生交代 这12重天 就代表着12个世界 如今看来 这一切的一切 都只能说是灵苍生布下了滔天手段 为对付这33天造化之阵做准备 邪主 你犯下滔天大碎 我九须绝对不可能让你再如此作恶下去 一个滔天炸雷声响车了起来 一尊青色巨人 撕裂虚空而来 他手持着一尊远古石碑 石碑上缠绕着一股股古老的太清之意 其中好像是蕴含着一尊远古的太清世界一番 太清碑 清帝等等诸位大地强者 一下看出来了九须这尊巨人手持的这件法宝来历 清帝也是为探道 没想到万年前那个太清仙人遗留下来的法宝上存时间 此刻的九须巨人双目无比的愤怒 因为他带无情仙子和太清仙子回去的时候看到了 看到了那无尽无边的血色 他化为太清碑气零多年 与圣灵大陆大地接壤 感应着这片圣灵大陆的天与地 多多少少他都有着巨大的感情在其中 但是当他看到那无尽毁灭的一幕 彻底的震怒了 处理掉好几道邪气光柱之后 直接带着远古中平盗气太清碑 撕裂虚空而来 这面神境 有着太清之心 林苍生 你好狠的手段 当年利用了林晨取得太清之心 还逼迫他的心爱女人差点死去 酒须脸上喷发出来了无穷杀气 利用一个把你当作父亲的孩子 你是不是畜生 他直接甩手 太清碑立刻喷发出来了无尽星光 竟然是掩盖下来了幻灵神境的光彩 犹如是一尊远古庞大的太清古戒 朝着那邪主的两眉滔天邪眼镇压而去 屁话真多 邪主不屑地说道 什么垃圾太清之气 你以为你是太清仙人在世 一个废物武器零而已 给我滚蛋 嚣张 霸气 在那太清碑以着无上雷霆威势 镇压下来的沙纳 众多大地只是感觉整个深渊的气流 瞬息间全部降落下去 好像是有着一个漆黑血盆大口 在那无尽深渊之底张开一样 万邪之龙 那气流瞬息间又冲荡上来 宛如无穷钢气从其中喷发一样 一头长达万里的浑身鳞片漆黑的邪龙 顿时从其中咆哮而出 这头邪龙天生九爪 浑身好像在酝酿着无穷邪气 简直是一个龙形邪戒 轰 太清碑与万邪之龙瞬息间碰撞在一起 喷发出了山崩地裂般的能量 在那无尽的深渊之中凶猛的激荡开来 天地都在此刻变了颜色 那万邪之龙 直接爆炸 硬生生地将那太清碑的气息 一闸的瞬间萎靡下来 暗淡无光 太清古界般的威压不复存在 本器遭受重疾 久须庞大的巨人身躯 也是无法遏止地遭受到了重疾 连连吐出来了一个个的鲜血 他的鲜血 逼在大地上 都能喷发出无穷的太清灵气 一击击败 但是333位大地却是瞬息间抓住了机会 33重天的无上天亭 犹如是一颗璀璨的百彩星辰 照亮整个深渊 化落下来 镇压下去 哼 邪竹冷冷地哼了一声 依旧是充满了浓浓的不屑 此时此刻 那太清古镜再度爆发出来了无穷璀璨的清光 一个个的小世界 开始不断地演化出来 惊叹后 自己的父亲是邪主 自己亲手拔开青铜骨剑 导致了整个大陆都陷入了无穷危机 生灵涂炭 那些灵灵毁灭般的场面 都是自己一手缔造的 从一开始 这一切都是自己父亲灵苍生的阴谋 灵晨不相信 打死他都不信 为什么 他真的很想质问那无尽深渊之下的邪主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是如此的陌生 想到那自己十岁那年 无尽的大雪交加 他感觉自己快要死了 一个白衣男子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眼神充满了慈祥 那温和的话 如今还回荡在他的脑海内 记住 你是灵家的种 不 他一定不是自己的父亲 也就在此时 灵晨突然感受到了无边寒冷 这股寒冷 是巨大的死亡带来的感觉 唰 他猛地感受到了 在那无尽虚空之中 有着两尊伟岸的存在盯住了自己 仅仅只是盯住自己 就让自己浑身感觉发毛 身躯血液好像会被凝固 浓浓的死亡气息不断地席卷着全身上下 骨头冒着寒冷 赤大地 两尊大地 哈哈 狂妄的大笑声响撤起来 凌晨 没想到吧 大灾难现在已经诞生 而且是你亲手缔造 你是全世界的罪人 我混天大地就代表整个圣灵大陆 诛杀你这个罪恶的源泉 天机道人也是隔着遥远的虚空连连冷笑 凌晨 我们会杀死你 然后剥夺你身上的一切 混天大地和天机道人 至始至终都在打着凌晨体内至宝的主意 而他们在虚空之中直伏 如今终于是等到了前所未有的绝佳时机 凌晨无人能救 必死无疑 混天大地立刻隔着那遥远的虚空 丝毫不废话 看着那圣灵大陆之中的凌晨 一拳猛地轰杀而去 一道破旺寒光穿过了无数的虚空 隐隐有着无边雷霆之威 朝着圣灵大陆之中的凌晨击舍而来 纵然是隔着那遥远无比的距离 凌晨也在这一瞬间 他的身躯仿佛被一股冥冥之中的力量给束缚住了 无法动弹 他看着天空 就看到那变了颜色的苍穹上 有着一道闪闪发亮的寒光 正朝着自己以着无边雷霆威势击杀下来 无数虚空破裂 一击神通 封锁凌晨 彻底击杀凌晨 不好 被那一道血色暴风给困住的腰飞和血老看到了这一幕 其其脸色勃然大变 但是他们两人在这一道血色暴风之中 自保都异常艰难 连救都无法去救 此时此刻 无尽深渊之中 太清神境的威能再度激发出来 十二神秘世界其其演化出来 细细合一 威压居然比无上天亭之中的造化威压 还要剧烈 还要恐怖 邪主在此刻猖狂大笑 无数进气翻滚 好像是在衬托着他无上威压一样 这个天地间 他邪主 还有谁能够来阻挡 而此时 那一道破旺寒光 已经撕裂而来 凌晨打出的一道道神通 都被那破旺寒光的威压纷纷破掉 真正的神通未激发下来 但是凌晨已经没有了丝毫的还手之力 哈哈哈哈哈哈 凌晨去死吧 混天大地在虚空之中猖狂地大笑了起来 哈哈 邪主也在无尽深渊之中猖狂大笑 三十三天造化之阵一灭 天地之间 谁能够阻挡我 给我粉碎 太清神境 骚然杀气凌然 想要一急破碎那三十三天造化之阵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即将被寒光撕裂成粉碎的凌晨 突然用尽了全部力气 对着那无尽深渊之中的邪主大吼 父亲 我是凌晨 你给我回来吧 这一道怒吼 用尽了他全部的力气 整个人瞬间虚脱了下来 哈哈 混天大地在无尽虚空之中猖狂大笑 什么狗屁父亲 一切都不过是个骗局 你这个傻叉还真的信了 凌晨 死吧 无尽深渊之中的邪主也是狂妄一笑 哈哈 还在发疯 你的本源邪力 迟早要被我吞掉 有病 然而 就在那道寒芒即将杀破凌晨的刹那间 突然 那两枚长达万里的邪海眼睛之中 一道恐怖见光 突然是从那血海眼睛之中劈开来 硬生生的将右眼之中的无尽血海 给劈成了两半 剩余的见光继续冲天而起 一下瞬息间便是将那即将斩杀凌晨的破旺寒芒给斩碎掉 邪主立刻是疼痛的咆哮嘶嘶吼了起来 滔天的寒意 从这血海大眼中冲启之人的身上喷发而出 让整个天地仿佛都陷入了无尽的寒冷之中 那无尽虚空之中的混天大地和天机道人 顿时从心头上感受到了无尽的寒冷 一人 一剑 一袭白衣 衣衫飘飘 立于虚空 脸色冷峻而充满了杀戮 好像是一尊无上大地 喷发出来了无尽的怒火 连天地都变了颜色 妖飞等人看到这个人的刹那 凌晨看到这个人的刹那 身躯都是狠狠的一颤 此人赫然就是 林苍生 第九百六十四章 苍生之道 好像是有一场笼罩天地的巨大暴风雪 在此刻飞舞了起来 让人处于冰天雪地之中 感受到了无尽的寒冷 那滚滚的杀起 携带着无尽的怒火 让一尊尊的大地 都感受到这股怒火滔天之意 青帝的眼中都是 生腾起来了一抹骇然之色 他是万万没有想到 在那邪主长达万里的邪海眼中 居然有着一尊人物 斩破血海之眼 破空而出 身上喷发出来了无上的威压 这海被林苍生一下斩成了两半 而且居然还无法恢复过来 那剧烈撕裂的头疼 让邪主不断地在那无尽深渊之中 咆哮着 怒吼着 像是即将会发狂一样 混天大地 天机道人 林苍生目光直接刺穿虚空 一下锁定在了混天大地和天机道人的身上 冷冷道 你们倒是好大的胆子 敢对我寒而下手 混天大地和天机道人 都是由心地感受到了一股恐惧之意 被那林苍生冷冷的目光锁定住 他们仿佛就感觉 有着无穷无尽的寒冷 在冲刷着他们的浑身上下 这个白衣飘飘的中年人的身上杀气 实在是太过恐怖了 死 林苍生大步一踏 直接是跨入到了遥远无尽的虚空之中 瞬息间出现在了混天大地和天机道人的面前 让两尊大地身躯本能地站斗了起来 两人的小世界 纷纷演化出来 林苍生脸色冰朗 这足以证明他到底是有着多么震怒 手中的剑直接朝着两位大地划去 令人震撼的一幕发生了 这一剑下来 混天大地和天机道人的小世界 竟然是如同脆弱的豆腐 瞬间被撕裂破碎了开来 交织在小世界之中的无上大道 都是被林苍生一剑斩断 混天大地和天机道人彻底地恐惧了起来 像是见到了前所未有见过的魔鬼 想逃 但是脚底好像是被灌了无数的铅 沉重无比 根本无法逃掉 林苍生一剑斩破两大小世界之后 再度出手 根本没人看得到他是怎么出手的 也没什么神通爆裂 也没什么轰天巨响 但是却有着无数道的寒光撕裂了开来 这无数道的寒光 隐生生地将混天大地和天机道人从头到脚 全部一层层的撕碎 化为了无数数不清的肉块 大地的意志都是随着万剑斩身之中 被一层层的绞杀的一干二净 整个天地间也在这又是一剑之下 彻底地失去了两位大地的气息 林苍生面不改色 怒火不解 脸色冷冰冰地看向了那虚空的另一端 在那另一端有着一些圣灵大陆的巨头 人界的巨头 被凌晨这一道寒冷的光芒一扫视 这些巨头顿时感觉头皮发麻 骨头发寒 刚才那活生生将两位大地一寸寸消死的一幕 更是让他们感觉齿凤发寒 刷 下一步 林苍生又回到了无尽深渊之上 眼神带着无穷寒意锁定着那无尽深渊之中 站在了凌晨的前面 他的背影依旧如此 高大宽阔坚定不屈 让圣灵大陆的巨头 人界的巨头都感觉无比发毛的一尊恐怖人物 却是让凌晨感受到了无尽的温暖 这样的背影 犹如当年大雪焦家的背影 邪主在怒火 在咆哮 从他那另一之血海之眼中 喷发出来了无穷的血光 犹如是末日降临 血光蔓延无尽苍穹 朝着天空喷射而去 那远古洪荒大陆上的333增耗费了最后气力的大地 遭受这一击 必死无疑 休想再伤害任何一个生命 林苍生冷冷的道 身形犹如雷霆 瞬息达到了深渊之中 在这个无尽血光冲天而起的刹那间 手中的剑猛的一剑斩去 无尽的剑一从剑上喷发出来 那古仆的剑 此时此刻竟然有了一种诸天玄妙神威在其中 好像是一种情怀天下苍生的道义融合在之中 犹如无上神剑 轰 骇然的一幕出现了 这无尽的血光 喷发的范围足足有着上万里 简直是一座超级血色大火山爆发 居然硬生生的被林苍生斩成了两半 化成了无尽的虚无 林苍生 原来你就是这小兔崽子的父亲 邪主在无尽深渊底下咆哮 像是恼羞成怒 你创造了我 我已经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弱小的邪气 林苍生 我会亲自吞灭你 让你化为我身躯的一部分 毁灭全世界 邪主一下吐露出来了一个滔天爆炸信息 这个邪主 居然是林苍生创造的 结合无情仙子和太清仙子的所说 林苍生和邪主之间的关系 的确是说不清楚 如今这邪主一说 其中种种疑团就闪现出来了 林苍生 你到底干了什么 重伤之中的酒须 愤恶地对着林苍生说道 很显然在无情仙子和太清仙子爱上林苍生的这件事中 他也是认识林苍生的 333位大帝都是目光齐刷刷地锁定在了林苍生的身上 充满了敌视 很显然 这个滔天邪恶一旦出事 那将是何等的恐怖 会犯下多么巨大的罪孽 林苍生竖起来了自己的剑 脸色开始变得淡然了起来 他的剑嗡嗡颤抖着 那古仆的剑面上居然是浮现出来了一幅幅的图案 这些图案竟然是天下苍生 心系苍生 这就是我的道 苍生之道 林苍生缓缓地说道 但是催炼苍生之道 需要没有丝毫邪念 于是我将自己的邪念封印在了我的体内 但是连我也没想到 他有一天庞大的连我都无法镇压住 于是当初我找到了混乱大地 让他镇压了我 我想在这镇压之中 弱化邪念的力量 将他彻底地毁灭 但是一切都超乎了我的想象 我身体失去了控制 他占据了主导 我只能偶尔地出来一下 林苍生转头对着林晨唯唯一笑 充满了慈祥 若不是我听到了他的呼唤 想必我还会被镇压在那无尽邪念之中 父亲 林晨张口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是的 他一直坚信 自己的父亲绝对不会是邪主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啊 轻地叹了一口气 道 难怪当初混乱大帝告诉我 只要镇压住 他就会毁灭 因为混乱大帝相信你能够战胜邪念 不过好在他还是留了一道后手 林苍生豁然转头 对着轻地点了点头 目录无穷含义 锁定在那无尽深渊之中的邪主 这是我林苍生犯下的滔天罪孽 我亏对于天下人 所以 不管如何 这一切的后果 我会全力承担 林苍生毅然说道 此时此刻 心地恍惚有一种错觉 林尘的身影 和林苍生此刻的身影 居然仿佛可以重叠起来一样 一模一样的话 一模一样的坚定 但是 这一切 你们父子俩 真的可以承担吗 第965章 以身化苍生 没有人料想到事情发展到了这样的一步 哈哈哈哈 协主睁着一只血海之眼 其中透露出来的愤怒 杀鸡 猖狂等等情绪 林苍生 这几千年来 你何时不想要杀死我 但是你哪一次成功了 你的大道终究是有瑕疵 只要你无法完美 就永远没有这个能力杀死我 当然 现在纵然是完美了 你也不再是我的对手 33重天已经被破 333位大帝 再也没有了争斗的能力 如果是混乱大帝部下的手段 一旦粉碎 那么333位大帝 肯定会瞬间再度化为一泡黄土 协主说的一点都没错 林苍生耗费了多少年的时光 来对付这个协主 但是最后的结果呢 还不是让如今的协主 成长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 333位大帝 有新的感觉 这个林苍生虽然恐怖 不知道是何来路 但是想要干掉协主 这个胜算的几率几乎是未灵 少给我刮躁 林苍生原本持剑副手而立 但是瞬间身形闪电般的杀出 一剑刺出 无尽苍生的呐喊声 便是响彻在了这片天地上 每一道声音都充满了虔诚 快乐 欣喜 和平 这世间 没有真正的大和平 黑暗从新生 大地犹如此 邪主猛地爆喝 爆发出来了滔天意志 让人感受到了无边无境的邪恶 他的声音好像是想撤在人的心灵之中 勾动人的心灵 勾动他们心灵之中的邪恶 纵然是那333位大帝 在此刻都仿佛被邪主所感 浑身有着若有若无的邪气缠绕着 灵苍生一剑刺来 将一层层的邪气 全部刺穿 犹如无人之境 古剑上面不断地喷发着苍生之意志 他的修为不知道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远远超过了清帝等人 能够仗着苍生道义 对付邪主 我愿苍生天下平 灵苍生手中的剑飞快舞动 无尽的苍生都在他的剑下飞舞而出 大愿天下平 我愿苍生天下福 灵苍生的意志作然高涨 无比宏伟的大愿 冲进苍穹 苍穹犯起来了无穷无尽的浮光 我愿苍生无邪魔 灵苍生手中的剑 作然爆发出来了无尽刺眼的光芒 一下照亮了整个无尽深渊 无边大愿之威 朝着那邪主及杀而去 只为了天下无邪魔 那么就铲除一切邪魔 三大红愿一起迸发 幻灵神境 十二世界 遮蔽一切 邪主直接运转起来了幻灵神境 那不过人身大小的清光 在这无尽宏愿白光之中 骤然暴涨 撑起来了一片片的世界 十二个世界一起在幻灵神境之中运转 好像是成长成了一个不知名的世界存在 而这个世界 强横 无视一切 庞大的无法抵抗 通龙 天地失色 山崩地裂 日月无光 灵苍生的强悍一极 直接被幻灵神境全部化解了下来 十二世界犹如不朽 无法破碎 抵挡一切威势 哈哈 解主猖狂大笑 林苍生 你万万没想到吧 你这用来镇压我的东西 现在却是成为了我的第一杀器 有着幻灵神境助我 我看你怎么能够成为我的对手 苍生知道 林苍生丝毫不为之动弹 手中骨剑一抛 散发出来了夺目光彩 林苍生白衣飘飘 一个无上大道展现了出来 在一片生灵世界之中 众生在有条有序地生活着 无穷邪魔突然来袭 林苍生行走在这无穷邪魔间 将一尊尊的邪魔全部点破 他的表情虔诚 心中所系全部是苍生 苍生为我 我为苍生 轰大十二世界上 立刻响彻起来了恐怖的爆炸 但是幻灵神境依旧是嗡嗡阵战 将之完全的抵挡了下来 苍生有福 大千全核 轰龙幻灵神境的本体一颤 仿佛被这无上意志点画了一样 古镜上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清光都是略显的暗淡下来 古老的花纹 都似乎有些碎裂 万邪之道 邪从心生 无可阻挡 邪主立刻狂好了起来 一只邪眼之中 席卷了无穷无疑的邪意 这些邪意 都是从心而来 从人的本体而来 是他们创造了邪主 苍生之道 灵苍生一下此时此刻 好像是获得了整个苍生的加持 在此刻彻底的化为了那苍生之道的主宰 他心系苍生 苍生心系他 两股大道一致 一下轰撞了起来 但是这灵苍生施展出来了自己的大道 无穷苍生的意志闪现 都依旧没有占到上风 万邪之道是由苍生之道演化出来 灵苍生心系苍生 苍生心中生邪 成为了一股对立的力量 哈哈哈哈 邪主笑得越发猖狂肆意了起来 灵苍生啊灵苍生 你连苍生之道都施展出来了 我还有着幻灵神境在此 你如何是我的对手 我说过 这一切由我而起 自然由我全部承担 灵苍生面色平静地说道 气质变得悲天悯人 成为了那个互助天下苍生的无上存在 哈哈 好一个全部由你而起 既然你心系天下苍生 诛杀一切邪魔 带来幸福和和平 那么 你儿子灵晨 体内居然蕴含着本源协力 比我的万邪之道更为恐怖 你怎么不去杀死他 说到底 你不为苍生 还是无比的自私 邪主声音尖锐地说道 他说的这一句话 邪气嗡嗡 直攻灵苍生的内心 这个邪主对于万邪之道掌握的太过恐怖 他本由心生 自然是能够感受到他们心中的邪念 灵苍生诛杀万千邪魔 是他的道 而灵晨却唯独例外 那么他的道 仍然出现瑕疵了 有瑕疵 就有邪 灵苍生的身躯一颤 这一下 邪主彻底地击倒了他的软了 现在就连他所爆发出来的 苍生之道 都开始变得暗淡无光了起来 因为他的内心瑕疵在扩大着 父亲 灵晨虽然不知道自己体内的邪气 被称为本源之力 但是他非常清楚 也非常明白 自己与他父亲的道 到底是有着多么大的冲击 灵苍生连头都没回 根本没看灵晨 反而是冷冷到 邪主 打消你的主意吧 想让我邪话 根本不可能 既然我无法杀死你 那么我就以身化为苍生 将你困在永恒之中 永世不得翻身 灵苍生的话音一落 他的身躯竟然是凭空消失 化为了一个恐怖的小世界 在这个小世界内 细细的云云众生 细细着无边大宏愿 有条有序 充满了祥和 充满了和平 演化出来了一片无尽的世外净土 你要干什么 你疯了吗 你也不想再活下去了 邪主猛地咆哮了起来 他万万没想到 曾经的那个灵苍生 居然浮现出来了真正的大意 用自己的身躯 不惜一切地将他困住 换句话来说 这也就是一命抵一命的做法 灵苍生一世不为人 一世成为大道 那么他堂堂协主 就永无天日 但是灵苍生根本没有撤手 在他以身化为苍生的刹那 那无尽苍生世界之中 就有着一种无穷的白色锁链 从小世界内延伸而出 射入了无尽深渊之中 给我抵挡 邪主彻底地疯了 疯狂地运转幻灵神境 演化出来了12个小世界 准备抵挡这一切 但是那些白色的锁链 好似无形无影 直接穿透其中 射入了他庞大无比的身躯 轰 在白色锁链射入邪主的刹那 一股滔天的邪气 顿时凶猛地朝着那苍生世界之中 冲荡了起来 远远看去 就好像是看着一万条 长达万里的邪龙狂奔 而且还是无穷无尽 天地都被这股无边无尽的邪气 冲荡给弄得轰轰震荡 足足吸取了整整半个时辰 才将最后的一缕邪气 全部吞没了苍生世界之中 林苍生 你敢 无尽愤恶的咆哮响响彻而起 我以身化为苍生之道 你将随着我 永远漂泊无尽漆黑的虚空 林苍生淡淡地说道 333位的大帝看着这一幕 饶是轻地 也有些脸色复杂 他们万万没想到 林苍生最后会选择这样的手段 结束这一切 用他的自身 化为大道 镇压邪主 只要林苍生将自己的生命熄灭 那么这个大道 苍生世界 永远不会再开启 邪主 也将永远不会再复苏 果真是说道做道啊 轻地叹息了一口气 有哪位大帝有这样的豪气 把自己化为 无尽苍穹之中的茫茫大道 林苍生做道了 3000年前他做不到 如今他却做道了 现在这一切 终于结束了 轻地淡淡一笑 我们这些老骨头 也该尘归尘 土归土了 其余的大帝都是笑 虽然他们复苏了 即将要死亡 但是他们没有丝毫的不满足 反而却感觉一身轻松 在林苍生做道自己莫言的沙纳 一切都结束了 然而 一变土生 一道七彩光芒 纵然在这世界关闭的沙纳 强行地射入了其中 这 330位大帝彻底地震惊了起来 却老和妖妃也是身躯齐齐一阵 万万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一幕 连阻止都来不及 我不会让我父亲陨落 我也不会让邪主生存 凌晨的声音从其中滚滚响彻起来 所以我要结束这一切 承担一切的责任 大道苍生 世界彻底地关闭了 整个天空恢复了平静 大道消失的无影无踪 可能它成为了一棵草 也可能成为了一棵树 也可能成为了空气之中极为微小的一棵尘埃 唯独那漆黑庞大的无尽深渊还存在着 寒气不复存在 就刚才那坚定不移的声音 却是让333位大地如遭雷击 那个少年冲进去 自己去找死吗 第966章救世主 这个世界充满了天下苍生 无数生灵 包括了妖兽 他们在这个世界内栖息 每一个人过得都很幸福 安详 充满了和平 而现在 这无穷苍穷上 却是被无数的邪气给覆盖了 像是一块巨大的黑幕 遮蔽了全世界 这个邪气 让人感受到了 来自心灵之中的寒冷 战力 恐惧 整个苍生世界之中的生灵 都开始恐惧了 林苍生 你 邪主的咆哮声 戛然而止 好像是看到了什么惊奇的存在 凌晨 你怎么给我进来了 林苍生的声音巨变 充满了眼力 训斥 还有一股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不过这个声音 却是让人暖暖的 一个面色平淡 带着微微笑容的少年 踏在了这个苍生世界之中 凌晨抬起头 对着天空笑道 父亲 既然我选择踏入这里 那么我就想要亲手结束这一切 相信你的儿子 邪主我肯定会亲手斩杀 绝对不会让你死掉 林尘虽然不太懂那些什么以身化为苍生的说法 但是他内心强烈的直觉却是告诉他 林苍生如果真的这么做了 那么他就会失去生命 他会眼睁睁地看着父亲为了镇压邪主丧失掉自己的生命 那绝对不可能 胡闹 你简直是太胡闹了 林苍生喝道 勃然大怒 哈哈哈哈哈哈 邪主仿佛是看到了什么新的生机一样 忍不住滔天狂笑了起来 这简直是上天赐给他的一次完美机会 一个小小的虚王境界闯入这里 口里叫嚣着要踩下他堂堂邪主 这他妈是在做梦吗 林晨欢迎你来送死 无上本源协力 林苍生道之辖词典 邪主狂笑连连 震响了整个苍生之界 然而林晨的表情却依旧淡然 看着漫天苍穹的邪气 恐怕又得付出一些东西了吧 惊叹号 那席卷了整个圣灵大陆一般的恐怖协助 在此时此刻彻底地消失了 但是这被波及到其中的势力 或者是城池村庄等等 都是惨不忍睹 从天空往下看去 就会发现整个大地上 都是一个葛巨大的坑 不知道蔓延了多长 全部都是这样的巨大深坑 其中透露出来的丝丝寒气 让人看到了就会一种发毛感 被邪气光点所笼罩到的人物 基本上连尸体都不剩 全部被炸成了粉碎 除非是修为强大的存在 侥幸活下来 但是也是缺胳膊少腿的 浓浓的死亡气息 覆盖了足足半个圣灵大陆 没人敢想象 仅仅只是持续了那么一会 早成的伤害是有多么巨大的 也没人敢想象 如果继续让那邪气光柱喷发 整个圣灵大陆 还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 但是 值得让那些存活下来的人 庆幸的是 这一切都结束了 那恐怖的自称邪主的家伙 似乎是消停了下来 还是死掉了 这是一个最让人恐惧的问题 如果那样的家伙 根本没死的话 他们简直是无法想象 接下来迎接他们的是 怎样的恐怖事情 这一件事情 已经波及到了整个大陆 无数人的心灵都在战斗 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死亡 好像是末日即将到来了一样 所有人的心中 都是蒙上了一层浓浓厚重的阴影 这是死亡的阴影 让人毛孔发寒 然而 也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道慈祥平和的声音 响彻在了每个人的耳边 阿弥陀佛 各位施主 不必再惊慌了 平僧获得了圣灵大陆本源的认可 获得了圣灵大陆的力量 就在刚刚 平僧击杀了这个邪主 使得大陆陷入了安宁 记住 平僧的法号叫做 多宝僧人 几乎是在同一时刻 这样的声音 响彻在了圣灵大陆 每一个人的脑海 在响彻这个声音的刹那 他们脑海里就浮现出来了一个画面 一位宝箱庄严的胖僧人 脚踏无穷法云 在那无尽深渊内穿梭 面对着一对长达万里的邪海巨眼 猛地施展出来了恐怖的力量 佛光要事 震撼人心的心灵 那恐怖的邪主 无尽的邪气 都是在这佛光的照耀下 彻底的化为了虚无 这个场面彻底的让所有人都是忍不住震撼了起来 接下来 在短短的一个时辰之内 多宝僧人这个名号 瞬间震动了整个大陆 人人皆知 他们互相见面的一句话 就是问是否知道这个多宝僧人 多宝僧人的名号 瞬息间震动了整个大陆 邪主之死的影像 无疑是让无数人都是瞬间相信了这个多宝僧人的话语 那就是邪主死了 整个大陆 瞬间沸腾了起来 无数的欢呼声 震破苍穹 多宝僧人 真的是我们大陆的英雄 哈哈哈哈 就连邪主都给干死了 这个人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修为也不知道达到了什么地步 我可是看到了大帝都出来阻止这场灾难 却是无功而返 哼 多宝僧人 大陆第一强者 谁有这个本事去质疑 斯 邪主被杀死 他救了我 虽然可能他不知道我这个渺小的人是谁 但是他救了我的事实却是真的 关于多宝僧人 无数的议论声都开始响彻了起来 也就在此刻 突然间 在圣灵大陆的各地 都有着巨大的虚影演化了出来 这尊虚影无比的高大 是一个胖子 身穿古老袈裟 手握着金色权杖 那一张肉乎乎的脸宝箱庄严 充满了无尽的威严感 就好像是一尊爵士强者站在了面前一样 小爷 你们所见到的都是平僧的一道意念传话 之所以来这个意念传话 是想让很多人消除心里的怀疑 邪主已经被平僧利用圣灵大陆的本源力量给杀死了 这尊多宝僧人道 这已经成为了事实 你们无庸置疑 邪主原本是囚禁在混乱古域的一尊爵士魔头 但是被人放了出来 差点造成了灭世之灾难 邪主力量的恐怖程度 已经凌驾了无数的大帝之上 就算是曾经平僧的好友混乱大帝 催动了333位大帝的力量 都无法将之镇压 平僧说出这一段话并不是想祈求得到什么 只是想印证 邪主已死 说到这里 这个影像 骚然化成了虚无 此刻 全世界极静 下一刻 全世界立刻是沸腾了起来 无数的人都在狂猛欢呼 就连妖兽也不例外 他们一个嗝的眼神都是无比炙热 充满了崇拜 前程等等 他们都在欢呼多宝僧人这个称号 也在这一天 一个称号响彻整个大陆 就是主 第967章月上 灵晨从来没有真正的惧怕邪主 因为在他的心里 他的身体之中 可是有着一尊上古大能的存在 青铜骨官 灵晨不可否认 他总是能成为他的依赖 虽然灵晨也不知道青铜骨官具体的实力有多么强横 上次遇到那扇恶大靖王佛的分身 好像是吃了点小亏 但是具体如何 灵晨是不清楚的 可灵晨对于青铜骨官总有着信心 一种感觉他好像是无所不能的信心 青铜骨官 这一次 我要你帮我 你需要我付出什么代价 灵晨立刻对着青铜骨官传递神念 不论如何 他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父亲与那些主同归于尽的 盘踞在灵晨眉心之中的青铜骨官 微微地闪烁了一下青色的光芒 声音空洞 带着一点淡淡的讥讽意味 你曾经不是很坚定地告诉自己 不要再找我吗 不要以为 我听不到你的心声 凌晨脸色不变 只是淡然道 青铜骨官 我不想和你这么多废话 上一次你收取了我299年的寿命 如今我已经暴涨到了600年寿命 要用我599年寿命来换 哈哈哈哈哈哈 青铜骨官突然大笑而起 凌晨 你是否真的太幼稚了 写主的级别 很显然是超越了大地的存在 你区区599年的寿命 就想让我帮你对付 凌晨的眉头微微一皱 突然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种不好的预感 来得无比突然 就好像是最后的底牌突然是消失全无 所有的计划一下子被打乱了 说到底 凌晨有点太过依赖青铜骨官 在这一次的协主出事的时候 大脑学业加速的冲动行为 更是占据为多数 因为他有着最大的底牌 青铜骨官 但是这突如其来的不好的预感 凌晨 自己想办法吧 青铜骨官声音空洞 不带丝毫的感情 你死了 大不了我去找一个新的宿主 他这句话一说完 青铜骨官上面的光泽立刻是沉寂了下去 青铜骨官醒目无常 完全不给凌晨任何说话的机会 一语直接封死了凌晨 终于 凌晨的脸色无法淡定下来了 微微变了颜色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现在他终于有了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 不过好在他的心态强大 没有太多的恐惧浮现出来 父亲 对不起了 凌晨的嘴角带着微微苦涩 对着这片天地道 青铜骨官的强势拒绝 实在是超乎了他的想象 而且他也是孤注一职 将所有的希望全部压在了青铜骨官之上 但是现在 凭他一个区区虚亡境界的存在 怎么对付得了堂堂邪主 恐怕连邪主的一道气息 都能将凌晨碾压成重伤吧 哎 这是命啊 这真的是命啊 林苍生语气萧索地响彻在了整个苍生之界中 充满了感伤 哈哈哈哈 邪主滔天狂笑 无数的邪气在整个苍生之界之中翻滚着 令得万物恐惧 颤抖 只见到一股邪气在凌晨的面前垂落了下来 直接凝聚成了一尊漆黑长发的阴柔俊美男子 他的一双眼睛 犹如太古凶蛇 血红带着无尽邪恶 凌晨 你不是信心满满地觉得可以杀死我吗 邪主在凌晨的对面冷笑 眼神像是看着一个玩物 充满了玩味 这只是我一缕小小的气息所化 你有这个本事干得掉吗 凌晨的瞳孔瞬间紧缩 他的整个人犹如虎豹一番 瞬间扑杀而去 无尽的漆黑从他的身躯之中散发而出 凌晨的身躯凭空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寒芒 杀破诸天 无数寒芒 游动喷发 层层相叠 化为了一条无比巨大的剑龙 朝着邪主击杀而来 威力强大 杀破一切 雕虫小记 邪主嘴角一勾 邪气森然 双手朝着两方撑开 刹那间 好像有着一股无形的力量瞬间扩散开来 凌晨瞬间就有了一种陷入了无尽邪气之中的感觉 好像是踏入了邪气世界 成人小心 这是领域 真王级别的领域 凌苍生猛的喝道 虽然不知道邪主在打着什么主意 但是现在一切都已经成了定局 领域 凌晨的脑海一阵 之前那魔子施展出来的魔神道场 差点就让他落败 就是因为其中摄取了一点真王级领域的力量 而现在则是真真正正的领域之力 杀死他 邪主犹如高高在上的王者 在对着自己的臣子下令 那一条凶猛杀来的杀破诸天凝聚而成的剑龙 立刻是喷发出来了一股强劲的邪力 突兀的转身 朝着隐藏在黑暗之中的凌晨暴射而来 不好 凌晨的脸色大变 手中佛印结出 一股股的浮光从他的身上开始波散开来 犹如是有着一尊佛像精神演化在了他的面前 成为了兼而不摧的屏障 老秃驴的东西 我最讨厌了 邪主的表情流露出来了一丝厌恶 立刻抱吼一声 退开 让他杀 凌晨的身躯猛的一阵 一股无形的力量 居然操纵起来了他的身体 将他结成佛印的手 硬生生地扳开 朝着两方摊开 敞开怀抱 大普照出来的浮光 瞬息间荡然无存 凌晨的身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封锁 一双眼睛 也只能看着邪气森然的庞大剑龙 朝着自己的胸口抱射而来 虚王静掌控虚空之力 真王静则是演化出自己的领域 在他自己的领域之中 遍布自己的意志 他就是其中的主宰 而现在的凌晨 处于邪主的领域之中 就是一个被操纵的木偶 所有的一切 全部都得让邪主来操纵着 大庞大邪气恐怖剑龙 凶猛杀来 眼见着即将要杀在了凌晨的胸膛之上 如果这一级命中 那么就算是凌晨的准道器身躯 也无法抵挡住 杀破诸天的威力 可不是吹嘘的 人气合一 凌晨骚然爆喝 一股金光从他的身上掀起 悬上君王塔瞬息间从他的神室内飞出来 与他合二为一 整个青铜古塔上 顿时流转开来了无穷的金光 犹如一尊绝世金塔 意义生辉 庞大剑龙 瞬息撞击其上 整个耀眼金塔 立刻嗡嗡地震响了起来 但是此刻人气合一 准道器悬上君王塔的威能 喷发得更为恐怖 整个塔身上 密布着一个葛佛家上古金色梵纹 四处流转 不断地将那剑龙喷发的力量给抵挡了下来 哦 人气合一 协主挑了挑眉毛 似乎饶有兴致 但是看着凌晨的身形 依旧是如同看着一个小丑 看来你还是有点本事的 林苍生啊 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着你如此在乎的孩子 在我脚底惨叫身影的一幕 协主嘴角勾起来的笑容 越发的邪气森然 第968章月下 无尽浮光 照耀万事 驱散邪魔 凌晨端坐在悬上君王塔之中 犹如无上气凌 指点江山 那六字真言古符散发滚滚浮光 猛地从塔中激荡开来 浮光普照 无尽的泛唱声响车了起来 只见到 这土地天空之中 被佛光笼罩 有着无数的黑烟滋滋的冒了起来 这是佛光照耀整个邪主的领域带来的结果 哼 善恶 看来你得到了佛家的至高宝贝 邪主的脸色变得越发寒冷了起来 屈指朝着那化为无上京塔的悬上君王塔一点 抱贺道 给我剥离 通通通通 一股无形的爆炸 从整个悬上君王塔之中席卷而出 凌晨只是感受到了一股冥冥之中的无形大力在拉扯着他的身躯 就连反抗都无法反抗 不知道比当初魔神道场的力量恐怖多少倍 只见到 凌晨的身形硬生生的被那股庞大的无形力量给从悬上君王塔之中一点点的剥离了开来 无论凌晨如何奋力挣扎 都无法将之正开 吞噬领域 天魔之界 凌晨猛的爆喝 将悬上君王塔收入进入世海 漆黑的吞噬领域从他的脚底展现开来 不断的吞噬这四周的一切 凌晨想要用吞噬领域的吞噬之力 来弱化邪主的领域力量 那天魔之界大开 其中透露出来了一对对新红的魔神之眼 一尊尊的魔神气息在其中 足足上万多头 这是凌晨在与三大种族的战争之中 收取过来的一尊尊魔神 他们一个个杀戮无比 视血异常 蜂勇地准备从那天魔之界中狂勇而来 我对你太失望了 我区区一道气息 你都无法战胜 邪主摇摇头 脸上的狂妄何比是无比的清晰 他屈指再度朝着那天魔之界一点 整个领域 他为王者 破碎 轰轰轰轰轰轰 邪主的这一句话 好像是有着无上加持之力 一尊尊的魔神 竟然是硬生生地在那天魔之界连续不断地爆炸了起来 无穷无尽 在仅仅几个呼吸的时间 整个天魔之界之中的魔神 竟然全部硬生生地炸死 直到最后 一股无形的犹如炮弹一样 在整个天魔之界内轰隆炸开 整个天魔之界轰隆地颤抖了起来 不断地战斗 摇摇欲坠 一道道的裂缝从其中蜿蜒而上 随时都会破碎开来 凌晨的身躯也是如遭重疾 胸膛上的血液翻滚 刚才若不是凌晨咬牙忍着 恐怕直接会一口鲜血喷吐出来 天魔之界被收取了回去 这个邪主的一缕气息的力量实在是太过强大 乃是争亡境界的存在 而且还掌握着无上邪力 更加恐怖 对付凌晨这尊准确来说 才只是半步虚亡境的存在 简直是一如反掌 邪主 你到底是要干什么 林苍生的声音在整个苍生世界之中响彻了起来 愤怒无比 犹如雷霆乍响 他当然十分清楚邪主与凌晨的差距 现在邪主慢条斯理的玩弄凌晨 他到底是要干什么 很快 你就会知道了 邪主阴森一笑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凌晨的身形骤然杀来 踏着漆黑吞噬领域 一拳朝着邪主猛地轰出 哼 邪主冷冷一哼 轻描淡写地伸出了手掌 准备接住凌晨的这一拳 在这个领域之中 他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就算是凌晨准到其身躯 依旧是无法伤害到他 轰 一拳集中在了邪主的手掌上 邪主的脸色轰然一变 只见到凌晨的拳上 喷发出来了一股股毁灭的雷霆 朝着邪主顺息笼罩下去 因为在凌晨的这一拳手中 握着一张古符 灭自古符 灭杀一切 诛杀邪恶 通龙 邪主的身形被雷电笼罩的连连震退了两三步 才停止了下来 浑身上下都滋滋冒着黑烟 邪主一张英俊英柔的脸 立刻是变得猙獰了起来 毁灭的气息 你身上居然掌握着如此至宝 佛家古符 灭自古符 凌晨 我当真是小看了你的手段 邪主怒极反笑 猙獰得犹如一尊绝世恶魔 你既然伤到了我 一个区区半步虚亡境的存在 居然敢伤到我 他猛地长笑一声 四方十里内的土地瞬间爆裂 无尽的邪气从那爆裂的土地之中翻滚而起 从其中冒出来 将这方圆十里之中 全部都笼罩在了无尽邪气之中 凌晨浑身泛着毁灭的气息 雷电缠绕 神威盎然 他看着发怒的邪主 嘴角勾起来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你不是自认很强大吗 你不是瞧不起半步虚亡吗 我照样能伤害你 你也不过如此 狂妄 邪主骤然怒喝一声 那从方圆十里之中冒疼而起的邪气 瞬间朝着凌晨聚拢 好像凌晨乃是一个漆黑深洞一样 一下将这所有的邪气全部都朝身躯聚集而去 凌晨 就靠你的实力 你还想要来惊我 放心吧 我不会那么快杀死你 我会好好让你们父子良享受 邪主冷笑连连 凌晨感受到了邪气聚集过来 心中涌起来了一股危机 眉心之中的魔神之眼立刻准备睁开 然而就在现在 邪主却是森然一笑 想要睁开魔神之眼 邪魔大天静 给我静 那聚拢在凌晨身躯四周的邪气 瞬间钻入了凌晨的身躯之中 凶猛地毫无阻碍地灌入了其中 凌晨体内立刻传出来了一股剧烈的咚咚咚的声音 那睁开了半只的魔神之眼 竟然硬生生地在此刻避了起来 凌晨的脸色大变 他居然在此刻感受到了 这股邪气灌入他全身的刹那 法力 虚空之力 受到了恐怖的压制 整个人身躯 就好像是被隐生生地禁锢了起来 一股股邪气闯荡进入凌晨的刹那 他感受到了自己的噬海 自己的肉体力量 都是被这股邪气强行地射入其中 一层层地封印了起来 无法动弹 整个人的身躯上 都是被一条条的邪纹缠绕着 仅仅几个片刻的时间 凌晨居然被这个邪主 硬生生地封印成为了一个 普通的凡人 这就是争亡境界的力量 凌晨看着自己手掌心上的邪纹 死死地捏紧了起来 他虽然不懂邪主在弄什么 但是直觉告诉他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邪主的阴谋 他不仅仅只是针对自己而来的 邪主嘴角勾起来了一个阴森笑容 身形骚然消失在原地 凌晨的瞳孔微微一缩 下一刻 一股俱力从他的脑袋上震荡了开来 让凌晨感受到了一股剧烈的震荡疼痛 就好像是你的脑袋一下撞到了墙上 满脑袋的嗡鸣声 邪主一脚从天而降 硬生生地将凌晨的脑袋踩到了地面上 与地面碰撞 发出了砰砰巨大的声响 鲜血立刻从凌晨的额头上流躺了下来 被邪主一脚踩着 凭着他现在的凡人身躯 根本无法抵挡 邪主 你 林苍生暴怒 哈哈哈哈 邪主猛地抬起脚 林苍生 你还不给本主打开这个世界 他的脚瞬间落下 踩到了凌晨的脑袋上 发出来了巨大撞击声响 一股股的鲜血 不断地从凌晨额头上流躺下来 充满了血色 无比的骇然 巨大的疼痛 不断席卷 凌晨此时此刻 无力挣扎 无法挣扎 他邪主踩在自己脑门上的脚 他眼睛睁着 都能看到那邪主脸上巨大的嚣张狂妄的笑容 阴谋 邪主要利用自己 第969章逼迫 邪主 你好大的胆子 林苍生震怒 整个苍生世界好像是笼罩在了无尽的雷霆之中 震耳欲聋 你若敢再动一下 我必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林苍生啊林苍生 你这么好的性子 我可是很少看到你发怒呢 倒是别有了一番气势 邪主依旧是面不改色 脚死死地踩在了凌晨的头上 他这个时候抬起来了脚 好像是要拿走一样 邪主却突然阴森一笑 你觉得我邪主是威胁打的吗 他猛的出脚 一脚踩在了凌晨的脸上 发出来巨大的碰撞声 甚至还有一点卡擦的声音 这是骨头破碎的声音 凌晨口中鲜血不断地狂吐了起来 巨大的疼痛席卷全身 都是无法遏止的身影 这一脚 他踩得更用力 你 林苍生似乎愤怒地无法说出话来了 但是那翻滚着整个苍生世界之中的滔天杀气 可以说明他现在是有着多么愤怒 怎么样 邪主抬着头 眼神阴力 你给本邪主再威胁一句看看 信不信我当着你的面 将你儿子的骨头一块块地从身体里挑出来 林苍生语气一叶 他知道这邪主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主 当下强忍住语气之中的暴怒感 接近一种平淡的声音 邪主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就直接说吧 我要的很简单 邪主踩在凌晨脸上的脚扭动了一下 将凌晨被踩得发麻的脸皮扭得生疼 速速打开苍生之界 让我出去 不可能 林苍生立刻斩钉截铁的怒道 我的苍生之道 以天下苍生为己任 邪主 你休想从这个苍生之界之中出去 我将囚禁你一辈子 哈哈哈哈 邪主立刻是猖狂无比地笑了起来 猛地抬脚 朝着凌晨的肚子一脚踩去 凌晨的身躯遭受到了这一重疾 整个人直接在地面上弯恭喜 像是一只虾米 腹中传来了剧烈无比的疼痛 让凌晨的整个脸色都是直接变白 肚子 凡人身躯的弱点之一 此时此刻 苍生之界风起云涌 无数的云雾凝聚出来了一个人脸的模样 这个人脸就是林苍生的模样 这个巨大物脸上布满了无穷无尽的怒火 一双眼睛 恨不得硬生生地撕裂掉邪主 但是林苍生却是没有吭声 怎么 现在还敢一口咬定来拒绝本主 邪主脸上的笑容越发的阴森恐怖了起来 一双眼睛瞪得无比之大 让人感受到了那股极端的疯狂 凌晨遭受到了刚才的那一下重疾 嘴里不断地吐着鲜血 脸已经微微变形 看起来凄惨无比 邪主 你修得欺人太甚 林苍生的巨大物脸上充满了无尽的愤怒 但是他的眼神之中还闪烁着巨大的痛苦 他当然知道邪主的性子 不达到目标是不罢休的 但是 他自己的道 是为天下苍生而存在的 为小思而舍苍生 他怎么做得到 林苍生 我不跟你墨迹了 邪主抬起来了脚 脸色猙獰而发狠 你现在若是还不打开苍生世界 那么我就一直踩 踩到死为止 放心吧 我不会那么轻易地那么让他死 起码也要承受我一万脚 他的话音已落 邪主立刻抬起了脚 猛地朝着凌晨的肚子再度踩去 哼 凌晨的脸色聚变 疼痛的脸色发白 额头开始冒出了一层层的虚汗 肚子之中好像是插入了一把剑在其中旋转一样 给人一种割裂般的疼痛 林苍生的表情一颤 眼里有着巨大的不忍 邪主在滔天地狂笑着 继续一脚踩来 这一下 他踩得连续不断 一口气朝着凌晨的肚子上踩下来了足足一百脚 一股股的疼痛 剧烈地冲击着凌晨的身躯 整个人都是瘫软在地 身体在不断地抽搐 呼吸都变得无比微弱 好像是随时会死过去一样 但是凌晨的眼神 却依然是坚定无比 现在就想死 邪气屈指一弹 弹出来了一缕光芒 一下将凌晨的身躯上的伤势不断地在修复着 让他恢复过来 邪主在猛的一脚踩在了凌晨的脑袋上 手中出现来了一把长掌的邪气之剑 你要干什么 林苍生的语气之中出现了一抹慌乱 不再是那个之前斩杀混天大地和天机道人的绝世强者 更多的则是像是一个看着自己孩子受伤疼痛心灵的父亲 干什么 啊 邪主根本不回答林苍生的话 邪气长剑猛地插在了凌晨的手臂之中标出来了一串长掌的鲜血 疼痛让凌晨的眉头紧紧一皱 邪气长剑插入凌晨的血肉之中 邪主面色淡然 然后长剑朝着凌晨的臂膀 慢慢地滑动着 将他臂膀上的肉 慢慢地割裂了下来 出现来了一道巨大的血色缝口 给我住手 快快住手 林苍生仿佛要即将暴怒了一番 连连咆哮 凌晨虽然疼得牙齿打颤 却是对着邪主露出来了一个冷笑 然后对着苍穹喝道 父亲 不用管我 这一点折磨 对我来说算个什么 凌晨的眼神异怡 目视着邪主 眼中浮现出来了一抹轻孽 邪主 你以为你这样就能将我折磨得痛不欲生 我在死亡之道的时候 身体里的骨头被取出来了不下于一百次 而且还是将你骨头敲成一块块的碎片 从其中取出来 让你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 你这点折磨 算他妈什么 邪主唯唯一愣手中的动作也是停顿了一下 就连苍穹之上怒吼咆哮的林苍生也是咆哮声戛然而止 光是听着凌晨如此所说就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他曾经到底是经历过了怎样的痛苦 我不跟你废话 邪主眼神一寒将凌晨的臂膀瞬间切开 其中蠕动的血肉之中三杂着封印的邪气其中金光灿烂的骨头显得格外刺眼 邪主一把就是朝着那骨头抓去 他准备割骨无尽苍穹上的林苍生 目光好像彻底的凝重了下来 刚才林尘轻描淡写吐出来的一段文字 给人造成了多么巨大的惊涛骇浪 如今这个成为大陆第一天骄 布下滔天大局 对付人界 这一次 却像是一个愣头青 丝毫不管不顾的就冲了进来 亲情令林尘失去了理智 失去了判断 就算是青铜骨关那样不靠谱的东西 也敢孤注一职 邪主 我答应你 林苍生猛地抱喝 眼神带着无比的愤怒与决心 此时此刻 他彻底的不再是那个苍生大帝 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复兴 惊叹号 混乱古域 无尽的深渊 仍然象征着刚才那恐怖的一幕还存在着 如果不是林苍生出现 恐怕整个一切都会毁灭 333位大帝依然盘坐在古老的洪荒土地的坟墓上 他们一个个的表情好像还没从刚才的震惊之中恢复过来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那个年轻人居然做出来了这样的举动 清帝 告诉我 怎么才能进去那个苍生世界 妖妃冷冷地对着清帝质问道 万年前的顶尖巨头 妖妃也没给他一点好颜色 进不去了 清帝的眼神略带着复杂 那个年轻人亲手拔开了那把剑 当初的一句承诺 没想到真的去做了 可惜啊 他这完全是自不量力 苍生之界不可能再打开 那个少年也会永远地陨落在其中 一切都成为了定局 一切都将化成了尘埃 妖妃的脸色微微一变 杀气凌然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 一股风暴在苍穹上猛地激荡了开来 那原本平安无事的虚空中 一棵大树突然冲在了天空之中 猛地撕裂了开来 这一撕裂整个苍穹上就浮现出来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口子 一个滔天猖狂的邪校 便是再度响彻而起 哈哈哈哈 本邪主再度回归 整个大陆的人准备给我埋葬 无穷土地骚然爆炸了起来 轰隆巨响声 仿佛是在迎接他的回归 333位大帝的脸色彻底巨变 邪主居然再度回归了 第970张古棺木 土地 天空 皆是在爆炸 不知道席卷了多少里 就好像是有着无数的大鼓在此刻敲动了起来 正想整个苍穹 连天帝都好像会在这尊邪主的脚下战斗着 一个漆黑长发长相俊美阴柔的年轻人 从那巨大的裂缝之中踏出来 他那身躯之中 不知道是蕴含了多么巨大而恐怖的力量 让333位大帝心头都是齐齐震动 感觉到了寒意 而这个年轻人 手掌还抓着另外一个年轻人 他抓着的年轻人 浑身浴血 一只胳膊裂开 其中透露出来了金色的骨头 身上的气息平凡无比 就好像是一尊彻底被摧毁的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的惨状模样一下 让那妖妃和血老看到了 他们两个的脸色都是豁然大变 妖妃柳眉倒树 角色的妖娆之姿 在此刻浮现出来了一股巨大的杀气 那颗撕裂开巨大裂缝的大树 轰然化为了无数的白色光点 在诸多大地的震撼不解的眼神之中 化为了一个白衣飘飘的中年男子 这个中年男子的脸色隐隐有些苍白 还有些震怒 邪主 凌晨 凌苍生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清帝百般不得其解 又惊又怒 对着凌苍生呵斥道 凌苍生 你不是以身化为苍生镇压邪主 那样的大意志连我都备受震动 现在你怎么将它给放出来了 你可知道这会造成什么后果 刷 凌苍生眼睛锁定在了清帝的身上 像是一头星空凶兽 冷冰冰的让人心里生疼寒意 我不需要你来教导我 你们都给我闭嘴 清帝一噎 喉咙卡住 无法说出话来 不管他们有再多的不解和疑惑 但是现在 邪主出来了 这已经是事情的定局了 而且以着333位大帝的智慧 看到那凌晨的惨样 不妨能够采出来一些东西 哎 命啊 这真的是命啊 清帝的表情彻底的死灰了下来 从凌苍生决定为自己儿子舍弃苍生的时候 他的苍生之道 就出现了更为巨大的瑕疵了 恐怕要让凌苍生再度化为苍生世界 那恐怕是极难无比了 这个样子 这片大路上 还有着谁能够阻挡住这个邪主 邪主 速速放开凌晨 否则的话 我将会再度不顾一切地将你镇压在那无尽苍生之中 凌苍生腹剑而立 眼神速杀 身上散发出来的杀气 很难让人想象他下一刻会干出什么来 我早就警告过你 你他妈少威胁我 邪主冷冷一笑 右手直接抓起凌晨的头发 将他硬生生地提在了自己的面前 那头发跟触传来的疼痛 也是无比揪心的 啪 邪主猛地扇了凌晨一巴掌 将他打得吐出了一个血水 阴森笑道 如果你再敢这样对我说话 我就扇死他 凌苍生额头清惊暴喜 拳头狠狠地捏了起来 身子微微颤抖着 很显然他是在极力忍耐 忍耐自己不要暴走 突然间 邪主对着凌苍生鬼笑了起来 333位大帝皆是在此刻有着一种错觉 天下四周一切 都是被无穷无尽的邪气笼罩 进入了无穷的国度之中 凌苍生 你为了你的儿子 舍弃苍生 你现在还有资格称自己是为了天下苍生所做吗 邪主的声音无比诡异 像是一种极为尖锐的声音 插入了凌苍生的心脏之中 凌苍生的脸色微微一变 这个尖锐的声音 完全是让他无法回答出来 为撕舍苍生 此乃大罪过 邪主大手捏在凌晨的脑袋上 手指微微用力 凌晨的脑袋之中立刻传来了恐怖的疼痛 忍不住疼痛地咆哮了起来 看 听听你儿子的惨叫声 这是多么的让人心灵舒坦 等一下你听到的 不仅仅是凌晨的惨叫神 还有整个大陆的惨叫声 因为你放出来了我 你放出来了灾难 你在害天下苍生 他的声音 作然高昂了起来 像是无尽的审判 朝着凌苍生突兀的进攻 凌苍生的身躯立刻亮枪地退了好几步 脸色变得越发地苍白了起来 他手中的那把苍生古剑 在此刻居然嗡嗡颤动了起来 一道道的裂纹在古剑上蜿蜒而出 下一刻 猛地爆炸成了无数粉末 凌苍生的脸色直接呆住了 这把苍生之剑 乃是他用苍生之道淬炼而成 乃是自己的本命法宝 而现在 他居然自行地毁灭了 他的苍生之道 也在土崩瓦解着 父亲 凌尘的拳头钻紧 眼睛紧紧地看着自己的父亲 糟糕 清帝的脸色巨变 这个邪主在利用凌尘 对付凌苍生的大道 他想让凌苍生的大道彻底地沦落 失去一切的功效 现在 清帝一下洞彻了邪主的计划 凌尘也明白了 他难怪压低修为与自己对战 他难怪迟迟不肯杀死自己 因为邪主想要利用自己 来瓦解凌苍生的道 父亲 凌尘猛地抱好 眼神泛着血丝 不用管我 为天下苍生考虑 将这个邪主镇压得永日不得翻身 给老子闭嘴 邪主一巴掌就抽在了凌尘的脸上 抽得无比清脆响亮 看得妖妃和血老都是怒火无比 妖妃想要冲上来 但却被血老拦住了 他知道这差距无法弥补 凌尘被这一巴掌拍得头疼脑胀 但是眼神却依然如狼一番 看了一眼 邪苍生此刻陷入了自己的魔障之中的痛苦表情 眼神死死地盯在了那邪主的脸上 邪主 你不得好死 闭嘴 邪主又是一巴掌扇来 心脆而响亮 净力比之前更为巨大 直接将凌尘喉咙之中打得全部都是血液 连吐了好几口大血 才缓过来 但是凌尘如狼般的眼神 依然没有丝毫变化 邪主 若你我同级 我肯定让你生不如死 凌尘声音带着无穷杀气的咆哮道 但是他的咆哮 在333位大帝的眼中确实变得如此可笑 同级 你他妈连别人一个气息都挡不住 你还想同级 邪主猖狂大笑 眼神轻蔑地看着凌尘 你想同级 想刺激本主 本主偏不如你所愿 在我的眼里 你就是一个垃圾 一个废物 你父亲也是一个垃圾 废物 无用之人 连一个小小的儿子居然都不敢牺牲 还他妈跟我谈什么苍生 丢人现眼 你不要骂我父亲 凌尘怒怒瞪大 一股股的死亡气息 从他的身上生疼了起来 那胸口之处的伤疤 显得格外刺眼 我会不惜一切让你不得好死 哈哈哈哈 邪主仰天猖狂大笑 一字一句 无比地缓慢道 你的父亲 垃圾狗屎 软弱无能 猪狗都不如 怎么样 你感觉很愤怒吗 对对对 你这个表情我很喜欢 既然如此 那么我就让全天下的人都看着我是如何杀死你这个大陆的罪孽元首 如果不是你的愚蠢 我怎么会从封印里出来 你和你父亲一样 都是一个废物 凌尘的眼睛瞪大 充斥着无尽的血红 像是一个即将狂暴的凶兽 一股股的怒火 从他的身上升腾了起来 一股若有若无的邪气 开始缠绕在了他的身躯周围 看起来恐怖无比 好好好 本源协力给我演化出来了 邪主滔天大笑 他一步步地激怒了凌尘 就是为了逼出凌尘体内的本源协力 现在本源协力一出现 邪主眼中立刻露出了必然杀机 现在你也无用了 等我杀掉你 夺取了本源协力 再将凌苍生杀死 这个天下 就无人阻我邪主之威能 邪主一刀举起 朝着凌尘的头颅斩去 在凌尘那不屈血红怒火滔天的眼神之中 清灭狂笑 记住了 你就是被我邪主出事后 第一个亲手杀死的垃圾 废物 这一刀猛地朝着凌尘砍去 而凌尘那死死的愤怒的眼神 此时却一眨也不眨 也就在此刻 突然间 一股古老的怒急而狂笑大声 从凌尘的身体里突然抱起 将邪主这一刀直接震飞开来 整个天地间 都听到了这股突如其来的恐怖狂笑声 一股极为远古而恐怖的气息 从凌尘的身体里苏醒而来 就好像是有着一尊上古天神 从凌尘的身体里苏醒了一样 仅仅只是气息 天地翻动 万物臣服 邪主的脸色轰然巨变 那333位大帝的脸色 也是勃然大变 因为此时此刻 他们感受到 他们的大道都在站斗了起来 站立了起来 大帝之心是无法遏止的恐惧 到底是什么恐怖的东西 要从凌尘的身体里苏醒过来 第971章翻盘 一股古老的青涩光滑 在凌尘的眉心之中绽放着 随后一尊青铜骨棺 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此刻的青铜骨棺上 闪烁着无尽的清光 上面的神魔图案 显得越发的真实 从其中吹拂着那一股淡淡的古老气息 让人的心中 都生出来了一个敬畏之感 这是 妖妃看着这一幕 美目逐渐地凝重了起来 莫非 这就是属于那一件 存在凌尘体内的圣外肢体的宝物 是的 想必凌尘之所以敢这样 像一个愣头青一样 就是因为他的缘故吧 却老叹道 虽然这样的做法孤注一直 但是也无可避免地像凌尘的性格 凌尘身上暴怒争吟起来的邪气 在一点点地退散着 六字真言古服与善恶大禁服应 正在不断地结成 在青铜骨关出现的刹那 他浑身的封印立刻风吹云散 整个人再度恢复了自由 一双眼睛淡然地看着邪主 这是 邪主看着突然出现的青铜骨关 眼中闪烁出来了浓浓的忌惮之色 因为他打心里的感觉到了 这口青铜骨关的神秘 虽然他之前感受到了 凌尘的身上有着某种至宝 但是现在又出现了这样的一尊青铜骨关 刚才就是你在这里叫嚣着垃圾 废物 狗屎不如吗 青铜骨关话语之中带着一股深深的讥讽 叫嚣道 一团狗屁邪气修出来了一点灵性 就在这里称自己为邪主 你算那柯聪 猖狂 霸气 就连邪主也是此刻忍不住一愣 这还是有史以来 第一次有人在他的面前叫嚣 口口声声地骂他算柯聪 就连那333位大帝也是目瞪口呆 这从凌尘身体里出现的是一个怎样之物 居然如此猖狂 怎么感觉 有点像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 邪主怒极反笑 眼神阴森地看着青铜骨关 虽然你很有神秘感 但是能够像你这样嚣张的 我的确是第一次见到 我算那柯聪 那你这样的废物蠢货 又是怎么蹦跋出来的 邪主丝毫不跟这个青铜骨关墨迹 一拳直接朝着那青铜骨关轰去 333位大帝不敢想象 邪主这一拳是蕴含了如何巨大的能量 邪主的本体可是足足有着圣灵大陆的一半之大 如今却是变化成了如此一个小小的人形 他的那个身躯之中 蕴含着毁天灭地的能量 灵晨的嘴角微微勾起 这一拳轰在了那青铜骨关之上 轰一声恐怖的爆炸声响彻而起 令人骇然的一幕发生了 这尊邪主的身躯如遭雷击 被青铜骨关发出的反振之力 震得连连后退 身躯连连爆炸 足足炸退了上百里 才是稳住了身形 但是邪主的呼吸已经彻底的急促下来 头发散乱 眼中带着巨大的浓浓的惊骇 这这怎么可能 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333位大帝也是陷入了无边的震惊之中 眼前的这一幕就如同梦幻一番 一尊从灵晨眉心之中射出来的青铜骨关 居然表现出来了如此震撼天地的力量 他到底是什么 呵呵 多少年了 多少年没人对我出手了 没想到 这一次出来 居然还会有人对我出手 青铜骨关的声音突然变得飘渺了起来 他悬浮在无尽苍穹上 像是蔓延出来了无穷雷海 变得耀眼无比 一个小小的蝼蚁 也敢在我的面前猖狂 凌晨啊凌晨 好好去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废物 青铜骨关的话音一落 整个骨关猛的一阵 无尽的青光 从青铜骨关上喷发而出 将写主瞬间笼罩在了青光之中 写主连逃都无法来得及 从远处看去 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青色光照笼罩下来 覆盖其上 在那青色光照上 浮现出来了一幅幅的神魔图案 这些神魔 一个个身躯高大无比 身躯顶天立地 光是看着这些图案 就让人感受到了无穷的威压 这是什么 怎么我的实力被压制到了半步真王境界 写主的脸色大亥 现在的这一幕简直是闻所未闻 他的实力竟然被影生生地压制到了半步真王境 写主立刻如同发了风一番 朝着青色光照的四种冲荡而去 确实发现不管他是打破虚空 还是打出神通 都是无法逃出这个巨大青色光照的束缚 在这青色光照之中 他彻底地化为了一尊半步真王境界的存在 333位大帝早就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这一幕了 因为眼前的这一切远远的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凌晨 我答应你的 我做到了 青铜骨关机设进入凌晨的眉心之中 声音略显疲惫 记住你答应我的事情 他这句话一说完 整个骨关的气息 立刻是沉寂了下去 像是一潭死水 凌晨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写主的语气之中第一次露出来了惊慌 他万万没想到 这一次凌晨居然来了一个最后大翻盘 青铜骨关的恐怖实力 是没人能够预料到的 凌晨直接无视了写主 或许从前的他 还是那个愣头青 但是如今的他 却不再是那个一股热血往前冲的愣头青 这一次的做法虽然有点偏激 有点去堵了 但是 他还是对了 他盘膝而坐在空中 身上波散开了一股奇异的波动 这股波动 给人一种圣的气息 一种无法言喻出来的味道 又像是王 又像是一个主宰 又像是一尊圣人 然而 也就在此刻 一个平平淡淡的声音响彻了起来 凌晨 我回来了 这些年的时间 我已经彻底大悟 一尊青年 从虚空之中飞来 他的面色平淡 身上波动的气息 居然还远远超过了真王境界 一双眼睛 像是看透了世间的沧桑 却老看到这个青年 忍不住微微一愣 然后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意 他现在 终于明白了 当初的那个需要在他的指点下成长的少年 如今真的长大了 很好 却煞 你终于回来了 凌晨睁开了紧闭的眼睛 眼睛凝视着眼前的血煞 当初的那尊血色黎明中内的气灵 血色黎明中已经融入了悬上君王塔 你是否还会选择愿意来做这样的一尊气灵 当年 血煞远离血色黎明中而去 去追寻自己的道 如今他追寻到了 所以他再度找到了凌晨 而凌晨 也就等的是这一天 自我从血色黎明中诞生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 我是这个天地间的灵物 我所爱的 就是法宝 血煞好像是找到了自己的道 准确地说 他是找到了自己的归属 作为一个后来自我诞生的气灵 他所要做的就是 爱他的法宝 很好 凌晨的嘴里露出了一个笑容 欢迎归来 我的兄弟 他屈指一谈 悬上君王塔立刻喷天而起 血煞看到了悬上君王塔 眼神里闪烁了异样的神采 一种找到了自己归属地的神采 一种从灵魂骨子里流动的清热 血煞的身子 花为了无数的光光点点 朝着那悬上君王塔飞去 那无数的光光点点 全部都落在了那圣席之上 这个时候的血煞 都是忍不住一愣 然后大笑 哈哈哈哈 凌晨 你给我太多惊喜了 有这个东西的话 天人合一 不再是梦 天人合一 比人气合一 更为恐怖的境地 只在传说中存在 却煞归位 凌晨盘息而坐 手中开始缓缓地结印 一股无形的气息 从他的身上喷发而出 天地风云 豁然变色 圣外之体 准备圆满 第972章星河再开眼 当灵晨从魔子的身上 夺取到魔神之眼的沙纳 他就可以开始圆满了 不过灵晨一直等一个契机 这个契机 就是让血黎到来 当初血老告诉灵晨 圣外之体圆满时 才是发挥他真正实力的时刻 伏天之手 洞彻之眼 凌晨的四大尸海 在此刻都是全部演化了出来 四道神通种子在其中直伏 喷吐着古老而上古的气息 其中都是波动着滔天的法力 四大尸海 早早就打破了这个天地间 99的力量束缚 在同级之间 有着吞噬魔功加持 凌晨就像是一个人形凶兽 法力源源不断 灭杀别人无比轻松 而现在 第五个尸海冉冉升起 滔天的魔道气息孕育其中 五大尸海 全部演化而出 此时此刻 一股无形之间的联系 从五大尸海之中传荡了开来 凌晨的整个身躯一阵 在这五大尸海联系起来的沙纳 他瞬间就在尸海之中 从自己的身体内感受到了一个古老磅驳的世界 这个世界被称之为圣界 他甘田内的圣习 就是从这个圣界吸取而来 他神秘无比 凌晨一直是无法看透他的本尊 现在他却是看到了 一个古老的世界 其中有着一道高大的门户紧闭着 这个门户上 写着两个字 圣门 是海贯通 圣外圆满 圣门大开 凌晨的磅驳神士 一下冲荡而出 那古老紧闭的高大门户 瞬间就开始缓缓地来开来 发出来了巨大的嘎吱嘎吱声 在最终拉开的刹那间 凌晨看到了自己整个圣界 这个世界 不知道长达多少里 根本看不到镜头在哪 但是凌晨却是看到了整个世界之中 都是无边无境的圣席 好像是数不清一样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被飘渺白雾所笼罩的世界 凌晨隐隐约约 从这个宽阔宏伟的圣界之中 看到了一条道路 模模糊糊的一条道路 不知道通向哪里 凌晨尝试着走上这条道路 但是他仅仅只是走了将近十里 他的身体就好像是被无尽的牵灌满 根本无法再往前动弹 这是怎么回事 凌晨百般不得其解 不过在此刻 他却是骤然感受到了他的本尊身躯之中 传来了一股巨大的犀利 将他走了这十里的圣席 全部扯入了他的丹田之中 莫非自己能走多远 就能够吸收多少的圣席 凌晨一下就想到了这个可能性 不过现在他无法再度前进一步 对这个神秘的圣界的探查 也只能就此作罢 一下回到了自己的本体 棒薄的圣席 从那浩荡的圣界之中 疯狂地涌来 他丹田之中的那一团圣席 狂猛地吸收着这股圣席 顿时间 那圣席再不断地蠕动着 先是出现了腿的大致模样 再然后是出现了腰部 腹部 胸口 手臂 脑袋 他的丹田内 直接凝聚出来了一个圣席小人 而在这个圣席小人的身躯之中 蕴含着巨大的圣席 这个小人 和凌晨一个模样 就好像是一个缩小版本的凌晨 端坐在了凌晨的丹田之中 果不其然 凝聚出来本体了 如果我现在施展天圣王印 那么我的力量 是要翻多少倍 凌晨喜悦无比 不敢想象现在天圣王印的威力 悬上君王塔 凌晨抱喝了一声 在这个圣席小人凝聚出来的沙纳 凌晨立刻是催动了这道圣席小人 从其中摄取出来了棒薄的圣席 灌入了悬上君王塔之中 刹那间 整个悬上君王塔都被凌晨的气息在冲荡着 洗刷着 让凌晨感觉整个塔身都是亲切无比 好像是属于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融入了之前悬上君王塔之中一团圣席的血泥 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多多少少与凌晨有些相似 而现在再度摄取来了如此一股棒薄的圣席 血泥直接摊开双手 敞开心灵 坦然地接受这股圣席的冲刷 圣席 蕴含了凌晨的性格 气息 命运等等 在血泥接受的一刹那 她的整个身躯 开始散发出来的气息 变得如同和凌晨如出一彻 特众感情 眼光深沉 布局远大等等 就好像是成为了第二个凌晨 也就在这个时候 整个悬上君王塔之中 突兀地冲出来了一股狂暴的大风 夹杂着无穷的火焰 从内部席卷了整个悬上君王塔 烽火节 凌晨神情大震 气灵完全凝聚而成 与自己心灵相通 居然勾动了烽火节 所谓的烽火节 完全是晋升下挺到气的一种结束 好好好 居然出现烽火节了 这一下就能洗掉悬上君王塔的杂质 威力大增 距离神情大喜 随后端坐塔中 犹如一根定海神针 坐在其中 无数的大火从塔底汹涌而来 大风狂吹 风筑火势 无比骇然 整个悬上君王塔从外面看去 就像是镀上了一层岩浆一样 随时都会融化 就连血梨的身形 也被烽火大节卷入了其中 我自乌卓区 身有琉璃心 烽火雄雄而至 无法动我身 血梨突然大喝 身上散发出来了无尽的光彩 这一股凶猛席卷了整个悬上君王塔的风火 迅速地朝着塔底退去 最后化为了一团烟雾 消失不见 风火大节 异常轻松地度过 现在的悬上君王塔看起来 漆黑无比 非有有的 这是被火烤成的这幅模样 然而血梨大脚一阵 这悬上君王塔上面的黑色灼雾 全部一层层地掉落了下来 一个崭新的宛如琉璃一番的悬上君王塔透露了出来 每一处青铜之地 都是完美无瑕 晶莹闪动 没有丝毫杂质 其中不知道蕴含了多么巨大的威力 风火节 那333位大帝看到了悬上君王塔崭新的夺目模样 都是脸色微动 度过了风火节 还有四众结束 这个悬上君王塔居然能踏入下品道器 下品道器极为罕见 就连半地也要耗费无穷心血 都无法练出下品道器 而一个区区虚亡的凌晨 居然完完整整地练出来了第一众结束 准道器历经五节 方能悟道 跨入下品道器 每经历一个大节 这准道器的威力就会猛增 就好像悬上君王塔镇压下去 就会有着无穷风火大节 从塔身喷发而出 焚烧敌人 而此时此刻 凌晨盘息而坐的身躯 也骚然睁开了双眼 整个人站立而起 刹那间 一股恐怖而神秘的气息 从他的身上冲天而起 犹如一把绝世神剑 他的身上充满了大圆满的味道 整个人浑身上下 都好像没有任何的缺点 又好像是化为了绝代王者 让人看到了心中沉浮 那是一种让他们灵魂认可的高贵气息 也就在此时 天空突然翻起来了滚滚雷霆 在天空猛的咆哮 爆炸 震撼人心 好像是在庆贺一样 333位大帝都是忍不住 被这个异象给吸引过去 凌晨双眼犹如神剑 刺入了那青色光照之中 写主 如今你修为被压制到了半部真王 你害我父亲入魔杖 那么我就要亲手将所有的一切因果 全部斩杀 他脚步一踏 虚空立刻坍塌 他已经完全踏入了虚王境界 领悟了虚空坍塌 当初与青铜骨关交易时 以凌晨开出来的条件 青铜骨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帮他灭杀邪主 凌晨随后看到自己父亲入魔杖的一样 就选择了将邪主的修为压制 压制在这个青色光照之中 他要亲手斩杀邪主 然而 也就在这个时候 无尽火海上的庭院内 三淑看着满天疯狂爆炸的雷霆 突然站立而起 脸色略为凝重 他的一双眼睛 看到了无尽虚空之中 只见到在那无尽虚空之中 无数的星星点点 象征着一尊尊巨大无比的星辰 蕴含着滔天力量 然而就在此刻 那一万星辰 居然如同尘埃一样浮动了起来 上下闪动 缓缓俱拢 凝聚出了一眉巨大的星辰之眼 横跨无数虚空 星河开眼 看来 身外肢体圆满 果然是要惊动一些东西 三淑突然长笑 他的双眼骚然变得火红 猛地喷射出来了一道无尽神光 朝着那无尽虚空之中 洞彻而去 这一道无尽神光 冲入浩瀚星空之中的沙纳 便是化为了无边火海 轰然在圣灵大陆面前炸开 将整个圣灵大陆 都遮挡在了那无尽 磅驳火海之中 阻挡视线 第973章杀不死 原来他是打着这个主意 不过相对来说 的确麻烦了很多 妖妃嘴角勾起来了一抹诱惑的笑意 再多化为了那个倾国倾城的绝世妖姬 凌晨脚尖点地 瞬息跨入虚空 射入了那青色光照之中 虽然这其中的能量 对邪主有着巨大的压制 但是也是压制超过了 真王境界以上的存在 对于他没有什么效果 这个凌晨 为什么不直接杀死邪主 还要如此大费周章 到家一位老祖宗 到玄子开口了 充满了疑惑 清闭淡淡地看着这一幕 道很显然是那青铜骨官 想要彻底杀死那邪主 也似乎很难 也只好用这种上古神魔静置 来将邪主的修为 硬生生地压制下来 邪主身上掌握的至高邪力 仅次于本源邪力了 就算是半步真王境界 领域一开的话 凌晨区区虚亡 能够是他的对手 立刻有着大帝胡移了起来 因为邪主的力量实在是太过强大 纵然现在是半步真王 但是这个凌晨能是邪主的对手吗 他们都十分清楚 如果让邪主出了这个神魔静置 那必定又是毁灭无穷大陆的超级凶物 现在一切的希望 都在凌晨的身上 但是这个获胜的几率 此时却是如此的渺小 清闭叹息了一生 看了一眼陷入无尽魔障 整个人好像了无声机的林苍生 忍不住摇摇头 他现在也没有把握 凌晨 见到凌晨一冲进来 邪主的漆黑长发就狂动乱舞 漆黑的瞳孔死死地盯着凌晨 你居然想要靠自己击败我 一个被我击败的废物 现在实力强悍了一点 就敢找上门来 之前在苍生世界之中 邪主真王境的分身 可是将凌晨压制的死死的 如果不是为了对付林苍生 几乎可以秒杀 现在他是半步真王境 但是自己的道还在 领域还在 这个凌晨居然胆大包天的 想要靠自己来对付他 简直是找死 李身体里的那口骨关 我要定了 邪主大何一生 眼神邪恶无比 他早就从暴怒之中和清帝一样 看出了这件事的种种端倪 他上前大步一踏 一股无形的力量 从他的身上拨散开来 一下覆盖了整个青色光照中 领域展开 魔神之眼 凌晨气息圆满 瞬间就将魔神之眼睁开来 昔黑的魔眼中 血红色的铜仁之中 骚然一下看出了 整个领域的本体 虽然看起来没什么样子 但是在无形间 凌晨已经被笼罩在了 无尽邪气之中 魔神到场 魔神降临 凌晨高高跃起 仿佛化为滔天魔神 西非的魔气翻滚而出 一尊道场演化而出 他一下坐在了那道场的王座上 犹如魔神 这个魔神道场 比之前魔子施展出来的更为恐怖 凌晨额头魔神之眼闪烁红光 好像他的本体就化为了高高在上的魔道至尊 七十二魔神都只能为之臣服 我拟出来的领域 不堪一击 邪主气定神弦 掌握着青色光照内绝对的力量 大手朝着那凌晨耀眼的魔神道场一握 无形的力量顺息碾压了整个魔神道场 我乃魔神 天地不灭 凌晨仰天长笑 身上的意志冲天而起 因为魔神之眼 毁天灭地 在魔神道场遭到挤压的瞬间 他竟然靠着这股滔天魔意 穿出了那领域之力的束缚 一拳朝着邪主隔空打出 插破诸天 太清异象 扶天之拳 凌晨在闪电般 连连打出来了三拳 躯空瞬息间在邪主的面前裂开 从其中汹涌出来了无尽的寒光 九条太清古龙 无数的压力俱全 三大神通纠缠一起 威力绝伦 好似要请客间碾压协主一样 领域就是领域 所有地方 我都是统领 看着三大神通崩塌而来 协主没有丝毫的慌乱 反而是脸上挂起来了浓浓的激缝 他的大手朝着前面一握 无尽的领域之力瞬息涌出 将那三大从虚空之中冲出来的神通 硬生生地轰进了虚空裂缝之中 三大神通 在虚空中其其爆炸 震得四周空间为颤 这个实力的悬殊 太大了 轻蔽看着这一幕 叹道 领域之力 在领域内形成绝对的统领 已经是有了道的雏形 凌晨怎么会是对手 这就是虚王静与真王静的差距 邪王斩头 邪主骤然暴喝 无穷领域之力瞬息再度将凌晨给束缚住 四周硬生生地演化出来了一个邪气森然的断头台 凌晨的身躯被压制在了那寒冷的断头台上 准道气的身躯力量根本无法挣脱这股束缚 他的背后一尊面目猙獰的邪王站立而起 手持邪气大刀目光闪着无穷血液 手臂一震刀如雷霆劈来 要将凌晨映生生战头 人气合一 凌晨骚然暴喝 他的身躯瞬息间就与悬上君王塔结合起来 站在悬上君王塔之中 与血黎大手相握 好似心灵相通 一切不尽言语中 那邪气森然的大刀 瞬息间砍在了那青铜古塔上 爆发出来了一窜强烈的火星 悬上君王塔猛的一阵 浑身犹如流离 一股恐怖的大火狂风从其中席卷而出 攜带着无上杰树气息 瞬息间就将那邪王笼罩其中 焚烧的邪王连连嘶吼咆哮 成为了虚无 度过了烽火节 邪主微微一愣 随后冷笑连连 这件法宝 我也要了 他大手再度朝着凌晨一抓 犹如高高在上的王者 瞬息间一股磅驳的领域之力 将凌晨映生生的再度从其中拨出来 脱离了人气合一的境界 糟糕 却老看得脸色一变 领域的力量太过强大 人气合一夜难逃领域的制裁 那悬上君王塔 立刻被邪主映生生地朝着他飞去 领域的强悍霸道之处 此刻是完全地显露无疑 从明面上来看 凌晨还远远不是邪主的对手 这件法宝来头似乎有点那青铜骨官的味道 那就便宜我了 邪主张开滔天血盆大口 准备一口将这悬上君王塔 吞没进入他那体内无尽的邪气之中 333位观望着这一幕的大地 在此刻都是忍不住其刷刷的脸色一变 如果让邪主吞掉了这件法宝 那么凌晨必定不是他的对手 然而此时此刻 一直被领域之力压制住的凌晨 突然双手猛逼结印 整个人身上的气质猛逼一变 变得无比高贵 犹如是无上主宰在世 盛习连体 与我通灵 灵晨他的心思 瞬间透过了那丹田盛习小人 与那悬上君王塔之中的血离 顺习心灵相通 这一下 333位大地的脸色都是其刷刷 顺习改变 变得震惊了起来 却老何妖妃却是忍不住相视一笑 猛然间 这被领域之力硬生生拉扯而下的 悬上君王塔 作然间古塔上犯起来了 无数琉璃光彩 一股股滔天的烽火大结 从其中喷发而出 涌入邪主的血盆大口之中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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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主的身躯之中 遭受到了这股烽火大结的席卷 立刻发出来了一连窜的爆炸 身躯被炸得连连后退 浑身冒着浓浓的黑烟 他的一张俊美脸蛋 此刻阴沉无比 眼神里的那一抹骇然之色 怎么也都无法掩饰住 怎么可能 你的身躯明明没有融入这塔中 怎么可以人气合一 邪主震惊连连 你到底使用了什么手段 人气合一 悬上君王塔杀伤力 不知道增幅多少 否则的话 如何能伤得到他堂堂邪主 而刚才凌晨展现出来的一幕 却是超过了他们的认知 居然还能不与气物融合 施展人气合一 凌晨面色淡然 凭借圣袭 他和悬上君王塔之中的血力心灵相通 简直就可以称作为 还有着另外一尊凌晨 盘坐在悬上君王塔之中 喷发无数烽火大解 但是这样又如何 凌晨 只要你在我的领域之中 我就可以杀死你 邪主骤然大喝 大手一挥 整个青色光照内立刻是笼罩在了无尽的邪气之中 刹那间 凌晨的身躯犹如是一个漩涡一样 将这股邪气全部猛吸过去 这是之前邪主施展的手段 虽然悬上君王塔现在处于人气合一境界 行动自如 但是凌晨却还被死死地压制着 根本无法动弹 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无穷邪气涌来 如果那个上股封印一旦再度封下 那么他就会再度变为与凡人无异 糟糕 青帝豁然起身 脸色紧绷地看着这一幕 这一战士观苍生 就连他也无法保持彻底的淡定下来 完了完了 到玄子的脸色苍白 领域之中 凌晨就是一个瘟中之鳖 根本无力反抗 一旦这个封印封下 那么凌晨必死无疑 果然要对付邪主 根本不可能 333位大帝的脸色都在此刻变得难看之极 莫非一切就这样完了 凌晨感受到了他的身躯之中 无数的邪气正在从他的毛孔内钻入 在他的体内游走 开始准备层层地封印他的全身 磅礴的领域之力 根本让凌晨无法动弹 哈哈 无论你们父子多么挣扎 到头来 都会死在我邪主的手下 邪主猖狂大笑了起来 杀了凌晨 然后夺取他身体内的本源邪力 星色光照一消失 那么就是他邪主叱咤天下的时候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邪主的猖狂大笑戛然而止 只见到凌晨浑身波散开了一股白光 看起来无比的神圣 他手中一个个的硬结缓缓地结出 他丹田之中的圣喜小人 也跟他的动作一模一样 结成硬结 天圣王印 凌晨最后拇指相扣 一股磅薄的圣喜 从他那丹田上的小人喷发而出 瞬息灌入他的全身 那一股股的邪气 像是看到了克星一样 纷纷疯狂逃窜而出 从凌晨的毛孔内钻出来 一股无尽的神圣 一股无尽的王者之意 从他的身上猛地闪烁起来 此时此刻 凌晨体内的气息 犹如火山喷发一样 在邪主的领域之下冲天而起 通龙整个领域之中发出了一声滔天的爆炸 凌晨身后一寸寸的虚空碎裂 他站在那里 无数的白色光点覆盖在了他的浑身上下 看起来犹如一尊神圣神之 那滚滚的领域之力 纷纷从他的身边退散开来 出现了一个方圆一里的白色光阴 天圣王印 暴增二十倍 怎么可能 邪主看着这一幕 脑袋直接嗡嗡地炸开来 他的领域居然无法压制住凌晨了 这怎么回事 333位大帝的脸上 都涌动起来了浓浓的惊骇之色 凌晨的气息突然暴增二十倍 硬生生的在邪主的领域之中 撑开了一个范围一里的地方 这 这他妈到底怎么回事 福天之手 凌晨大手朝着那邪主一抓 立刻喷发出来了无尽神威 那虚空硬生生的破裂开来 一尊青色大手 闪烁着无尽白光 整个虚空闪烁出来了无尽的爆炸 如同一束爆裂白光滑破无尽的黑暗 硬生生的在邪主的领域之中撕裂开来 朝着邪主轰杀下去 天地色变 恐怖无双 凶如大浪 不好 邪主瞬息反应过来 感受着这一级的恐怖 脸上浮起来了巨大的震撼之色 暴增了足足二十倍力量的凌晨 施展出来的这一门神通 那是多么的恐怖 邪主连连爆吼 立刻疯狂地聚集起来了无穷的邪气 护住周身 化为了无上邪盾 但是在这一手之下 这无上邪盾催枯拉朽般被摧毁 轰然爆炸成了无数邪气 邪主的瞳孔骚然睁大 怒吼连连 整个身躯都被这一张大手笼罩 硬生生地被碾压其中 随即身躯无法抗住这恐怖的压力 猛地爆裂开来 通龙 333位大地骑起身 目光震动地看着这一幕 邪主 死了 邪尘感受到 邪主已经被自己杀死了 他对自己这一级有着绝对的信心 天圣王印的状态 也瞬息间从邪尘的身上解除开来 天圣王印固然恐怖 但是他开启这个状态 也只能施展出一门神通 所以邪尘必须抓住机会 一击必杀 他立刻转头 眼神立刻看向了自己的父亲邪苍生 但是 他愕然地发现 邪苍生气息全无 依然陷入了无尽的魔障中 这 邪主一死 邪苍生不是会踏破魔障吗 333位大帝也是骚然看到了这一幕 脸色齐齐大变 心地则是猛地抱吼道 凌晨 小心 邪主他没有死 突然间 一股邪气缠绕在了凌晨的脖子上 气息冰凉 那森冷的声音响彻在了凌晨的耳边 你以为 我这么容易杀死 凌晨瞬间汗毛炸开 脸色震动 邪主居然 真的没死 他难道 杀不死 第974章圣 婷语认可 短短的时间内 多宝僧人这个名号 已经是成为了无数人口中的偶像 救世主 那葛高大 伟岸的胖子僧人的身形 在他们一个葛心中 都是无比高大 也在这些天的时间之中 一个葛的虚影 不断地在各地闪现着 我的同胞们 你们不必感觉害怕 不必感觉惊慌 平僧只要存在大陆一天 必定会守护你们 抵御天外邪魔 让你们永远活在我福心中 阿弥陀佛 虔诚与信仰 能够让你们减少身上所犯下的罪恶 能够让你们诚心悔过 大爱世人 那高大的胖子 踢着的袈裟上相交着紫金色的条纹 异异生辉 他虽然浑身肥胖 但是此刻饱香庄严 一双深醉和蔼的眼神 让无数人为之恭敬 因此 在大陆各地 一处处的庙堂被建造了起来 这种庙堂 被称之为多宝佛庙 一个胖子被塑造了金身 宝箱庄严 手持权杖 那一双眼睛 好像是笼罩了天下苍生 无比的神圣 在整个大陆之中 越来越的信徒 开始加入了这个多宝僧人的庙宇 他们开始虔诚拜祭这个多宝僧人 祈求化解灾难 与此同时 这一尊突如其来的神秘救世主 多宝僧人 却是让圣灵大陆无数巨头 都是震怒不已 虽然他们不知道 邪主到底是谁杀死的 但是肯定与这个混蛋无关 可是 他们就是找不到 这个多宝僧人的来历与气息 大地推散 也推不出来 这个多宝僧人的下落 也只能干瞪眼地 看着自己门下弟子 开始一个葛心志动摇 准备拜入多宝僧人门下 一个不知名之地 一个胖子 穿着破烂的袈裟 右手还拿着一个油光发亮的瘦腿 脸上的肥肉堆积在一起 小眼眯成凤 看起来猥琐不已 而他此刻一边猖狂地啃着瘦腿 一边猥琐大笑 哎呦 高兴死小爷了 赶快信仰 我要信仰 看这个天下 还有谁是小爷的对手 胖子说到高兴之中 忍不住跳起来 得瑟的在地面上扭着肥瘦屁股 扭来扭去 一股殆尽 惊叹后 一道突然缠绕在凌晨脖子上的邪气 令他皮肤感受到了寒意 浑身毛发瞬间竖起 这道邪气 瞬间化为了邪刃 锋芒逼人 朝着凌晨脖子突然的来 七彩光芒 猛地从凌晨脖子上一阵 便是将这邪气猛地切割震散 凌晨也豁然转头 凌晨只见到 这天地间有着千丝万缕邪气 在青色光照内的四面八方飘荡 然而聚集在一起 旋转成了一尊七黑长发男子的模样 这个人赫然就是邪主 邪主面色扭曲 看着凌晨 猙獰无比 我的邪气 已经达到了无上混沌的层次 而且我乃是你父亲心魔诞生 力量从心生 只要心中有魔者 我就能诞生出来 除非你亲手干掉你的父亲 亲手干掉自己父亲 凌晨怎么可能去做 333位大帝都是齐齐变了脸色 虽然凌晨的实力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但是这个邪主的恐怖 已经完全地展现出来 魔有心生 达到了这个地步 谁还能杀死他 他们在场之人 谁敢承认自己完美无瑕 没有魔 凌晨也有心魔 只不过没有滋生而已 现在的邪主 谁能够杀死 哈哈哈哈 凌晨 纵然你掌握那样的秘法 又有何用 我承认你很强 但是你还是一个废物 邪主猖狂大笑 面色不屑 你可以杀死我一百次 但是 一百次之后 你还能再度杀死我吗 你永远杀不死我 我活在无敌之中 333位大帝的脸色都是阴沉如水 就连血脑和妖妃脸色都阴沉了起来 的确如他所说 凌晨杀他一百次又如何 心中有魔 他照样复苏 是吗 凌晨突然笑了起来 脸色笑得淡然 邪主 你真的以为你自己无敌了 邪主眉毛一挑 睁眉一笑 小子 不要在这里故作玄虚 逞强装能 你有本事 现在来干掉我啊 你他妈来干掉我啊 邪主对着凌晨怒吼咆哮 要不是这个混蛋惹事 他现在会困在这里 这可是你说的 凌晨的话音骚然一朗 一股股的白光 从他的身上 如同水文一样的波散了开来 他的气息 越发的神圣了起来 圣灵之息 演变天地 你乃我心 物我本意 似于天能 演化圣庭 镇压邪魔 凌晨大步一踏 刹那间 无尽白光从他的身上 喷发出来 照耀了整个青色光照之中 那邪主被这股白光照耀道 顿时就惨叫了起来 浑身发出滋滋的声音 像是被火炭烤一样 一个小人 从凌晨的丹田之中 升天而起 这个小人 就是凌晨的圣席 在此刻 这个小人 骤然在无尽白光之中 轰然炸开 炸成了无数的白光点点 凝聚出来了一座 若隐若现的远古宫殿 这座远古宫殿 看不清模样 虽然只有十里之大 但却是给人一种无尽为恶 遥不可及 心中敬畏之感 就好像是无尽的漆黑深渊之中 有着一尊古老宫殿 在那之中散发着耀眼白光 五大事海圆满之后 凌晨从圣界中领悟的存在 圣庭 镇压 凌晨高高跃起 端坐在那无尽虚幻的圣庭之中 犹如圣主在世 光芒万丈 整个宫殿就朝着那协主镇压而下 哼 协主的领域瞬间被镇压 整个人都被镇在了那圣庭之下 无法动弹 脸色扭曲 浑身发出滋滋的声音 痛苦不已 连连惨叫 但是无论他怎么惨叫 发动神通 在此时 都是无法摆脱这虚幻圣庭的镇压 这是 333尊大帝再度被震撼 看着这远古圣庭 居然将堂堂协主镇压得无法动弹 惨叫连连 心中翻起来了惊涛骇浪 协主乃是心魔而生 他可以化为心魔 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是圣庭却是堂堂正正地将他镇压住了 你杀了我有本事你杀了我 啊啊啊你杀了我啊 协主面色痛苦扭曲 不断地咆哮 被这个圣庭镇压住 让他感受到了无尽的痛苦 生不如死 理由心魔生 纵然圣庭能镇压你 但是也无法彻底地杀死你 凌晨一眼看到了那灵苍生的身上 他父亲此刻已然生机全无 没有任何反应 当初是我把胎剑 释放出来了你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因我而造成 所以现在 我就要用我来彻底地让你永无天日 凌晨的话音已落 却老和妖妃脸色都是齐齐大便 仿佛想到了什么 抱好不要 但是凌晨面不改色 一股漆黑的领域 从他的身上展现开来 一股股的吞噬之力 朝着那邪主缠绕而去 而此刻 圣庭猛的一阵 那邪主的身躯顿时被震的粉碎 化为了成千上万缕的黑雾 而这吞噬领域 却是如同一个漆黑大口 将这些漆黑的邪气黑雾 全部滚滚吞入了其中 那邪主叫嚣惊慌的声音响彻了起来 凌晨 你到底要干什么 三百三十三位大帝都是恶然地看着这一幕 唯独青帝眼光复杂到 那是吞噬之力 他准备将自身作为封印熔炉 将邪主封印其中 转化为自身心魔 这样做的话 想要存活下去会很难 如果凌晨自我毁灭 那么邪主永远不会再生 凌苍生的魔障 也会因此而解除 自我毁灭 短短四个字 确实需要了大勇气 面对着邪主的滔天咆哮 凌晨淡淡道 我不入魔 谁入魔 等我自毁身躯 你也跟着我一起烟消云散 邪主的叫嚣声彻底地全无 这一股庞大的邪气 顿时吞入了他的身躯之中 凌晨的身躯 顿时膨胀了起来 犹如一个巨人 浑身的血管变得无比清晰 其中涌动着大团大团的黑流 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覆盖了 魔闻的巨人 凌晨 你敢吞掉我 邪主愤怒的声音在凌晨的身体内响彻而起 我现在立刻勾动你体内的本源邪力 让你化为无尽邪魔 然后我再吞掉你 哈哈哈哈 凌晨 你太过愚蠢了 凌晨身躯膨胀的脸色苍白 一枚符露在他的头顶上旋转了起来 赫然就是灭自古服 带着毁灭气息的古服 助手 倔老和妖妃骑骑大鹤 神情震动 没想到此刻的凌晨 居然干出来这样的事情 毁灭 凌晨骚然暴喝 那从那浮路上 立刻喷吐出来了无尽的雷电 覆盖了凌晨的全身 带着无上的毁灭意志 333位大帝看着这一幕 都是奇奇沉默 一个惊艳才觉得天骄 眼睁睁的在他们的眼前死亡了 如果凌晨靠着他刚才那恐怖的实力 在天骄之中 那将会何等的耀眼 我会负全部的责任 轻闭眼神苍茫 这一句话 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觉悟 也就在毁灭雷霆爆发的时候 邪主的声音尖锐地响彻了起来 凌晨 你太嫩了 我乃心中生 你用你的肉体包裹我 强行让我毁灭 我也会迟早有一天再度诞生出来 你无法真正地杀死我 然而 那毁灭雷霆上的腐禄 却是喷发的更为凶猛了起来 雷霆育人 刹那间 雷霆消失了 留下的空空如也 那青色光照也消失了 一切都消失了 雷苍生毫无生机的身躯 突然一颤 身上的生机迅速地恢复了过来 邪主已死 雷苍生复苏 然而 血老的表情则是微微有些发呆 凌晨 就那样死了 妖妃的美眸也微微失色 曾经的血天妖尊惨死 如今他的徒弟 也无法逆天这个宿命吗 当初那个在血天妖尊威压下 口口声声地说着 要超越血天妖尊的坚韧少年 就这样死去吗 天地一片寂静 一切烟消云散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在那爆炸之中 突然一道虚空裂缝裂开 一个白色小人从其中掉落出来 这个白色小人 与凌晨一模一样 抖着一股股圣之味道 那是凌晨丹田内的圣席 妖妃和血老的脸色都是猛的一阵 看到那个圣席 立刻仿佛想到了什么 还有一线生机 圣席蕴含了凌晨的一切 包括记忆 神通 性格 气息 气韵等等 简直就是一个缩小版本的凌晨 不过按照妖妃和血老的认知 如果要真正的复苏过来凌晨 那需要耗费多大的手段 耗费多少时光 那个孩子 总是喜欢将别人看得比他重要 两尊巨头忍不住叹息道 但或许 他们爱的就是这样的凌晨 不管如何 凌晨不能死 妖妃淡淡地说道 美眸坚定 却老点了点头 开始伸出手 朝着那圣席抓取而去 也就在此刻 一遍吐生 一把青铜骨剑 突然从远方破空而来 骤然洞穿了这个圣席 这把青铜骨剑 就是当初那插在石碑上的青铜骨剑 却老和妖妃的瞳孔 顿时紧缩 好像在此刻有人捏住了他们的心脏 最后的一丝希望 难道要破灭吗 骤然 一股庞大的光芒 从那青铜骨剑上喷发而出 冲入云霄 无尽的吟唱声 在此刻响彻了起来 这些吟唱 好像是从山川 河流 泥土 天空 大海等等发出来 混在一起 响彻了整个圣灵大陆 响彻在了整个圣灵大陆人的心中 包括了大地 每一个人的表情都震惊了起来 所有巨头都是心中掀起来的波涛骇浪 这种感觉 因为此时此刻 他们的心中竟然是生疼起来了一种归属的感觉 好像是儿子对父亲的那种归属感 大陆吟唱 无尽赞美 却老和妖妃看到了这一恐怖异象 都是忍不住震撼了起来 唯独那青帝的脸上生疼起来了巨大的震惊 然后若有所悟 我不如魔 谁入魔 本源啊本源 你选中了他 也没有什么不妥当 青铜古剑 谁也没想到 那样毫不起眼的他 就是圣灵大陆的本源碎片 第975章破空飞升 这是怎么回事 一尊尊的巨头 心头都是震惊了起来 能够造成这样的感觉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与此同时 在无尽虚空之中 十三位人借巨头直服在此 吞吐着棒薄无比的气息 在这个虚空之中展开了无尽浩荡天威 正灵大陆发生变化了 一尊人借巨头猛的喝道 其余的巨头也纷纷透过无尽虚空 朝着那圣灵大陆看去 在虚空之中 圣灵大陆是一个椭圆行的光团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而就在此刻 一鼓鼓的神红 却是突然在上面飘荡而出 其中泛着无尽山川 大海天空更等等的赞美吟唱 波散在整个虚空之中 圣灵本源碎片 罗和大帝的脸色阴沉 一下就看出来了端倪 有人得到了圣灵本源碎片 邪主的气息 好像也是消失全无 走 我们速速去看 这个圣灵本源碎片 我们绝对要得到 否则一切都前功尽细 所有都失败 不能去混乱古域 混天大地和天机道人 被凌晨父亲斩杀的那一幕 你们莫非没看到 去那里 纯粹找死 好 我们先去其他地方 打探打探消息 这惊人的异变 使得整个大陆的人都震惊了起来 他们无法解释 刚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那种归属感 亲切感 却是如此的真实 也在此刻 一个高大伟岸的影子 浮现在了大陆各地 多宝僧人表情庄重 声音充满了无穷的威压 大家不必惊慌 那是圣灵大陆本源碎片 与我融合造成出来的异象 现在平僧已经成为了 这片大陆的守护神 刚才那种感觉 就是你们对我 这个守护神的归属感 整个大陆再度沸腾了起来 无数的人民 都开始疯狂地朝着 那庙堂之中涌去 可能开始还有人胡疑 但是这一次 他们却是彻底地相信了 这个多宝僧人 真的就是他们的救世主 守护神 有了如此的人物 他们怎么能不去膜拜 怎能不去信仰 而在那一处土地上 一个猥琐的胖子 不断地扭着屁股 哼唱着 小爷我是守护神 小爷我是守护神 多宝僧人 哇哈哈哈哈 多么牛逼的法号 也只有小爷我这种天才 能够想得出来 惊叹号 混乱古域的上空 天地再度恢复成为了寂静 但是一团神秘的白光 却是将凌晨的那团圣洗给完完全全的笼罩了下去 无尽的黑暗 凌晨看到眼前是无尽的黑暗 这是一条冗长的道路 像是通向死亡 但是凌晨没有感受到什么惧怕 比起死亡之道相比 这种死亡感倒是没有让他惊慌起来 死了就死了 这一次 凌晨很干脆 不过 他也有着太多的不舍 在那个大路上 自己还有着很多的愿望和理想 还有很多的人在等着自己啊 他 有点不甘心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白光突然划破了所有的黑暗 笼罩在了他的身上 凌晨唯唯一愣 因为他感受到了心里生疼起来了一股归属的感觉 不知为何 是那么的亲切 骚然间 他感受到了天地一阵旋转 大神秘笼罩的白光 骚然消失 一股火焰 凭空地旋转而起 其中浮现出来了一股股神秘的威势 一尊坚韧少年 在这火焰之中 紧闭着眼睛 开始不断地在这火焰之中展露出来了身躯 他的身躯 变得晶莹无比 像是婴儿那样完美 不带丝毫的杂质 他神态安详 像是在沉睡一样 浴火重生 却老看着这一幕 唯唯愕然 妖妃的眼中生起来了一抹惊喜之色 随着火焰逐渐消失 透露出来了凌晨的全身 妖妃确实已呆 美眸如水 啊 凌晨睁开眼的时候 作然发出来了一道凄厉的叫声 他 他居然是裸的 妖妃居然就在前面直勾勾地看着 你给老娘叫什么 老娘都还没叫 你这个小毛毛虫居然就在这里叫 妖妃白嫩的脸蛋 唯唯有些红润 看起来倾国倾城 凌晨尴尬地绕着头 身躯一阵 一斜黑色披风长袍就将他裹上 看来 我又活了啊 凌晨感受着自己的身躯 自己的身躯完美地令他微微发呆 每一块骨头 每一处肌肤 都是完美晶莹 其中不知道蕴含了多大的力量 凌晨恢复了一下情绪 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 心童骨剑在天空盘旋飞舞 骤然化为了一道神光 插在了凌晨的背后 衣衫飘飘 看起来像是一尊剑客 凌晨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获得了那传说中的本源碎片 也就是这把青铜骨剑的认可 从而浴火重生 现在凌晨看着圣灵大陆的世界 就好像是看到了自己的身躯一部分 无比的亲切 他甚至都能感受到 他们对自己的欢呼与雀跃 这种感觉 令人格外的舒坦 凌晨 恭喜你 轻闭目光穿来 但笑道 得到了本源碎片 你在这个大陆上 获得了无上加持 邪逐已死 你可以说是无敌的存在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把剑 当它插入你的心脏的时候 你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凌晨对着青帝拱拱手 对着333位大帝全部鞠躬 多谢各位前辈了 晚辈谨记在心 我们 也该走了啊 青帝长叹一声 声音滚滚而来 时光穿梭 大陆苍茫 游见天下乱 不如凭我心 它的声音一落 333位大帝和这片洪荒大陆 在此刻都是画为了无数的光光点点 开始崩裂飘散 朝着四方天空之中飘散着 他们这里的每一尊大帝 都围着这个大帝 付出了太多太多 就连灵晨看着 也是满脸恭敬 而此刻 它背后的青铜骨剑骚然一阵 喷发出来了一股光芒 将那些光光点点 全部吸入了其中 凌晨唯唯一争 随后笑道 连你也舍不得他们吗 青铜骨剑嗡嗡一声 好像是在回复着凌晨的话 混乱古域一行 现在算是完美落幕了 当年混乱大帝用这大陆本源碎片 陪着333位大帝的尸体 将凌苍生镇压在此 而混乱大帝则是用自己的无上身躯 演变成了这片古域 封锁一切来人 现在 邪逐已死 凌晨立刻转头 朝着自己父亲看去 此刻的凌苍生 正在用慈祥的目光看着凌晨 他的身上散发着一股圆满的气息 自己的魔障一出 凌苍生的道 在此刻也是圆满了起来 天空发出了轰隆隆的声音 好像是有着一条长达百万里的神龙 在那虚空之中穿梭一样 硬生生地撞击在了圣灵大陆的空间上 凌苍生的背后 撕裂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在这一道虚空裂缝之中 正有着一股恐怖的能量 从无尽的远方降落下来 旋转不停 像是一只巨大的虚空虫子 凌苍生的力量太过强大 圣灵大陆无法承受住 必须要前往人界才行啊 倔老唯唯恶然 然后感叹道 这个样子 也就是常人所说的破空非生吧 成人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凌苍生一脸慈祥地看着凌晨 白色的衣衫飘飘 神色突然肃杀了起来 直勾勾地对着凌晨 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天开始 我就知道 你注定是我的儿子 说到这里 凌苍生的脸上生腾起来了 无穷的骄傲之色 凌苍生的面色突然严肃 但你不能骄傲 遇到再大的结束的时候 也不要忘记 你是凌家的好男儿 也是我凌家的种 这一道声音 犹如雷霆 激荡在了凌晨的脑海之中 凌苍生的身形 作然一跃 跃入了那股磅驳狂暴的能量之中 没有丝毫犹豫 唯独那哈哈大小声 犹如雷霆在天空爆炸开来 哈哈哈哈 我凌苍生 得此人 这一生还有什么悔恨 他的声音陡然变得高昂 激愤了起来 孩儿 为父在人界等着你 等着你在人界光芒万丈 一位绝世霸主的父亲 对自己的儿子 感到了骄傲 发下了无上的大宏愿 听得血老和妖妃 都是齐齐震动 人界 才是真正的战场 凌晨的拳头死死的钻井 背后的青铜骨剑嗡嗡阵战 像是在与凌晨共鸣一样 凌晨的一双眼睛坚定不移 犹如当年那个在凌家被称之为废物的少年的决然不屈 父亲 我不会让你失望 人界 等着我 第976章信 想必 如今在这个大路上 没人可以干掉你了吧 妖妃挑了条精致的眉毛 如水般的眸子看着凌晨 内惑无比 凌晨只是妖妃的眼睛 曾经她可是没这个能耐去直视妖妃眼睛的 圣灵大陆的本源之力 获得了她 就如同传言一样 在这个圣灵大陆上是无敌的存在 但是 这只是一块碎片 一块碎片铸成的青铜骨剑 不过这样也可以足以让我在这片大陆如云的水了 这不就跟整个大陆都是你的领域一样吗 妖妃眼里带着笑意 目光灼灼 好像是要吃了凌晨一样 凌晨干咳一生 这个先不说了吧 将圣灵城召唤出来 前去人界之前 将一切都布局好 妖妃点了点头 束手一挥 一座维厄巨城冲天而起 带动了万丈霞光 即射出来了无穷气势 犹如是一尊远古巨恶在世 其中阎罗魔主 天煞大帝赫然在其中 三万君将 目光肃杀 携主死了 阎罗魔主和天煞大帝一出来 庞大的神念一笼罩下来 立刻是察觉到了 邪主的气息从这个天地间消失的荡然全无 不过也同时 两尊大帝的存在 目光豁然锁定在了凌晨的身上 这股气息 两位大帝齐齐震动 借我一指 阎罗魔主突然出手 看得那一个咯出来的消顶 霸王 熙熙 灵秋寒 等等都是看得目瞪口呆 轰 吃空破碎 一指犹如绝世寒光 将整个天地都渲染得没有了任何颜色 可以粉碎无尽山峰 大帝一指 虽然阎罗魔主只是使出了一个极小的力量 凌晨淡然一笑 下一刻 他的身形消失在了原地 果不其然 阎罗魔主和天煞大帝都是立刻大悟 阎罗魔主更是忍不住发出了滔天狂笑声 三千魔发疯狂地飞舞了起来 正凌晨的三万军团只是见到 下方足足十万里的土地之中 突然是如同水文一样波动了起来 最后无数飞沙从地面喷土而出 凝聚出了凌晨的模样 圣灵大陆的本源碎天力量加持 只要凌晨在这土地上 这圣灵大陆上的天地他都可以如鱼得水 就算是大帝想要杀他 他也可以顺息地移到一处地狱 处于杀不死的状态 换句话来说 凌晨与圣灵大陆这整个土地都有着感应 震撼 全体震撼 凌晨的实力居然可以躲过大地的一击 这他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乖乖 这个实力 细细下巴都差点惊地掉在了地上 这他娘的还是凌晨吗 其余的几位天骄心中都是翻起来了惊涛骇浪 就算是在凌晨身上出现无数的奇迹 但是这一下实力突飞猛进的 连大地的一招都可以躲过去 是不是太天方夜谭了 全场死一般的寂静 凌晨只是对着大家拱手一笑 各位 罗谢你们了 凌晨 依旧是那个凌晨 刹那间 整个天空之中爆发出来了剧烈的欢呼声 几个凌晨的兄弟一起围了过来 像是看着外星人一样的看着凌晨 这他娘的不会是谁的分身吧 霸王一脸不相信 细细点点头 这绝对是哪位超级强者的分身 装成凌晨的模样来逗我们 脚顶确实摇摇头 这不是分身 这肯定是哪位大地卫装的 凌秋寒 一群蠢蛋 我们这时陷入了幻境 凌晨咳嗽一声 环顾着几位兄弟 胸口感觉温暖 我只是得到了圣灵大陆的本源碎片而已 在这片土地上 我会获得整个大陆的力量加持 不过几位兄弟 这一次 我是来告别的 刚才愉快的气氛 一下轰然散开 几个人都显得有些沉默 凌晨一笑 虽然心中有太多的不舍 但分离是迟早的 这不过是暂时的分开 我会在人界等待你们 老子什么话也不想说 霸王豁然出拳 默默瞪着凌晨 妈的 抛弃下我们去勾搭人界的水灵妹子 畜生啊 细细一脸痛心的模样 豁然出拳 大哥 照顾好你自己 我们一定会来找你的 肖炳笑了笑 出了拳 眼神一如既往的坚定 祝你顺风 凌秋寒伸出拳头 但笑道 看着四个对在一起的拳头 凌晨心中没有的一酸 但是生疼起来的却是更多的好气 自己一生并不孤独 他们这几个兄弟 必将要在人界绽放出无尽光滑 凌晨骚然出拳 五个铿锵有力的拳头碰在一起 犹如是永恒的誓言 混天门 当初的混天门 遭受到了邪主的攻击 邪气光柱犹如绝世神拳 将那天空之城 这尊下品道器的存在 直接冲撞出来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为了抵御那邪气光柱的力量 这尊天空之城直接是受伤严重 不复昔日霸气决然的光彩 凌晨踏入天空之城的刹那 一尊伟岸的存在 便是从那混天小事件内睁开了眼睛 这尊伟岸的存在踏出一步 瞬息间来到了凌晨的身边 吹起了一股香风 无情仙子 如今的无情仙子 与之前发生了天差地别的味道 他的身上不再是之前的那股冷冰冰的味道 反而是有了一股出尘的气质 像是看破了世间红尘一样 他的道也再次发生了变化 不是无情之道 而是比领悟到了更深次的存在 凌晨 恭喜你 没想到最后还是你获得了认可 无情仙子一脸平静地说道 此时此刻 他真的宛如一个降落在凡晨的仙子 在红尘中格外引人注目 是的 现在你也踏出了你的束缚 恭喜 凌晨嘴角挂着一抹淡淡的笑意 他们与父亲之间的事情 他也不怎么好多参合 无情仙子现在能够悟出这样的道 也就代表了他再见到自己父亲之后 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 你是来找兵弟的吧 无情仙子阴谋迷离 好像一切警务 都进不了他的眼中 凌晨点了点头 还好有着那些老玉在身边 想必兵弟也没受什么伤 那个来历神秘 犹如女神一样的女人 能够像是一个小女人一样的躺在自己的怀中 陪着自己指点江山 这样的女人 凌晨想起来心中就会生疼起来无尽的柔情 她去了人界了 她的身份来历 不是你能想象的 无情仙子淡淡道 这是她留下来的一封信 你自己看吧 兵弟去了人界 凌晨唯唯一愣 看着无情仙子逼过来的一封信 凌晨直接拿过来了这封信 用神势一扫 却是发现了一股庞大的力量直伏其中 远远超过了她的修为 凌晨的眉头唯唯一皱 她的心神一动 一股无形的力量加持在了她的身上 现在 她就好像是这座大陆的王者一样 心念一动 她便是将这封信之中的磅隔力量去掉 无情仙子的美眸 微微闪烁着奇异的光彩 这封信一打开 其中只有一句话 看得凌晨先是微微一愣 脸色微微微变了变之后 眼眸便直接眯了起来 信上写着六个无情大字 犹如寒芒刺眼 与君爵 段成元 第977张冰神宫 无情仙子的美眸一直注视着凌晨 看到她的眼神 微微变化在恢复常态之后 便道 我知道这封信的内容 肯定会超乎你的想象 不过 你有什么想要问我的 我可以告诉你 凌晨将这封信叠好 然后收好 眼神依旧平平淡淡 希望仙子能把冰帝的来历告诉我 凌晨对于这个问题已经困惑了很久 当初按族人帮她去查探这个事情 却是发现根本查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无情仙子微微汗手 美眸扫了一下无尽苍穹 冰帝的自我来历我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 他与人界的一个名为冰神宫的势力有着巨大的关联 冰神宫 凌晨唯唯一愣 他现在接触到了人界万族的五大种族 还有魔神七大组织 莫非这冰神宫 是那七大组织的 冰神宫可能你需要去人界才能了解到一些情况 无情仙子道 当初你凌家被灭 冰帝为何会直接越为大尊境界 当时大尊境界很厉害的 而且她为何能一下成为混天门掌门 因为很简单 她怒了 无情仙子轻声说道 一字怒 足以说出很多东西了 堂堂被大陆号称为冰雪女神的完美女人 什么时候动过怒 她的怒火 勾动了她身体里的一些东西 一举成为大尊境界 无情仙子盯着凌晨 道 因此 在那一天 圣灵大陆上降临下来了三尊大帝强者 将冰帝称为主人 然后冰帝以着雷霆手段 拿下了混天门 将混天大帝驱逐出去 思 凌晨倒抽了一口凉气 仅仅是因为冰帝的怒火 勾动了身体内的某种东西 居然引出来了三尊大帝强者 而且大帝强者 还称冰帝为主人 这冰神宫的来历到底是有多么巨大 凌晨不自觉地想到了那信上简短商人的六个字 看来这一切并不是冰帝所愿 他肯定是被强迫带走的 而且这封信 正是冰神宫留下来的 我没有那个实力 那个可以得到冰帝的实力 凌晨的拳头微微钻紧 眼神还忙闪烁 冰神宫多谢仙子相告 凌晨对着无情仙子拱拱手 斩钉截铁道 我一定会让冰神宫的人认可的 相信你所相信的 不要被一切其他因素干扰 也不要动摇自己的信念 冰帝 他值得你去爱 无情仙子吐出了这样的一段话 银色的毛子微微仿佛回到了从前 道 凌晨 想必你永远无法忘记那一件吧 那一件 凌晨的身躯微微一颤 那一件 赫然就是当初在混天门兵地 突然赐来的一件 差点将他活生生杀死 当初让他痛极致伤 他怎么可能忘记 无情仙子朝着混天门的深处走去 声音飘渺地响彻起来 当年我收养了兵地 对于他来说 我是他的师父 也是至亲人 我当初对他说 如果他不肯赐你一件 那我就死在他面前 凌晨的眼中生起来了复杂之色 随后却又变成了坚定之色 嘴角不自觉地挂起来了一抹苦笑 无情仙子经历自己父亲的事情 演化出来了无情之道 想必逼迫兵帝那样做 也是为了考验自己吧 毕竟 无情仙子所承受的巨大痛苦 他不想让兵帝再度承受一次 仙子请放心 兵帝 我一定会让他幸福 凌晨面色严肃 深深地朝着混天门小世界鞠躬 这是男人的沉默 多宝僧人在整个大陆愈演愈烈 一尊尊的虚向不断地在演化 有的时候甚至还开坛讲起来了佛经 不断地积累着信徒 隐隐约约间 好像整个大陆上 都是在喊着多宝僧人的名号 一尊尊势利的大帝 越发地震怒了起来 不断地联合推算这个多宝僧人的下落 但是他们的心头却是一凉 不仅没有推算到这个多宝僧人 还被多宝僧人的虚向严厉警告 那虚向之中喷发出来的威压 让不少的大帝都感受到了这个多宝僧人的强悍 这一下圣灵大陆的巨头们唯独苦笑 照这个情况来看 这个多宝僧人十有八九就是杀死邪主 获得了圣灵大陆本源的人物 如果是有人假装 他们怎么可能推算不到 他的虚向还能发出如此滔天的威压 十三位人借巨头也是参与了这场推算 得来的结果让他们的神色阴沉 好一个多宝僧人 我们大陆上居然隐藏了这样的一尊人物 一位大帝阴沉道 他居然在不知不觉间 将那圣灵大陆本源得到了 哀罗和大帝深深地叹息了一口气 双眼看入无尽的虚空中 这尊爵士大帝的脸上 竟然是生疼起来了一抹疲惫 这一次我们全部败了 败得非常彻底 其余的大帝皆是沉默了下来 他们的计划 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被粉碎了 而且损失还非常的巨大 等他们回到人界 将会受到何种的嘲讽 那该死的凌晨 有着他那个神秘的父亲在庇护着 根本没人敢动他 罗和大帝的眼中闪烁杀气 让天地风云连连翻滚 想了想 他还是摇摇头 毕竟凌晨的那个父亲太恐怖了 混天大帝和天机道人被万箭分尸的场景 还在他们的眼中盘旋回荡 通道还有三天的时间会打开 三天后 我们回人界吧 一位大帝叹息道 眼下出了这个多宝僧人 他们也根本没理由带下去了 只有回到人界另做打算 与此同时 在整个大陆各地 多宝僧人的无尽伟岸的身躯再度演化出来 身上闪烁着的浮光 让人感觉他好像是正义的化身 悲天悯人的气息 让人感觉他就是救世主 各位佛家子弟们 平僧感受到了我的大劫即将到来 平僧也即将去度劫 因此而闭关 为了让大家心中有佛 更加地了解佛道 平僧也将派出我的徒弟善恶弟 来行走尘世 传授福意 希望各位佛家子弟 对平僧的这个徒弟多多指导 这一下 整个大陆不少的强者都是陷入了震撼 他们可是亲眼看过那个邪主的强悍 这个多宝僧人能够得到本源之力及杀邪主 现在居然又要陷入闭关 那么他闭关之后 实力会有多么强悍 大帝联合推算 反而被警告的事情 早就让各大势力都相信了这个多宝僧人的存在 如果等他闭关之后 那将会多么强大 快快快 做好准备 只要那多宝僧人的徒弟 善恶弟前来此处 必定要准备好大礼 好好招待 这次一定要与这个善恶弟打好关系 未来对我们好处无穷无尽 做好准备 这次过来 一定要让这个善恶弟 对我们的印象大好 这可是与多宝僧人搭上联系的一个至观点 在世界大陆的各大势力之中 都已经开始做好了一个又一个的部署 都是为了迎接这个善恶弟的到来 全部戒备 准备做好这一切 一个不知名之地 一个胖子双手插腰 仰天哈哈大笑 小爷实在是太他妈的聪明了 这样的方法都想得出来 妈妈的 这次可是要好好大姐那几个大势力 把老东西留下来的宝贝 也是带身上 免得到时候被阴了 哇哈哈 想到那几位大弟被小爷我虎的一愣又一愣的时候 这可真他妈爽啊 随后胖子风骚地扭起了臀部 先过去几个地方转转 嗯 然后再去紫禁皇朝 去那个混蛋的家乡 立于了山巅之上 他此刻的气息 好像是与这无穷的荒山互相联合 融为一体 让人分辨不出 五年之约 凌晨脑海里逐渐地浮现出来了那个精致如火一样的女孩 他能够理解红灵的悲伤 所以他愈发地想念起来他来 如今算算时间 距离五年之约已经没有多久了 但是凌晨岂会是乖乖地等到五年 凌晨在山巅上盘膝而坐 他的身上波散出来了一股股的白光 像是与这片天地 融为了一体 大自然们 我想要找一个女孩 她在我的心里 是火一样的女孩 我敞开我的心灵 让你们记住她的模样 请带着我的心去寻找她 谢谢你们 凌晨将自己的心理完全敞开 与红灵的相遇 与红灵的第一次 他现身拯救自己 随后他遭受到了自己的伤害等等 那火红的披肩长发 精致白皙的脸蛋 丹凤眼 笑起来给人一种犹如玫瑰绽放的感觉 他也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刹那间 无尽的荒山 土地都开始波散了起来 他们好像是在回应着凌晨的心思 其中充满了无比雀跃 凌晨用自己的圣灵本源碎片 沟通了整片大地 山川 河流 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心灵 让他们帮助自己去寻找红灵 只要他还在圣灵大路上 就能够找到他 时间缓缓流逝 天空下起来了犀利利的小雨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天一夜 凌晨盘息坐在山巅 整个人一动 浑身已经湿透了 第二天天刚亮 一缕阳光便是破晓而来 照射在了他的身上 将他的神情衬托得带点神圣 忽而间 凌晨睁开了眼眸 只见到无数的白色火焰 突兀的从他的身躯四周抖动了起来 放眼看去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白色火焰之海 凌晨的身形在其中 就犹如一个蚂蚁与巨人的差距 看起来无比渺小 被吞没了其中 凌晨眉目紧闭 在被无数的白色火焰吞没的刹那 他的脑海内浮现了无数的信息 都是整个大陆的大地 回应凌晨反馈出来的信息 笼罩了整个大陆 过去了一个时辰 凌晨的眼神里骚然射出来了一道精芒 随后便是变得平淡下去 朝着四方一拱 多谢大家的帮忙 给凌晨这么及时重要的信息 无数的白火轰然散开 话为了虚无 凌晨此刻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整个大陆上都没有红灵的影子 莫非会 凌晨的脑海里浮起来了一个可怕的猜测 不过他还是瞬间摇摇头 红灵如果出了什么事 那么大帝也会感应到他的气息的 毕竟才短短五年 气息还是无法消除的 那么 唯独就只剩下一个可能 凌晨抬头仰望苍穹 眼神里金芒万丈 红灵轻柔兵地 他们三个都在人界 他的拳头死死地攥紧了起来 凌晨脑海里是无法忘掉 当初遇到那天皇族第一天骄的一道分身 一招就将他秒杀的场景 人界充满了无穷高手 万族灵力 体质时代降临 他们 我都要找回来 凌晨坚定不移地说道 意志辉宏 与此同时 紫禁皇朝之中 恐怖的多宝僧人 在短短时间内 建造出来了无数的庙宇 拥有了无数的信徒 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 不过今天却是令紫禁皇朝 很多人都是沸腾了起来 因为多宝僧人的徒弟 善恶帝 昨天游走了几个大势力之后 今天就要来前往紫禁皇朝 开玩笑 堂堂多宝僧人的徒弟 如果谁能巴结好的话 那将会有多么巨大的好处 紫禁皇朝的皇城 这个大道 都是紫禁铺城 在眼光的照耀下 闪烁着绚烂的高贵色彩 在上一次邪主灾难爆发的时候 紫禁皇朝的几个老祖宗联合出手 加上那紫禁皇宫的神威 才是护下了这座皇城 而现在 这条紫禁大道上 两边都是排满了人群 他们这一个个人都是面色激动潮红 手中持着物品 这些物品都是无比昂贵 其中宝光闪烁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穿着袈裟的胖子 缓缓地在紫禁大道上出现 他宝箱庄严 满脸悲天悯人的神采 好像是一位得到高僧 而在他的后面 则是跟着两个冷酷大汉 来了来了 人群轰的一下沸腾了起来 看着这个胖子 一个个都是神情尊敬不已 不断地献上手中的宝物 而胖子则是一脸宝箱庄严 好像不受这些宝物的诱惑 义正言辞地拒绝了 皇族的人已经在那里等候 看到这一幕 心中便是暗道 不愧是那多宝僧人的弟子 不少达官贵人送出了绝品皇器 居然都拒绝了 果然见过大事面 看来不能简单应付了 这个讯息 迅速地传入了皇宫 整个皇城的人群 都是跟随着胖子的脚步在前行着 他们一个个神情振奋激动 跟随着胖子的脚步在呐喊着 胖子走到了皇族的人面前 双手合似 悲天悯人 愿我佛与你们同在 皇族的人立刻连忙做出手势 请这个胖子进入皇宫 而这个胖子在此刻回头 看着那身后的人山人海 心中切笑不已 但表面依然是宝箱庄严 犹如善恶大佛在世 恶是身外过 我佛心中留 全场立刻沸腾了起来 大师不愧是大师 不管是身上散发的那股善恶气息 还是这句话 都是充满了智慧 充满了哲理 多宝僧人的徒弟 果然是不凡的存在 人中之龙 皇族的人丝毫不敢怠慢 带着浩浩荡荡的人物 如同众星捧月一番 朝着那皇宫走去 但是整个紫荆皇朝 依旧是沸腾无比 多宝僧人的徒弟 这么快就来他们紫荆皇朝了 简直是一个天大的荣耀 叶朝成 当初那个惊艳卓绝的少年 出来的诚实 不过如今出现的多宝僧人的徒弟 善恶地早就掩盖下来了 凌晨的惊天壮举 不过大家提起凌晨 还是特别熟悉的 叶朝成也是因为凌晨的缘故 导致了有很多修饰驻足 凌家原来的地址 如今已经是一片废墟了 上面暗红斑驳的血迹 那漆黑深忧的巨大声动 还能让人感觉到 当年那一场灭门事件的一些气息 凌晨穿着一身黑袍 挡住了脸 像是一个独行侠 走到了这片废墟的前面 驻足了一个时辰 他才是转身离开 当他转身离开的时候 在那废墟之中 莫名地出现了一个个的小山包 上面刻画着凌家木木之墓 而也有着一株翠绿色的草 从那废墟的一块巨石上钻出来 在风中咬溢 安息吧 凌晨轻声说道 他抬头看了看天空 天空依旧湛蓝 然后凌晨的目光锁定在了紫金黄巢 眼神平淡 过去跟那些人打个招呼 免得又有人来绕你们清静 凌晨喃喃自语 大步一踏 身形便是骚然消失在了原地 第979章下尿爷了 胖子威武神器 在诸多皇族高手的陪伴之下 依然面不改色 宝香庄严 双眼仿佛是看透了世间的一切 对于红尘浑然不在意 有一种得到高僧的范 那些皇族高手的心里都是无比敬佩 根据这个胖子身上的气息闪烁出来来看 起码是虚亡境界的存在 在大陆上 除了前一阵子凌晨那个爵士妖孽 这个善恶帝 恐怕算得上是恐怖天骄了 比那些大势力的人物要厉害得多 而且这个胖子行走间 有着一股善恶气息 左眼看穿恶果 右眼看透善形 这紫荆皇宫 无比磅驳大气 一股股的帝皇威夷 在整个皇宫内震荡 巨大的不知道有多少里 一尊尊的紫荆神龙 盘踞在高大粗壮的主子上 栩栩如生 一双龙眸闪烁紫光 看得人心生敬畏 就算是现在有着一尊虚亡境界的存在 对着这些龙柱出手 都无法粉碎 这就是准道气的威力 将一座皇宫 其中的花园 土地 屋檐等等 那些东西 全部凝成一体 浑然天成 开辟了自己的道 气灵盘踞其中 一旦爆发出来 那将是恐怖无比的 善恶地 我们二皇子在其中等营 已经设好了晚宴 到了不少将军 大官 一位皇族人 越过了重重岗位 指着一尊宏伟霸气的宫殿说道 这座宫殿名为紫气东来 胖子点了点头 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善恶留我心 亦分善 亦分孕 恶可善 善可恶 那位皇族人立刻大喜 将这句他什么都听不懂的话 全部铭记在了心中 这可是指点阿 恐怕出自多宝僧人之手 自己可视的去多多折磨 胖子宝相庄严地进入了这个大殿之中 这个紫气东来殿里 已经充满了人 其中一个个都是气息磅礴 有的铁血杀戮 有的充满了书生气 但是从气息来判定 毫无疑问都是掌权者 其中还不乏几尊真王 及格长相精美 身材妖娆 透露出来了大片大片白色肌肤 和深深的篝祸的舞姬 正在舞池里跳舞 一个葛香风萦绕 美目寒水 勾魂射破 所有的眼光齐刷刷的射来 目光犀利无比 带着无尽威压 但是胖子却不动如山 脸色平静 好像是一尊的道高僧一样 不少人暗自点头 如此气质 难怪是多宝僧人的徒弟 善恶帝 久仰大名 果然是如同多宝僧人一样 乃是人中之龙 一鸣身穿黄袍 犹如王者下凡的青年大步上前 脸上带着笑意 却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压迫感 虚王靖高手 看来除了当初的紫荆神龙 如今紫荆皇朝又是多了一尊天骄 胖子没啥反应 淡然一笑 双手合十 施主身上紫气环绕 乃是大祥照 想必未来必能化龙 成就无上霸业 哈哈 过奖过奖 这尊二皇子哈哈大笑 现在这么多大臣将军在这 能够得到这得多宝僧人徒弟的肯定 那对他未来也会大大有好处 不知道为师现在在 我们皇朝的老皇主想要见上一面 二皇子目光围动 说道 如果能让紫荆皇朝与那多宝僧人扯上关系 那将会获得如何的好处 为师如今正在无尽虚空之中闭关 术士感应到了人界的一股邪力 准备将那邪力镇压 然后成就无上佛身 胖子双手合十 脸色不动 句句给人真实的感觉 所有人都是心中暗自惊骇 能够感应到人界 而且要去镇压那各位面的绝世邪物 这可是要多么通天的手段 他们的老皇主也不敢说此话 不过得到圣灵大陆的本源之力 当真有着这股决然之力 若是多宝僧人镇压成功 出来之后 那简直是无敌的存在 令师果然是霸气无双 来 善恶兄 我们坐上来谈 二皇子亲自给胖子拉开了座位 乃是头等座 比那真亡级的好高 两人竟是直接坐在了一起 这次我关贵巢 虽说上次写主犯下滔天大孽 但是贵朝气韵如虹 犹如乾隆直伏 迟早有一天机遇一道 就会震惊各方 胖子一脸高深莫测地说道 双眼仿佛看尽了无尽的红尘 七皇子听得心中暗喜 虽说这话可信度不高 但是任谁听到了心中也会爽快 当下便是大笑道 善恶兄高见啊 但愿有这么一天 来 这是我皇属好意为你准备的 一枚酒曲悬茶叶 青年凝聚一枚 极为难得 七皇子拿出来了一枚古叶 上面有着九道弯曲痕迹 一股股玄妙的气息 在这九道弯曲之中回荡 无比磅礴 这枚茶叶价值庞大 乃是难得的真品 谁知胖子眼皮也不抬 曾见仙门有一种名为 剑光果的东西 那可真的是妙物 平僧当初得到的时候 那可真是非常高兴啊 二皇子心中立刻破口大骂 这个该死的剑仙门 果然是老谋深算 居然拿出了剑光果 不过好在他们紫荆皇朝准备充分 呵呵 那个东西的确是好东西 不过父皇也为你准备了一样礼物 二皇子拿出了一枚果实 这枚果实上 有着一条紫荆神龙盘踞而上 一股股的龙息从其中散发出来 紫荆龙果 二皇子肉痛地将这个东西放在了胖子的面前 胖子眼睛立刻一亮 这个紫荆龙果 胖子可是非常清楚 是紫荆皇朝最为稀有的真品 这个果实服用下去 会形成一条紫荆神龙在体内 吸收天地龙气 增加气韵 整个皇朝中 三百年才会凝聚一枚 二皇子看到胖子的眼光发亮 心中立刻微微一喜 看来这一次 他们紫荆皇朝是占了上风 现在整个宫殿之中的大能 都是在注视着这一幕 看到胖子的表情 他们很显然在心中忍不住激动了一下 二皇子又陆续地拿出了不少的东西 都是什么大臣 将军 皇叔送来的 各个都是宝光闪烁 来头不小 价值连城 胖子不动声色地全部一一收取 然后朝着二皇子拱手道 多谢贵朝的好意 这些东西 我都会带入福门 供养善恶福相 我也会依依如实地将情况 禀报给我的师尊 让他们到十几里门 胖子的话还没说完 突然一个淡淡的声音响彻了起来 你可以给你师尊托个话吗 所有人都是齐齐一愣 尤其是二皇子 差点勃然大怒 现在正在关键时刻 居然有人进来了 胖子先是一愣 心中也是极为不爽 很快就要忽悠完了 居然有混蛋闯进来 简直是找死啊 他宝箱庄严的转头 看着眼前这个黑袍人 虚王静的修为 还不错 便道 阁下是谁 你觉得 我是尊多宝僧人 如今正在与人借大邪交战 你能破话吗 原来在交战啊 黑袍人恍然大悟地说道 二皇子勃然震怒 你是什么人 居然敢擅长我们子气东来殿 简直是大胆之计 给我抓下去 立刻有着将军站立起来 杀气腾腾 如同战场降临 黑袍人却是无动于衷 淡淡道 且慢 在下有个问题 想问这个善恶地 佛家慈悲 想必也见不得这里 有什么恶果发生吧 牵住手吧 有这么多双眼睛看着 胖子心中咬牙切齿 忍住抱打着混蛋的想法 宝箱庄严问道 阁下有何事要问 李师尊真的拿到了 圣灵大陆本源之力 黑袍人问道 胖子严肃地点点头 否则的话 那邪主法力滔天 由心魔滋生 根本无法杀死 我师尊怎么杀死他呢 只有靠本源之力 不少人都是暗自点头 二皇子也是点点头 的确他们听过 老皇主提起过 这个邪主 可是由内心滋生 无处无形 力量恐怖的紧 呵呵 是吗 那你还认识我这个老熟人不 黑袍人突然又问了一句 这一下 胖子一愣 差点脱口而出 老熟人 小姨我跟你数个屁啊 只见到 黑袍人突然将自己的黑袍掀开 透露出来了一个穿着黑色披风 露出胸口两道 猙獰伤疤的表情淡然青年 他的一双眼睛 此刻玩味无比 这一下 胖子立刻神情一震 如遭雷击 妈 妈的 怎么会是这个煞星 原来你师尊得到了圣灵大陆本源 我 失敬失敬 凌晨对着胖子拱拱手 将背后的青铜骨剑抽出来 在手中轻轻抚摸了一下 然后又插回去 那胖子看到这把青铜骨剑 立刻感觉五雷轰顶 耳朵嗡嗡震动 听不到丝毫声音 双腿翻软的差点跪在地上 直接一下哭桑着脸 哀嚎道 妈妈的 妈妈的 吓尿爷了 吓尿爷了 其他人不认识这个玩意 他怎么能不认识 全场人都是无比恶然地 看着刚才那个犹如高僧的胖子 此刻一脸苦香 就差没嚎啕痛哭了 嘴里还喊着吓尿了吓尿了 众人的目光忍不住心中震撼 这个年轻人是谁 怎么会将这堂堂多宝僧人的徒弟 下成这福德性 第九百八十张善恶大靖王府的话 胖子万万没想到 他居然碰到了凌晨这个傻心 在他惊恶的同时 看到了那把青铜骨剑 顿时心中五雷轰顶 差点就跪在了地上 妈妈的 别人不认识那把骨剑 他可是无比清楚啊 正灵大陆的本源碎片 这个玩意 居然在凌晨的身上 他感觉眼前发黑 如果这件招摇撞骗的事情传出去的话 那将会带来多么巨大的灾难 整个大陆的追杀 要想想整个大陆的追杀那是何等的恐怖 恐怕连大帝都会参与其中 而且 这一次出来他还骗到了不少的至宝啊 那些大势力如果知道了这件事情的真相 他会怎样 会真正的五雷轰顶 众人都是恶然地看着这一幕 刚才的那个宝箱庄严的道德高僧 现在怎么成了这幅猪歌箱 此胖子也是迅速机灵地恢复过来 再度一连宝箱庄严 道刚才我师尊传来了一幅影像给我 乃是他镇压邪恶的场景 差点吓得我到心失手 大家恍然大悟 难怪刚才这个胖子会下成这幅模样 但是岂知胖子对着凌晨传音 哭嚎连连 像是杀猪般的叫声 凌大爷 凌老大 凌爹 凌妈 你一定要放过我啊 一定不能抖出来啊 什么事情我都答应你 只要您老别说啊 凌晨悠悠地道 眼神无比信任 这可是说真的 想想你自己的后果 等下出了紫禁皇宫 你可要按照我说的办 一定一定一定 胖子立刻机灵了起来 心中狂喜啊 恨不得立刻扑上去抱着凌晨清凉口 妈的 若是凌晨的嘴一歪 将这个信息吐露出来的话 那将会造成多么巨大的灾难 你到底是谁 紫禁皇族的二皇子已经雷霆震悟 目光放佛闪烁出来了两条神龙 想要将凌晨斩杀 整个紫禧东来殿之中 气氛一下肃杀了起来 一尊尊的高手 都是杀气决然地锁定在了凌晨的身上 整个大殿剑拔弩张 好像下一刻就要斩杀掉凌晨 凌晨面色不动 此胖子却是吓了一大跳 连忙怒吼道 快住手 快住手 你们可知道你们现在在犯下滔天大罪 睁大你们的狗眼 看清楚这眼前的人是谁 二皇子一愣 其余人的心里都是无比纳闷 这个善恶地今天怎会如此的古怪 居然要他们助手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古老的声音犹如是从遥远虚空之中传来 充满了无尽威严 都给我助手 这是我们此经皇朝尊贵的客人 所有人心中都是齐齐炸开 听到这一道远古威丫的声音 一个个都是心灵震动 脑海里无可遏制地想到了一个名字 当今圣上 一个中年人从虚空中走出来 龙行虎步 一双眼睛看透无尽沧桑变化 他身上的威丫便是真正的一尊无上帝王 所有人都立刻匍匐了下去 唯独凌晨和善恶地站着 都是齐齐高和参拜圣上 这尊紫荆皇朝的无上掌权者 淡淡点头 落入大殿之中 身上的光辉令得整个紫气东来殿 仿佛都失去了光彩 所有人都是齐刷刷地站立起来 只听得这尊无上霸主目光看向了凌晨 带着一抹温和 凌晨 欢迎你再度归来紫荆皇朝 凌晨 这两个字一吐露出来 各大将军 大臣 二皇子的心中都是齐齐炸开 脸色一变 多宝僧人的出现忽略了凌晨的光彩 大葛区区虚王就敢朝着人界 展开屠刀的恐怖年轻人 如今却是真实地站在他们的眼前 而二皇子心中更是感受到了一点不好 刚才他对凌晨大吼大叫 而且之前他们紫荆皇朝 本来就与凌晨有着无法断开的一些过节联系 如果这个年轻人发怒的话 将会带动怎样的场景 见过圣上 凌晨拱手 不被威严所迫 今日前来冒昧到来 是有一事相求 我改变了凌家原来的风水 将亲人葬于那 希望圣上能够在我离开的日子里 让人不要破坏 看来 你要去那个地方了 这件事情没问题 也希望你与紫荆皇朝不计前嫌 紫荆皇帝说道 众人都是心中骇然 没想到他们皇帝的语气 居然就像是对着一尊无上大能一样 但是紫荆皇帝心中却是没感觉什么 妈的 你们要是知道这个小子的恐怖手段和那个恐怖老爹 恐怕你们都要下跪了 多谢 那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凌晨拱拱手 对着胖子使了一个眼色 胖子立刻一个机灵 凌晨便道 我与善恶帝有些东西要交流一下 就先走一步 希望圣上勿怪 平僧告辞 凌晨直接带着胖子飞了出去 撕裂层层虚空 眨眼间消失不见 这种来去自如 淡定从容的霸气 给二皇子的心中掀起来了波涛骇浪 也让他有些不服 父亲 这个凌晨未免太嚣张了点 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这尊紫荆皇朝的圣上刷的一下回头 目光钉在二皇子的身上 将二皇子兵的浑身战斗 心中发毛 他能够来 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正上直接再度跨入虚空 消失不见 其余的一群大臣 将军则是面面相去 留下来了的是无比的寂静 毕竟刚才发生的那一幕 给他们心里造成了巨大无比的冲击 何时一尊屈屈屈亡 能够如此有底气地面对大帝 灵晨直接将善恶帝带来了一个荒山野岭之中 眼神带着信悦和玩味地看着善恶帝 压大帝 张大牛 这么久不见 你倒是硬气了 看来你从善恶大晋王佛那里得到了不少好处 居然骗了天下人 大帝都被你胡弄过去 你到底用的什么手段 死胖子一个哆嗦 哭桑着脸道 臣 臣哥 您老想要什么 你直接开口说 为什么要这么干 凌晨眉头一扬 你的胆子什么时候能有这么大 这是那糟老头子让我干的 胖子一脸郁闷地说道 这个老头子留下财富之前 说是让我想办法集结信仰之力 塑造无上佛像 镇压土地 说是日后人界有着大动作 能够用得上 善恶大晋王佛交代的话 人界大动作到来 信仰之力 凌晨的目光一闪 信仰之力他可是无比清楚 血老也曾告诉过他 那是一种极为恐怖的能力 当初他还感受到了这种力量的存在 只不过没有彻底的功法 所以也就就此作罢 善恶大晋王佛留下了话 看来事情隐隐有些选呼啊 等一下带我去你那老巢 交出宝贝 有没有问题 凌晨笑咪咪的问道 没 没有问题 胖子打了一个哆嗦 心中都在滴血啊 他现在简直将夺宝道人的脸丢光了 妈妈的 他哪里比得上凌晨这个强盗 配合得还不错 凌晨点点头 满意道 不过呢 不过什么 小的愿意为大哥上刀山下火海 义不容辞 死胖子立刻一个哆嗦 连忙说道 那脸上的神情 就好像是要现身一样 凌晨的眼神立刻一朗 嘴角勾起的笑容 犹如一个黑夜里的魔鬼 你居然敢欺骗如此之多的人 罪恶滔天 还他妈的抢我风头 今天我便是掀出这口恶气 你要是敢还手 我就把你往死里整 凌晨的身形画为了一个倒影子 硕大的拳头立刻犹如拳头一样的落在了死胖子的身上 他妈的 不准用法力抵挡 啊 一道惨叫声响车而起 不准用法宝 什么都不准 给老子当沙包 在那荒山野岭之中 那巨大的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冲破了九霄 暗自跟来的紫禁皇朝的圣主感受到这一幕 心中天雷滚滚 这个凌晨果然是强大无比 居然是连多宝僧人的传人都敢揍 而且对方居然不敢还手 第981章为什么 凌晨暴打了一顿胖子 揍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天大亮的时候 凌晨看着眼前的胖子 吓了一大跳 只见眼前的人 浑身浮肿 青的一块 紫的一块 两个眼睛宛如熊猫 肥嘟嘟的嘴巴被揍歪了 成哥 胖子的一双眼睛被浮肿的脸给遮挡 好像只能看到一条缝 其中发出了悠悠光芒 咱下次挨打的时候 您能下手快点好吗 揍怕了就别把我恢复过来继续揍 行吗 他这一夜 真的是揍怕了 彻底的揍怕了 连揍人都揍得如此有技巧 从一块块骨头上挥拳而来 将骨头打碎又他妈修复 这算什么 凌晨觉得自己真心手下留情了 虽然他很想将死亡之道那里的一套方法给这个胖子试试 但是想想还是算了 这胖子命软 折腾不起 先去摸清情况才算好 凌晨微微汗手 这个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告诉我你的那个藏身地点的位置 距离你圣灵城的另一片满荒土地 那里是老头子留下来的一处宝地 进入其中 大地也无法探测到其中 胖子老老实实地说道 他这一次真的是给揍怕了 根本不敢耍滑 灵城点了点头 心神瞬间散发开来 青铜骨剑在他的背后微微震动 他一把抓起了胖子 身形瞬息地消失不见 这是一座山 山间是一座巨大的实质佛像 隐隐约约与那善恶大晋王佛有些相像 宝箱庄严 给人一种敬畏感 山间被一股若隐若现的佛光笼罩着 像是一个静智 那个实质佛像 蕴含了老头子的一缕意志 只要催动他 然后将自己的气息融入其中 透过山谷佛光的折射 就能给大陆投射影像 总之 所有的一切 都是靠着这个佛像来完成的 胖子老实芭蕉地说道 凌晨点了点头 他对这个佛像倒是没有什么兴趣 将你那关于信仰的功法告知于我 还有那善恶大晋王佛留下来的话 凌晨说道 压大地幽怨地看了凌晨一眼 然后屁颠屁颠地将凌晨带到了 那尊实佛像的头顶上 只见到那时佛像的头顶 有着一尊实质莲花绽放着 旁边还刻着一行小字 人介如狼 虎是大陆 其心可诛 这句话 带了点杀气 凌晨都是唯唯一愣 没想到这个善恶大晋王佛留下来的一句话 居然还带上了杀气 看来 凌晨的眼睛唯唯瞇了起来 有些东西 看来符合他的猜测 这个时连上就记录着一门经文 名为佛光大的经 这个大的经 其中就包括了信仰之力的一块 不过不是很详细 你想要的话 需要将手放上去就可以了 压大帝说道 凌晨紧盯了压大帝一眼 压大帝立刻吓得跳起来 连忙摇晃着脑袋 道 老大 小爷 呸呸呸 我可不敢耍诡计的 你给我十个胆子也不敢啊 凌晨淡淡一笑 我只是看你一眼 你这么慌张干什么 凌晨将手触放到了这个石连上 顿时间这个石连便是闪烁出来了七彩琉璃光彩 而此刻从凌晨的手上 一股佛光也是闪烁了起来 一股善恶的气息在身上流转 胖子一呆 然后咬牙切齿到 那个混蛋老头子 果然传给了凌晨不少好东西 妈妈的 小爷想因他都不行了 这下真灾了 死胖子顿时感觉前途一片黑暗 遇到了凌晨这个傻星 而且最后一个圈套都没用了 很显然 死胖子是想要用这个东西来对付凌晨的 一股股佛家梵文 在凌晨的脑海内流淌着 逐渐的凝结 凝成了一幅经文 在这个经文上 好像有着一尊远古大佛的身影若隐若现 其中充满了道德的气息 这就是佛光大德经 不愧是善恶大晋王佛留下来的东西 给人一种洗恋自身人形邪恶 增加道德的感觉 凌晨看着暗暗点头 目光锁定在了关于信仰之力的那一块 信仰之力 但于心 取于直 若有身在天下 其盘自心 日夜供奉 成心膜拜 便能成信仰 关于信仰之力的介绍 竟然只有短短的一行 不过凌晨五道天分无比妖孽 配合着种种胖子的行机 仅仅只是耗费了几个时辰的时间 便是领悟透顶 原来如此 原来这就是取得信仰之力的一种方法 凌晨睁开眼睛 喃喃自语 他的眼神更加清澈而坚定了 这一次他观摩这个佛光大的精 对心境也是洗涤了不少 行了 凌晨转过头 目光紧盯在死胖子的身上 这一次你犯下滔天大祸 虽然是为了提前做准备 不过犯错就是犯错 我就代替大陆 将你交给一个人管教 死胖子立刻小鸡啄米的疯狂点头 妈妈的 能早点离开这个傻心就行了 至于什么管教 哼哼 还有谁能和他夺宝道人的传人比肩 凌晨似笑非笑 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妖娆尘式的面孔 不知道这个死胖子落入妖妃的手里 会成什么模样呢 凌晨这么做也是有目的的 如今多宝僧人乃是救世主 已经成为了定局 还不如就此发展下去 吸收更多的信仰之力 人借这一次来 只不过是一次争夺而已 相比背后还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且这个胖子能被善恶大晋王佛看重 那么他的本性是不坏的 只是有点贪得无厌而已 这样的人 多多管教就好 凌晨二话不说 将死胖子抓走 带入了如今再度建立起来的圣凌晨 蓝玉 火焰滔天 凌晨走入这个庭院内 茅草屋的门市紧闭 石桌上摆放着一副残棋 三叔依然坐在摇椅上 悠哉悠哉 三叔 凌晨恭敬地站在三叔面前 诚挚的鞠躬 对不起 这一次我没听您的话 当初三叔亲手阻止凌晨 凌晨却是不听不计 多少会让人寒心 而且根据天幕的纳格守墓人的话来说 三叔是不参与尘事的 这一次为自己破了例 做吧 事情已经发生了 没什么好说的 三叔无所谓的摆摆手 道 凌晨也是毫不客气地坐下来 看着三叔 如今他获得了圣灵大陆的本源 连大地都能感应出来 但是现在的三叔 依旧是神秘无比 无法琢磨透 天晓得他的修为到了什么程度 我准备去人界了 凌晨说道 三叔 您不妨给我点意见 该去 那里才是大舞台 三叔好像浑然不计前嫌 成为了那个变态的武道帝师 你不去人界领略一下那些天骄的变态 怎会爬得更高 三叔的话换个意思就是 你不去挨揍 怎会揍别人 凌晨苦笑 想到了那个天皇族第一天骄 心中沉重 体质大时代降临 那个地方 可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绝世妖孽 现在虽然在圣灵大陆 他基本上是杀不死了 但是到了人界 圣灵大陆的本源可就没了什么作用 三叔脸色正了正 一双眼睛看着凌晨 突然问道凌晨我问你个问题 你觉得你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真实吗 比如这一次天幕的事情 凌晨唯唯恶然 天幕的事情 三叔这么问干什么 不过他还是点了点头 我觉得很真实 没什么问题啊 一切不都是那么真实 为什么 三叔的眼神好像是突然变得深邃了起来 可以看穿一切的人心 第982章神秘人在线 为什么 这三个字问得非常突兀 凌晨都不知道三叔为什么要这样问 混乱大帝为了苍生考虑 收集了333尊大帝的尸骨 然后找来了圣灵大陆的本源之力 将之镇压 随后发生的一切的一切 看起来不都是那么正常 这其中有什么疑问 三叔 我不懂 凌晨摇摇头 现在父亲去了人界 很多东西都是非常正常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问 理性的过我 三叔没有纠缠刚才那个问题 突然问道 当然 凌晨一愣 无庸置疑地点点头 在他的心里 三叔就是他的长辈 上次因为涉及到了自己父亲的问题 所以他才会那样的拒绝 是吗 三叔像是在问凌晨一眼 又像是在肯定一样 三叔的神色骤然变得严厉了起来 凌晨 你要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事情的发展都超乎了你的想象 而且 看任何事情 都要用你的心去看 这个世界上任何谋划没有完美的 总会留下蛛丝马迹 凌晨的眉头唯唯一皱 三叔你的意思莫非是 你能想到一些什么 三叔问道 凌晨苦笑了一下 便道 莫非这333位大地镇压之事 就是一个阴谋 当初我也察觉有些奇怪 圣灵大陆记载的历史不过一万年 清帝而是万年前的强者 人界是近几年降临下来的 他们怎么会知道圣灵大陆的本源碎片时 有八九就在混乱古域 三叔摇摇头 这是很好解释 曾在3000年前 圣灵大陆第一次出现了恶魔 也就是你父亲被封印的时候 凌晨一愣 的确 无情仙子曾经也说过 3000年前曾出现过恶魔这一种生物 恶魔自然是从人界之中降临下来的 虽然不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 但是消息流传到人界 再正常不过了 我要说的 不是这个 三叔摇摇头 犹豫了一下 缓缓说道 你要去怀疑一个 突然间 三叔的身躯如同雷击 微微僵硬了一下 话语也是硬生生的噎住了 也在这个刹那间 凌晨脑海内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一道嗡嗡声 一种雷霆乍响后震颤下来的声音 不过这只是刹那间的感觉 随后便是消失成为了虚无 三叔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缓了一下情绪 道 你去尝试一下怀疑一些人物吧 怀疑一些人物 凌晨一愣 三叔这番话里明显是话中有话 而且还碍于某种原因 无法直白地告诉自己 无情仙子 太清仙子 阎罗某主 天煞大地 凌晨摇摇头 他感觉这些人物与这件事情完全没有什么关联啊 三叔到底要自己怀疑谁啊 而且还与整件事情有着庞大关联的重要人物 忽而间凌晨猛地想到了一个人 脸色巨变 豁然起身 语气声应道 三叔 不可能 不会出什么问题 这件事情非常正常 你完全是多虑了 三叔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凌晨 问道 你信我吗 凌晨的语气一噎 喉咙好像被卡住 让他去怀疑自己的父亲 这怎么可能 整件事情的核心人物就是他的父亲 但是他不信任三叔 这也不可能 否则的话 他怎么会踏入死亡之道 今天的三叔 到底是为何如此奇怪 好了 老家伙 突然间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那茅草屋内响车了起来 刚才你已经被警告了 莫非你想参与天机 将那个东西给引过来吗 这个苍老的声音 凌晨听得无比熟悉 脸色立刻大喜 前辈 你怎么来了 茅草屋内被推开 走出来了一个黑袍老者 这个老者满头黑发 脸上皱纹密布 一双眼睛 居然是诡异的一片漆黑 不过这名老者的气息 也是无比的普通 跟世俗常人 没什么两样 呵呵 来看看你这小子争气没 老者笑道 但是他的瞳孔一片漆黑 给人一种极为古怪的感觉 凌晨心中温暖 这个老者赫然就是他当初进入死亡之道 那个与三淑对话的神秘人物 按照凌晨的猜测 恐怕也是绝世强者 哎 三淑看到老者出来 又又叹了一口气 也没再多说什么 老者却是哑然失笑 唯独凌晨看不明白 为何今天的三淑如此反常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 一个古怪而熟悉的声音 在凌晨的脑海内 骚然响彻了起来 远离五道地师 否则的话 你会丧失你的全部 凌晨的脑海瞬间炸开来 这个古怪而熟悉的声音 忽然不就是当初他在邻家 被整整困了三年的声音 绝对要小心那口青铜骨关 远离他 不然你迟早会把自己埋葬 在青铜骨关里 当初 回荡在自己脑海的那个声音 不就是说了这句话 但是三年后离奇消失 自己根本无稽可循 但是现在 这个声音居然再度响彻了起来 谁 几乎同时 三淑和这名黑同老者 都是骚然抱呵 他们的音波仿佛瞬间 覆盖在了无穷大陆 无穷虚空之中 天地云涌 世界变色 凌晨背后的青铜骨 在此刻也是猛的嗡嗡震动了起来 凌晨的心灵 瞬息间释放开来 与无尽圣灵土地相接壤 这个神秘给自己传话的人 到底是谁 给我出现 三熟头发飞扬 大步一踏 一股无形的波动波散开来 整个南域长达千万里的火焰 在此刻瞬间熄灭 他的一只大手 硬生生地插入了虚空之中 凌晨的脸色为变 因为他居然在整个大陆上 感受不到丝毫 那股古怪的气息 好大的胆子 黑铜老者冷笑一声 大步一踏 身形瞬息间消失不见 不知道跨入了 怎样的虚空之中 只见到 此刻的虚空之中 那椭圆发亮的圣灵大陆上 突然是猛地升腾起来了 一只无穷大手 竟然是隐生生地遮蔽掉了 整个圣灵大陆的光滑 拍向了那无尽虚空的深处 这是三熟出手 黑铜老者瞬息出现在 这无尽虚空之中 一双漆黑的黑铜 骚然喷发出来了 两道漆黑的神光 化为了两条巨大的漆黑道路 其中翻滚着无尽死亡气息 朝着那虚空深处 凶猛洞彻过去 只见到 远方突然是一股恐怖的火色 犹如是暴风一样 在那虚空之中席卷了起来 犹如是一个巨大的火红光照 在整个虚空之中骚然暴起 那恐怖大手 一下覆盖在了那火红光照上面 喷发出来了无比骇然的一幕 秋想陶 黑铜老者骚然暴喝 犹如无上天鹰 在那光照之中闸开 神秘人 在线第983章通道 在无尽虚空之中 发生着惊天动地的一幕 那恐怖大手一下轰在了 恐怖的红光火照上 顿时仿佛连整个虚空一阵 一股强大无比的静浪 好似暴风一番震荡而出 将那些飘荡在虚空中的棒薄巨石 都是纷纷震成了粉碎 黑铜老者的双眼神光 展现出来了两条死亡之道 插入无尽虚空 插入了那火色光照之中 顿时在那爆炸之时 一股漆黑的风暴 骚然从那火色光照之中掀起 五道帝师 死亡之道的恐怖存在 都是对这尊神秘的存在 展开了联手击杀 灵晨站在小院中 背后的骨剑蹭蹭直响 大地 山河 天空 整个圣灵大陆的大自然 好似都是响彻起来了无边意志 不断地冲刷加持在了灵晨的身上 这个人我必须要抓到 灵晨眼神灵力 如果抓到他 那么一切谜题都可以解开了 当初灵晨在进灵家的时候 修炼速度无比缓慢 这个古怪的声音就开始 回荡在了他的脑海之中 让他远离青铜骨关 否则埋葬自己 那么这一尊神秘的存在 肯定是了解青铜骨关 知晓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虚空瞬间让灵晨撕裂 他大步一跨 便是朝着那无尽虚空中 准备杀去 给我回去 黑铜老者大喝一声 大手一扶 一股磅薄的力量 顿时将灵晨给打入了大陆之中 这样等级的战斗 靠着圣灵大陆残缺本源的加持 就能抗衡的 灵晨 这种级别的战斗 你是无法参与的 三叔对着灵晨力喝道 灵晨的拳头死死的钻井 心童骨关 那些谜题早就困扰了他这么多年了 如今眼下大好机会在这里 但是他却无能为力 也只能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三叔和黑铜老人的身上了 此时 无尽虚空 不知道多少里的深处 那恐怖的大战 正在持续着 三叔也是跨入虚空之中 目光冰冷地看着那虚空深处 死亡像 黑铜老人在那无尽死亡风暴席卷而起的时候 看到了其中隐隐波射出来了一股无尽神光 顿时黑发舞动 无穷的死亡之气在背后翻腾而起 一尊巨大的死亡像凝聚了出来 这尊死亡像 高大百万里 浑身漆黑 张着一张恐怖大口 在其中透露出来了一条无尽的漆黑道路 那是死亡之道 死亡像一升腾而起 便是横跨无数虚空 朝着那爆炸深处凶猛席卷而去 死亡像一镇压下来 那股即将爆裂而出的滔天神光 在此可刹那间被淹没了下来 一道冷笑的古怪声音 便是从那百万里镇压而下的死亡像里响彻了起来 五道帝师 黑童老人 你们打着的心里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坏想法 哈哈 这一次我只是来警告他 我先走了 三叔和黑童老人的眼神陡然一鸣 只见到死亡向下 突然有着一团神光爆炸了开来 化为了上百万的神光 朝着四方爆开来 射入了四面八方无尽的虚空之中 其中一道神光 作然射入了七黑色虚空中的深处 便是消失全无 对方有备而来 三叔的眼神深邃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黑童老人点了点头 若有所思道 这个人到底是谁 实力达到了这种程度 他接近凌晨 到底有着怎样的目的 三叔盯着那逐渐恢复平静的 那无尽虚空深处 眼神没有丝毫变化 没人知道这尊武到底是在想着什么 凌晨在那小院之中等待着 虚空一撕裂开来 三叔和黑童老人的表情 都是显得无比淡然 对方准备充分 三叔淡淡地说道 黑童老人没有吭声 凌晨也没有说话 皱着眉头 直接沉默了下来 这个神秘人的突然出现 实在是让凌晨始料未及 好像对方就在一直看着自己一样 三叔今天的奇怪表现 然后神秘人就过来警告自己 犹如当初在凌家一样 回荡了整整三年 对方到底是什么人 他到底有着什么意图 凌晨突然感觉有些含力 因为如果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有着一双眼睛在冥冥之中注视着你 任何事情都毫无例外地曝露出来 不过有葛收获 三叔伸出自己的手掌 在他的手掌上 有这个残缺的铁片 这个铁片就好像是世俗之中的普通铁片一样 没有丝毫气息 就好像是一个平凡的铁片 这个东西你先留着吧 到了人界之后 你就能从这个铁片追寻到蛛丝马迹 三叔丢给凌晨 皱了皱眉 然后疏开 不管他是带着什么目的 只要达到了一定层次 一定会看穿那所有世俗的迷惘 凌晨将那普通的一块铁块收住 自己的背力瞬间爆发 这个铁片居然纹丝不动 无视了准道气的力量 不过铁片没有什么反应 依然普普通通 算是有一条蛛丝马迹了 凌晨心中虽然微微失望 不过也是暗自震撼 连三叔和黑童老人都无法将之完全行住 对方到底是在怎样的修为 现在的一切 只有自己目前快速的提升实力吧 三天的时间差不多到了 凌晨 我传给你一份到大地之前的境界解释 你去了人界之后 再去观看 三叔屈指一点 一团文字 便是在凌晨的试海之中不断地演化了出来 凌晨点了点头 深吸了一口气 对这三叔和黑童老人拱拱手 两位前辈 小子便去前往那通道之处了 黑童老人点了点头 凌晨也非常果决 转身便是身躯融入了大地 朝着某个神秘之处飞去 惊叹号 曾经当人界的庞大军团降临的时候 凌晨就猜测 有着一条通道 可以让人界的强者们降临下来 当时在天皇族小世界的时候 那尊天皇族第一天骄 就好像用了类似的手段 降下分身意志 带走轻柔 那无尽虚空到达人界的距离 不知道有多么远 恐怕大地都无法想象 那么 就存在这样的一条通道 否则的话 当初那些被凌晨屠杀后 又踊跃出来的各族天骄 从何而来 而凌晨融入了本源碎天之力 找到这样的一处古怪之地 无比容易 那个通道 就在极北之地 耗费了一个时辰的时间 凌晨踏入了这极北之地 漫天狂舞的大雪 好像是要将天给吞没一样 气温寒冷 但是凌晨却好像融入这无尽大雪之中 化为其中的雪花 忽而间 朝着那通道的赶去的凌晨 眉头骤然一皱 这股气息 凌晨的眼睛微微捏起来 寒光闪烁 人界巨头 没想到 你们都在这里 第984章雪山神 凌晨曾经用整个圣灵大陆的感应 探测人界十三位巨头的存在 没想到结果令他非常的失望 但是当凌晨踏入了这极北之地 蔓延了上千万里的无穷雪山与之融为一体的时候 凌晨却是发现了这十三位巨头的气息 想必之前人界巨头都是隐藏在了某处虚空之中 既然来了的话 那么就将恩怨全部了清 凌晨淡淡地说道 他的身形一动 顿时爆炸开来 化为了无数的雪花 融入了这片极北之地中 在极北之地的中央之处 天空漆黑一片 像随时会坍塌下来 给人心中一股浓重的压迫感 天地间都是疯狂肆虐着鹅毛大雪 这些大雪落入金银雪白的地面上 就会化作一层层的冰 然后再爆开 隐隐有着紫色的雷笼 在天空乍响翻滚 这个地方寒冷刺骨的温度 犹如一把把挂入骨头之中的冰刀 没有大声境界的修为 涉足这里完全是找死 而且在这个极北之地的中心之处 无尽的黑暗与白雪之中 隐隐约约 有着一个漆黑的黑洞 在天空之中若隐若现 这个漆黑的黑洞 好似远古古镇一样 在那无尽暴雪 与那黑压压的乌云之中 不受丝毫干扰 在旋转着 其中有着一个个古老的金色转纹 在扭转的巨大黑洞之中 若隐若现 这边是通道 乃是一个阵法 不知何时留下来的一座阵法 刷 极北之地的虚空之处瞬间撕裂开来 一尊尊人物纷纷出现在了这恐怖的冰天雪地之中 他们一个个气息都好似盖过了这片天地 身上有着一个无形的静气 将那雪花阵散在他们的身躯四周 人界十三位巨头 还缺一个时辰 罗和大帝看着那漆黑的黑洞 自从上一次混乱古域之变后 他的神色总有点阴森 但愿不要出什么乱子 曾经戏眼嚣张不可遗失的 其余十二位巨头都是没吭声 脸色隐隐有些凝重 因为如今的圣灵大陆 可不是曾经的圣灵大陆 恐怖的陈蒙 神秘的白衣男子 获得了大陆本源的多宝僧人 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 都可以化作无上雷霆尖刀 对他们人界巨头展开恐怖打压 除了天空咆哮的雷霆 疯狂席卷的塞北之风 十三位巨头在狂舞的大雪之中 都是凝重无比 气氛略带压抑 一朵朵洁白的鹅毛大雪 从天空飘荡而来 竟然是穿透了那十三位大帝 身上散发出来若隐若无的威严屏障 朝着十三位巨头的身形 骤然席卷而来 嗯 罗和大帝眉毛一挑 大手一挥 那些飘荡而来的鹅毛大雪 立刻是刹那间湮灭 另外十二位巨头的眼神 骤然肃杀了起来 一股恐怖的威压 犹如是蜘蛛大网一样 迅速地蔓延开来 天地狂舞的大雪 好似在此刻也是静止了下来 他们爆发出来的神念 居然无法探测到对方的存在 何方神圣 还不出来一见 罗和大帝心中一沉 无法发现对方的踪迹 看来对方也是一尊巨无霸的存在 他立刻开口 声音滚滚地朝着四方波声而去 四方狂舞的雪花 都是在此刻被吹散成了虚无 一个黑色披风少年 背后插着一把青铜古剑 一步步地走来 他的身形 好像在无时不刻地 融入了这片雪地之中 受不到丝毫影响 他的嘴角一直平淡 面对着十三位大帝 居然没有任何的变色 凌晨 罗和大帝等等 十三位巨头的瞳孔 都是齐齐一缩 他们大帝的威压散发出来 足足笼罩了上百万里 而现在凌晨居然孤身过来 在短暂地惊讶过后 十三位巨头猛的脸色大震 发现了其中的不同 这是 这是圣灵大陆本源的力量 罗和大帝的脸色 变得无比震惊 也是无比精彩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圣灵大陆的本源之力 居然到了凌晨的身上 十二位巨头同样如此 瞬息间他们就反应过来了 那个该死的多宝僧人 完全就是一个骗局 而且这个骗局 居然将他们十三位巨头 都给骗了过去 这一下 让十三位巨头差点没气死 恭喜你 猜对了 凌晨淡然道 他的大手一挥 顿时间 这无尽的白雪土地上 一头头长达万里的冰龙 骤然从无尽雪地之中席卷而起 朝天怒吼 在那无尽的雪地上奔腾而来 朝着十三位巨头咆哮而去 足足三十三头恐怖冰雪巨龙 瞬间化成 犹如真龙在世 气息都是无比恐怖 不好 这家伙掌握了圣灵大陆的本源之力 在这圣灵大陆的土地上 简直就是杀不死的存在 罗和大帝抱吼一声 看着那凶猛冲来的三十三头巨大冰龙 一拳抱轰而出 一尊金色大拳 立刻席卷天地之威 凶猛而出 十三位大帝同时出手 无尽的神通威力 此时此刻响彻了整个天空 无尽神光 恐怖血像 天地棋盘等等的存在 全部演化了出来 震动了整个极北之地 十三位人借巨头出手 那将是何等的恐怖 帝黄沙 罗和大帝头发飞扬 身上金光灿烂 帝威盖世 一脚踩在了一尊冰龙之上 将他的头颅踩得重重破碎 一指骤然朝着凌晨点出 刹那间 凌晨头顶的虚空轰然破碎 一缕金色之光 好似在无尽虚空中 有着一尊伟大帝皇 一指点出 骤然杀来 凌晨的身形 瞬间被戳杀 撞击在了地面上 整个雪白大地 立刻剧烈恐怖地震战了起来 无数金光犹如一个旋风 一番席卷而出 将万里之内的白雪 瞬间移成了虚无 留下来了一个 漆黑深不见底的恐怖大坑 十三位巨头 纷纷将那三十三位冰雪巨龙给打碎 虽然这些巨龙长达万里 遮天蔽日 但也只是大雪凝聚之物 何来排山倒海之威 在十三位人借巨头的面前 死得无比迅速 死了 杀血族巨头 双铜燃着滚滚血液 恨不得将凌晨杀死疯狂 吸干他身上的每一寸血液 布 罗和大帝 豁然抬头 其余十二位巨头 都是纷纷抬头 朝着天空一看 便是看到无数的雪花旋转了起来 逐渐地凝聚成了一尊凌晨的身形 雪山神 凌晨屈指朝着十三位巨头一点 背后的青铜骨剑嗡嗡阵战 虽然未出窍 但是凌晨此刻 却是散发出来了无尽神威 犹如圣灵大陆的本源在世 整个长达千万里的极北之地 无尽的雪山 都开始齐齐震战了起来 好似整个极北之地都在回应着凌晨的呼唤 一股无形的威压 从整个极北之地扑散开来 十三位巨头只是看到 那一处处的震战的大雪之地 扑盖在地面上的白雪 仿佛被一股冥冥之中的犀利给笼罩 开始纷纷脱离大地 化为了滚滚如同一座座山峰一样的白雪 朝着阴沉沉的天空聚集而去 千万里之内 皆是如此景色 一股恐怖浩荡的神威 在那无尽升腾天空的白雪之中 开始波散而来 好似这无数席卷冲天的白雪 在那中心之处 凝聚成了一尊恐怖的存在 雪山神 无数雪山的神灵 十三位人界巨头 终于此刻豁然变色 第985章驻见人 无尽的大雪山峰 不断地从那雪地上拔地而起 朝着天空疯狂地席卷而去 天地间的暴风雪都被排斥了下来 从远处看去的话 就看到了那密密麻麻的雪山不断地融入其中 一尊隐约的恐怖存在 不断地在那其中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无数的大雪山峰融入其中 一尊恐怖的大雪巨人凝聚了出来 站立在了这片天空之中 这尊巨人头插入无尽乌云之中 脚踩两座大山 身上闪烁着晶莹的寒光 这些晶莹的寒光 都是那无穷大雪凝聚而成的冰块 一种坚韧无比的冰 十三位人界巨头在这个恐怖的雪山神巨人的面前 就如同是一个蝼蚁面对着滔天泰山一样 如此恐怖的气息 哪里还是一尊虚王可以造出来的存在 十三位巨头的心中都是生疼起来了如此想法 从这尊无尽极北之地凝聚而出的雪山神 气息实在是太过恐怖了一点 雪山神巨人直接对着那十三位巨头一拳锤去 狂猛的进风激荡而出 大地震战 虚空如同摔落在地的镜子 粉碎开来 没人敢去想象 这尊庞然大物的雪山神 一拳出击的速度 却是如同雷霆坯下 罗河世界 罗河大地脸色巨变 爆合一生 一尊为暗无尽的世界演化了出来 在这个世界之中 蕴含了无数的帝皇之河 席卷苍穹 罗河大地便是犹如世界之主宰 掌握无尽神威 不仅仅是罗河大地 另外的十二位巨头 也是纷纷爆发出来了小世界 这乃是真正的世界 其中布满了生灵 布满了大地的道 犹如一颗小小星辰一番 轰 这一拳骤然轰击在了那十三尊人 界巨头的小世界之上 喷发出来了滔天的爆炸 好像连这千万里的乌云天空 都是隐隐一颤 十三位盘坐在自己小世界之中 的人界巨头 一个个都是脸色巨变 世界骤然震战 巨头们纷纷站起 化为世界之主 口中吟唱着自己的无上大道 将这股力量不断地化解了下来 凌晨的身躯在这股恐怖的爆炸之中 直接被震荡成为了粉碎 化为了滔天的额毛大雪 声音滚滚炸散开来 雪山神 他们一个个都是狼子野心 针对我圣灵大陆 绝不能轻饶 凌晨的心灵波动 传给了这尊恐怖的雪山神巨人 吼 雪山神那插入了无尽乌云之中的 庞大头颅仰天怒吼 好像是要将天空吼下来一样 那滚滚翻腾在无边无际乌云之中的雷霆 迅速地朝着那头颅蔓延而来 顿时轰下 整个晶莹的庞然大雾 在此刻沐浴雷霆 犹如一尊雷神下凡 雪山神再度轰出一拳 而这一拳 不仅仅是有着巨大的拳头喷发出来 还有着无数的雷霆缠绕在其上 恐怖的滔天冰润铺满了整个天空 十三位人借巨头的脸色都是巨变 他们的身躯一阵 那虚空立刻纷纷碎裂 朝着那虚空之中迅速地退去 他们现在要断入虚空之中 雪山 球 一拳围成 那苍穹被这一拳打得直接坍塌下来了大半 透露出来了无尽的虚空 雪山神庞大的双瞳一下锁定在了那十三位人借巨头的身上 身躯猛地弹射而去 撤入那无尽虚空之中雪山神的速度居然暴涨得更为恐怖 直接是冲到了十三位人借巨头的小世界上方 身躯猛地膨胀化为了一尊远古冰山 凶猛镇压下来 轰在那无尽虚空之中一颤 喷发出来了一股难以想象的伟岸力量 纵然是化为了无数雪花的凌晨 在此刻都是暗暗扎舌 心中翻起滔天骇浪 十三位人借巨头的身形 都是被打得连连震退 在从那被打碎的苍穹之中掉落下来 一个个都是脸色大变 泛着苍白之色 没有丝毫的大地之威风 这雪山神力量太过庞大 乃是这千万里 足足一万年雪山凝聚下来的灵性所化 见证了无数的沧桑和沉浮 罗河大帝嘶吼道 我们的撑住 圣灵大陆本源力量只是残片 无法支撑太久的时间 没错 另外十二位巨头的心灵都是齐齐震动 第一时间达成了共识 雪山神以着雷霆之威 再度冲杀下来 无尽的冰刃冲涩了整个天地 密密麻麻 丝毫不透风 每一道冰刃都是力量万军 一道雷霆劈下来 顿时化成了冲涩在天地间的雷海 十三位巨头盘坐小世界 苦苦支撑 这个时候 凌晨的声音响车了起来 人界巨头 告诉我 你们到圣灵大陆到底有着什么目的 仅仅只是为了圣灵大陆的本源碎片 你们夺取这个干什么 你们人界有何阴谋 凌晨一口气全部问完 这个是他目前最为在乎的一件事情 人界大势力降临圣灵 肯定不仅仅只是为了夺取圣灵大陆的本源碎片这么简单 凌晨 你痴心妄想 罗和大地声音滚滚席卷而来 带着无尽威严 雪山神根本杀不死我们 还想威胁我们 在我们人界面前 你们圣灵大陆就是一坨连屎都不如的东西 挥手间碾压 迟早有一天 我们人界会将你们整个大陆粉碎 是吗 凌晨的身形凝聚出来 看着那天地间恐怖的一幕 背后的青铜骨剑 骚然出窍 化为了一道无尽的长虹 朝着那雪山神积射而去 青铜骨剑直接插在了雪山神的眉心之处 刹那间 这尊伟安的雪山神身躯骚然暴涨 它那原本是浑身如冰一样的存在 而现在却是从那冰晶的身躯之中 射出来了一道道的神光 蔓延了整个冰晶身躯 璀璨无比 好似有着一尊神楷 从那雪山神的身上蔓延而出 神威盖世 十三位被笼罩在了密密麻麻 充塞整个天空的冰刃之中 其其都是脸色巨变 因为此时此刻 他们居然都是感受到了 那股死亡的气息 雪山神在那青铜骨剑 也就是圣灵大陆本源碎片融入的沙纳 力量恐怖的暴涨 犹如一尊真正的神灵在世 惊叹号 蓝玉 庭院之中 三淑和黑铜老人继续在下一盘围棋 只不过那石桌棋盘上 闪现出来的是那一副冰刃漫天狂舞的画面 那一尊巨大的雪山神 在此刻喷发出来了滔天神威 你觉得 那把青铜骨剑 凌晨能真正的用上吗 黑铜老人像是问自己 不清楚 三淑面无表情 好似在专心的在下棋 是吗 黑铜老人似笑非笑道 堂堂住见人 你会不知道 三淑夹着棋子的手 微微停顿了一下 再将枝放回到了棋盒中 转身朝着那茅草屋内走去 没人发现 这平凡的背影 此刻却隐隐约约 犹如一尊爵士枭雄 第986章十年内的已安定 雪山神被青铜骨剑插入 其中立刻被无尽神光绚烂覆盖 这些蕴含着强大无比威力的神光 凝聚成了一尊远古神铠的大致模样 好似披上了这件神铠 这雪山神的力量 就会无比之强大 吼 雪山神咆哮一声 震动苍穹 一股股磅的威压 席卷了整个极北之地 在这个极北之地的生物 全部都是无疑不臣服下来 顶礼膜拜 雀神屠杀大仙树 杀血族大帝看到这幅模样 立刻心中感受到了无穷危机 浑身翻起来了滔天血色 屈指立刻朝着那雪山神一点 无尽血光瞬间朝着雪山神涌去 隐隐约约间 一尊由血诞生的神明从其中升腾而起 由杀戮所化 朝着雪山神扑去 雪山神深欲神光 庞大恐怖的身躯 犹如是一只灵活仙猴 一下高高跃起 将那汹涌而来的血神虚影抓住 硬生生地用两只巨大无比的臂膀 硬生生地撕裂了开来 十三位人借巨头都是心中猛震 这可是堂堂仙树 而且还是一尊大地施展出来的仙树 在这个雪山神的面前 竟然是变得如此脆弱不堪 不堪一击 十三位人借巨头立刻疯狂地运转起来了 自己的小世界 在那无穷无尽的漫天冰刃之中 爆发出来了无穷道光 罗河帝皇道 本血化天道 暗允金沙道 魔武纵道 十三位人借巨头 都是在自己的小世界之中 演变了自己的大道 威力无穷无尽 整个小世界都是骚然扩大 沐浴无穷道光 神威浩荡 无人可阻 那些漫天密密麻麻 丝毫不透缝隙飞舞的恐怖兵刃 在这世十三位人借巨头同时爆发的沙纳 立刻用这恐怖的威压 将之全部粉碎成为了虚无 而也就在此时 雪山神的庞大身躯 从天而降 犹如是一尊神将下凡 化为了一尊恐怖神山 骚然一下将十三尊道光冲天的小世界 全部镇压其中 轰 整个千万里的极北之地凶猛地震荡了起来 大地上面蜿蜒出来了深不见底的无数裂缝 犹如是一尊尊覆盖在地面上的庞大上古武功 有的高耸入云的山峰 瞬间爆炸 炸成了粉碎 这简直是一场毁灭性的爆炸灾难 但是雪山神却是神为无敌 将那十三尊小世界隐生生的汗下 镇压得动弹不得 道光暗淡 那十三个小世界之中的大地们 本来是战裂而起的高大宏伟身躯 现在瞬间被压弯 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凌晨这个时候闪现而出 声音寒冷 竟然是胆大包天的直接威胁十三位人界巨头 你们还不老老实实交代 就凭现在的你们 靠什么来挡住雪山神的力量 凌晨 罗和大帝的声音带着滔天的怨恨 几乎是从牙齿里挤出来的 可见他对于凌晨的杀鸡 已经膨胀到了怎样的程度 你以为我们人界十三位大帝都是蠢货 我倒是不信 这个雪山神的力量能够到何种程度 还能够将我们杀死 不知死活 凌晨冷冷道 那雪山神骚然抱吼一声 身上涌起滔天神光 这竟然是将那无穷的乌云纷纷全部席卷而住 整个极北之地 都是笼罩在了这无穷的神光之中 那些极北之地的生物看到这一幕 心中涌起来了无穷的悍然与尊敬 这他妈的是神机 那十三尊被镇压下来的小世界 立刻是遭受到了更为恐怖的打击 一个个都是不断地战斗 十三位人借巨头都是刹那尖吐出来了一口鲜血 脸色变得惨白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遍途生 只见那神光笼罩的天空之中 一个漆黑的黑洞内 突然是爆发出一股神秘的力量 一个葛福文化成了一道道的雷霆锁链 在其中隐隐闪现 无穷的空间气息在上面抖动着 终于熬住了 罗和大帝看到这一幕 立刻是脸色大喜 十三位巨头都是何等眼光 一下都是心意相通 只听得罗和大帝长笑一声 各位 催动最强大道 回归人界 他的话音一落 他身上喷发出来的罗和大道 在此刻变得瞬间恐怖了起来 不仅仅是罗和大帝 还有其余的十二位大帝都是纷纷爆发 自己的大道演变成为了极致 那小世界瞬间消失 那雪山神的神光倾泻下来的微微一顿 十三位大帝气势如红 瞬间爆发 光彩照亮天空 好像是十三颗耀眼星辰一样 突然击射而出 这一道速度 无比之快 根本无法阻挡 不好 凌晨豁然起身 大雪山神咆哮一声 迅速反应过来 巨大神光大手 朝着那十三颗击射出去的星辰凶猛拍去 哈哈哈哈 凌晨 想要杀死我们 你还太嫩了 罗和大帝狂笑连连 十三位巨头在此刻都是发出来了滔天杀鸡 争鸣无比如果你敢去人界 那么就准备遭受那笔血天妖尊还要恐怖十倍 百倍的滔天追杀 让你永无安宁之日 十三位巨头齐齐争鸣咆哮 他们这次可是让凌晨玩弄得颜面尽失 而且还要狼独逃回去 他们十三位巨头心中到底是憋屈到了怎样的程度 十三位巨头瞬间闪烁进入了那漆黑黑洞之中 消失不见 就连雪山神的这一掌也没有击到 这完全是十三位巨头都是早就不下局 一直压制着实力 没有与雪山神硬拼 所以逃走 这一场战争 似乎是凌晨落败 落败在了十三位巨头的算计之中 然而也就在十三位巨头窜入了人界通道的时候 那神威浩荡 感觉有如神之一样的雪山神 突然爆炸开来 化为了无数的额毛大雪 凶猛地席卷了这个极北之地 天空骚然乌云密布 青铜骨剑从天破空而来 插在了凌晨的背后 一直强势冷笑的凌晨豁然身软 一下把剑插在地上 握着剑 强忍着没让自己瘫软在地 在刚才那战争之中 他的心神消耗的实在是太过疲惫了 如果差一点 仅仅只是差一点的话 他恐怕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因为至始至终 凌晨便是假装强势 一直以着想要斩杀人界十三位巨头的姿态出现的 如若不是雪山神爆发出来的威压太过强大 真正的让十三位人界巨头恐惧的话 那么十三位巨头肯定会发现出端倪 的确 雪山神力量固然强大 但这仅仅只是一块碎片炼制而成的青铜骨剑 想要杀死十三位巨头 根本就不可能 而凌晨所做的这一切 就是为了让人界十三位巨头恐惧 讨入人界 这是一场赌博 与大帝的博弈 不知道要耗费多少心力 因为凌晨非常明白 如果将这十三位人界巨头还留在圣灵大陆的话 如今的圣灵大陆 谁能抗衡 虽然集合全部之力可以斩杀 但是如果是十三位大帝采取隐藏的方式 对圣灵大陆展开屠杀 谁能够阻挡 人界巨头 没有一个会心词手软 而且根据凌晨的推测 人界十三位巨头来到这里 极有可能是作假 想要瞒天过海而已 他们在这片大陆上受到了无尽的屈辱 岂会如此甘心离开 那还是经历了无穷劫难的大帝吗 他们是想要报复 一旦报复 那简直就是一场大灾难 所以凌晨便是出此下策 凭借着强大的智慧与心力 将整个计划演绎的完美无缺 青铜骨剑插在凌晨背后 在嗡嗡颤动着 散发着一股白光 让人感觉心中温暖 那是来自于整个圣灵大陆大自然的安抚 让凌晨的心力不断恢复 黑铜老人在无尽的苍穹上 没人发现他的存在 他看着那个半跪在地 支撑着剑强忍着没有贪婉下去的凌晨 嘴角勾起了一抹微微笑容 十年之内的已安定 凌晨 做得不错 黑铜老人说道 他在此刻竟是从这个即将贪软在地的瘦弱背影 竟是看到了一股好似撑起一片天的圣之脊梁 第987章 陈蒙必无敌 极北之地恢复了平静 狂暴的大雪肆虐在整片天地间 青铜骨剑不断散发着的白芒笼罩着凌晨 而凌晨的心力 也是在不断地恢复着 如今陈蒙强势崛起 震动整个大陆 虽然它的根本只是一个联盟组织 但是谁都知道这个联盟爆发出来的力量会有多么强大 而且妖妃 天杀大地 阎罗魔主 血老 都是驻扎其中 谁还敢招惹 从灵晨的角度来说 多宝僧人这个虚伪的名号以及陈蒙的震哲 整个大陆都陷入了一股极为为妙的关系之中 想必在未来的几年之中 爆发出来大战是不可能的 除非人界插手 这一次灵晨耗费如此之多的心力 将人界十三位巨头吓唬地返回人界 也因为善恶大靖王佛的话在其中的原因 人界如狼 这四个字已经完全地盖瓜了一切 小家伙做得不错啊 一个妩媚妖娆的声音突然响彻了起来 这个通道乃是上古流传下来 曾经需要三千年开启一次 后来需要一千年 再就是五百年 直至演变成了如今的十年开启下一次 妖飞的身形站在了凌晨的面前 一袭雪白的贴身沙裙在暴雪中飞舞着 那胸口透露出来的雪白肌肤 沙裙扬起的那光滑白结的玉腿 散发着一股若有若无的诱惑 绝世妖姬 这样说的话 那么就是十年之后人界才能够再度下凡 凌晨皱了皱眉 扬起了一抹笑容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那么实在是天大的喜讯了 因为当初天皇族第一天骄下凡的原因 让凌晨误以为人界可以随时下凡 是的 这个通道涉及到的力量 就算是大地也无法干涉的 不过也有强制的方法开启 但是那样的话 不知道耗费多大的能量 那个代价 是除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才会开启的 腰飞唯唯一笑 在风雪中如绝世佳人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杀猪般的声音响彻而起 林哥 林大爷 陈爹 小胖子哭丧着脸朝着那凌晨奔过来 一个不小心地摔倒了 然后连忙从地面上爬起来 一下扑到了林辰的脚下 抱住了大腿 这个人赫然就是压大地 怎么了 林辰的嘴角浮起了一抹笑意 啊啊啊啊 胖子在惨叫着 咪缝的眼闪烁着泪光 他简直是个妖怪啊 简直不是人 老大 你不能让我再跟着他 我愿意去做牛做马 也不愿意再去跟他 小胖子 你当我是空气吗 腰飞的脸上出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诱惑 手中出现出来了一根范着火光的长边 在这个狂暴大雪之中极为显眼 燃火长边 死胖子立刻浑身一抖 凌晨看着这个火边出现的时候 脸色也忍不住怪异了起来 脑海里浮现出腰飞手持火边 脸上带着无边内惑笑容 将死胖子勾引的浴火焚身 一边抽打着死胖子的身躯 死胖子一边痛苦而快乐地享受着 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从凌晨的身上升腾而起 腰飞 前往人界 我就先去一步了 凌晨一脚将死胖子踹开 对着腰飞道 如今沉蒙这边 还需要你在这里镇守 腰飞含笑地点了点头 凌晨转身毫不犹豫地走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淡笑声响彻而起 怎么 凌胸前往人界 莫非只想一个人 刘通天的身形演化了出来 披着苏衣 眼神带着沧桑感 嘴角勾着淡然的笑容 也在同时 一道剑光撕裂而来 剑无道在暴风大雪中复剑而立 一双眼睛似乎对一切都为淡然 身上闪烁出来的锋芒好似会破开大雪 我对人界的天骄 也很有兴趣 剑无道说道 凌晨唯唯一愣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声音响彻了起来 大哥 你这样做 是不是太不人道了 无尽的暴风雪之中 萧顶 暴王 林秋寒 细细都是站立出来 一起看着凌晨 细细便是撇撇嘴 你为何要这样闷骚 一人上去人戒毒领风骚 将美女全部收刮干净 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你的衣服应该多让我们穿穿 找死啊你 凌晨笑骂道 萧顶上前大步一踏 一脸真挚地看着凌晨 大哥 不要一切现在想着自己去承担 说好的 我们一起闯天下呢 刺个人的表情 都是如此 凌晨心中一暖 点了点头 笑中带着无尽的豪气 好 一起打天下 刺人的脸上都是露出来了笑容 凌晨率先带头 西位天骄 都是准备前往那人界之中 七人的身形瞬间飞去 剑无道 刘通天率先进入古老的通道之中 西西等人也是陆续进去 当凌晨一脚即将跨进这个古老通道的时候 回头一看 雀老 天杀大地 阎罗魔主 欧阳尊 红霸 太清虚王 逍遥 柳霄等等 陈蒙的高层 其其降临此处 目视着即将踏入通道之中的凌晨 小子 这是整个陈蒙最后送你的礼物 却老勾起了一抹笑容 大手朝着前面一挥 只见到 在这暴风肆虐的天地间 一幅巨大的影像演化了出来 在这幅影像之中 圣灵城盘踞蛮荒土地 吞吐着滔天详气 无尽的龙脉朝着此地汇聚 吞吐灵气 无数的修饰都围绕在了圣灵城的外面 一个个都是不解地看着那封闭的城门 只见那城中 一尊雕像拔地而起 这尊雕像面色淡然 一双眼睛坚定不屈 身上闪现出来了无穷枭雄的气息 只在这枭雄的四周 三大军团的人 排列整齐 从上空看下去 就犹如一个巨大的弟子 三大军团的人 表情一个个都是肃杀无比 手持着寒光冷烈的长剑 他们身披铠甲 在阳光的照耀下 闪烁着耀眼的神光 犹如三大无敌军团将士 神威浩荡 沉门无敌 三大军团的人 在此刻刹那间突然起起爆喝 声音好似天龙咆哮 震荡无尽天空 他们手中的长剑豁然出鞘 铿锵之声席卷整个蛮荒土地 无数的长剑冲天而起 像是要刺破苍穹一番 剑尖上闪烁出来了无尽的寒光 那四周的无尽蛮荒土地 好似也被这个声音渲染了一番 都开始嗡嗡震战了起来 犹如是帝皇凯旋而归 聚朝欢庆 无数万大鼓齐齐奏响一番 四周那一个格想要进入沉门之中的人 都是被这鼓突然响彻而起的声音震惊了心灵 沉门无敌 大仆佛在那圣灵城之中的远古巨鳄 也是突然声音沙哑地朝天咆哮了起来 沉门无敌 四个字 犹如永恒 凌晨嘴角勾起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转身一步 踏入了通道之中 他的背影 定格在了那无数的沉门高层的眼中 瘦弱的身躯 依然如此 是那样的坚定 沉门必无敌 第988章领域之力 跨入通道的一刹那 一股从灵魂深处传来的犀利 将凌晨的身躯席卷而去 这一下 神师和五官完全失去了作用 根本感受不到了一切 陷入了无尽的黑暗 但是在此刻 凌晨丹田内的圣席 居然是散发出来了一股股白色的光芒 在凌晨的浑身上下所有的经脉之中流转着 一股股无形的能量 从凌晨的身躯的无数毛孔之中灌入进来 这股力量无比的精纯 不断地滋润着凌晨的身躯 看来是这股盛息的缘故 不知道是为什么 从这通道之中 摄取过来了一缕缕的能量 看来这个神秘的通道 还是有着一点蹊跷的 凌晨内心一阵 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关键 凌晨立刻沉入了那圣席的小人之中 从冥冥之中勾动了那庞大和神秘的圣界存在 从其中不断地吸取圣席 流转在自己的骨骼之中 那股轰入自己体内的能量 立刻是喷发而上 犹如一条条的能量之笼 冲入了凌晨的身躯之中 轰 凌晨体内的骨头竟然是齐齐震动了起来 这股能量在不断地融入了他的血肉之中 凌晨的血肉好似活过来一样 在蠕动着 吸收着那股能量在不断地淬炼着 在这股磅驼精纯能量的淬炼下 凌晨的血肉都似乎有了灵性 毛孔一张一合 就能喷发出无数的钢气 这些钢气 都是准道气的钢气 可以请客间震碎大山 突然间 凌晨的全身骨骼之中 传来了一股剧烈的燥热感 浑身骨骼都似被碳烤一番 通体火红 犹如岩浆 一股凶猛的大风从丹田内突兀的迸发出来 席卷了凌晨浑身上下所有的经脉 化为了无数的锋刃 凶猛的撞击 似乎是想要将凌晨的身体经脉全部撞碎 风火节 强悍身躯 想要化为倒气躯体 照样是迎来了结束 好好好 万万没想到 这股精纯的能量 居然能够引动我身体里的风火节 凌晨无比喜悦 没有丝毫结束到来的压迫 风筑火势 练我身躯 凌晨的身躯猛的一颤 那股化为无数锋刃 瞬间化为了一场狂暴的大风 浑身骨头中喷发出来了无数的火焰 在那暴风的吹拂之下 凌晨的整个身躯的内部化为了一场滔天大火 滚滚焚烧 凌晨的身体内 无数的杂质都被焚烧成为了虚无 但是凌晨的身躯却是犹如不动冥王 根本不受这股风火节的力量所染 反而它是海之中 一枚古老的毁灭浮路一阵 层层毁灭的意志喷发下来 远远的超过了那风火节的力量 将那肆虐的越来越狂暴的风火之力 给瞬间压制住 冲涩整个肉体的全部 风火大节 给我吸收 凌晨爆喝一声 它的每一处血肉之中 都是流动起来的吞噬之力 整个身躯好似化作了一尊黑洞的存在 将那股滚滚焚烧的风火之力 竟然使吸收进入了自己的体魄之中 仅仅片刻 所有的风火全部被吸收完毕 凌晨身躯的内部 都是一片片晶莹 驱除了杂质 整个身躯变得流离无瑕 力量有了一个值得飞跃 甚至它的肉体一颤 就能从无数的毛孔中喷发出风火大节 将对方粉灭在结束之中 准道气晋升道气之时 一共有着五道结束 他现在只是度过了第一个风火节 他便是感受到了自己的体内力量一个值得飞跃 若是度过了后面的五道结束 演化出来大道 那将会如何的强大 而且现在凌晨度过风火节 与悬上君王塔人气合一之时 那股力量也是更为强大 随之 凌晨感觉自己的身躯一颤 好似自己的灵魂都被那一颤给拉扯出来 瞬息间他便是感受到了自己的神势和五官 在此刻恢复了知觉 一股新鲜的气息疯狂地涌入了凌晨的身躯之中 凌晨的身躯一个旋转 立刻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他立刻感觉到了 冥冥之中好像有着一股无形的压迫力压在了自己的身上 好像是人在背着一座大山一样 这是一种重力 在圣灵大陆也有这种重力 只不过大陆的人生活习以平常 根本感受不到 但是现在进入了人界 他立刻感受到了这股压迫之力 他达到了人界 连他也不知道耗去了多少时间 凌晨立刻展开了神势 朝着四周打亮 发现没有吸吸他们的影子 不过事先他就知道一些尝试 通道是随机传入地点的 不可能在一起 这也算是各自到了人界 开始了各自的命运 抬头一看 湛蓝的天空 却是悬浮着无数的星辰 好似在天空组成了一幅幅的土岸 九颗火红的太阳高高挂在天空中 释放着剧烈的能量 凌晨落入了的是一处树林之中 这片树林高大无比 起码也有着上百米来高 树木粗壮 蕴含着一股股古老的气息 这个人界 果然是与众不同 这里的灵气浓郁程度 起码是圣灵大陆的十倍 凌晨观察着这一切 他瞬间出拳 朝着那空中打去 立刻发出了一声爆炸 空间破碎了开来 但是这破碎开来的空间 仅仅只有三个人头大小 要是在圣灵大陆 凌晨一拳可以打碎 方圆十米的虚空 明显这人界的空间巩固程度 要高出了圣灵大陆几十倍 我似乎落入的是一个蛮荒区域 稀稀他们在大陆上 经历了种种劫难 目前也不用担心 他们是否有问题 凌晨立刻寻思 起身飞入了这上百米高的大树上 目光洞彻万里 发现方圆万里之内 都是一片蛮荒 没有丝毫人烟 既然如此 那先看看虚王境界之上的力量划分 凌晨世海之中再度浮现出来了 三鼠给他那道经文 只见到那篇经文之中 一共列出来了虚王境 真王境 虚仙境 真仙境 大帝 这五个境界 不过虚仙境和真仙境 还有大帝境的文字部分是模糊的 不管凌晨如何去看清 都是无法看清 凌晨目前还只是虚王境界 虽然当初猎杀了不少的杀血族 天皇族 但是那些尸体却是全部存入了幻灵神境之中 而幻灵神境则是飞入了自己父亲的身躯之内 所以他还只是虚王境界 不过凌晨的虚王境 五个世海全部圆满 打破了虚空之力九十九的束缚 别人一拳只能使得一处虚空坍塌 而凌晨足足可以坍塌无处虚空 可以用着种种方法杀死别人 真王境 虚仙境 真仙境 凌晨唯唯感叹 没想到还真的有先的存在 虽然大陆之中广为流传 不过这类人真的很少接触到 凌晨虽然接触了不少大帝 也干出来了不少惊天动地的事情 不过对于真王境界之上的虚仙 真仙也是丝毫不了解 被称之为先了 那都是毁天灭地的强者了 凌晨立刻观看那真王境的文字解释 真王境 集合自身意志 开辟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域 在领域之中 贯彻你的意志 击杀敌人 只在意志翻滚之间 击杀敌人 只在意志翻滚之间 凌晨倒吸了一口凉气 心中微微沉重 还好当初的那个邪主 被压制到了半步真王境 没有达到那种意志 移动及杀敌人的恐怖境地 集合自身意志 才能塑造领域 凌晨寻思着这句话 他现在已经展开了吞噬领域 虽然这吞噬领域 是因为吞噬魔工修炼 到了一定的层次才展开的 不过与那种领域 确实相差太远 凌晨的眉头却是一下招了起来 自身意志 自己的意志到底是什么 第989章《极魔争亡》 凌晨盘坐在大树上苦苦寻思 自己的意志是什么 像剑无道和刘通天 都是纷纷摸到了那一层境界 剑无道是以自身为剑 刘通天是想打开 属于自己的通天之路 而那么凌晨的自主意志 又是如何 当初自己不断地积累实力 是为了对抗人界的追杀 和解救自己的父亲 在这片天地中 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而到现在 父亲解救出来了 人界在圣灵大陆的势力 也是被自己连根拔起 那么 他达到了这偏心的土地上 要贯彻自己怎样的意志 正脉之体 一死一生三圣 正的意志什么 凌晨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片混沌骑 也就是虚王的巅峰 无法触摸到丝毫争亡境界 看来暂时想要搞清楚领域的存在 是不可能的了 凌晨心道 现在还不如去探一探人界的基本情况 对这个世界好友更加深刻的认识 凌晨一做决定 立刻挑选了南方 背着青铜骨剑 朝着南方迅速地闪去 这一路上 凌晨确确实实地是长了不少的见闻 比如他在这蛮荒土地之中 就遇到了不少的神法境界的妖兽 就连一些草木 都是基本的先天使众巅峰的存在 在圣灵大陆上 神法境界的存在 什么时候会变得这么不值钱呢 耗费了足足半天的时辰 就连凌晨也不知道自己跋涉多少里 翻越了多少大山 杀死了多少头盗途径的妖兽 才看到了一丝修饰经过的种种足迹 凌晨站在山包上 朝着远方眺望 一目万里 从那远方的地平线上 竟是隐隐看到了那巨大城池的一些轮廓 凌晨心中一动 现在算是出现点人物了 耗费了足足半个时辰 凌晨才是看到了之前所看到的巨城 这不是一座城 而是足足三座城池 这三座城池 都是犹如一头远古魔兽匍匐在地 相隔万里之远 这三座城池都是吞吐着滔天魔盲 气势如虹 这是三座魔城 魔道的气息 凌晨心中动了动 这三座城池 都是准道气的存在 不过这三座准道气的城池 并未有经历过烽火节 为了以防万一 凌晨压住了自己的气息 顺道将自己的外貌也是给改变了一下 凌晨进入的城池 是之中为俄更为棒薄的一座魔城 从吞吐的气息来看 这座几道城 距离烽火大节已经是不远了 而在前面进入这个魔城的人物 则是非常稀少 并不是非常多 凌晨也是顺利地进入了其中 一进入这个几道城 凌晨便是发现 这完全是一个活生生的魔修者所在的城池 其中的气息波动 不乏到途径的高手 甚至是大圣 大尊 虚王境界的高手 不过达到了虚王境界的高手 也不会超过五指之促 这些魔修 也不乏一些种族之人 嗯 片刻间 凌晨隐隐约约地感觉到 在那几道城之中的深处 有着一尊伟岸的存在 正在吞吐着气息 犹如是一头直伏的凶兽 在沉睡着 但是无人敢触怒他的威严 真王境界的存在 凌晨将自己的气息收敛得更为深沉了 一尊真王境界的人物也有着很大的杀伤力了 整个城池大部分都是魔修 那么 这个地方 莫非属于魔神组织 凌晨的脑海里跳出来了魔子等人的面容 魔神组织 也是极大势力之一 当然比不上那些人 借万古种族的五大种族的实力 但也是一尊庞然大物的存在 不过当初魔神组织派下来的那尊大帝 察觉到了凌晨的魔神之眼的气息 也敢对凌晨大打出手 显然是在魔神这个组织之中 有着势力根本不在乎 这个魔神之眼乃是魔道圣子的身份 凌晨曝露开来 还极为可能惹来大祸 这位兄弟 找你打听一些事情 凌晨一下抓准了一尊大圣镜的魔道修士 对着他神是传音说道 这位大圣镜的魔道修士瞬间大怒 眼中魔气开始翻涌起来 凌晨身上一股恐怖的魔意 微微一震 那尊魔道修士立刻身躯如遭雷击 脸色变得恭敬了起来 见过前辈 不用拘束 凌晨摆摆手 道 我遭到仇家追杀 落入此地 根本不熟悉 我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凌晨此话一说 当下便是打出来了一缕天煞炎罗金之中的经文 灌入了对方的脑海中 这位魔道修士的神情立刻大喜 他立刻知道了这个魔精来历不凡 当下便道 前辈想要了解什么 我定当全部告知 这座集道城的城主是谁 凌晨问道 他啊 魔道修士的脸上浮起来了一抹敬畏和恐惧 此人名为吉魔争王 两年前来到这里 专门统领这方圆百万里的一切事物 传言有说这尊纪魔争王 乃是魔神里的有背景的人物 只不过犯下了事 才被点到这个荒芜地区 凌晨心中微微一动 果不其然 这三座魔道城与那魔神组织有着至关联系 看来自己这一次降临在这人界 便是来到了魔神组织的地盘上了 况且 自己还深怀魔神之眼 不乏那些人会有着人打这个想法 这个魔神组织虽然是凌晨脑海内重要的一环 不过现在还没搞清楚这个组织的情况 不能贸然行动 这个区域 属于什么区域 凌晨问道 这次大战 我使用了一位真仙前辈给我的福禄 才是侥幸逃过 不过醒来之时 却是在这个地方了 真仙前辈给的福禄 这位修士的心中掀起来了滔天骇浪 尤其是凌晨身上散发的那股气质 就感觉是见过了大场面 不以为动 完全让人相信 这是一股大人物的气质 不知不觉中 这位修士敬畏得更加深刻了 这位前辈 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 乃是魔神管辖下四区域之中的北域 而现在便是这北域的最北方 名为蛮荒地 也就是这最北方最为贫瘠的一处地方 这位修士一口气说完 凌晨听完便是心中微微震动 这个人界果然是庞大无比 光光是魔神这个组织管辖的四大区域 其中一个北域的最北方的贫瘠之地 居然就是包括了如此之多的区域 这个魔神组织下面所掌控的地方 那是有多么巨大 而且还有其他的组织 还有五大种族 这个人界 那么有着多么巨大 那个修士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面前的那个前辈 竟然也是凭空消失不见 一股莫名的寒冷 从他的心里升腾而起 第九百九十章时期 这个魔神组织 如果按照我的设想一样 也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凌晨隐藏在那极道城之中 开始思考着 想要在人界之中立足 没有势力支撑 那可是步履艰难 这个极魔真王 竟然是从当初魔神组织贬下来的 那么当初的地位也不低 那么极魔真王也一定知道 魔神组织的事情 现在在这个北方的蛮荒地 想要入手魔神组织 这个极魔真王倒是一个重要人物 突然间 凌晨作然感觉到了 那直伏在极道城深处的 那恐怖存在 一下突然苏醒了过来 这位极魔真王一下将自己的气息 隐藏了起来 从极道城之中飞出 朝着远方而去 无人察觉 若不是凌晨掌握着魔神之眼 对于魔道的气息一目了然 恐怕还真的无法察觉到 这个极魔真王的气息 驱隐之气 融入我身 隐于我行 凌晨朝那虚空之中 摄取出来了一股股无形的气息 笼罩在自己的身上 瞬间他的气息全部屏蔽下来 隐溢起来 凌晨这才动身 开始尾随着突然出去的极魔真王 不过凌晨在尾随的时候 一直都是保持着距离 虽然他对于自己的隐先大砂古术 有着极强的信心 但是凡事还是小心点比较好 极魔真王不知要前往哪 足足行走了半天的时间 来到了一处魔气充沛无比的地狱 这个地狱充满了高山大石 在那高山大石之间 缠绕着一股股的魔气 从天空往下看 就好像整个地狱都是被魔气笼罩 漆黑一片 嗯 这个极魔真王到底是要干什么 凌晨心中充满了疑惑 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来到了这个地方 竟也是没有从其中感受到什么不寻常 只见到那千里之外的极魔真王 化作一团魔物 骤然射入了那魔气地狱之中 凌晨立刻尾随 在踏入这个魔气地狱的时候 魔神之眼悄然运转 凌晨的身躯一下就融入了这魔气之中 无影无形 魔神之眼乃是六千魔精之手 无限接近轮回魔点的魔力 一旦催动 凌晨在这些魔气之中 就如鱼得水 别人无法发现 继续深入 一个巨大的蘑菇出现在了凌晨的面前 这个蘑菇时不时地有着冷风吹拂而出 让人感觉那其中好似有着一尊爵士魔物一番 而且这里还种下了某种静置 可以阻挡神事 就算是有人经过 这个魔窟也不会被人发觉 凌晨的眼睛唯唯一眯 身形立刻朝着那魔窟深入进去 一进入这魔窟 凌晨立刻感觉到了 在这魔窟的深处 有着一股极为古怪的气息在波动着 凌晨继续深入 逐渐地它在这个魔窟的深处发现了一丝光亮 魔气也似乎越发地浓郁了起来 它一进入其中 魔窟的深处竟是一处巨大的空间 四周的石壁上都闪烁着静置的悬光 而在那巨大的空间深处 这有着一尊闪烁着道习的祭坛 一尊准道七的祭坛 这个祭坛乃是四方形 四面都有着长达十里的漆黑魔纹阶梯 在那四方则有着一个猙獰的魔像头颅 魔像头颅的眼睛 则是森然心红 而在祭坛之上 则有着一个血色的骷髅头 从骷髅头上蔓延出来了一道道的锁链 缠绕着一个身躯曼妙的黑发女人身上 一股无形的震纹从那黑发女人的脚底蔓延开来 看起来像是一张魔口 那吉摩真王则是站立在黑发女人脚底的神秘阵法的旁边 脸色冷酷 双眼没有丝毫的波动 凌晨这一下看到了吉摩真王的全容 乃是一个略为消瘦的中年人 但是她的身上无时不刻都散发着一股强烈的威压 她的眼神寒冷而淡漠 好似一切都不会进入她眼中一样 这个女人是谁 凌晨的脑海内跳出来了疑惑 被困住的黑衣女子似乎是察觉到了有人到来 睁开了一双眼睛 眼中泛满了血丝 声音干涩而刺耳 呵呵呵 你过来看我干什么 莫非你已经取得了那样东西了 现在过来痛下杀手了是吧 吉摩真王淡然摇头 道 你何必问这么多 好一个何必问这么多 黑衣女人脸色苍白 声音变得无比刺耳 吉远我张雨依看上你 简直是天大的讽刺 没想到你居然骗过了所有人 让别人误以为我死了 你还当我是你的妻子吗 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 凌晨一愣 这个黑衣女人 是这个吉摩真王的妻子 吉摩真王脸色没有丝毫不动 眼神依旧淡漠 我修炼乃极致之道 你为我舍弃生命 那又何妨 一个妻子而已 就算是你给我生一个儿子 只要能让我修炼极道 我照样能杀掉 她的表情也依然淡漠 只不过在那吉摩真王淡漠的眼神之中 会时不时地闪过那一抹不以为意 一股恶寒的感觉 突然是从凌晨的心中生腾了起来 从这短短的两句话来看 凌晨只是明白了一个道理 这个吉摩真王 居然是连自己的妻子都敢杀掉 还他妈的一副大意凛然的模样 认为自己没有丝毫过错 齿七 这个吉摩真王 到底到了何种丧心病狂的地步 凌晨的眼神之中流躺过了几道寒光 哈哈 这个黑衣女人惨淡一笑 眼神变得无比绝望地盯着那吉摩真王 声音像是发出最后不甘心的呐喊 张远 难道你心里就没一点爱过我 没 吉摩真王冷酷无比 突然大手朝着那黑衣女人猛地抓去 杀气爆裂 准备成为我极致之道上的一具枯骨 而凌晨的身形 瞬间在此刻骤然爆发出来 一拳轰出 以着最快的速度与力量偷袭 然而只见吉摩真王抓出去的大手 瞬间反手 眼神里充满了淡然和冰冷的杀气 吉摩天爪 他发现了凌晨的身形 在凌晨眼神寒冷的那一刻 他的气息就泄露了出来 尽管极为为妙 但是这一尊真王魔头 却是敏锐地捕捉到了 一道巨大的魔爪 带着浓浓的极道傲益 力量似乎发挥到了极致 瞬间朝着凌晨的身躯爆裂撕来 给我碎 凌晨一拳轰出 无处虚空顿时坍塌下来 从那坍塌的虚空之重 一股庞大的烽火结束之力 骚然席卷而出 朝着那极道魔爪轰去 然而 喜之这短短大战的一瞬间 却让吉摩真王取得了机会 长笑一声 极致之道 追求任何极致 张宇一 你就为我极道之下化为一尊枯骨 为我奉献 凌晨的瞳孔一缩 他的身形暴摄而去 但是 他快 吉摩真王的速度丝毫不慢 只见那吉摩真王的手掌 好似化为了一把巨大的极致魔刀 寒光冷冽 丝毫不犹豫地从那张羽衣的头顶上劈去 而张羽衣的眼神 却是变得彻底的绝望和巨大的痛苦起来 撕心裂肺 这一张惨白脸上的绝望和爱情的痛苦的表情 让凌晨在此刻看得无比清晰 吃 这一把极致魔刀 硬生生地从那张羽衣的头顶劈下 一刀下来 鲜血四射 一道巨大的血色篝祸长长拉下 血肉被撕裂而开 吉摩真王的表情丝毫不动 任凭鲜血洒在自己的脸上 整个张羽衣的身躯 被吉摩真王硬生生地劈成了血淋淋的两半 那从劈成两半的身躯中 有着一股股的血液 正在被那神秘祭坛给不断地吸收着 吉摩真王舔了一下自己嘴角的鲜血 嘴角竟然是勾起来了一抹笑容 第991章逃脱 黑衣女子的身形 背影生生地劈成了两半 从他身上激荡下来的鲜血 顺着那几道缠绕着身躯的铁链不断地滑落 那铁链好似有骨犀利 插入那被砍成两半的身躯中 不断地吸收着身体内的血液 那古老的祭坛开始发出来了一阵阵的红光 那四面模像的双瞳之中的血红色 好似在现在越发地真实恐怖了起来 凌晨看着这一幕 不知为何 他现在竟然有些愣住了 并生生地一刀 将自己的妻子活生生地劈成两半 你是何人 吉摩真王眼神冷烈地扫来 能跟着我到现在 不被我发现 你倒是有几分本事 那祭坛上的红光越发地浓郁了起来 那被劈成两半的身躯 在几个呼吸间便是被吸走了所有的血液 将整个祭坛都染成了红色 那悬浮着的骷髅头 也好色染血一番 你竟然杀了你的妻子 凌晨额头青筋暴起 眼神之中好像是覆盖了无穷无尽的死亡之戏 他此时看起来像是一头暴怒的雄狮 在圣灵大陆上 凌晨看到过人界之人屠戮家族的 但是这种亲手将自己妻子劈成两半的事情 他真的是从未见到过 哦 疾磨真王感受到了凌晨此刻身上散发出来的杀气 微微诧异 然后便是淡漠一笑 身上浮现出来了极致气息 我乃疾到 他的天魔体质可以炼化出来天魔血 完善我的疾磨肢体 为何不斩杀 凌晨的瞳孔微微收缩 眼神像是两把冰冷的刀锋 仅仅就是为了完善你的体质 不惜杀掉自己的妻子 理这算是什么道 根本就是极端 疯狂 疯磨 少说废话 疾磨真王根本丝毫不怒 也根本不把凌晨和斩杀自己妻子的事情当回事 大手一挥 一团魔器便是从凌晨的头顶上笼罩下来 疾磨真意 斩杀此人 这团魔器瞬间席卷 犹如化成了气刃 极致巅峰 席卷而来 凌晨的身躯一阵 蜂火喷发 将这股魔器顿时焚灭成为了虚无 度过了蜂火节 靠强悍的肉体 你的精血我要了 疾磨真王大步一踏 身上席卷着种种疾瘩意志 他一拳轰下 意志剑走偏锋 不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罢休 理这不是疾瘩 完全是蜂魔之道 凌晨目光寒冷 完全无视这扑灭下来的疾瘩之意 他的身上骤然冲起来了无穷的魔器 这些魔器都无比高贵 犹如天之煞气 天魔之界 席卷一切 一个漆黑的魔界的在凌晨背后骤然拉开 从其中透露出来了一个森冷的世界 翻滚着滔天魔器 犹如一张大口 笼罩而下 天煞炎罗精 里居然有十大魔精 好好好 天助我也 我疾磨之体 再能进一步 疾磨真王看到那天魔之界展开 不忧烦喜 覆手而立 大步朝着凌晨一踏 那天魔之界朝着极魔真王笼罩而下 此时此刻 一股强悍的魔光从极魔真王的体内苏醒过来 犹如一尊即到魔王 无奈极魔之体 极限之体 极魔真王一拳上轰 全境之力在滚滚体质之下爆发出来了 达到一个极限 将尽力催动到了极限 这一拳轰下 整个天魔之界都是被震荡开来 然而此刻的凌晨 却是早已一指点杀而来 风火洗止 结束一指 极魔真王眼神一冷 身躯却是朝着凌晨撞来 就连凌晨都是唯唯一愣 他的一指犹如一把利剑 一下穿透过了极魔真王的肩膀 风火之力熊熊燃烧 发出了滋滋的声响 极魔真王的脸色没有丝毫痛苦 反而意志如红 极致之道 身躯无欲无痛 斩杀敌人 不惜一切 他的意志棒驳 身躯演变成为了极致 身体感受不到丝毫疼痛 极杀敌人 也不顾身体能否受伤 这就是极道 原本是极致的道 但现在凌晨看起来 却像是风魔的极端之道 果不其然 一指点透了凌晨的身躯 极魔真王的一拳 犹如雷霆一番轰出 带着滔天的魔翼 在拳肩上游如是旋风一样搅动 猛地轰在了凌晨的腹部上 轰 凌晨的身躯被打飞而去 那旋转的魔气静力 将他的腹部震得连连颤抖 纵然是经历过了 烽火大节洗礼的身躯 都是感受到了一股剧烈的疼痛 唯独极魔真王不顾丝毫 伤口的血液鼓鼓不止 但却依旧神情如常 大步一踏 一股蜂魔的气质从他的身上席卷而起 谁也无法挡住我的脚步 凌晨的眼神一冷 突然间 极魔真王的神色有些一愣 似乎是带着诧异与震撼 因为他感受到了自己心中 一股无形的敬畏生疼而起 就好像是面对着一个上位者一样 只见到 凌晨的眉心之中 隐隐有着魔光在闪烁着 像是有着一尊古老的魔神 寄托在凌晨的眉心中一样 让人忍不住下意识地畏惧起来 就好像是无上的魔道之主 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一番 那是 什么 就连极魔真王都是忍不住身躯一阵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异常恐怖的魔风席卷而起 犹如暴风一番 将凌晨的身躯骚然席卷而走 瞬间卷入虚空之中 无比虚猛 让人反应不过来 魔风真王 极魔真王骚然反应过来 大手朝着那虚空一爪 将虚空撕裂的连连爆炸了开来 犹如一窜长线 但是也没有抓住那一道魔风的踪迹 因为刚才凌晨闪现的那一道恐怖的威压 让极魔真王完全是彻底的愣住 可恶 极魔真王眼神爆发出来无穷杀鸡 看了一眼那葛血光愈发浓郁的祭坛 身上冲起来了无尽极魔意志 魔风真王 还有那个少年 你们都是我极道之下的尸骨 谁也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 他大步一踏 便是踏入了那祭坛之中 沐浴着自己妻子的血液 开始对他的极魔真体改造了起来 惊叹后 然而此刻在某处蛮荒之地 突然间狂风大作 无穷魔气翻滚而来 骚然从那魔气之中闪烁出来了恐怖的风火 带着无上结束的气息 将那股魔风瞬间烧灭开来 凌晨从那魔风之中跳出 目光冷冷地注视着 魔风真王 你是什么人 为何要在刚才那种情况下救出我来 第992章大地榜 凌晨在准备开启魔神之眼的时候 万万没想到 竟然是又有着一尊真王闯进来 而且还是一尊深不可测的虚王 就连那感觉像是风魔一样的疾魔真王 都是没抓住他 他的速度快如闪电 简直就是狂风 天空上一团狂风般的魔气不断地旋转在一起 然后凝聚出来了一尊独臂中年人 这个中年人眼神温和 身上抖动着一股股风的气息 一对眼睛盯着凌晨 我魔风真王 是早已跟随那疾魔真王很久的人 我们组织内怀疑他是杀自己的妻子 所以派我下来 刚才若不是你身上闪现的那股气息惊动了我 恐怕我还无法捕捉到他的影子 凌晨微微皱眉 按照这个魔风真王所说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魔神组之内真的存在两股势力 而且这个魔风真王 就是另一边势力所派遣下来的 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 而且 那几魔真王如此丧心病狂 你怎么不去将他斩杀 凌晨问道 魔风真王的脸上浮起来了一抹苦笑 你也看到了 那个极魔真王 身怀极魔之体 本来是追求魔之极致 但是如今却是像是风魔一样 创造出来了那样极端的意志 这种极端意志 根本就是一种我能伤你一千 就丝毫不在乎自己受伤八百的道 他实力强劲 如果没有完全之策 我如何去招惹 魔风真王说的一点都没错 刚才那个极魔真王 硬生生地用自己的手将自己妻子撕裂成两半 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而且在与凌晨对战的时候 完全是用身体硬汗了凌晨的意志 遭受风火节力 再然后给凌晨一拳 这样的对战方法 任谁看到了都会感觉心里发毛 这个极魔真王追求的道 简直就是让凌晨心里反胃 提起来就有着一股股的杀气 在凌晨的胸膛中肆虐 如果刚才不是魔风真王突然出手 恐怕他现在正在与极魔真王展开滔天大战 这莫非就是意志 属于极魔真王的意志 那样风魔般的意志 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凌晨淡淡地问道 你根本没有理由救下我 魔风真王哈哈大笑 眼神看着凌晨 所谓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而且你能施展出天魔之界 虽然还只是虚王 但是来历肯定不小 但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 若不是你刚才身上发出的那股恐怖魔道威压 我是不会出手的 魔风真王说到这里 他的目光就开始闪烁了起来 很显然连他也想知道凌晨到底是因为什么会散发出来那样令人心中无比敬畏的恐怖魔道威压 原来如此凌晨皱着的眉头微微松开 这个魔风真王到来的还真是到时间 否则的话 自己魔神之眼一旦曝露出来的话 想必连他的身份也会随之曝露出来 如今的魔神组织 也如凌晨想象的一样 乱 那我相信你便是 你可以称呼我为凌朗 凌晨淡淡笑道 凌朗 魔风的眼里浮现出来了一抹奇异的光彩 你身怀魔道十大经文 小小年纪 成就了虚王 身体内更是蕴含着神秘的东西 你在大地榜上 排名多少位 能否踏入前百 大地榜 凌晨心中虽然疑惑不已 但是表面上却是苦笑道 魔风真王 不瞒你说 因为一场大战的缘故 我才掉落在这 神势受损严重 很多记忆都已经模糊不清了 你这个大地榜 我虽然隐隐有着一点印象 倒是想不起来了 原来如此 魔风真王没有在这个问题多做纠缠 反而更为热情了起来 哈哈 所谓的大地榜 乃是人界五大种族联合一起整理的一个榜单 这个榜单蕴含天道气息 综合了气运势力等等 能够知晓那些天骄有着成为大地的资值 排名越是靠前 那么就越是能够成为大地 凌晨恍然大悟 这个所谓的大地榜 完全就是天骄排行榜 可以测出自己成为大地的潜力 凌晨想想都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当下便是问道 这个大地榜在哪可以看到 这里乃是蛮荒地区 必须要去北域才能弄到大地榜上的信息 魔风真王脸色一下变得凝重了起来 凌棱小友 此地不宜久留 那个极魔真王斩杀自己的妻子 只是为了完善自己的极魔肢体 一旦给他完善 获得极魔加身 那战斗力更为恐怖 我都无法拦住 好 凌晨点点头 这个极魔真王丧心病狂地杀掉自己的妻子 肯定是有着天大的好处 对 魔风真王脸色凝重 这个极魔真王打着的是古魔敌的主意 距离古魔敌出世 没有太多的时间了 我们现在不妨赶去那里 到时候夺取到古魔敌 实力必定倍增 古魔敌 凌晨唯唯一愣 在这个蛮荒之地的一处地狱之中 就有着当初一尊名为魔敌虚仙的作画之地 传闻这尊魔敌虚仙平敌入魔 魔敌入仙 魔敌意想 群魔臣服 乃是魔道之中 也是少见的宝贝 魔风真王眼中的热烈之色一闪而逝 如果谁能得到这个魔敌 那么对于自己的魔道 就有着天大的好处 凌晨忽然想到了极魔真王斩杀掉自己的妻子 难怪那极魔真王如此下手 恐怕也是为了争夺这个古魔敌 一尊虚仙境界的高手遗留下来的宝贝 真王肯定会趋之若鹜 不过 凌晨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大地堡 当初自己在天皇族 被那天皇族第一天交一道分身的一招给秒杀掉 如今都是让他记忆犹新 而且他还掳走了轻柔 这简直是不能饶恕 对了 魔风真王 我想向你打听一件事情 凌晨突然问道 魔风真王眉毛唯唯一动 笑道 灵棱小友有什么问题就直说吧 天皇族第一天交叫做什么 我隐隐隐隐记得我和他有一些关系 所以前来打听一下 他在大地榜上 也是排了什么名次 凌晨随便找了个理由 魔风真王的神情一惊 脸上浮起来了一抹巨大的敬畏 天皇族第一天交 罗天下 此人可是非常了不得 传闻乃是大地榜上前时的恐怖的存在 曾经大地榜有个传言 前使者必成帝 前使者必成帝 魔风真王的脸上敬畏巨大 而且万年以来 一直都是如此 大地榜前时的存在 皆是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大地 这也是因为这大地榜被无数人公信的原因 万年以来 前使者必成帝 莫非这个罗天下 就如同魔风真王所说 必成大地 第993章别柔柔 罗天下 这三个大字硬生生地挤在了凌晨的脑海之中 五大种族联合塑造的大地榜 万年以来 前使者 必成帝的格局从未打破过 从某种观念上来说 凌晨要面对的是一尊大地 虽然他在圣灵大陆上凭借着圣灵大陆的本源之力虎退十三位大地 但是凌晨心里非常清楚 现在的自己 大地一个意念就能把自己完全击杀 而且根据凌晨的了解 在大地之中 也有三六九等之分 如果是狂人猛 四海盗人那种级别的大地 恐怕就算是在圣灵大陆 自己也要被对方一巴掌拍死 不管如何 罗天下 你掳走了轻柔 我和你的仇不共戴天 凌晨眼神之中闪烁出来了一道寒芒 拳头死死的钻井 然后再松开 眼下他所要做的事情 还是先摸透这个魔神组织的一些猫腻 走 我们前往那摩迪虚仙的作画之处 距离古摩迪初始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 势必要引起一些人物的凯驱 魔风高高的跃起 整个身形化为了一缕缕的黑色烟雾 带起来了狂猛大风 直接朝着远方吹拂而去 这尊魔风真王 乃是魔风之体 上古诸多魔体的一种 身躯如风 随时随帝都可以化作风 也是一种很是强大的体质 凌晨大步一踏 脚尖后喷涌着风火大结 不断地在虚空之中跳跃 速度竟然是跟上了魔风真王 这个家伙果然是不简单 准到其的身躯 经历了第一层风火大结的洗礼 魔风真王在前面飞笑 心中暗暗诧异 毕竟他在魔神组织中 这种天骄已经是很少见到了 两人的速度奇快 在这个蛮荒地狱之中飞跃着 这个地方也不愧是贫瘠之地 一路飞来 凌晨根本也没见识到什么繁华的都城 相反还出现了那些相对于落后的部落 恐怕在这个地方 真王静的存在 就相当于将相王侯 站在了实力的高点了 耗费了三个时辰 凌晨等人不知飞掠了多少路程 只见到远方出现了一片高大的竹林 这些竹子浑身如玉 叶片缠绕魔气 粗壮而高大 插入了云风之中 从远处看去 就好像是隐隐有着一座玉竹大山一样 魔风真王凝聚出自己的本尊身躯 断壁指着那高耸入云的玉竹林 道 这就是摩迪虚仙的作画之地 你可不能小瞧这些玉竹 那是摩迪虚仙布下来的手段 玉竹一阵 魔夜飞舞 魔鹰杀人 凌晨点点头 他隐隐也是感觉出来了这些玉竹魔夜灵的不凡之处 林朗 你自己保护好你自己 魔风真王凝重道 肯定也有着其他真王到来 想必到时候免不了一场大战 凌晨点头 魔风真王 不必管我 这点手段我还是有的 那就好 魔风真王身躯再多化为了滚滚魔器 形成了一场魔风 朝着那玉竹魔夜灵飞去 随着他的飞入 那玉竹上面的魔夜 都是飘荡了起来 发出了沙沙沙的声音 凌晨也是大步一踏 目入其中 整个玉竹魔夜灵之中 都想吹着树叶沙沙沙的声响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的声音 凌晨瞬息间就感受到了 一股冥冥之中的音波 在无法注意的时候 这股音波不断地波射进入你的神室 心智 一些小手段 凌晨面色不动 心如磐石 大地之心的那遇到无穷劫难的意志滚滚散发着 那些悄无声息侵入近来的魔音 在此刻都是纷纷破碎 他经历无穷战火 成就大地之心 心智坚定 这等小小的手段 如何能勾动他的心魔 琳朗 小星 那化作了滚滚魔风的魔风争亡 突然是高声喝道 凌晨的眼神一寒 只见到那飘动的魔夜 在此刻骤然剧烈地震荡了起来 沙沙声变得无比巨大 杀气滔天 犹如是千军万马在震荡一番 咻咻咻咻 无数道破空的声音响彻了起来 只见到从那粗壮高大的玉竹林上 那锋利的魔夜刷刷脱离而出 化为了一道道的魔刃 朝着凌晨扑杀而来 四面八方 无数魔夜之刃笼罩的密布透风 像是一群蝗虫扑下 凌晨瞬间被笼罩了下去 不好 魔风争亡骤然一阵 突然间 一股恐怖的魔光从其中掀起 那无数从四面八方涌下的魔夜刀刃 瞬间被震荡开来 一个漆黑的魔戒化为大口 将之全部吞入了其中 凌晨此刻浑身缠绕天煞 人鬼惧怕 像是阎罗之王现世 我倒是忘记了你的天魔之戒 魔风争亡微微苦笑 这家伙有着天煞阎罗精 还演变出拉了天魔之戒 这些魔认如何伤害到他 凌晨气息瞬间收敛下来 刚才那股天煞缠绕身躯的气质 请客兼全无 凌晨刚想对魔风争亡说话 但是此时魔风争亡和凌晨的脸色 都是一宁 眼神射向了那玉竹魔夜灵的深处 因为此时此刻 从那玉竹魔夜灵的深处 传来了两股磅驳隐晦的气息 那是争亡境界的气息 走 魔风争亡立刻嘀喝一声 朝着那深处席卷而去 凌晨也丝毫不落下 越是深入 越是距离这两股真王境界的气息 便是接近 也是随之到来了 这个玉竹魔夜灵的深处 只见到在这个玉竹魔夜灵的深处 有着一处空地 空地上有着一个魔道阵法密布 阵法中央 便是有着一团魔光在闪烁着 这团闪烁的魔光 无法看清楚它的真相与本质 但是其中隐晦透露出来的波动 却是强大无比 犹如一尊恐怖魔兽在其中栖息 这是作画之地 然而在凌晨和魔风真王的对面 却是有着一男一女站在那玉竹上 男子白衣飘飘 身后背负着一把骨形 头发飘逸长顺 面色白净 十分飘渺 女子脸色秀美 如水晶般的长裙脱下 秀发盘起 在那秀发上 则是插着手掌长度的一个白银色笛子 一男一女 气质无比融洽 看起来十分的飘逸 情敌真王 魔风真王看到这两人 瞳孔明显的微微收缩 很显然 他对于这两个人十分的忌惮 那一男一女也是发现了魔风真王和凌晨 只不过是微微一笑 没有多说什么 两人也只不过是扫了一眼凌晨 怎么 凌晨传音道 他看着一男一女也是无比奇怪 好似有着一股若有若无的联系存在两人之间 给人浑然一体的感觉 这两人可是鼎鼎大名 魔风真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道 此男人名为秦仙 自诞生时 体内就蕴含着一把上股古秦 传言乃是曾经一尊真仙境界的高手转世 而女子则是冰神宫的真传弟子 冰神宫全是女人 很少有人嫁人 唯独这个秦仙取得了敌柔柔 震动一时冰神宫的女人 凌晨的脑袋一下嗡嗡作响 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来了那个爵士清成女子 冰神宫 那赫然是冰帝所在的那个神秘事例啊 第994章陷阱 情敌真王 他们乃是双修伴侣 号称是一个真王 这样的一对眷侣 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来判定 的确是无比强大 而且双修联合 杀伤力更为恐怖 但是凌晨更为在乎的便是 冰神宫 冰神宫的人 凌晨眼神一领 在魔风真王诧异的眼神之中 大步一踏 上前对着一对恰似神仙眷侣般的男女拱拱手 见过两位前辈 晚辈凌朗 不知是否能跟你们打听一件事情 不 上古真仙转世的那位飘逸男子情先挑了挑眉毛 嘴角浮起来了一抹微笑 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不知这位小兄弟要问什么 凌晨的眼神看向了那个狄柔柔 拱拱手 是关于冰神宫的事情 狄柔柔美目在凌晨的脸上流转了一下 声音略显得有些冷 无可奉告 也同时劝你不要打听冰神宫的事情 狄先也是拱拱手 表示无可奈何 凌晨刚想问什么 这一旁的魔风争亡立刻连忙道 凌晨小兄弟 不能再问了 冰神宫素来神秘 在六大势力当中 他是最为神秘的一个 他们只招收女子 而且还绝不允许宫中弟子透露丝毫事情 否则的话 就是死罪 这个冰神宫无比强大 另外的五大势力 都是不敢招惹的 原来如此 难怪对方态度对我如此冷淡 凌晨心里恍然大悟 但是他岂能善罢甘休 凌晨立刻大步一踏 准备上去前问 但是秦仙和敌柔柔已经动了起来 两人身躯飘舞而出 细袭出城 犹如神仙眷履下凡 他们要出手了 魔风争亡微微一惊 没想到秦敌争亡这两人居然是如此不按常理出牌 根本不等时机到来 直接出手 只见到秦仙大手一挥 气流上下悬浮 好色慢慢地勾勒出来了一个秦的模样 秦仙伸出来了白皙修长的手指 端坐半空 开始缓慢地弹琴 而那笛柔柔 手中也是浮现出来了一个虚幻气流长笛 放在自己的红润嘴唇边 轻轻吹动 秦英笛声骚然响彻了起来 这两种声音 好似融合在了一起 凌晨和魔风争亡听起来 竟然是无比的舒畅 浑身毛孔舒张 十分地享受这情敌相容的声音 然而 却是有着一道道犹如气流一番的刀刃 从那虚幻情 与声音波动之间喷发而出 化作了一场狂风暴雨 朝着那魔阵中心之处的一团深邃的魔光射去 只见那虚无的阴刃撞入那魔光之中 刹那间一股恐怖的气息突然从其中震荡了出来 那魔光下面方圆十米的魔阵 突然是化作无数触手 蔓延了整个狱竹魔夜灵之中 就连灵晨和魔风争亡也被笼罩了其中 无数的杀气顿时在整个狱竹魔夜灵之中喷发出来 一颗颗的魔术都是闪烁着剧烈魔光 魔夜婆娑 嗡嗡嗡嗡嗡嗡 无数的嗡嗡声响车了起来 竟然在无形间形成了一种音乐震荡 无数的魔夜从那玉竹树上喷发而出 这天蔽日 抬头便是无尽漆黑 无数魔夜在那嗡嗡震荡声中喷发下来 这一幕 犹如魔夜洪水喷发 只见到那晴仙和狄柔柔的身躯 突然爆发出来了无数光泽 他们弹琴吹笛的音调 突然是变得激昂了起来 好似有着千军万马在冲刺一样 让人陷入了无尽的战场之中 身临其境 轰轰轰轰轰 大无数的魔夜一层层的粉碎了开来 秦仙和狄柔柔两人联手 音乐滔天 铺盖整个玉竹魔夜灵 将这些魔夜层层的击破 魔狄虚仙 你命已死 何须再顽固不化 秦仙长笑一声 手中的虚幻鼓琴立刻抛出 狄柔柔也是抛出了自己的虚幻长笛 两大乐器相互交融 一股无形的威力 顿时喷发而下 硬生生的轰击在了那魔光之上 整个玉竹魔夜灵的波动顿时消失全无 凌晨和魔风争亡都市唯唯一愣 只见那团魔光此时变得无比柔和 其中隐隐有着一只古老的笛子在闪现着 古魔笛 笛柔柔看到那古魔笛 美眸发亮 立刻飘荡而下 一步步走来 看着那柔和魔光之中的古魔笛 伸出了白嫩的手朝其抓去 看到这一幕的魔风争亡 脸色深深的一变 毕竟 他也十分想要得到这个古魔笛 但是旁边还有着一尊情仙在那 现在自己这边实力完全无法比过 那还怎么去夺取 也就在笛柔柔的白嫩手掌 伸入那柔和魔光朝着古魔笛的刹那 笛柔柔的脸色突然一变 一股恐怖的魔艺从其中激荡而出 凌晨无比清晰的看见 那好似古魔笛一样的东西 竟然一下如鱼般游动 张口咬在了笛柔柔的手掌上 啊 笛柔柔忍不住疼痛地叫了一声 那琴仙的脸色豁然大变 一直朝着那魔光点出 击射出来了无数的指引 打得虚空发颤 将那团魔光之中的神秘之物 一下打飞而去 那是一条生长着鲜红百足的蜈蚣 被那指引已经轰死在地 但是笛柔柔的白嫩手臂上 却是被一股恐怖的黑色迅速地蔓延 已经蔓延了整个手臂 连白嫩的脸蛋上也隐隐浮现着黑色 琴仙的脸色勃然大怒 四周的土地都是因为琴仙的暴怒 变得阵战了起来 但是现在看到笛柔柔满脸疼痛的样子 心思大乱 立刻打出了滔天法力 灌入笛柔柔的身躯内 想要为他压住这毒素 却足毒宫 魔风真王看到了那蜈蚣 深深地吸了一口凉气 给这个东西咬住 如果没有七彩换灵丹 就算是真王境界的高手 也要身躯瘫痪 修为丧尸 重则丧命 这是一个陷阱 天大的陷阱 灵晨的眼神一寒 他立刻感受到了 在这个玉竹魔夜灵上 突然有着一股恐怖的魔翼降临而来 这股魔翼 带着一股极端 一股疯狂 这是急魔真王 灵晨这一下彻底地明白了 这是一个陷阱 耗费了无数的心血凝聚出来的一个陷阱 骗过了所有人 魔风真王的脸色也是大变 他们万万都没想到 这个急魔真王居然是如此恐怖 布下了如此之大的陷阱 此人的心机深沉 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 哼 急魔真王的声音从天空震荡下来 无比冰冷 没想到是你们打鼓魔敌的主意 想要干涉我的极道 你们这是自寻死路 急魔真王从天空一步步走来 犹如绝世魔王 急魔真王 秦仙的那股飘逸的气质骤然全无 豁然抬头 面目猙獰 眼中泛满了血丝 充满滔天煞气 你竟然敢毒害我的妻子 我必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秦仙彻底地暴怒了 急魔真王丝毫不动 威严更甚 秦仙 如果你眼睁睁地看着你女人死掉 那么你就动手试试看 秦仙那暴怒猙獰的脸骤然一睁 耳边传来了迪柔柔那疼痛的轻呼声 他的一双眼睛泛起了来了无穷血色 手指抱起了轻惊 微微颤抖着 他极力地遏制着自己心中即将暴怒的杀星 但是 他现在无可奈何 非常清楚眼前的形势 急魔真王豁然转头 眼神锁定在了那凌晨和魔风真王的身上 眼神中含义恐怖 第995章对战急魔真王 谁也没有想到 最后肖傲之人 居然是急魔真王 这尊在凌晨看来丧心病狂的魔道之人 不仅仅是性格极端疯狂 做事更是深不可测 算计无穷 这个陷阱而且还完美无缺 看不出丝毫猫腻 提前布局的时间更是让人难以想象 这等手段根本就是让人心中发毛 你们两人 胆大包天 急魔真王声音滚滚 如同魔王发话 不过你们两人都无法逃脱我的手掌心 成为我的极致魔道上的尸骨 魔风真王的脸色微微一变 声音寒冷彻骨 急魔真王 你不要得意忘形 你残忍杀害了你自己的妻子 仅仅只是为了你自己 组织迟早要对你审判下来 凌晨的表情也是无比的冷冽 急魔真王的嘴角扯出了一抹冰冷的笑容 呵呵 是吗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实力为尊 什么杀不杀妻子 只要我有着实力 谁能够奈何我 现在 秦仙给我听令 去将两人斩杀 急魔真王竟是用一种主子对仆人的语气 命令了那秦仙 秦仙的眼睛泛着无数的血丝 额头青睛抱起 拳头捏得死死的 可想而知他现在心中的震怒是有着多么恐怖 你说什么 急魔真王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他很想上去将这急魔真王给撕裂成粉碎 但是狄柔柔身中毒素 现在浑身中毒 玄公都无法压制下来 为在旦夕 他也只能硬生生地压制着心中的暴怒 吵给我废话 想要你妻子活命 就给我斩杀他们两人 急魔真王表情冷酷 大权在握 我对女人可不会丝毫留情 秦仙的瞳孔唯唯一缩 但是眼下看来 所有的希望都是在急魔真王的手上 而秦仙也只能是在此刻化作一枚棋子 听人操纵 秦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将心中无尽的暴怒压制下来 转过头 眼神寒冷地盯在了凌晨和魔封真王的身上 魔封真王瞳孔未缩 立刻大喝道 秦仙 你可知道你在干什么 此人斩杀妻子 斩杀同类 罪恶滔天 已确定你要帮助这样的人渣败类 魔封真王字字朱击 给人一种强悍的心灵冲击 秦仙扫了一眼笛柔柔的痛苦模样 眼神里闪过了一抹内疚 然后冷冷道 两位 对不住了 秦仙的话音一落 东的一道秦声响彻而起 一股恐怖的阴刃顿时朝着凌晨和魔封真王两人的身躯笼罩而下 瞬息间爆发开来 无比恐怖 犹如风龙咆哮 魔封真王的身躯直接被硬生生地撕裂开来 撕裂成了成千上万缕的黑雾 而凌晨一拳轰出 风火大劫不断地席卷 虚空层层战斗 才将那风龙给抵挡下来 凌晨的脸色微微移动 这个秦仙果然是强悍无比 意念移动 杀招变出 不过这个疾魔真王更是手段恐怖 在空中覆手而立 冷眼看着这一切 没有丝毫波动 魔封真王化为成千上万缕的黑雾 身躯化作风 阴刃根本无法将风彻底地斩杀 这就是他的魔封肢体的变态之处 浑身每一处都可以化作风 秦仙真王早已高高跃起 背后的古秦闪烁出来了巨大的光芒 秦仙真王手持古秦 像是一尊真正的秦仙在世 白皙的五指在上面骤然弹动 一股股杀意盎然的秦声 在整个玉竹魔夜灵之中 铮铮响起 刹那间 凌晨和魔封真王只感觉 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沙场之中 这个沙场弥漫着无数的沙气 在铮铮勤声响彻之时 无数的寒芒不断地炸开 席卷着无数的沙鸡 魔王怒风 魔封真王身躯骚然化为了一个漆黑的巨大龙卷风 在龙卷风之中 隐隐有着一尊魔王在仰头咆哮 轰然席卷 与那无数弥漫在空气之中的无形杀机碰撞在一起 发生了剧烈恐怖的爆炸 凌晨 速速闪开 这个秦仙真王可不是你能对抗的 在这个轰然杀起的时候 魔封真王顿时怒喝 对着凌晨传音 异音弹奏千万遍 我心却如明月山 秦仙在此刻发出来了滔天意志 滚滚情道喷发开来 无数的琴声响彻而起 有着悲欢离合 有着慷慨激昂 有着喜悦畅响等等等等 似乎包括了人世间的世间百态 那话为了滔天魔王龙卷风的魔封真王 立刻脸色大变 声音如同魔王嘶吼 狂风乱世 天下无处我不在 魔封之体 骚然爆发 化为无尽魔道之风 天下万物 所过之处 大风无处不在 两大真王的滔天意志 在此刻骚然展开了凶猛的对决 将这玉竹魔夜灵打得嗡嗡作响 不断爆炸 凌晨早就自行退开 看着两大真王展开决战 他心中不禁是微微震撼 这就是两个人的意志吗 截然不同 却都是属于自己的路 凌晨根本没感受到危险 反而在这战斗之中 观察着这两大真王的意志 不过凌晨也是心中 微微压抑这个人 借世界的空间壁垒的强大 如果是在圣灵大陆 恐怕两大真王的对决 会导致无数的虚空坍塌下来 山崩地裂 但是现在两大真王的战斗余波 却也不过是波及了 这方圆一里之中 突然间 凌晨感受到了一股庞大的杀气 朝着自己碾压而来 整个身躯都是一阵 感受到了无穷的压力 凌晨豁然抬头 便是看到了一只漆黑的魔指 眼便着魔道之极致的力量 从天空中点出 犹如炸雷 朝着自己轰杀而来 急魔真王出手 凌晨全身毛孔立刻树立 悬上君王塔瞬息肩飞出 运转到席 喷发出来了无上的神威 滚滚风火 从塔顶而去 一下与那漆黑的魔指撞击在一起 蜂火大劫之力将之完全的烧灭 渡过蜂火大劫的准道器 急魔真王的神色一动 大手朝着凌晨猛地抓来 一张巨大的魔手 其中翻滚着几道奥义 抓向了那悬上君王塔 犹如一尊几道魔王抓取宝物 人气合一 凌晨的身形瞬间涌入了那准道器之中 悬上君王塔的神威立刻暴涨 无数的蜂火大劫犹如一场火海呼啸而出 整个悬上君王塔则是化为一道神光 从蜂火大劫之中席卷而出 那蜂火大劫将整个魔道大手都是冲撞得猛的一颤 就连急魔真王的脸上 也是浮起来了一抹震惊 怎么回事 李居然掌握了人气合一 他还在震撼之中 便是见到一座古塔 从那滚滚大火之中突然冲出 躯体流离 凶猛地朝着急魔真王镇压下去 急魔真王立刻一拳轰出 轰在了整个悬上君王塔的塔底 他的身上升腾起来了一个个的魔纹 这些魔纹都是急到魔纹 将他的躯体力量瞬间提升 轰 恐怖的爆炸声响撤了起来 急魔真王在这悬上君王塔之下 被镇压得连连爆炸 连连震战 一时之间 急魔真王竟然是被区区虚王境界的 凌晨打得占据了上风 第996章极品妖孽 人气合一 全上君王塔神威盖世 好一个人气合一 被镇压得连连震战的急魔真王 脸色如常 他的身上磨纹滚滚 好似一尊炼魔之极致的身躯 出现在了眼前一样 完美无暇 将魔道在体内演变成为了极致 急魔真王的身躯瞬间缩小 缩小成了一个脑袋大小的漆黑魔球 随之身躯猛地膨胀一阵 一股狂暴的力量如同脱疆之龙汹涌而上 将悬上君王塔顿时震开 急魔真王脱壳而出 身躯上绽放出来了无尽的魔艺 好似整片天地间 只剩下了急魔真王一个人物 不好 他要施展领域了 凌晨在那悬上君王塔之中的脸色一变 领域之力的力量强悍 他可是深有体会 如果让这个真正的真王境界的家伙施展出来 那么可是无比强悍的 拳上君王塔再度隔空镇压下来 凌晨与血里两人同时对视一眼 心灵相通 六字真言古符在两人中间旋转升腾了起来 无尽的佛光瞬间从古塔上喷发而去 无数高僧的范畅声响彻而起 邪魔退散 佛光普照而下 不仅仅是极魔真王一愣就连那与琴仙展开交手的魔风真王 也是心中大震 这怎么可能 掌握了天魔之界 怎么还能施展出来如此强烈的佛光 要知道 佛魔不两立 极魔真王的身躯一被这佛光笼罩住 立刻如同大火焚烧 身躯上冒出来了滋滋的声音 面色上闪过了一丝痛苦之色 然而下一刻 他的身上便是冲起来了无穷的魔艺 整个身躯好似有着一道漆黑蕴燃的魔光在流转着 居然是丝毫不惧那佛光的照耀 极致魔道 不惧生死 不惧疼痛 不惧命运 极魔真王在凌晨的眼中 好似成为了天神一样 撑着这片天 一个无形而巨大的领域 瞬息间笼罩了悬上君王塔 笼罩了方圆无礼的范围 不好 凌晨和雪梨的脸色顿时一变 悬上君王塔浮光流淌 烽火大劫喷发 准备破开这个领域笼罩的范围之中 扑离 极魔真王大手一挥 化为主宰 悬上君王塔之中的凌晨便是隐生生地被剥离了开来 但是 剥离开来的悬上君王塔 作然是神光大阵 席卷着无上浮光和烽火大劫 朝着那极魔真王冲荡而来 威力犹如人气和一 嗯 极魔真王微微愕然 没想到发生了这样的一幕 凌晨的人明明没有在那悬上君王塔之中 但是竟然可以达到人气和一的境地 这种情况 简直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极魔真王大步一踏 那悬上君王塔犹如一个金团轰在他的身躯上 发出来了巨大的撞响声 看得凌晨目瞪口呆 那极魔真王都市大口喷出了这一团鲜血 一股无形的力量将那悬上君王塔束缚住 极致魔道 束缚法宝 恐怖的领域之力碾压而下 纵然是悬上君王塔想要震开 都是无力震开 凌晨都感受到了其中那血里的咆哮声 用尽全力也是无能为力 这个极魔真王真的是太狠了 让自己的身躯受伤 再去束缚住这样的一件法宝 需要多大的勇气 杀破诸天 凌晨的气质突然一变 化作了无上杀手 在这个领域之中硬生生的消失 黑暗降临 无穷寒光密布其中 像是满天星辰 寒光无数 嗯 杀破诸天 你身上竟然有着这门倒数 看来你身上的宝贝 多得不能想象 你必死无疑 极魔真王一下看穿了这门法术的来历 心中微微震惊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虚王 给自己带来了这么多的震撼 不过极魔真王大手一挥 领域之力滚滚翻动 这无理范围之中的领域内 都好像是沸腾的水一样 不断地冒腾磨气 极魔真王大手凭空一挥 一处领域之地内就响彻起来了团团爆炸 凌晨的身躯被这一巴掌拍得连连飞出 阵战不断 在这领域内 就算是隐先大杀古术 都是无法隐藏下来 可恶 这领域之力实在是太过强悍了 处处都是交织着极魔真王的意志 根本无法逃脱 凌晨的拳头握紧 杀气逼人 莫非要逼得我动用吞噬魔弓和天生亡印 不到万不得已 绝对不行 因为现在不仅仅只有凌晨在这 还有那晴仙和魔风真王 当年雪天妖尊叱咤诈整个人界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的一些恐怖之处 他们这些真王岂能不知道 一旦凌晨的行踪泄露出去 那么这个北域肯定会闹腾的天翻地覆 他的境地更是会陷入无比困难 人界藏龙卧虎 恐怖无比 整个人界的追杀 圣灵大陆岂能比得上 然而就在此刻 突然一道悠扬的敌声响撤了起来 像是一只凤凰在轻声低鸣 又像是滔滔咆哮的大河安静流淌 这敌声竟然是直接响撤在了人的心灵之中 古魔敌 凌晨骚然一下就震动了起来 能够响撤在了人的心灵之中的声音 那赫然不就是魔敌虚心流下来的宝藏古魔敌 嗯 古魔敌即将出世了 吉摩真王的神情微微移动 立刻知晓了情况 他布下了那恐怖陷阱 不惜陷害敌柔柔 不就是为了这古魔敌 滚滚杀气 立刻在整个领域之中吹荡了起来 无穷极端的魔道意志 翻滚在这个领域之中 吉摩真王犹如一尊杀手朝着凌晨一步步走来 那极端扭曲的魔道意志 领域之力 将凌晨的身躯一层层的束缚 好像是有着一个个的枷锁 不断地在凌晨身上层层叠加 凌晨无法动弹 不好 可擒仙战斗的魔风真王看到了这一幕 脸色一变 那琴仙的声音飘渺响起 和我战斗还分心 这个凌冷已经必死无疑 魔风 好好看住你自己 死 吉摩真王冷冷地吐出了一个字眼 手掌上扬举起 只见到那领域之中 凭空闪现出来了一把长达十米的极致魔刀 刀口寒冷放光 化作极致刀锋 可以斩断一切 就连凌晨的准刀气的身躯 都忍不住汗毛竖了起来 巨大的极致魔刀骚然劈下 从远处看去 好似在那漆黑魔器森然的领域之中 凭空炸开了一道恐怖雷霆闪电 吉摩真王看都不看一眼 朝那法宝抓去 眼神射向了这片土地的深处 很显然 他要前往去抓取那股魔笛了 然而就在此刻 一变土生 吉摩真王那冷酷的表情突然一变 内心之重 一股深深的恐惧从心里骚然冲起 瞳孔忍不住深深的收缩了起来 因为他感受到 一股恐怖的魔道威压 从他的背后升腾而起 就好像是无上的魔道之主降临大地 无数的魔道中人都要在这威压之下战斗 恐惧 膜拜 尊敬 那股威压爆发之地 赫然就是背后的凌晨 第997章吉摩解体 这股突然冲天而起的滔天魔道气息 让那吉摩真王内心之中感受到了巨大的恐惧 他豁然转头 瞳孔缩成症状 看到的是那批下去的极致魔道 被硬生生地卡在了半空 突然崩裂开来粉碎 一股恐怖至尊的魔意在那小小虚王身上迸发开来 一枚漆黑而瞳孔心红的古老眼睛 在他的眉心之中缓慢地睁开 像是一尊古老的魔神 睁开了沉睡的眼睛 魔神之眼 这 这居然是 吉摩真王的喉咙好像硬生生地被卡住了一样 这好像是看到了极为恐怖的一幕一样 他是万万没有想到 从这个年轻人的身上 居然有着 魔神之眼 这 就连琴仙和魔风真王的战斗都是停止了下来 那古老高高在上的魔道气息 让他们心中掀起来了波涛骇浪 尤其是魔风真王 他怎么也想不到 原来凌晨那个散发着古老魔道气息的存在 竟然就是魔神之眼 难怪他的心灵战斗的会那番强烈而恐怖 那么这个青年 就是当初让我们魔道中人心灵受到波动的那个魔道之子吗 这才是真正的魔道之子啊 魔风真王看着这一幕 内心不仅仅是震撼连连 感受到了巨大威压 立刻联想到了前一阵子 那让整个魔神组织都为之阵战的一次心灵波动 魔道之子 在沉寂了无数年之后 再度诞生了 吉魔真王 你好大的胆子 凌晨站立身躯 处于吉魔真王的领域之中 一步步走来 像是一尊至高无上的魔神朝着吉魔真王走来了一样 一波一波的恐怖威压 犹如大浪一番的拍打向了吉魔真王 吉魔真王只感觉到自己的耳边在嗡嗡乍响 心中下意识地生疼起来了沉浮的感觉 凌晨那充满了威严的话 让他感受到了无边无际的恐惧 突然间 吉魔真王猛的脸色猙獰 一股恐怖的极致魔道意志从他的身上冲天而起 好似要抵抗住这股碾压而来的至高魔道意志 区区一个虚亡境界施展的魔神之眼 也想让我这极致魔道臣服吗 吉魔真王阁空朝着凌晨一巴掌拍去 无尽的领域之力在翻滚生腾 一只遮天蔽日的魔手 蕴含了滚滚极致魔道的气息 朝着凌晨重重地拍下而来 凌晨双手结印 一团团的白光在他的身上闪烁着 他身上喷发出来的气息 骚然恐怖地增强 一倍倍地翻腾着 好似一个成年人突然是猛的膨胀 翻了十倍 化作一尊巨人的存在 天圣王印 那凌晨身上喷发出来的那股魔道之子的气息 突然是猛的膨胀 一股滔天的魔艺从他的身上升腾而起 将整个疾魔领域给撑出来了另外的一片天空 好似隐隐约约有着一尊恐怖的魔道存在 悬浮在了凌晨背后 七十二魔神的吟唱响彻天空 凌晨刷的抬头 魔神之眼眼珠星红 像是魔神的注视 而敢 他吐出两个字 像是惊天炸雷 那从天席卷而来的恐怖大手 似乎感受到了什么可怕的力量 顿时僵硬在了半空之中 其中的疾魔意志 似乎在一寸寸的崩散 疾魔真王神色一阵 魔风真王和琴仙都是看得目瞪口呆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凌晨的气息突然暴增了十倍 一个眼神 就让那疾魔大手无法笼罩下来 魔神道场 巨大的魔神道场演化而出 凌晨端坐骑上 眼神闪烁着星红 七十二魔神悬浮在其后 不断地吟唱 一尊伟岸的存在 从灵晨的身上站立而起 犹如魔道之主 而灵晨 则是化作了魔道之子 天下魔道万千 我乃魔道之子 天下诸魔应对我静 对我福 对我成 对我忠 恐怖的魔音响彻而起 魔道之子的意志震动大地 那疾魔真王的身躯 如遭仙山压下 身躯开始不断地弯曲了起来 整个领域都是响彻起来的爆炸 疾魔真王脸色不屈 猙獰 好笑怒吼 但都是无动于衷 一股股沉浮的意志 不断地在疾魔真王的脑海内 回荡开来 那魔风真王此时此刻 似乎也被这魔道之子的意志感染 神情上隐隐闪现出来了屈服之色 也在此时 一道魔光突然破空而来 那是一只古笛 上面绘制着一道道魔神的花纹 笛孔如眼 好似魔眼 这便是古魔笛 凌晨那古魔道之子的意志 竟是勾动了当初魔笛须先留下的那枚古笛 从那古笛上嗡嗡阵战出来的意志 好似是在对凌晨亲近 有着臣服 有着虔诚 那魔笛须先在作画之前 是一尊信于魔道之子统领魔道 振兴魔道之人 我不甘心 看着那古魔笛自主朝着凌晨是好 那被压制的好似要被凌晨点画一样的 急魔真王 突然是发出来了滔天咆哮 他的双眼流下来了血水 声音如瘦 我急魔真王 不惜是父成魔 杀妻正道 我未追求的是极致的魔道之力 什么狗屁魔道之子 那通通都不是极致的力量 无人可阻挡我 谁也不能阻挡我 在这好似要被压制的崩溃般的急魔真王 突然是咆哮而起 身躯隐生生的在这魔神道场的恐怖意志之下站立而起 眼神不断地流着血水 他浑身的衣物也在此刻骤然炸开 透露出来了急魔肢体 一个浑身被魔纹缠绕的身躯 急魔真王的眼神之中充满了无尽疯狂 好 好 好 你竟然逼迫到了我这一步 既然如此 那我就屠杀魔道之子 正得即道 急魔解体 原始古魔 急魔真王最后怒吼一声 他缠绕在浑身的魔纹 都开始如同火焰一般地燃烧了起来 整个人沐浴起来了火焰 一股股恐怖的急魔气息 不断地从急魔真王的身上升腾而起 那被凌晨魔神道场压迫得连连爆炸的领域 在此刻突然是骚然波散开来 其中不满了更为恐怖而骇然的意志 竟然是朝着那魔神道场抗衡而去 急魔真王的两个眼睛 彻底地堕落为了血色 血色之中蕴含着无尽的疯狂 魔风真王看到了这一幕 脸色巨变 失声道 糟糕糟糕 急魔真王彻底地被自己的心魔被控制 他彻底地让自己的急魔肢体控制了 不再是极致 而是无尽的极端 他这是想要拼命 不惜一切代价 一命拼一命 这不再是极致 而是一股令人心忠心寒的扭曲极端 第998章佛魔一念间 急魔解体 凌晨掌握着魔神之眼 坐在那魔神道场之中 眉心中的树眼可以看透诸多奥秘 一下就从那急魔解体上面看到了种种的奥秘 那急魔真王乃是天生的急魔肢体 也就是所谓的天生体质 他的身躯骨骼血肉之中 都蕴含着一股庞大无比先天而生的极致魔力 这股力量 可以在修炼上辅助他 发挥更为巨大的极致魔力 而可惜的是 这股先天体质之中的力量 因为急魔真王的本性不定 结果被其中的魔艺给引导 让心魔钻了空子 他的性格因此而极端 是负成魔 杀妻正道 这血淋淋的惨剧 都是因这急魔肢体而造成 但是现在 急魔真王为了对付灵晨 不惜将自己体质之中的先天极致魔力 全部释放了出来 堕落为了心魔的努力 获取无穷强大的力量 不惜一切 破 破 破 极端的急魔真王连吼三声破字 领域之力气势如虹 好似化作了一尊领域大山 携带着无上极致魔力 朝着魔神道场剧烈的冲撞 发出来了一串串的爆炸 整个魔神道场都是恐怖的震荡了起来 好似无法承受着这股领域的撞击 古魔敌 灵晨大手一扬 手持着古魔敌 附在嘴边开始吹了起来 一股股的魔音不断地从那古魔敌上钻出来 朝着四面波散开来 灵晨眉心之中的那魔神之眼释放出来了强烈的魔光 整个魔神道场之中的七十二魔神之像 都是演化得更为真实 这些古魔敌之中散发出来的魔音 像是冥冥之中给灵晨添加了无比强大的魔艺 灵晨这遵魔道之子的身影 越发地真实了起来 一掌麾下 整个魔神道场便是碾压而去 魔道之子 不容亵渎 万千魔道 都该臣服 那充满了无数极端意志的领域 瞬间被这突然暴涨起来的魔神道场反击的连连震退爆炸 冥冥之中的魔道之子的气息 不断地压迫着那极端疯狂的极魔争亡 此时此刻 纵然是开启了最后那极魔解体的意志 却依然是被获得了古魔敌加持的魔神道场强势碾压 不行 这股天圣王印的时间 无法再支撑太久了 毕竟我没有真正地掌握那领域的力量 凌晨感受到了自己到了腹部生疼而起的一丝虚弱感 天圣王印固然变态 但是只能使用一次 也只能使用必杀一击 极魔真王不断怒吼咆哮 浑身魔火附身 像是一尊地狱魔怪 凌晨豁然站立而起 气息凛然 口中吹动着的那股股魔敌喷发出来的魔鹰 变得突然悠扬宁静了起来 这股魔鹰 从四面八方笼罩而下 好像是一张无形的大网盖在了极魔真王的身上 那极魔真王愤怒极端的眼神一下就在这魔鹰之中 一丝丝的退化着 古魔敌吹出来的魔鹰 深入人心 可以使之勾动人的心魔 让人入魔 也可以让魔头沉睡 短暂地驱逐魔头 但是 凌晨还是虚王静 发挥出来的古魔敌力量根本不算是太强大 也只是带来一些效果而已 不过凌晨没有就此罢休 右手直跌而吹 左手豁然伸出 其中攥着一枚佛意盎然的古老福禄 顿时间 从凌晨的右手之中 喷发出来了无尽的佛光 好似也形成了一个类似于魔神道场的存在 无尽佛僧在其中泛唱 虚魔振兴 魔风真王和秦仙都是看得目瞪口呆 魔神之眼 这强大的佛光普照 这他妈算什么事情 纵然是他们活了这么多年 见识了不少奇怪事情 但是这他妈还是第一次见到了这样一幕 佛道魔道 竟然是在同一人的身上体现了出来 那吉摩真王被这佛光普照 立刻是遭受到了极大的压制 脸色痛苦而扭曲地在怒吼着 浑身的魔气滋滋燃烧 但是他想要极端疯狂 那古魔敌的悠悠魔鹰 却又是在不断地压制着他的心魔 佛魔相和 吉摩真王受到了极大的压制 但是那山恶大佛应催动六字真言古符出现的佛光普照 与那魔神道场却忽然是相撞了起来 那佛家饭唱之声滚滚而去 西十二魔神发出魔鹰阵喝 互不相让 好像是要将互相都给点画一样 佛魔不两立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不好 魔风真王脸色不变 佛魔不两立 灵冷这是在自毁自身 秦仙也是唯唯恶然 然后漠然道这小子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灵晨好似预料到了这种情况 当佛魔两股强大意志互相冲荡而起的刹那 灵晨在两股古老意志之间 盘膝而坐 身上浮现出来了一股一魔一佛的味道 他睁开眼神 眼神坚定不曾动摇 从灵家出来之前他是这个眼神 而此时此刻 他也是这个眼神 灵晨伸出左手触佛 伸出右手成魔 一念之间可成佛 一念之间可成魔 佛魔一可道 全凭心中念 刹那间 这两股互相冲撞的佛魔意志 在此刻骚然平静了下来 佛魔两大意志 好像在此刻都是安静了下来 散发着彼此更为强大的力量 佛之克制 魔之镇压 纳吉魔真王的领域 直接轰然破开 纳吉荡出来的疯狂极端意志 在无尽浮光与魔道之子的威压之下 连连被镇压 纳吉魔真王的脸色都开始一阵阵发白 他即将要被镇压了下来 琴仙和魔疯都是万万没想到 心中不知道掀起来了多么巨大的震撼 这个年轻人眼中的那么坚定 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怎样诞生出来的 居然能够一般的精神 使得佛魔一念间 这乃是一个降伏心的大意志 这个年轻人虽然实力不强 但是此刻从他身上爆发出来的意志 太过震撼人心了 然而就在此刻 吉魔真王突然是愤怒地咆哮了起来 琴仙 你还在等什么 如果我被杀死 那么你的妻子 也要跟随着我一起埋葬 琴仙那震惊的脸色 瞬息间就变得无比愤怒 猙獰了起来 他很欣赏这个年轻人 但是现在吉魔真王 却是在拿妻子的生命威胁自己 吉魔真王 琴仙从牙缝中挤出来了 极葛生硬的字体后 便是眼神一寒 锁定在了那此刻一佛一魔的凌晨身上 背后的古琴开始缓缓地飞出 从其中荡漾出来了一股恐怖的波动 琴仙 你要干什么 魔风骚然一惊 然而此刻凌晨似有所悟 眼神一下一到了琴仙的身上 大手一挥 一股无形的力量一下缠绕在了迪柔柔的身上 将他的胶躯拉起 凌晨转手便是屈指一旦 一枚鼓符便是冲入了迪柔柔的身躯之中 琴仙的脸色豁然大变 身上的杀气如同暴风一番地冲天而起 宛如一尊杀神 你要干什么 只见到迪柔柔的胶躯上 突然是一股雷霆弥漫出来 这股雷霆带着一股毁灭的气息 那覆盖在迪柔柔浑身上下的毒素 被这股弥漫出来的雷霆 一下镇压的迅速退散下去 似乎是恐惧不已 这是 琴仙的脸色一争 魔风争亡和极魔争亡也是为之一争 好像凌晨将这迪柔柔身上的毒素 用一种古老的浮路镇压了下来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凌晨突然身形跨出 口中吹荡的古魔笛也是一下子停止下来 他那眉让人骇然的魔神之眼 瞬息间对准了极魔争亡的眉心之处 一股恐怖的魔神威压爆裂射出 一道黑光 犹如是无尽魔神双眼射出来了一道的魔光 不好 琴仙真王脸色大变 刚才凌晨出手的那一幕 只不过是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力而已 但是现在他想要出手也来不及了 被佛魔意志镇压下来的极魔争亡 无法躲避开来 瞳孔睁开 看着这一道魔光骤然射来 射穿了自己的眉心 催枯拉朽的摧毁 整个极魔真王身上的生机 迅速地被这股魔光的力量给全部吞没 那极魔真王的身躯 毫无任何生机与气息地从天空中掉落了下来 凌晨大手一抓 立刻从那极魔真王死去的身躯之上 摄取出来了一枚骨戒 这枚骨戒 是空间戒 凌晨强悍的肉体一把将只捏碎 其中只有一些法宝和俘禄 完全没有那枚解药 情心看得一愣 这个极魔真王原来是在骗自己 根本没有带解药 而是想利用完自己 然后亲眼看着自己的妻子死掉 他的瞳孔骤然一缩 转眼看去了迪柔柔 没有解药 那么岂不是 然而这一看 秦仙却是一呆 这 第999章宫典 秦仙回头一看 甚是万万没想到会发生眼前的一幕 只见到那迪柔柔的身上 被一股若有若无的毁灭雷电笼罩着 他身上之前散发出来的那股毒素气息 现在完全被雷电压制了下来 郊区不断地站斗着 精致的脸蛋上微微发白 确实好受了很多 这股雷电力量 竟然蕴含着一股毁灭的意志 纵然是那种毒素 也是无比惧怕这股雷电力量 魔风真王一下看出来了端倪 说道 他现在心中的震惊 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这个神秘的琳琅 实在是给了他太多的震撼 而且现在让魔风还没习惯过来的是 这个琳琅 现在可是他们魔道之子 琴仙唯唯一愣 琴仙前辈 迪柔柔前辈体内的毒素 已经被我使用的一枚浮露给镇压了下来 但是这坚持不了多久 最多只能坚持半个月的时间 所以你必须要在这半月之内 给迪柔柔前辈找到那解药 凌晨满脸严肃地说道 其实凌晨的确有着能力化解敌柔柔身体内的毒素 用吞噬魔弓将之吸收过来 再用盛袭镇压 完全没有问题 不过那样会曝露出凌晨的身份 所以凌晨不会选择这样干 15天 15天的时间足够了 琴仙脸上浮起来了大喜之色 身上的那股杀气全然消失不见 对着凌晨抱权无比严肃地说道 小友 此次一行 我代替我妻子和我个人 非常感谢你的大恩 这时候的迪柔柔也是看了过来 略带虚弱地说道 你有什么想要我帮忙的 尽管开口吧 这枚福禄来历不小 等我恢复了伤势 自然会交还给你 凌晨摆摆手 目光真诚地看着两人 请先迪柔柔前辈 直觉告诉我 晚辈能信得过你们 所以在下真的想要知道 冰神宫的事情 就算是你告诉我地址也是好的 迪柔柔的修眉紧皱了起来 恕我都疑 你想要知道冰神宫的地址干什么 因为 凌晨脑海里浮现出来了 冰地那清冷绝美地容颜 眼里带着一抹追忆 我想找到我爱的那个人 迪柔柔微微一愣 行先在此刻确实哈哈大笑 眼神鼓励地看着凌晨 哈哈 小友 这个理想实在是不错 我秦仙赞成你这么去干 放心吧 你柔柔姐肯定会告诉你冰神宫的事情的 迪柔柔咬牙在秦仙的腰间掐了一把 秦仙立刻惨叫了起来 眼角却是带着浓浓的幸福 一边的魔风争亡也是打趣道 当初秦仙去冰神宫抢亲的时候 可是轰动一时啊 放心吧 你柔柔姐知道这是什么滋味 凌晨唯唯恶然 没想到这个飘逸男子秦仙 曾经去过冰神宫抢亲 迪柔柔叹了口气 眼睛盯着凌晨 道 我不管你想要干什么 但是冰神宫的消息 我不会给你透露太多 不过 我可以告诉你冰神宫的地址在哪 凌晨脸色一争 然后大喜 足够了 度谢迪柔柔前辈 不必谢我 迪柔柔正色道 这是你应得的 但是我的警告你 等你知道了冰神宫的地址 绝不能泄露出去 否则的话 我会亲手杀了你的 凌晨点点头 迪柔柔立刻屈指一谈 一缕冰光没入了凌晨的脑海之中 立刻在凌晨的湿海之中 形成了一幅图案 这幅图案 乃是一座唯厄磅驳的冰宫 屹立无数白云之上 天空四周围飘舞着无数雪花 这座恐怖唯厄的冰宫 犹如一尊太古凶兽 磅驳无比 给人一种心灵震撼感 这便是冰神宫 一行字也是随之闪现了出来 冰神宫 无数世人都为之向往 它藏于清明上 白云中 如若无图 无人可知 冰神宫有力 不于外人尽 若是强闯 后果将自负 狄柔柔在赠予了凌晨的同时 也是稍微的在凌晨的脑海内提醒了不少 不过让凌晨心情愉悦的是 现在有了这幅地图 那么就可以去找兵地了吧 我的提醒你 狄柔柔淡淡道 冰神宫高手如云 当初这个傻子闯进来 如果不是运气好的话 现在说不定早就死掉了 所以你必须要打消你的强闯念头 凌晨点了点头 但他那坚定的眼神出卖了他自己的想法 狄柔柔轻微叹息了一声 你这孩子 不过 冰神宫在两年后 有一次宫点 如果你想活着见到你的那个人 那么我就告诉你 两年后宫点才是你的机会 而且 你还要有那足够的实力 凌晨抱拳拱拱手 道 多谢前辈一番教导 什么前辈不前辈的 秦仙在此刻微微一笑 叫柔柔姐就可以了 你柔柔姐啊 典型的刀子嘴 豆腐心 小家伙 你现在可有我当年的风范 我看好你哦 秦仙说完这句话 便是伸手搂着狄柔柔的郊躯 朝着天空飞去 毕竟现在狄柔重伤在身 他必须要赶快医治好 天空中一个玉笛也随之落下来 秦仙的声音从远方传来 拿着这个玉笛 到时候我会找到你 将这枚骨符赠予你 小友 告诉我你的名字 凌晨将玉笛攥入了手中 大声喝道 在下凌冷 哈哈 凌冷小友 跟着你心中的感觉走 不要让自己后悔 秦仙的声音逐渐消失下去 人已经彻底地走远了 凌晨攥紧了这个玉笛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时候 魔蜂一脸苦笑地走上来 道 凌冷小友 卧布 魔子 你倒是瞒得我好苦啊 魔蜂自嘲地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立刻脸色一正 眼中浮现出来了恭敬的神色 单膝下跪在地 众声道 在下魔蜂 欢迎魔子回归 起来吧 凌晨淡笑道 魔蜂 我不知道你现在心中是怎么想的 但是你大可将我回归的消息传到魔神组织之中去 魔蜂唯唯一争 然后点了点头 苦笑道 不瞒魔子 现在这魔神组织之中的的确却是有些混乱 甚至有些人 还反对魔子的存在 说是远古之话不能相信 要自己开提道路 判离祖训 实在是该死 魔蜂眼中闪烁出来了深深的杀鸡 凌晨略带深意地看了这魔蜂一眼 反正他现在也不幸地过魔蜂 不过凌晨领悟佛魔一面间 两大极端意志相互贯通 对魔道中人有着极大的压制 所以凌晨也浑然不惧这个魔蜂 这些你看着办 凌晨点了点头 转身扬长而去 魔蜂看着凌晨的背影 唯唯一争 问道 魔子 你这是要去哪 凌晨的声音从远方荡漾起来 去见一个熟人 他的身形彻底地消失在了魔蜂的眼中 要等待两年时间再去 那都是狗屁 谁也不能挡住他见冰地的脚步 冰神宫 他凌晨来了 第一千章打破宁静 按照敌柔柔给自己的地图 这冰神宫 不是在这无尽大地上 而是在清明上 所谓清明 便是苍穹 这与那当初圣灵大陆混天门的天空之城一样 只不过这个冰神宫更为恐怖 都不知道建造在多么高的地方 凌晨离开魔蜂的视野之后 便是扶摇直上 整个人都是沐浴着烽火大邪 在天空犹如一颗陨石 朝着天空滑坡而去 此时此刻 凌晨的身躯之力发挥到了极限 才是勉勉强强地达到了一步实力的境地 当初他在圣灵大陆的时候 神法境界就能够做到了 而现在在人界 大无尽的苍穹蓝天下 好似有着一股股无形的重力在不断地冲刷着 越是朝着苍穹飞去 那股重力便是越来越庞大 好似你在背着一座泰山在飞行一样 冰神宫 立于十二天之上 一中天 压力翻倍 十二重天 压力足足要翻十二倍 凌晨看着那无穷无尽的苍穹 如此遥远的距离 都不知道要飞行到什么时候 这可是人界 不再是圣灵大路 要想达到那苍穹上 必须飞过十二重天 这十二重天 是将整个苍穹划分为十二个境地 越是跨入其中一个 压力便是越来越巨大 持续了整整三天三夜 凌晨终于是飞到了第十重天 而现在的凌晨 速度缓慢得像是人的慢跑一样 每一个动作都可以捕捉得清晰 而它那沐浴风火大节的准道气身躯上 也是响吹着一串串轻微的爆炸 这股爆炸是因为这地十重天的压力所致 还有两重天 谁也不能阻挡我的脚步 凌晨咬着牙 猛地长笑一声 人气合一 刹那间 星同古塔和凌晨的身躯合二为一 整个古塔上沐浴着剧烈的烽火大节 破空而去 速度恐怖 这是凌晨在做最后的冲刺 茫茫云海 没有边际 不知道蔓延了多少里 时不时在这茫茫云海之中 传来神秘恐怖之物的咆哮声 震撼人心的心灵 而也就在此刻 突然间 一个古塔破云雾而出 在古塔破云雾而出的沙那 一个青年便是从古塔内剥离出来 凌晨躺在茫茫云朵上 喘着大气 整个人都惊疾力竭了 吞噬领域也在瞬息间展开来 从这天地间不断地吸收着磅驳灵气 开始补充他体内干涸的法力 凌晨这是第一次见识到了人界的厉害之时 他才仅仅是爬到了十二重天 法力就全部枯竭 人气合一的状态也是被解开 如果要是想要飞出人界 那么的需要多么强大的实力 当凌晨恢复过来了法力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便是站立了起来 这茫茫云海 如同大地 人都可以行走自如 还有 凌晨想了想下还有多少远的距离 然后默然道 还有无处理 凌晨实在是不知道那短短的一条线 有多少里路 毕竟从苍穹飞上来 在迪柔柔给的地图上 只不过是一个小点而已 而且现在还处于那十二重天上 那庞大的压力压在凌晨的尖头 纵然是发出全力 也不过只能奔跑而已 天晓得要跑到什么时候 不过凌晨还是开始跑了 当他跑的刹那 他立刻感受到背后一股寒芒刺体而来 是云端的凶兽 冰神宫 在人界这片地域 冰神宫算是一个显为人知的势力 也只有几大势力之中的人物 对他有些了解 但是冰神宫历来却依旧神秘 因为他很少在人界上走动 更多的是像一个缥缈的传说 在那十二重天上 无尽的云端之中 便是隐隐有着一尊冰晶般的宫殿屹立在那里 无数的大雪围绕着这里飘舞 好像是踏入了极北之地 这座维俄庞大的冰晶神宫 从远处看去 就像是一尊滔天巨兽匍匐在那 如果让一座妖兽来比较 恐怕有了当初饕贴的四分之一的大小 这其中居住的不是人 而是神 冰神宫的最外围 是一片巨大道场 道场如冰晶 天空上飘荡下来的大雪不断地落在其上 但这道场上好似有着一股无形力量 那雪花落入的沙纳 就化为了一滴水 融入冰晶无暇的地面上 这道场的下方 有着常常看不到的阶梯 这些阶梯 都是冰晶铸造 上面积累着厚厚的雪花 陆续的便是有着四五百葛 全是一席白衣的女子 从那巨大的神宫之中涌出来 踏入这个道场之中 她们一个葛的气息都非常强横 面色清朗 身上散发着寒冰的气息 她们都是这个冰神宫的内门女弟子 这上四五百葛的内门女弟子 从其中出来之后 便是陆续的在那冰晶道场上修炼了起来 她们盘膝吐纳 从那漫天大雪的苍穹之中 吸取着一股股冰冷的寒气 钻入自己的身躯之中 这是她们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所做的事情 更让人略为差异的是 这有着足足四五百葛女内门弟子 而整个庞大的道场却没有丝毫声音 唯独有着大雪飞舞的呜呜声 从远处那无尽飘荡的大雪之中看起来 她们这些女弟子 显得无比奇特 她们的身形 好像是融入了这片天地的大雪之中 冰神宫只招收女弟子 这是那些强大的存在 都知晓的事情 而且冰神宫内戒律森严 不允许在练功的时候互相交流 不允许发出任何的声音来 都要靠着自己 去感悟这片天地之间的大雪 这又是一个平淡的一天 冰神宫的女内门弟子们早就习以为常 她们根本不会去享有着 怎样的存在来大驾光临 冰神宫素来强大 而且有着很为明确的条例 不允许外人来打扰他们的清静 若是大声喧哗 一律不会放过 这也导致没什么势力脑袋发热上来 招热寻死 距离上一次有人说话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呢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手突然是抓住了 那冰晶道场的边缘 那浓重的喘息声 一下就打破了这个无声无息 只有大雪飘舞的宁静 这在诸多冰神宫内门弟子的耳中 不雅于炸雷惊动 刺五百双眼惊奇刷刷地 看向了那大手伸出来的地方 只见到一个披肩黑发的男子 从那阶梯下面一跃而起 落在了那庞大的冰晶道场上 这男子的脸颊上染着一些干涸的血迹 眼睛一扫着四五百双 差一乐然的眼神 这青年嘴角勾起来了一抹灿烂的笑容 在那四五百双差一的眼睛注视下 这个青年似乎感觉这冰神宫真的是太激进了 不过这也好 激进一点 否则的话 他还听不到呢 谁让这个冰神宫太大了点 只见这青年咧嘴一笑后 突然张口 冰地 我来了 短短五个字 如同凶兽在咆哮 这一道咆哮 犹如是惊天炸雷 炸动了整个极静无声的冰神宫 那四五百个女弟子 眼中都是流露出来了一抹巨大的震撼之色 这 这是从哪里来的不怕死的家伙 第1001章要去找他 在这个血腥的修真戒之中 大家都是极力地克制着心中的不理智 要让一切都有条理起来 大多促人也不擅长于去赌什么 也不需要听到什么就满腔热血地杀上去 这种做法 在他们的眼里是极为幼稚的 可笑的 但是 凌晨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 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极为幼稚 却又是一个善于隐忍的人 曾经他隐忍了五年 最后给人借重磅一击 只手改变大陆格局 他不擅长于隐忍和布局 可现在的凌晨就像是那个大脑没有开光的愣头男 完全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就贸然杀来 以赴我找茬 我求死的模样 往往这样的男人 死得早 与那隐忍布局的气质截然不同 秦仙是了解凌晨的 他们两个在某些方面有些相似 不过秦仙更聪明 当年他来到这兵神宫 选择的是弹琴引人 而不像凌晨一样扯开嗓子 像是一头凶兽一样咆哮 素来这兵神宫就无比清静 条例非常严厉 而凌晨不知道是哪个脑子缺精 毫不犹豫的就开吼了 秦仙和狄柔柔站在那阶梯下 听着这突然乍想的爆吼声 两人的表情都是忍不住唯唯一呆 随后狄柔柔的脸色阴沉下去 秦仙则是一脸惊叹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 这风头 够彪悍 也希望林小兄弟能承受得起 一时威风带来的痛苦鞭打 秦仙似乎想到了什么 打了葛哆嗦 那四五百位内门弟子 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刹那间 他们的表情都是变得 集体肃杀了起来 四五百位内门弟子训练有素 及格动作间 便是将凌晨封锁的密布透风 杀气飞扬 眼前这个男人 简直是胆大包天 居然胆敢在这兵神宫大声喧哗 多少年了 他们什么时候见过 这么嚣张的男人 果不其然 在凌晨爆吼之后 一股恐怖的气息突然是从那庞大的维俄冰晶神宫之中苏醒过来 漫天白雪疯狂飞舞 形成了一条白雪大道 一名白衣女子 犹如仙子下凡 从那白雪大道上飞来 这名女子气息冰朗 像是一个绝对的冰人 但是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却是让凌晨感受到了无穷压迫 仅仅只是一股气势 便是让凌晨知道了来人女子的恐怖之处 此女绝对不简单 凌晨好像丝毫没有这个被四五百高手搅死的觉悟 大手抱拳 一脸坚定 声音铿锵有力 见过这位前辈 晚辈凌朗 希望求见秋雨宁一念 称之冰地 这气息恐怖的白衣女子脸色一如既往的冰朗 听到了凌晨的问话 她一声不吭 束手一挥 凌晨的四面八方 便是飞舞起来了无尽的白雪 每一片白雪之中 都是蕴含了无穷的杀鸡 很显然 她连废话都不想跟凌晨废话 凌晨的瞳孔微微一缩 只是感受到 这漫天飞舞的白雪之中 每一片雪花都是犹如一把寒刃可以将凌晨斩杀而死 这无数雪花的力量 不知道有多么恐怖 此女的修为 远远超过了真王境界 师姐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女子的声音响起来 赫然是迪柔柔 迪柔柔一出现 立刻大步一踏 道 师姐 你不能杀掉她 这被迪柔柔称为师姐的白衣女子 冷冷地扫了迪柔柔一眼 道 迪柔柔 我不再是你师姐 从你踏出冰神宫的那一刻 我就不再是你师姐 快滚开 我要将这大逆不道之人斩杀 迪柔柔却是一动不动 同时冷笑道 水玲珑 别以为我叫你师姐就真的尊敬你 在冰神宫 有哪一条规定说不能结婚 这白衣女子 被称之为水玲珑 此时凌晨也是大步一踏 目光坚定 道 玲珑师姐 在下过来只是为了寻找我的妻子而已 我的妻子就在你们冰神宫之中 不论如何我都要找到她 水玲珑的眼神如冰 那丝丝杀气 丝毫不解 纵是如此 打扰冰神宫清静 唯有死 那你现在不也在说话吗 凌晨反问道 水玲珑一愣 请先悄悄地对着凌晨竖起来的大拇指 打扰清静者都死的话 那岂不是说话的人都得死 水玲珑刚想大打出手 然而却是有着一道恐怖的意念 传入了她的脑海之中 瞬息间 水玲珑的心思便是百变 既然如此 那你便让你在冰神宫里的女人给叫出来 水玲珑淡漠地说道 挥挥手 你们所有人给我进去宫中 刺五百位内门弟子 立刻是迅速地退入了空中 水玲珑的突然让步 就算是狄柔柔和琴仙也是一愣 这个冷酷不尽人情的女人 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 凌晨却是非常感激 不过当下却是深吸了一口气 大步一踏 看着这为额无比的巨大冰晶神宫 声音滚滚震荡了开来 冰地 是我 我来找你了 凌晨一口气连喊了三声 如同三条巨龙在整个冰神宫上冲荡 虽然这神宫浩大无比 宛如小小心晨 但是凌晨浩去了全部法力 整个宫中都是能够听得一清二楚 无比清晰 琴仙和狄柔柔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有些哑然 这个小子带给他们太多震惊了 在冰神宫这种宛如尼姑安一样的地方 大吼三声 简直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凌晨算是创造了一个仙河 不过 整个冰神宫依然极尽无比 没人回应凌晨的话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三个时辰 天空那暴雪还在肆虐着 呼呼声震耳欲聋 凌晨站在那道场上的身形依然如同轻松 目光坚定不移 狄柔柔和琴仙对视了一眼 互相叹了口气 这个结局很明显了 此时的水玲珑 也是默然道 你可以走了 冰神宫从不限制人生自由 他如果要出来见你 早就出来了 凌晨看都没看水玲珑一样 他会不出来 这不可能 他肯定就在这冰神宫内 他要去找他 第1002章不能小瞧 水玲珑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 冰神宫不允许外人闯入 让你大喊三声 以惊人至意境 否则的话 你将会被当场格杀在此 他的声音犹如九天玄冰 直入凌晨的心神 凌晨只感觉到心泛起来了一股股的寒意 导致整个身躯都是被一股寒意笼罩着 让人站立 不过他从死亡之道之中磨砾两年 对死亡刻苦铭心 也只是眼神一尘而已 一旁的秦仙也是连忙说道 凌冷小兄弟 这个冰神宫可真是擅闯不得 否则的话 下场很难看的 敌柔柔没有吭声 凌晨的表情至始至终 依然是坚定无比 仿佛任何一切都不会动摇他的本心一样 就连秦仙和敌柔柔也是心中叹息 此则的心中坚定 可是强大无比 就连他们都忍不住生起一丝佩服 但是眼下情况一目了然 一尊虚王静 两尊真王静 强闯兵神宫 三人联手都恐怕还敌不过眼前的水玲珑 凌晨能够闯到现在 对着冰神宫咆哮三声 传出去都会引起各方强者的嘖嘖赞叹 我不信 凌晨说道 水玲珑冷漠道 冰神宫条例严明 不会阻止人身自由 结局已经很明了 如果你在这里大声喧哗 强闯冰神宫 那么后果自负 言尽于此 凌晨咬咬牙 然后撇顾眼神 道 柔柔姐 你们先走吧 我想在这里等 就算不能进去 我也想在这里等 敌柔柔摇摇头 请先在一旁则是连连叹息 这个小家伙 当真是倔强得很啊 水玲珑不再说话 踏上那滚滚的白雪大道 就朝着围额巨大的冰神宫中走去 如果凌晨敢做出举动的话 他就会亲自出手将此此格杀 虽然他现在心中疑惑不少 这是你的福禄 这枚福禄来历不简单 连我也闻所未闻 敌柔柔朝着凌晨屈指一谈 灭自古福便是没入凌晨的身躯之中 他继续道 我们邦尼也只能帮到这一步了 接下的一切 希望你自己好自为之 秦先走过来 一脸意味深长地拍了拍凌晨的肩膀 便是伸手搂着笛柔柔的胶躯 朝着无尽云端之中飘去 整个巨大无比的冰晶道场 现在只剩下了凌晨一个人 乱天飞舞的白雪像是从一尊庞大巨兽身上抖落下来的羽毛 纷纷扬扬落在凌晨的头上 肩上 身上 第二天 那四五百位内门弟子再度出来修炼 他们也不过是默然地看了一眼凌晨 继续自己的修炼 这个傻子已经在这里站立了一天了 现在浑身扑着雪 若不是一双坚定的眼神依旧不动 他们恐怕都还会以为这个人被活活冻死了 白雪继续在翻滚着 凌晨在这里站了两天两夜 额毛大雪将她的身躯覆盖 紧紧露出了一对坚定不移的眼睛 凌晨的身躯忽而一震 白雪全部被震成了虚无 她深深地看了一眼冰神功 眼里没有丝毫的落寞 反而有着莫名的神采在闪烁着 两年后 宫典 凌晨喃喃自语一句 转身便是扬长而去 身躯淹没在了无尽白雪之中 惊叹号 这是一座古老的冰晶宫殿 其中有着一道道繁傲的花纹纠缠在一起 像是一枚枚上古的浮路 踏入其中 好似让人以为进入了冰之国度一样 水玲珑第二次踏入这里 上一次是她成就真王之前因为迷惑进入这里 而这一次 她是因为心中的迷惑 踏入这犹如冰之国度一样的神秘之地 水玲珑知道 她在进入这个地方的刹那 便是有着庞大的存在已经盯住了自己 那是她的师尊 师尊 徒人有意识不解 水玲珑抱拳说道 顿时 从这古老神秘的宫殿之中 便是传来了一道略带苍老的缥缈声音 如果凌晨在这的话 说不定会听出来这个声音赫然是当初的 那个在冰地身旁的老狱 我知道你在疑惑什么 为什么我让你允许那青年在这里大喊三声 那神秘的老狱说道 古波不惊 带着一分教训的味道 玲珑 你还是其差一手 相比那个年轻人 你经历的还是太少了 师尊 我不懂 水玲珑不愿意提那个年轻人 那样傻乎乎地对着冰神功咆哮 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厉害 这个年轻人来此 敢大声咆哮 是为了证明一件事情 难道你没看出来 他等了两天两夜 眼神依旧坚定无比 好似还有一些雀跃 这小兔崽子是来算计我们的 那老狱的语气中似乎带着一点哭笑不得的感觉 不过隐隐也带着一丝赞赏 算计我们 水玲珑更迷惑了 是的 那老狱声音波散而来 这小子大喊三声 只是为了证明公主现在是否是被我们强行逼迫着 公主曾经对他情深意重 他也知道公主的性格 同样也知道我们不能杀他 否则公主会彻底地暴走 所以如果公主真的是人生自由 就算是绝了情 见一面也是必须的 水玲珑微微一愣 有这么玄乎吗 人心多变 他就这么能肯定不是公主不想见他 水玲珑不知道 但是这个老狱知道 当初在圣灵大陆 凌晨曾经从无情仙子的手上拿到了一枚纸条 纸条上面的六个字可是无比绝情 凌晨不信那是兵帝亲手写的 但他的弄清楚这一切 于是他知道了兵神宫的地址后 便马不停蹄地跑来 只是为了印证兵帝如今是否真的自由 果不其然 两天两夜的等待 让凌晨得到了答案 玲珑啊不要小瞧这爱情的力量 老玉叹息一声 忽而声音变得霸气决然 充满了威严 让他大喊三声 只是为了传达我们兵神宫的意志 我们公主是何人物 可不是一个小小的虚王能够攀得上 他若不能成长到那个地步 我是绝不能让他见到了我们公主的 水玲珑一争 心下倒是明了 原来师尊让他叫三声 只是为了传达兵神宫的意志 换句话来说 就是凌晨 你既然知道了兵神宫限制了兵地的自由 不让你去见他 那么你就得知道 现在的你不配 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有些东西 必须要建立在力量的基础上 水玲珑现在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 那个年轻人的眼神会如此的坚定 不过 那样的公主 这一小小的虚王 就算明白了兵神宫的意志 你能够达到那个地步吗 难 难如登天 不过 这还仅仅只是其一 老玉突然说道 让水玲珑为之一愣 难道他来兵神宫 还有其他的目的吗 老玉淡淡道 他掌握了魔神之眼 而且在前不久 这个消息已经在魔神组织内转开了 什么 水玲珑神色一惊 魔神之眼 传言得到了死眼 就能化为魔道之子 统领魔道 甚至有机会降服其他5999魔精 演变出那只存在神话中的轮回魔点 的确如此 水玲珑深吸了一口凉气 突然间 他的神情一动 但是 魔道之子不知多久没有出现 威严早就在魔道之中弱化掉了 在如今的魔神组织 肯定有着一大部分的人对他心存杀机 想要抢夺魔神之眼 也就是说 他想要 他说到这里 突然喉咙好像被卡住 说不出来了 眼神闪烁着巨大的震惊 没错 老玉点了点头 但莫道 这个小子可谓是机关算尽 不过你不知晓他曾经干过的事情 小瞧了也很正常 水玲珑深深地吸了一口冷气 突然之间 那个在他眼里可以一只手碾压而死的年轻人的坚定眼神 骚然变得恐怖了下来 如此心机 岂是常人 而且 能够想出那样的方法 来挺身走险 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气魄 弟子斗胆问一句 愿师尊告知此次的一切 水玲珑一下重视起来了凌晨 同样也对着凌晨的身份无比迷惑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公主一厢情愿 师尊赞赏有加 手腕如此强大 他到底是什么人 整个大殿一下急进了下去 那尊老玉 也没有再开口说话 过了半想 那老玉才道 暂时你不用了解 不过你倒是可以看看 那个小子亲手导演的大戏正要上演了 水玲珑一争 将心境平复下来 他现在越发的好奇 如果一切如师尊和自己的猜想那番 那么他到底会如何完成这一切 第1003章战争先意志 茫茫云海 凌晨徒步走行着 他似乎一点也不着急 也没有率先地重返大地 在这个12重天上 压力巨大 虽然他有着准道器身躯扛着 不过倒是也有着巨大的影响 站在12重天的话 实在是太危险了一些 凌晨自言自语一句 身躯开始猛地下降 从12重天开始下降下去 下降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上来的速度 凌晨从12重天下降到6重天的时候 才花了三个时辰不到 不过他是施展人气合一 否则的话 身体都会因为这剧烈的下降速度而崩裂开来 到6重天 凌晨基本可以生龙火虎 如履平地 凌晨小子 你又在打着什么鬼主意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 却离坐在悬上君王塔之中 对着凌晨笑道 他融合了那团圣席 凌晨的性格等等 也是融入了他的身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血离正在向凌晨一眼演变着 不过只是演变性格等等 最为基本的 他还是保持自己的意志 却离兄 别把我说得像是一个坏蛋似得 凌晨苦笑道 你也知道的 冰神功态度这么强硬 没有成就的话 别人根本不瞄我 现在的兵地 也等着我去拯救呢 距离点了点头 道 这倒是一个实在话 不过也不能怪人家 你把别人公主的心抢走了 在人界这个陌生的地方 没有一手遮天的实力 别人怎么会理你 所以啊 想要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扎根 我得主动挑起一些事端来啊 凌晨眼中寒芒闪烁了起来 四周似乎变得有些冷了起来 凌晨扫了一眼四周 有一种莫名的寒意在这六种天上吹荡着 这股寒意切入皮肤 让人感觉像是有一冰刀放在自己皮肤上一样 凌晨像是一个无视人一样 在六重天走着 眼睛不断地四扫 好似在看着四周的风景 骚然间 只见凌晨的头顶高处 响彻起来了一道惊天霹雳声 好像有着一道雷霆突然爆炸一样 那强大坚固的六种天上 竟然是有着一道裂缝 纵然被撕裂开来 要知道 人界的空间坚固程度远远超过了圣灵大陆 想要撕裂开来长达十米的空间裂缝 起码需要争亡境界的修为 而现在天空上撕裂开来的裂缝 却像是一条蜿蜒小河 凌晨豁然抬头 头发飞扬 浑身杀气如红 果然不出他所料 对方来了 裂缝一撕裂开来 便是有着一股恐怖的威压 从其中震荡开来 朝着凌晨冲刷而下 凌晨准到气的身躯 立刻响撤起来了一连串的爆炸 血气翻涌 不过好在身躯经历过烽火大劫的洗礼 硬生生地扛住了这股庞大威压 无穷的杀气从那空间裂缝之中爆射出来 席卷天地 让人站立 有着一尊无上恐怖的存在 正准备从那空间裂缝降临下来 果不其然 只见从那裂缝之中 无数的魔器从其中疯狂涌动而出 然后旋转凝聚 一尊高达千米的围额身影凝聚出来 这尊围额身影身上散发着一股无上股魔的气息 像是远古的魔头在现代苏醒了过来 这是一缕意志 一尊无上存在的意志所化 你想要造反吗 凌晨面对着这尊无上存在的意志 心中虽然感受到了无尽的压迫 但是却一指冲天 不退反进 魔神之眼立刻在他的眉心之中凝聚了出来 一股至高无上的魔道之子的气息吹拂而上 那股巨大的魔道威压 瞬息间不知道解灭多少 我乃魔道之子 你是魔道中人 居然降下意志 对我爆发杀鸡 难道是想对魔道而不忠 凌晨意志昂扬 与其好似一尊魔道之主宰审问自己的臣子一样 这尊强大存在的意志 稍先都是一愣 万万没想到这个凌冷居然是率先质问自己 与其还如此猖獗 他立刻震怒 声音好像九天雷霆 什么狗屁魔道之子 那都是子虚乌有的存在 你身上有着佛道意志 明显就是佛道中人 掌握魔神之眼 很明显是想要对我们魔道而不利 我古魔真仙 绝不留你 这是一尊真先进的无上巨头 实力强大 法力无边 纵然只是一缕意志降临 也是无比恐怖的 这高大千米的围额虚影 目录杀鸡 大手立刻挥出 朝着凌晨拍来 一股远古的魔头的凶恶气息吹拂而下 雷霆连环乍响 天地变色 一掌戴着无尽神威 凌晨浑身汗毛立刻倒数 不过他没有感受到恐惧 反而心中被滋生起来了更为巨大的战役 魔神之眼 给我杀 凌晨眉心之中 魔神之眼散发着无尽魔之气息 天生就带着魔道至高的气息 虽然只是虚王境界施展 但是也对这尊古魔真仙的意志散发出来的威压有着压制 他那么眼中 立刻有着一道魔光喷发而出 好像是喷发出来了一条魔道 瞬息间将那拍下而来的大手轰穿 爆发出来了连连乍响 凌晨的身体刹那间又沐浴风火 将那席卷而来的古魔气息层层焚烧 人气合一 给我破 凌晨不讨反攻 刹那间与悬上君王塔人气合一 凌晨与血力对拳 眉心中魔神之眼散发出来的新红光芒越发的赤裂 整个悬上君王塔都是被无穷魔气和魔之意志缠绕 好似话为了一尊无上魔气 朝着那古魔真仙的磅驳意志轰去 找死 古魔真仙又惊又怒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虚王在他的意志之下 竟然如此猖狂 古魔大手立刻画拳 缠绕着层层远古魔翼 一拳轰出 轰在了那悬上君王塔之上 咚 天空好像有着一尊剧钟猛烈敲响 拳上君王塔直接被轰飞出去 整个塔身都是嗡嗡作响 不过好在经过洗礼 没有被这一拳硬生生的僵肢打碎开来 不过那古魔真仙的庞大身躯 也在这一撞击之下 竟然被硬生生的震退了两步 就连古魔真仙的眼中都是生疼起来了一抹亚弈 不过这倒也是更加激发出来了他心中的杀星 好 很好 今天不管如何 谁也不能救你 你这个祸害 今日必须死在这里 古魔真仙声音如雷 杀气冲天 他的整个古魔之气的身躯 开始闪烁起来了一股股的魔光 好似在他的身躯上开始凝聚出来了一枚枚的福禄 这些福禄 都荡漾着远古魔头的气息 其中好似有着一尊远古时代的魔头在盘踞而坐 抗衡魔道至高的威压 这屡真仙意志 岂是哪当初极魔真王能够比拟的 魔神之眼对一切魔道都有着一定压制 但是虚王境界与真仙境界足足相差了三个境界 虽然这是一尊一智 但这意志却是包含了古魔真仙对于魔道的见解 无比深厚 自然是将这虚王境散发出来的魔神之眼之力压制不放在眼里 然而 凌晨的脸色至始至终都没有丝毫的惧怕之色 反而嘴角浮起来了一抹冷笑 一指冲天 好好好 古魔真仙 我等的就是这一刻 我本以为是大地亲自出手 或者是一尊真仙真身降临 却没想到只是一尊真仙的意志 这样最好 正好碎了我的愿望 虚王境面对着一尊真仙境的一缕意志 却还是大声连叫三声好 这种人 要么就是一尊脑子被驴踢了的蠢蛋 要么就是一尊爵士枭雄 弱小的修为 却有着无上霸主的杀法 在古魔真仙的眼中 这就是一个蠢蛋 如此猖狂 简直是大言不惭 他彻底的怒了 第1004章封了 此时此刻 冰神宫之中 水玲珑的面前是一个巨大的冰镜 这尊冰镜的四周相刻着一道道的金边 其冥冥中有着一股棒薄法力在运转着 在冰镜上面演化出来了一幅幅的图案 这些图案景象 赫然就是凌晨在六重天遭遇了古魔真仙 然后大战的景象 果不其然啊 水玲珑自言自语道 这个凌晨来冰神宫 不仅仅是为了公主 而且还是主动曝露自己 为了吸引那魔神组织的人物 现在果然如凌晨所料一样 那股魔真仙已经降临意志 对凌晨展开追杀了 水玲珑虽然不知道凌晨是用的什么方法 将自己是魔神之子的信息传递到了魔神组织内 并且让对方知晓他要去冰神宫 当初凌晨对那个魔风也不是怎么信任 可能魔风是好的 也可能他是坏的 于是凌晨便是将自己索取冰神宫地图的情形 让魔风亲眼看到 不管魔风真王是好是坏 凌晨相信这个消息一出去 肯定会惊动整个魔神的高层 凌晨自身有着青铜骨关镇压在眉心中 大地都无法推算出来他的下落 所以他才是做出了这个举动 整个事情可以确认为 去冰神宫 确认冰地的事情 顺便曝露自己 但是水玲珑现在怎么也想明白 这家伙为什么要这么干 曝露自己为了自寻死路 这时候 老玉的声音响车了起来 像是一句叮嘱 他是从圣灵大陆来的人 水玲珑一愣 那个低级的大陆 惊叹号 有魔从古来 是杀叛道人 古魔真仙浑身不满古魔之福禄 木火滔天 大手朝着凌晨一抓 自己无尽的意志 毫无保留地喷发了出来 顿时间 天地好像摇身一变 变成了远古洪荒时期的战场之上 生灵涂炭 血染苍穹 一尊魔头 从其中大地苏醒过来 浑身欲血 仰天咆哮 一对魔眼 豁然锁定在了凌晨的身上 对着凌晨凶猛杀来 这就好像是古魔真仙 打出来了一尊远古时期的魔头 对着凌晨展开 滔天杀手 魔神道场 凌晨立刻演化出来了魔神道场 化为了魔道之子 七十二魔神的虚向 纷纷演化而出 对着凌晨吟唱 赞美 那尊远古战场之上 苏醒而来的古魔 一击轰在了整个魔神道场上 便是爆发出来了 一连串凶猛的爆炸声 整个魔神道场 都是齐齐震动 好像会破碎开来一样 这尊古魔 完全无视了凌晨身上 散发出来的浓浓魔道之子的威压 天下诸魔应对我静 对我福 对我成 对我忠 凌晨身上冲起来了 一股股至高无上的魔道气息 天下诸多魔道 都应该对他敬畏 服从诚实忠诚 这古意志一爆发开来 那从遥远战场上爆起的古魔 顿时遭受到了打击 凌晨挥出右手 手中钻紧六字真言古符 无尽浮光顿时从他的右手上普照而出 一尊尊高森的吟唱声响撤了起来 梵晶闪动 在净化人的心灵 净化魔头 一符一魔 全凭凌晨自由驾驭 发挥出来了巨大的力量 将那远古战场上的古魔 彻底的碾压了下来 那古魔怒火咆哮 却也是无济于事 可恶 古魔真仙双目喷火 这个灵冷有着魔神之眼 至尊气息 压制巨大 还掌握着一种至高无上的佛家之力 联合起来 简直就是任何魔头的灾难 此此不能留 佛魔争斗多年 这一佛一魔共体这种事情 他从未见过 而且还是至高无上的魔道与佛道 现在凌晨展现出来的天赋 已经彻底的让古魔真仙触动了杀机 古之有魔 不敬鬼神 不敬至尊 只敬自身 古魔真仙得空一掌 浑身密密麻麻的福禄 都是瞬间喷发出来了刺眼光芒 那福禄之中的古魔之力 全部激荡出来 融合了古魔真仙全部的意志 这一下 演化出来的这不是一个古之战场 而是一幅图案 只见到一尊恐怖的魔头悬浮天空 魔眼仰望苍穹 然后发出来了一声爆裂的嘶吼声 朝天空撕裂而去 好像是在与苍穹战争一样 这尊古魔的意志 是不畏惧一切 敢于挑战一切 就连是魔道至尊 他也不畏惧 挑战 将之杀死 刹那间 佛魔两大意志 都是遭受到了凶猛重击 魔神道场与佛光普照 在此刻都是战斗连连 好像两股至高无上的意志 都是无法挡住这古魔滔天的杀法 震仙境的意志着实太恐怖了 岂是一个小小虚王境界能够比你的 哼 一尊小小的虚王境 也想抵抗我的意志 古魔真仙覆手而立 眼神从天空上看向凌晨 像是赤裸裸的俯视 魔神之眼在你的手中 简直是糟蹋 我看你还能支撑多久 两大道场 连续爆炸的无比恐怖 凌晨端坐在这两大意志中央 身体一半成魔 一半成佛 就连他的身躯也是在此刻被连累 爆炸连连 浑身气血好似和浪一样的翻腾的无比剧烈 不好 这股股魔意志太为强悍 想要反抗至尊魔意 杀死佛道中人 凌晨的心中一尘 再这样下去 无法再支撑太久 极为明显 凌晨的佛魔意志 完全不能再支撑多久了 这个家伙 还是太自以为是了 堂堂真仙境的意志 魔神之眼完全没有优势 他岂能抵挡得住 水玲珑看着这一幕 忍不住摇摇头 他原本以为这个男人 有什么惊艳卓绝的表现 现在看来 凌晨故意惊动魔神组织 只不过是为了求死而已 然而突然间 就在这个时候 凌晨动了 一股股神秘的气息 从凌晨的身体内激发出来 就连覆盖在凌晨身上的魔光 佛光 感受到了这股神秘的气息 都是忍不住退却了开来 两大佛魔意志依然在爆炸着 好像无穷无尽 不会停止 但凌晨的身上 却有着一股股的情绪意志 开始波动了起来 这股意志 包括了无数的精力 甚至演化出来了一幅幅的图案 呈现在了他的身躯四周 围绕着他 别人无法看见 只有凌晨确确实实地感受得到 这些图案 包括凌家的侮辱与背叛 刘通天的末世与打压 太清门行皇巨头的无耻打压 人界降临大陆的灭门惨案 大闹天皇族的一招秒杀 各大人借巨头的联合追杀 死亡之道那无穷无尽的折磨经历 无数的磨难 全部堆积在了凌晨的身上 不断地在锤炼着凌晨 锤炼着他的那颗心脏体魄意志 而凌晨的意志 也一直不断地在这无数的磨难之中 变得更为真实 更为透彻 一股微微的白光从端坐在其中的灵晨身上闪烁了出来 尽管这个白光极其微弱 但是却包含了一股尚未成形的恐怖意志 好像都凝在了佛摩二大意志之上 虽只有星星之火 却足以料源 看到这一幕的刹那 古墨真心的脸色勃然大变 就连观察着镜中一幕的水玲珑 也是神情巨震 他们万万没想到 在古墨真心那恐怖远古意志的碾压之下 这个家伙 居然开始在这种禁闭中探索自己的意志 想要开辟出来自身的领域 这 这是疯了吗 第1005章 心灭老人 远古墨头凶煞滔天 将弗墨两大意志镇压的不能动弹 连连破碎 一副遥遥欲坠的模样 还只需要一点时间 便能完全将之镇压彻底地打破下来 然而在这种境地之下 凌晨却是端坐两大意志之中 浑身散发着微弱白光 一股惊人的意志在这白光之中闪烁着 所谓领域 便是凝聚自我意志 以自身实质化的展现开来 在领域之中 你便是这里的主 掌控一切 很显然 当凌晨开始看到了这尊真仙意志降临的时候 内心之中早就盘化好了这一切 凌晨一直都未能发现出自己的意志 到底是什么 那么他结合了自己经历的种种一切 决定给自己一剂猛药 在绝望中挣扎 在压迫下翻身 回来 古墨真仙看到这一幕 暗骂一句 大手一挥 那远古古墨的意志立刻烟消云散 这片天地间都恢复了微微清明 凌晨紧闭的双眼刷的一下睁开了 因为他感受到刚才那熊熊的压迫 微能一下全部消散 凌晨的双目是寒冷的 他刚才还差一点 还差一点就能抓住了那冥冥之中的雾 一旦凌晨雾了 那么就是大彻大雾 成就领域也不在话下 可那古墨真仙乃是真仙及无上巨头的存在 哪里会让凌晨如意 但刚才凌晨短暂的领悟 却也是让他对于意志了解的更加深透 魔神道场那七十二魔神的身形眼 变得更加真实了起来 那王座上隐隐约约有着格伟岸的虚影 而在那浮光之中 那六字真言古佛好似演化出来了一尊佛陀虚影 盘坐其中 两大意志的力量变得更为恐怖 破 凌晨大手一挥 气势如虹 佛魔两大意志化作了一黑一惊 朝着那高达千米的古魔真仙的意志碾压而去 古魔真仙浑身震动 那不满浑身的魔道浮露立刻闪烁出来了层层魔光 像是形成了一尊爵士魔铠 覆盖全身 那佛魔两大意志一冲击上来 便是发出来了滔天爆炸 古魔真仙倒退两步 却是身躯不动如山 硬生生地抗住了 古魔真仙这一次 不会再施展出那古魔意志 否则的话 让这个小子成就了真王境界领悟了领域 那还得了 既然意志无法将你一下斩杀而死 古魔真仙喝道 那么我就降临自己一座分身来将你彻底镇压 古魔真仙的话音一落 四周天空便是隐隐约约出现了闷雷之声 那四周的空间开始隐隐地战斗了起来 而且这战斗的趋势越来越强烈 仿佛在那虚空之中 正有着一尊无比恐怖的存在迅速地接近着 凌晨的脸色微微一沉 没想到古魔真仙居然要出动自己真身来镇压了 水玲珑从冰镜中看着这一幕 心中为惊 这个家伙表现得着实太过惊人 难怪让这古魔真仙不惜出动自己的真身想要来镇压 如果真身降临的话 那么凌晨还会有什么活路 轰 四周天空突然响彻起来了一声剧烈爆炸 那空间被撕裂开来 看起来像是一条长达万米的蜈蚣 在天空之中展现开来一样 一尊远古魔头的气息从其中散发着 一股恐怖的威压 从虚空裂缝之中喷发而来 紧随着 那还未赶来的古魔真仙的真身 直接是在虚空中对着凌晨出手 一拳轰杀而来 轰出一头咆哮虚空的古魔 从那其中绷杀而来 凌晨汗毛立刻全部竖起 浑身都忍不住站立了起来 他感受到 在那虚空之中有着无比强悍的一击轰来 足以将他瞬间秒杀 那股狂暴恐怖的威压 令他的身躯都是沉重如山 无法移动 一尊真正的真仙 隔着虚空一击轰来 区区虚亡境界怎么能够承受的了 眼见着那虚空裂缝之中 喷发出来了无穷魔光 恐怖的一击即将绷杀而来 凌晨紧绷着脸 突然是抱吼一声 还在等待什么 速速斩杀 凌晨的话音一落 一股无上恐怖的气息 便是从天空之中拔地而起 犹如是一尊神之从凌晨的背后站立起来 一尊伟岸的虚影直接插入云霄 长达万里 四周的虚空隐隐震战 好似这尊伟岸虚影站立起来的沙纳 细细磅驳地会将四周虚空给震碎一样 古魔真仙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对魔道之子出手 你这是欺灭魔道 不能容你 这尊突然凭空演化出来的伟岸虚影 声音如同九天雷霆 在四方炸开 直接一拳朝着那喷发出无尽魔光的虚空裂缝之处轰出 轰 当被这一拳硬生生打得湮灭下去 四周虚空层层破碎 那无尽磅驳的权力在虚空中震荡 那古魔真仙的虚影被瞬间震碎 空间之中不断地传来了剧烈的闷雷声 那是这尊伟岸虚影打出的这一拳的余威 虚空中顿时响彻起来了古魔真仙怒火和恐惧的声音 心灭老人 你居然敢对组织内的人出手 你可知道你在干什么 他的声音消失了下去 很显然是这尊伟岸虚影的一击 直接一下就把他给打怕了 打得恐惧了 甚至还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凌晨背后的这尊伟岸虚影突然一变 变成了一个老人 这个老人双眼紧闭 气息平凡 若不是刚才那惊天一击打跑真仙本尊 谁能够看得出来这尊老人是一尊大帝 心灭老人 大帝人物 多谢前辈 凌晨立刻拱手示意 一切都如同他所料 魔神组之内那幸福之人与不幸福的人 都会因为他大打出手 而这心灭老人 就是支持凌晨统领魔道的大帝及存在 凌冷是吧 心灭老人站在凌晨面前 紧闭双眼 你的目的达到了 现在整个魔神组织都混乱了起来 既然你有心想要去做魔道之主 那么就去做 我不是迂腐之人 不仅仅止因为魔神之眼就认可你为主上 一切地看你自己的能耐 心灭老人完全不给凌晨开口 屈指朝着凌晨一谈 其中便是有着一枚古老的令牌 上面刻着一个韵味盎然的灭字 带着这个令牌 去天魔兜 那里才是你真正要去的战场 心灭老人道 话里的语气带着一股绝对 等会陆续会有大地降临要杀你 我施展大法力将你移到魔神组织的集中地 整个过程 心灭老人完全没有让凌晨开口 大手便是朝着凌晨一挥 一道古老魔道门户立刻演化出来 从那魔道门户之中传来了一股棒薄的犀利 将凌晨吸入其中 随即消失不见 而也就在凌晨被心灭老人传走没多久 天地间突然风云暴动 无边魔气滚滚淹没而来 一个杀气滔天的声音随之响彻而起 魔子在哪 速速来受死 又是一尊大地 冰镜上面的画面消失了 水玲珑的眼色还隐隐有些震动在里面 这一次 他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破例与算计了 引诱魔神的人前来 让支持的一方带走 这个家伙 真正的目的是打着整个魔神组织的算盘 水玲珑说道 他这一次是赤裸裸地看到了一个庞大的野心 展现在他的面前 凌晨引诱出魔神组织的人来 从开始到现在 就是打着这个组织的算盘 魔神组织隐隐在几大势力有着成为第一的迹象 足以见得这势力的庞大 凌晨岂会放过 不过水玲珑不得不佩服凌晨的破例 如果是要杀他的一方来得更恐怖 那他还有什么活路 这就是凌晨的破例 他敢冒险 而这一个从圣灵大陆上来的实力卑微却有着巨大野心的小人物 想要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叱咤风云 就必须要有着一个庞大的势力作为后盾 现在他也如愿以偿地要去天魔都那块地方了 只有在那里 才能在魔神组织内发展 供典还有两年的时间 两年中他能发展成什么样子 老玉的声音淡漠的响彻而起 到底是成为强者蔑视的蝼蚁 或者是一具枯骨 还是那光芒要人挥手遮天的无上巨头 第1006章天魔都 魔神组织麾下掌握的视力范围 不知道有多么巨大 当初凌晨虽然随便抓了一尊大圣境界的问了一些情况 但是脑海的概念还模糊得很 这次凌晨布下这个局 结果总是如他所愿的 水玲珑恐怕现在都还猜不透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竟然连这种事情都敢做出来 难道就不怕被大帝哥杀在当场吗 他的胆破 谁能敌 当凌晨再度从空间门户掉下来的时候 他立刻迅速落地 进入了丛林之中 从空间门户下来的刹那 凌晨立刻感受到自己眉心之中的魔神之眼微微一震 好似感受到了某种冥冥中磅薄的魔力 能够引起魔神之眼的震动 这股力量是有多么强大 他此时落在的是一处荒林之中 那股冥冥之中让魔神之眼微微震战的力量 赫然来自于前方万里之外 凌晨眼神立刻朝着前方扫去 这一看去 凌晨心中便是生腾起来了巨大的震撼 在他眼前出现的不是一个城 而是一尊魔神 这是一尊真正的魔神 换句话来说 而是一尊躺在无尽大地上 仰望着无尽天空的一尊魔神 从远处看去 就好像是那远古时代魔至高的主宰 躺在那一片土地上 双目洞彻全部苍穹 而这庞大的身躯内 就是一座城池 天魔兜 这 凌晨心中不知道用何言语来形容 他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有城池 是在一个人的身体内部 而且 眼前的这躺在地上 仰望无尽苍穹的魔神雕像 着实大的太过分了 从占地来看 这躺在地面上的魔神雕像 起码占地了百万里 一个身躯 就足足有着百万里之大 而且如果一个人 走在这魔神雕像的脑袋下 就好像是在仰望一座泰山一样 人在前面 显得无比渺小 像是一个小碟 百万里的魔神雕像 驻扎着无穷魔神组织的修饰 这就是天魔兜 凌晨运转那魔神之眼 才是将魔神雕像 躺在地上的头部之处 看了个清晰 那魔神雕像的巨大双肩上 各自都有着一尊巨大的门户 想要进入这魔神雕像内部 就必须穿入这个 从肩膀上开凿出来的门户之中 凌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刚才魔神之眼的震动感 想必多半就是被这个战地 庞大到了百万里的 魔神雕像内散发出来的 对于这个古老 躺在无尽大地上的魔神雕像 凌晨有了一种提防的心理 先进去再说 凌晨的气息一变 利用吞噬魔宫 将自己的气息彻底地变化 成了一尊虚王境界的魔头 其中隐隐散发出来的天煞气息 让人误以为 它修炼的乃是一种魔煞功法 除非是心灭老人 或者是再次一点的古魔真仙 这个级别的存在 才能看穿它的真身 当然 也没人去刻意地观察 整个魔神宫殿内的一些修饰 凌晨飞速地前进 那镇守在恐怖巨大的魔神 雕像肩膀上的门户 有着两尊魔卫在把守着 这两个魔卫眼中魔气深邃 隐隐闪现着自己的强大意志 他们都是成就了自己的领域 两尊真王境界的魔卫 凌晨面色淡然 从那巨大门户之中走进去 在两大魔卫的注视下 一股庞大的天煞魔翼席卷凌晨全身 两尊魔卫便是点头 其中一尊道 虚王境界 纯净的天煞魔翼 够资格进去 想要进入这魔神组织的心脏之处 恐怕低于道途径的存在 完全会被阻拦在这里 踏入了这巨大的魔神雕像之中 凌晨便是感觉到了一股无形的压迫趋势 从天空镇压下来 凌晨愕然的发现 他的神势竟是受到了压迫 笼罩的范围 不过十米余 其中来来往往的人无比密集 他们身上都透露着一股股的魔艺 在这魔神雕像内 也有着一尊尊魔道法宝化成的城楼 要么就是有着强大的魔道修饰在居住 要么就是一些交易场所 这些街道 都是宽大无比 好似看不到镜头一样 要知道 这尊魔神雕像占据了足足百万里的范围 魔神雕像的五根魔指 都是有着上万里之长 乃是一条大道 这是活脱脱的一个魔道中人的集中营 那时麻吉魔城 比起这个 差距简直是天地 恐怕在这个天魔兜之中 有着整个魔神组织的人物 简直是龙血虎坛 凌晨暗自则舌 他现在近来这么长 根本就摸不透这个巨大的天魔兜 不过好在凌晨当初在冰神宫那里上演了一场大戏 现在得到了心灭老人的令牌 在融入这座棒拨无比的魔神组织的整个中心剧城内 就轻松得很多了 凌晨看着无数的魔道中人 心中在感叹魔神组织庞大的同时 也找到了一个略显偏僻的小巷之中 在这小巷内 倒是没有什么人烟 凌晨掏出心灭老人给他的令牌 屈指一弹 其中的法力立刻运转进入了其中 这个古老的魔牌就散发出来了一股魔光 一股神秘的波动波散开来 凌晨冷眼观察了一下四周 发现没有什么人 当下便是放心了 果不其然 在凌晨启动了这枚令牌之后 立刻有着一道魔影从街道上快速地闪来 身形如同一道狂风 这与那些在魔神雕像内都是急步行走的修饰不一样 好像有着特权 一个赤裸上身的大汉来到了凌晨的面前 一股浓浓厚重的煞气朝着凌晨扑面而来 好似耳边响彻起来了鬼哭狼好的声音 无数的冤魂都在咆哮震战 凌晨身形瞬间紧绷 因为他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气息 这个大汉 让他感受到了无尽的威胁 你就是凌冷 这尊大汉目光好似两把魔刀 插入人的心中 让人感受到无尽的磨煞 他掏出来了一枚令牌 与凌晨手中的一模一样 其中散发出来气息一模一样 我是 凌晨点了点头 目光丝毫不惧怕地与这尊给人恐怖气息的大汉对视 请问前辈法明 我 大汉破天荒露出了一个笑容 看起来却是给人一种无比猙獰的感觉 你够资格知道我的名字吗 第1007章改天换地 大逆不道 凌晨突然身躯一阵 眉心之中隐隐有着上古魔神的气息在其中运转 一股骇然的魔威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 直逼这个强者大汉 纵然这个大汉让凌晨感受到了死亡气息 但是他乃魔神之眼之主 堂堂正正的魔道之子 魔道要在他的身下沉浮 战斗 大汉眼中神色一闪 心中感受到了这股原始上的压迫 那的确就是魔神之眼的威压 而且从这个年轻人脸上闪烁的神色来看 已经完全地融入了魔神之眼的一些奥义 好 大汉鼓掌 赞赏地看着凌晨 你可以叫我东离 现在赶紧将你身上的魔道威压撤除掉 否则的话 会引起那一方人的注意 到时候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凌晨也知道这个大汉是在测验自己 身上的气息一闪 便是恢复成为了那尊隐隐散发着天煞气息的魔道修士 东离前辈 凌晨拱拱手 现在他的态度又变得和许了起来 是一个尊敬强者的青年 东离摆摆手 道 你也看到了这尊天魔兜 在这天魔都内 魔神双臂由我们掌控 被称之为魔道 而魔神双腿 则是被他们掌握 被称之为神道 凌晨点点头 这尊给他死亡感觉的东离已经开始在告诉他一些整个魔神组之内的事情了 魔道就是偏离于上古魔神传说一样 得到完整的魔神之眼之人 就能够成为那魔道之子 统领魔道 而神道 则是信奉自身 认为现在只有靠自己才能够开辟真正的魔道 魔神组之内的事情 差不多与当初暗族的情况有些类似 一部分人相信远古流传下来的宗旨 一部分人想要独揽大权 打破那远古宗旨 东离告诫道 在这魔神雕像内 规矩森严 虚亡境界的人只能在雕像内慢走 真亡境界的可以快走 虚仙境界的可以快跑 真仙境界的人才能飞行 大地级的巨头才能撕裂虚空而走 凌晨唯唯一争 他刚刚穿过那魔神雕像肩膀上的长长通道 所看到的一幕便是无数的魔道修士 都是慢走的 也有一部分人在快走 原来这个魔神雕像内的规矩 是赤裸裸地按照实力来规定划分的 不过若是凌晨现在的虚亡境 就算是要走完魔神雕像的一只手臂 那都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 要知道魔神雕像的一只手臂 足足有着三十多万里 而这能够刚才急速快奔的东离 想必就是一尊虚仙境界的强者 至于距离你倒是不用多虑 只要是我们魔道中的人 都会有一个令牌 靠着那个令牌 可以启动大阵 进行短暂的空间传送 东离扫了一眼凌晨 语气忽而一下变得沉重了起来 我不得不提醒你 纵然是掌握了魔神之眼 现在回归魔道中 你也必须要向大家证明你自己 凌晨点点头 这句话和当初那心灭老人所说 都是一模一样 的确 纵然是他们信奉着上古宗旨 但也不会像一个蠢蛋一样 见到你有魔神之眼 就彻底的臣服下来 东离双目突然如刀一样的 看向了凌晨 当初神道那边的魔子 天生乃是魔神之眼下 卷成灵所化 你是如何得到完整的魔神之眼的 魔子在下凡人界的时候 传闻被人界一尊血天妖尊的 徒弟搅得翻天地覆 魔子还被他斩杀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凌晨心中唯唯一惊 他似乎遗漏掉了什么 很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人界的十三位巨头 能够将这些消息带来的 那么也就只有十三位人界巨头了 人界通道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打开一次 除非是耗动巨大的代价 才能将之开启 人界之前天骄在大陆上全军覆没 当时的人界几大势力 就联合出手 再度将一些天骄下凡到了圣灵大陆 那次消耗也是巨大的 不可能进行第二次 然而灵晨亲自上演了一场大屠杀 人界几大势力 全部惨遭血洗 至于那些小种族 早就臣服在了妖妃的麾下 此次前来人界的 也只有十三位人界巨头 和灵晨几位天骄 其中就有魔神组织的一位巨头 如果一旦灵晨的身份曝露的话 别说是想对这个魔神组织下手 后果将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你们这些信息 从哪得来 灵晨嘴角泛起了一抹冷笑 我本就是人界的魔道一尊散修 当初有机缘进入了魔神组织的天骄中 被任命前往了圣灵大陆 偶然获得了阎罗魔主的宝藏 才法力大增 利用魔主遗留的种种手段 才将魔子之斩杀至死 灵晨的身躯一阵 一个魔界隐隐在他的背后闪烁着 其中透露着滚滚魔道气息 赫然是天魔之界 是吗 东霖看着这天魔之界眼中闪过了一抹奇异的光彩 也没多问 只是淡然道 先带你回去魔道之中 暂时只能让你独处 有些事情 现如今还在调查之中 毕竟这一次几大势力在圣灵大陆的损失太严重 又关乎到了血天妖尊的一些传言 不能放松 虽然我们魔道之人不在乎你的身份如何 但是眼下绝不能让神道的人找到攻击的点 灵晨点了点头 然后东霖一把抓住了灵晨 他手中的令牌便是魔光一闪 两人的身形便是瞬间消失 东霖带灵晨进入的是一尊魔府 这个魔府之中 豪华点缀 其中布满了强大的静志 乃是虚仙级别的静志 里面也是空无一人 灵晨心中清明 看来没弄清楚自己身份前 魔道中人也打算是将自己暗中监禁 这下该如何是好 十三位巨头都知晓得一清二楚 一旦查下来 那么我的身份曝露 岂不是即将会遭到大追杀 灵晨脸色紧绷了起来 现在他才刚刚来到这座天魔兜 其中的浑水根本不清楚 虽然魔道中的东霖口口声声的说 是不在乎自己的身份 但是到底如何 谁能够清楚 而且一旦身份曝露 那岂不是慧眼变成为当初 那比圣灵大陆还恐怖的一幕 然而 也就在凌晨苦苦寻思的时候 突然间 凌晨只感受到了眉心之中的青铜骨观 骤然一阵 他背后汗毛竖起 也是感受到了一股冥冥之中的力量 缠绕在了他的身上 好像正有着一双眼睛 在注视着自己 哼 这次倒是来了一个有点本事的东西 想要来探测你的天机 青铜骨观冷恒了一声 道 凌晨 你到底又惹了什么麻烦 我哪里知道 凌晨苦笑 你能知道这是什么玩意不 类似一种探测人的实力的玩意 可以从天机之中感受你的底牌 你的姓名等等 青铜骨观说道 凌晨微微一愣 然后身躯猛的一阵 陡然想到了一尊存在 大地榜 一个号称前使者 必成帝的存在 上面一系列的排名 能够彰显你成为大地的潜力 原来是这的玩意 凌晨心中暗暗震惊 看来不仅仅是魔神组织在怀疑我了 就连那虚无缥缈的五大种族也开始怀疑我了 正在利用大地榜对我进行试探 这绝对不行 凌晨万万没想到 当初他逼走的十三位大地 如今给他亮成了眼下危急万分的一幕 也罢 我在这里 他们也想探测天机 他们可以杀你 但是不能探查天机 青铜骨观淡淡道 从那青铜骨观上 便是一阵 就有着一股神秘的力量波散开来 凌晨瞬间便是感觉到 那股冥冥之中注视着自己的感觉陡然全无 你可以自行改造你的气息身份 算是我送你的一分小小礼物 青铜骨观说道 随后凌晨便是感觉到 有着一股清凉的气息流入自己的体内 这股清凉的气息散播着一股股天机的气息 凌晨瞬息间就明白了 对青铜骨观道谢一生 那家伙就彻底地沉浸了下去 凌冷 魔神之眼 天煞阎罗经 佛光普照 准道气身躯 虚妄修为 来自于人界魔道散修 大地榜 排行三百零七 改天换地 此时此刻起 它就是凌冷 地一千零八章可感 与此同时 一个不知名之地 混沌一片 隐隐有着金光在这混沌之中闪烁着 一尊古老而庞大的存在 在这混沌之中上下起伏 吞吐天机 这尊古老而庞大的存在 是一个镶着金边的榜 看起来像是那世俗之中的金榜提名一样 但是这个更为巨大 更为棒驳 这个镶金榜上 便是绘制着三个古老而含着道运的大字 大地榜 大地榜 在整个人界之中都含有着巨大的威严 前使者 必成帝 万年以来都没有被打破的古老传说 更是让这个神秘的大地榜 更具有了真实性 权威性 而这个大地榜上 其中好似祥云笼罩 金龙在其中翻滚 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 一个个名字和信息排列在其中 美国一会 这些无数名字和信息便是有着一些变化 是有天骄陨落 或者是有天骄冲启 这足以见得在人界这块地方 那些天骄之间的竞争是有多么残酷 大地之路苍苍茫茫茫 万千劫难 谁能光芒万丈 然而也就在此刻 一个新名字突然窜起 引得了注视着这大地榜的那些强者们都是纷纷关注了起来 嗯 灵朗来自人界魔道散修 307名 很显然 如今有着不少的强者在不仅仅关注着大地榜的同时 还在关注着如今在魔神组之内风头巨大的那个掌握魔神之眼的灵朗 怎么可能 不是天罗传来消息 说有一个叫做灵晨的家伙 乃是写天妖尊转世 而且还斩杀魔子 成为天骄第一 部下计划 将圣灵大陆的种种根基全部铲除 还获得了圣灵大陆的本源碎片 大地榜单素未出错 这13位巨头一去如今还未反 天晓的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些人简直是蠢材 废物 一个小小的圣灵大陆都攻克不了 而且还落得了这番田地 当初真不应该耗费巨大代价再度降下天骄去协助 看来这个灵冷的确没问题 就算是大地出手 也只能蒙蔽真实修为而已 姓名和出自地那些是无法改变的 这一次我们真的是多虑了 不过魔神之眼再度出事 想必会引起不小的风波 哼 我们现在更应该关系的是那13位巨头的去向 人界 神秘之地 你到底是谁 为何要将我们囚禁在这里 你到底有着什么用意 罗和大帝一脸阴郁的连连咆哮 他堂堂大帝 不仅仅在圣灵大陆受尽了屈辱 而现在才回到人界 居然又被囚禁了起来 不仅仅是罗和大帝 那另外的12位巨头赫然在此 他们此时此刻 浑身上下被一种恐怖的锁链捆绑着 体内的大道之力都被封禁起来 完全无法动弹 一下囚禁13位大帝 不知何人有着如此恐怖 而且最令他们13位大帝恐惧的便是 到现在他们至始至终都没见过那个囚禁他们的人到底是谁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个伟岸的身影从前方拔定而起 身形高猛万丈 看不到边际 一股股恐怖的威压震动四方 令得13位巨头心中都感受到了无尽寒意 哼 一个小小虚王静 也值得你们如此大动干戈 这尊伟岸的存在开口了 声音之中带着无边无尽的狂妄 我庇护的人 你们这13个娄仪也敢在此猖狂 13位大帝瞳孔皆是猛的一缩 惊叹号 与此同时 在那座魔斧之中 凌晨的脸色微微好转 刚才青铜骨官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帮他蒙蔽了天机 现在自己的身份在那个所谓的大帝榜上肯定是焕然一新了 但是让凌晨颇为担心的便是 那13位巨头如今到底是如何了 如果给他们回归到了自己的势力之中 那么接下来的一切都要对他不利起来了 要知道各大不同势力的13位巨头同时将自己在圣灵大陆的事情抖出来 那么接下来的境地不知道要变得多么惨烈 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凌晨苦笑道 同时也有些懊恼 13位巨头的事情着实是他算计失误 没有料到这一幕 眼下之际 也只能碰碰他自己的运气了 然而也就在此刻 突然一个人闪入了这个魔斧之中 赫然就是那东黎 琳朗 你现在已经出现在了大地榜上 排名307 这个名词算是不错了 毕竟如今你还只是虚王境界 这煞气大汉一进来 便是道谢 拱手略带歉意道 刚才是我的做法有些偏激了 凌晨点了点头 心中倒是不怎么怪这东黎 从血老当初给自己描绘血天妖尊的时候 你人借给血天妖尊脚的天翻地覆 不知道有多少人仇恨自己的圣外肢体 如果自己还没统领魔神组织就给发现了是圣外肢体 那神道那边的人 为了保全肯定要将自己驱逐或者是斩杀 轻者自轻 拙者自拙 凌晨淡笑道 一脸浑然不叫的模样 东黎暗暗点头 这份胸襟倒也是了得 当下便是道 走吧 我带你去认识认识我们魔道之中的一些天骄 不过我还是那句话 他们虽然尊敬你的身份 但想要彻底认可你 一切都得看你自己 凌晨点头 接下来两人都同时拿出了心灭老人似语的令牌 短暂地进行那空间传送 凌晨和东离这一下进来的地方 便是一座大殿 这座大地之始之中都在散发着一股恐怖深邃的魔道气息 四周漆黑 好似在那漆黑之中有着一尊尊的魔神沉浸在那其中 吞吐魔气 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一样 凌晨楚波不惊 身躯外面缠绕着一股股的天上魔艺 内部却是隐隐散发着一股浓郁而恐怖的魔道之子的气息 见过魔子 从那漆黑大殿之中 走出来了一批人物 都是其刷刷的鹤道 整齐划一 他们一个个眼神都盯在了凌晨的身上 凌晨却也是浑然不觉 处之泰然 大致一扫 这一次出现在这大殿之中的人物有着不下于五十个 其中有着二十多个气息如同东离一样的恐怖存在 甚至是更为恐怖的人物 还剩余的三十多个便是那些虚王真王级别的天骄存在了 或许在圣灵大陆那个地方虚王境界可以称得上大陆天骄 但是在人界在魔神组之内虚王境界也只能被称之为真传弟子罢了 虚王与真王相差一步却是天差地别 凌晨扫了这三十多个魔道天骄一眼 发现这三十多个魔道天骄虽然在喊着自己为魔道之子 但是他们的表情大多促还是非常淡然的 没有高看也没有轻视 只有一种平淡 凌晨大步一踏 对着在场众人拱拱手 道大家不必拘束 初次见面 不少的虚仙境以上的魔道强者便是皱了皱眉头 这个年轻人好没锐气啊 然而下一刻凌晨的面孔突然魔气森森 你们当中哪三个实力最强 立刻给我出来 与我轮流大战三回合 凌晨霸气一眼扫众人 好似此时他话为了魔道之子 威严万千 可敢 第1009章笑面魔 谁能够预料到 刚才那个恭恭敬敬的小子突然一下子魔气森森 威严巨大 无比着人 其中不少魔道天骄都是一愣 不过凌晨此话着实嚣张 一个小小的虚王镜 纵然是你有着魔神之眼 开创佛魔一念间的异象 就敢在这里叫嚣 果不其然 在这三十多位的魔道天骄之中 一下踏出来了三尊人物 宫殿似乎都微微一颤 他们身上都散发着一股骇然的寒意 皆不是大善之辈 凌晨眉心中魔气重重 看着这三尊天骄 其中一位身上缠绕着如同钢器般的魔意 锋利无比 好似浑身一动 就能割碎法宝 尤其是他身后背着的那把魔刀 更是叠血无数 煞气层层 让人心中发寒 刀一 以刀入魔 达到了传说中的人气合一的境界 在大地榜上 排名304 比你要高三个名次 纳东黎虚仙 好意地给凌晨传来了神念 提醒着 这刀一的身边 又是一尊魔道高手 他的右臂好似蕴含了一股 极为远古的魔道力量 只是透露着丝丝魔气 但是一扫之下 确实能够感觉到其魔手之中 蕴含着一股磅驳而骇然的力量 灭手张远 大地榜上排名第302名 天生右手蕴含面魔之道 威力巨大 曾在魔道天骄之战中 获得了第二名次 东黎虚仙道 魔道天骄之战 是整个魔道内的天骄的一次名次比拼 纳刀一便是第三名 而剩下的那一个 东黎虚仙说道 这里微微顿了顿 林辰也心中感觉到了 在刀一和张远身边的那尊存在 身上散发出来一股无比奇怪的魔道气息 似乎这股魔道气息能够滋生在人的心中 让人感受到恐惧 他有着魔神之眼 这魔道至尊之眼 才不受影响 这个年轻人 脸色如常 双眼好似一潭死水 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 但是他却给凌晨一股极为强大的危机感 恐怖魔王 李龙 东黎虚仙缓缓道 此子乃是我们魔道之中 一尊名为恐怖真仙的关门弟子 修炼的乃是恐怖魔生经 在魔道十大经文之中排名第四 上次天骄大战的魁首 大地榜排名298 魔道十大经文 凌晨的眼光一闪 同样他也扫了一下后方 隐隐地能够感觉到在那后方之中 有着一尊强大的存在 乃是真仙境的高手 只不过自身只散发出来了一点气息而已 这三尊人物 都是真王级别的存在 身躯内贯彻了自己的意志 那些看到这一幕的其余魔道天骄 也是暗自摇头 很显然他们的魔道之子想要立威 第一次就来挑战这三大天骄 着实自不量力了一些 也在这时 一尊魔道组织强大的存在开口了 声音给人一种浓浓的压迫感 魔子 你能来到这里 我们的确认可你的存在 不过你现在还上过弱小 魔神之眼的威能并未激发出来 所以你并没有必要去挑战三大天骄来立威 你好好考虑吧 这尊强大的存在开口 光是声音 就下意识地给人一种心中恐惧的感觉 赫然就是那排名第一天骄理龙的师尊说话 修炼魔道十大经文排名第四的恐怖魔生经的真仙境巨头 一群魔道天骄看着凌晨 这个新生代的魔子大地榜排名第三百零七 作为虚王静 已经非常了得了 不过想要来挑战这三大天骄 着实难度巨大 毕竟大地榜上一名只差 也代表着实力的勾获 他们都是无比清楚的 不过 这些魔道天骄与这三大天骄 心中也倒是想要十分看看 这个魔子到底是有着何等力量 一个未来魔道的领头人连一点神采都没有的话 他们如何去顺从 正如心灭老人和东里所说 一切看你自己 于是凌晨大步一踏 目光锁定在了这三人的身上 没有丝毫胆怯 这份气度让不少人暗中点头 这才有点领导者的风范 喜之凌晨拱拱手 对着三位抱拳一笑 刚才的恐怖真仙前辈说的也没错 大家都是一家人 没必要打来打去 免得伤了和气 一群魔道天骄唯唯恶然 就连这天骄大战的前三家也是唯唯一愣 刚才气势十足 霸气决然地想要挑战三大天骄 现在看到他们就这样的耸了 就连东里虚仙和那一群魔道的强者 也是没有想到 他们的魔子这样就服软了 接我一招 那刀翼突然杀气炸开 浑身化成了一道魔气刀芒 像是突兀的一道雷霆炸开 瞬间斩灭而来 其中锋芒足以撕裂大山 说出手就出手 而且这一招没有丝毫保留 完完全全的杀招 凌晨反应丝毫不落 大拳一轰 烽火大截立刻席卷而出 充满了结束焚化的气息 轰 两人的身躯都是瞬间正开 不过这个宫殿质地非同小可 与那外面魔神雕像的漆黑大石一模一样 除了震荡之外 没有丝毫碎裂 一刀为魔 而那刀一被震开的瞬间 脸色冷酷 身躯再度化为无尽魔刀之芒 从天空炸开 朝着凌晨头颅披下 一股庞大的魔意从中渗透而下 一刀斩下 让你成魔 凌晨豁然抬头 刹那间 不少天骄都是有个错觉 好像是一尊天煞魔头 猙獰大笑一样 一个漆黑的魔戒轰然在凌晨背后张口 赫然是天魔之戒 那里龙看到了天魔之戒 眉毛微微一挑 眼神却依然如同一潭死水 轰 凌晨的眉头一皱 身上的魔气瞬间消失 抬头看着这一幕 不仅仅是他 东里虚仙等等许多魔道巨头 都是看着这突兀的一幕 眉头忍不住微微皱了起来 只见到刀翼斩下的这一刀为魔 确实被一人挡了下来 此人浑身微胖 穿着一件魔光闪闪的长袍 微胖的脸上带着和寻的笑容 手掌画爪 硬生生地将那一刀给接了下来 那刀翼也是瞬间震刀一下 身形在落下原地 眼神冷冽地看着这个人 喊声道 你又来干什么 凌晨微微皱眉 他从这个浑身微胖 突然杀出来的人身上感受到了 一股和寻的气息 给人平易近人的感觉 但是他魔神之眼在此 却是感受到了一些异动 此人单手接刀 肉体不在他之下 甚至可能在上 怎么会突然出现 而且凌晨确实发现 那刀翼 魔手 恐怖争亡李龙 他们的面色都微微有些阴沉了下去 另外的那些魔道天骄 脸色也隐隐有些不善 哈哈 刀翼兄 你还是那么冲动 今天过来只是为了见见我们魔子的风采 胖子落地 微笑地对着大家拱拱手 然后再拍了拍凌晨的肩膀 笑道 早就听闻大名 今日一见果然不愧是我们魔道之子 气质非凡 在下心中敬佩 幸会 凌晨面色淡然地与他拱拱手 虽然他给人一种极为和寻的感觉 但是魔神之眼感受到的一点端倪 他还是分得清楚 这时那冬离虚仙也是给凌晨传言 声音带着点冷冽 魔子 你要小心此人 他被称之为笑面魔 曾经是我们魔道中人 后来叛变了过去 因为他的身份问题 那道令牌一直没收回来 叛变之人 凌晨的眼睛光芒一闪 那此人 也就是神道之人了 来者不善啊 看到你 倒是让我想起来了一个人啊 笑面魔人如其名 脸上至始至终带着笑 笑容完美 嗯 凌晨扬了扬眉毛 这笑面魔面带微笑 声音很轻柔 我那师弟 当初也是被称之为魔子 你和他当初一样 都是一起风发 很叫人羡慕啊 凌晨看着眼前这笑面魔的笑容 眼睛微微一眯 魔子是他师弟啊 打脸 还是来寻仇 第一千零一时张魔眼开光 当初凌晨亲手斩杀了魔子的弟弟 然后现如今斩杀掉了魔子 又出现了一个师兄 这个叛徒过来找自己 到底是要干什么呢 这是我与他之间的宿命 凌晨面色聪容 在诸多魔道天骄 与长辈的注视之下 只是这笑面魔那充满了笑意之外 看不到其他情绪的双眼 道不知笑面胸过来 是有何用意 诸多魔道天骄本就是极为讨厌这个笑面魔 只不过这笑面魔是来找他们魔子的 他们现在也只有咬着牙 没有出声 看着这两人 凌晨斩杀他师弟 想必按照这笑面魔的形式风格 多半是想让他们眼前这个魔子难堪 好一个宿命那 笑面魔笑脸相迎 让人如沐春风 可终究 他是我的师弟 凌晨不语 只是聆听 笑面魔随后便道 不过凌兄弟说的道是极对 师弟和你之间 必有一场胜负 你胜了 就是赢家 所以我这次过来 是真诚地邀请你加入我们神道 凌晨唯唯一争 诸多魔道天骄也是唯唯一争 邀请 这他妈都跑到了一群魔道众人的面前来邀请了 笑面魔 你说话给我注意点 这时候 那魔道天骄第一人李龙开口了 他说话间都有着一种无形的威慑力 好似让人恐惧心颤 那恐怖魔生经 想必这里龙也修炼得炉火纯青了 笑面魔却依然是笑脸相迎 完全无视了那李龙 道 林兄弟可要想好了 我们神道那边有些东西对于开启魔神之眼的力量可是非常好的 被笑面魔无视掉 那李龙似乎面色微微有些铁青 眼中闪烁着寒光 显然是极其想要将这笑面魔杀死 但是似乎迫于什么原因 也只能按耐住 凌晨若有所思 看着笑面魔 问道 你师弟被我杀死 你还能笑着来请我去你们那边 可见你诚意足够 让我当下很是感激 笑面魔笑意依旧浓郁 只不过 凌晨拉涨了声音 语气间突然浮现了一抹威严质问 背叛离间 师弟死而面带笑容 你这人是良心被狗吃了 魔道众人皆是一呆 现在的凌晨似乎气质又是一变 变成了那个魔道至尊之子 原来如此 我已知晓了凌兄弟的心意了 不过在下天生只会笑 如有得罪 请多害寒 笑面魔笑声依旧 然后转身对着诸多魔道之人拱拱手 在下先走一步 大家继续 笑面魔便是走去 好似丝毫没有给凌晨算账的想法 站住 那李龙开口了 大步一踏 眼神之中射出了两道寒光 直逼笑面魔的背后 让他去 李龙的师尊 魔道之中的这尊巨头发话了 威严巨大 容不得人反驳 李龙立刻迟疑了一下 那笑面魔依然是笑声不断 催动了那令牌 身形消失不见 凌晨扫了一眼魔道众人 他们都是对这个笑面魔看来抵触很大 而且还有杀星 不过其中的内幕 凌晨倒是不了解的 行了 今天见到了魔子 各位都散吧 那恐怖真心走出来 目扫众人 对着凌晨点了点头 再道 你们三个还有魔子随我过来 众人立刻散开 也有不少魔道之中的高手也是纷纷离开 整个大殿之中没有留下多少人 也就恐怖真仙和东黎 还有三大天骄都在 恐怖真仙大手一挥 便是有着一股棒薄的力量席卷而去 将众人的身形移走 下一刻凌晨等人已经是来到了一个包厢之中 这个包厢内静置闪烁 隐晦不发 气息却令人恐惧 痴尊 李龙立刻上前一步 那死疾的毛子之中闪烁着寒光 为什么要放过他 他一个叛徒 应当杀死 道义和魔手两人也是满眼寒光 显然是对这个笑面魔恨意极深 东黎虚先摇摇头 看着四人说道 笑面魔是五魔之手 曾经佛道友依尊被称之为笑面佛的大能意志 让他炼化领悟 成就了笑面魔 无比强横 而且 东黎的眼神一下锁定在了凌晨的身上 他还是心灭老人的儿子 这一句话 却是如同惊雷 那个背叛之人居然是心灭老人的儿子 凌晨可是记得清清楚楚 这个心灭老人就是魔道这方的巨头 笑面魔居然会叛变 不过东黎虚先可不会开玩笑 既然如此的话 难怪恐怖真王会阻止 我知道你们心中很仇恨他 恐怖真先开口了 淡淡道 笑面魔的修为 要在你之上 不过最近那魔眼开光 你们如果自己的机缘和悟性够好 一次性超过那笑面魔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魔眼开光 凌晨疑惑地问道 前辈 魔眼开光是什么事情 三位听交没有说话 很显然他们是知道这个事情的 魔眼开光 就是魔神雕像的眼睛发出的异象 东黎虚先脸上浮起来了一抹尊敬之色 这尊魔神雕像 乃是远古遗留下来 来历不明 大帝也无法探查出这个魔神雕像真正的奥秘 而这魔眼开光 散发异象 只要魔道中人前去的话 悟性够好 就能获得巨大的收获 一旁的李龙也是淡淡道 这种开光 只有十年一次 你的运气算是不错了的 道义和魔手也是点点头 显然是刚才灵晨说的那句 你的良心被狗吃的这句话 生得他们人心 对灵晨有了不少的改观 原来如此 灵晨暗暗扎舌 不知道是因为魔神之眼的原因 还是什么的 他对于这个魔神雕像 总有着一种无法言语出来的感觉 总之 这个魔神雕像特别神秘 灵晨下意识地想要去远离 不过这魔眼开光十年一次 能有所好处的话 自己也不妨去试试 只不过如今在凌晨内心中 最为担心的还是关于自己身份的问题 如果一旦爆发的话 那自己将会陷入何等的万劫不复之地 也就在凌晨胡思乱想的时候 那恐怖针先摆摆手 威言滚滚道 你们各自去做好准备 调整好心态 三天之后 群魔聚会 能不能大放一彩 就看你们的造化了 是 刀一 魔手 李龙皆是满脸肃杀 唯独刚才还陷入沉思的凌晨被唤醒过来 胡弄地说了一声 三大天骄看在眼中 却是忍不住暗中摇了摇头 第一千零一十一章开光典礼 三天后 便是魔神组织内的十年一次的魔眼开光 这对于很多魔道 神道组织的天骄来说 的确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凌晨这一次亮相魔道内 魔道 神道天骄也都是全部知道了 新的魔子再度诞生 引起了不少的注意 但是魔道之中的天骄对于凌晨的看法 也是不温不火的 虽然他对笑面魔说的你的良心被狗吃了这一句话 让他们感觉心里舒畅 但是他们总觉得他们的魔子缺少了一些什么东西 比如说霸气 神道那边对于凌晨的印象也不怎么好 他们当然知道了魔子对笑面魔大言不惭地放了一些话 但是他们心里都非常清楚 若是笑面魔正面对魔子出手 这个魔子哪能抗衡得住 一肩魔斧 其中布满了条条静置 充满了繁华 道一 魔手 李龙皆是在此 魔手看着两人 若有所思道 龙哥 三天后的魔眼开光 你怎么看 李龙摇了摇头 脸色略带凝重 这个笑面魔法力高深 隐隐有着魔神第一人的迹象 而且你们也都知道这个笑面魔的大毅力和大智慧 这次魔眼开光 恐怕它能获得最大的好处 道一冷笑一声 不管如何 他终究是叛徒 魔道和神道争斗这么多年 我是不会让他好过的 神道有五魔 这次如果开光一个不小心 五魔就能完全凌驾在我们之上了 魔手眼里隐隐有着杀意 随后叹道 只是可惜啊 道一面色不动 我们的魔子实力还算可以 排名307 不算太次了 魔子之事 勿用再提 也不指望魔眼开光他能派上用场 你们都回去吧 告诉这次我们魔道的师兄弟 无论怎样 绝不能让那神道之人占了风头 李龙摆摆手 眼里闪烁出来了一点点让人感觉恐怖的魔意 惊叹号 魔神组织内都分为魔道神道 魔道占据魔神雕像的双臂 神道占据魔神雕像内的双腿 凌晨所在的魔府 就是魔道的左臂 尚未踏入虚仙的人物 都是在这左臂之中生存着 在这魔神雕像之内 魔艺浓厚 魔气从天空向四方垂落 倒是绝佳的修炼场所 不过这一次 凌晨的魔府内来了一个令他微微意外的客人 这个客人赫然就是魔封真王 魔封真王一进来 便是立刻单膝跪地 抱拳审声道 魔子 此次前来禀报 却没想到我们魔道之中有着内奸 将您的消息传到了神道那边 弟子该死 凌晨微微一愣 随后便笑道 没事 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 魔封真王微微松了一口气 站立起来 然后略犹豫了一下 便道 魔子 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题不该题 你说 凌晨笑了笑 魔封苦笑了一笑 现在魔道之中天郊内的传言 我也是听到了不少 这次的事情虽然我不在场 但是我也大致了解 风头对于魔子一点也不好 这个我清楚 凌晨心中微微叹了一口气 人界十三位巨头其中 里面就有着一尊神道的巨头啊 现在凌晨也没有把握 那个神道的巨头是否回归了神道之中 而且也不知道是否在秘密进行什么计划 若是自己灵冷的身份曝光 那后果是凌晨不能想象的 魔子 可能在魔道之中 就我对你的了解深一点 魔封想了想 道 当初你斩杀及魔真王的时候 我心中虽是震惊 但人界天骄不少 再加上你有着魔神之眼 斩杀也不稀奇 只不过当时你一念成佛魔的大意志 却是让我心中震动 凌晨唯唯一争 怎么说 一念成佛魔 那股大意志 是谁能比你的了 那个时候的你 一切都在你掌握之中 极魔真王也被你斩杀 让我感觉没有丝毫的意外 因为你当时散发出来的气质 而是一种霸气 一种主导 一种绝对的掌握 魔封一口气说完 但是现在 我总感觉你好像是在犹豫着什么 或许你触摸到了真王境界了 不过你只要坚定你自己的想法 才能够触摸到自己的意志 魔封真王说完了 他看到眼前的凌晨陷入了沉思 深深地看了一眼 也没再多说什么 便是退了下去 夜漆黑 整个魔神雕像都被笼罩在了巨大的黑暗之中 一个附建青年站在魔府的庭院之中 双目失神 好似陷入了无尽的回忆之中 忌惮 畏惧 一些原本不该出现的情绪 如今都已经出现了 死亡之道 用自己的身躯和鲜血沾满灵魂 经历那刻苦铭心让人灵魂战斗的磨难 曾经自己一人五年 对人借个大势力展开屠刀 一人指挥上万雄 一战协主 不许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大道之路苍苍茫茫 无穷劫难在脚下 如果你畏惧这片天 那么你永远也只能在仰望 该来的 谁也无法避开 要么隐忍而不发 要么势如破竹 突然间 这黑暗的魔府之中 一对眼眸骤然炸开了寒冷的光芒 天空奏地有着一道惊雷瞬间炸下 整个躺在无尽大地上仰望那苍穹的魔神雕像 笼罩在了一大片的白光之中 三天后 整个巨大的魔神雕像的胸膛 那漆黑古老的石板铺成个巨大广场 围绕了无数的魔道修士 从天空看下去 就好像看到了无数的蚂蚁堆积在一起 在魔神内 除了魔道神道这两大正同组织之外 还有着无数的魔道散修 都是汇聚魔神组织名下 这个巨大广场 被称之为魔神道场 在这道场上 有着一尊恐怖的巨塔 犹如是一头盘踞而上的魔龙 散发着滚滚围压 那无数魔道的修士 都是站立在这巨塔之后 没有人上前 凌晨来了这里三天 也当然知道 这个在魔神道场内 独树依置的巨塔是什么 这塔 被命令为魔神塔 其中乃是一个自成的小世界 里面有着一尊尊魔神组织的巨头 魔道组织三十多位天交 神道组织几十位天交 全部都排列成两大队伍 魔道队伍的领头人 自然就是凌晨 三大天交在他之后 神道队伍的领头人 便是笑面魔了 在他的背后还有着四尊魔头 这四尊魔头 凌晨微微大亮了一下 没想到这四人脸上的表情 格式不同 苦哀愁忧 凌晨早就听闻这五魔之名 笑面魔为首 没想到的是剩余四魔 居然是这幅状态 笑苦 哀 愁 忧 着实是一副人间众人箱啊 两大组织天交各站一列 他们双方之间散发出来的气质 如同水火 无形的杀气在其中飞扬 那些在魔神道场上的诸多魔道修士 都是看着这一幕 眼中跳跃着兴奋的色彩 他们魔道中人 信奉实力 魔道与神道素来水火不容 那么这一次魔眼开光 必然是会产生巨大的碰撞与火花 笑面魔 这一次魔眼开光 便是你最后的一次笑容了 站在凌晨背后的李龙 身上爆发出来了无比恐怖的意志 像是一尊恐怖魔王再世一样 李龙背后的各大魔道天交也是杀气雄魂 一个个目视神道天交 如同见到了自己的仇人一样 唯独凌晨面是前方那十万里之处的恐怖魔神头颅 愿君如意 笑面魔笑脸盈盈 好像丝毫没有在乎那魔道中人散发出来的气息 他背后的另外四魔 表情各不相同 众生之相 也就在此刻 恐怖真仙与神道的一尊真仙 都是齐齐降临了下来 他们两人大手一挥 魔道神道天交的面前 便是出现了一条漆黑的魔道 像是黑色彩虹大桥一样 直接架在了那魔神雕像的头颅上 凌晨眉心中的青铜骨棺骚然一阵 古老青光在骨棺上微微闪烁了出来 凌晨立刻感受到 那魔神塔之中有着十几股无比磅薄的意念 正在朝着这里笼罩而来 虽然仅仅只是一扫而过 但是那一瞬间却让凌晨有了浑身曝露出来的感觉 不过青铜骨棺一阵 凌晨身上的种种天机被掩盖了下来 让他感觉好受了不少 这次魔眼开光 想必那神秘的魔神塔之中的巨头存在 也在盯着这里吧 神道的那尊下达了圣灵大陆的巨头 凌晨唯唯思索 目光直逼魔神头颅 不管你是否在 也不能阻挡我的脚步 恐怖真仙与那神道内的真仙 也是同时开口抱喝 入眼 等待开光 这一下 魔神组织内无数的魔道修士 都是虔诚地念了一声魔 这一声魔汇聚在这长达五六十万里的魔神道场之中汇聚而起 犹如一颗磅膊仙山般的魔鹰雷字 瞬间轰破了云霄 开光典礼开始 第1012章无声的绩效 两条巨大的黑色魔道 通往了那魔神头颅之处 长达几十万里 在魔神雕像内有着严厉规定 没有真仙是不能飞行的 现在驾起魔桥 自然是为了急速跑动而用 两大真仙命令一下 凌晨带头率先跑动 整个人身上喷发出来了无数烽火大劫 抄前席卷而去 看起来像是一束火箭 无数那黑压压的魔神组织的修士都是看着这一幕 不仅仅是凌晨喷发出来了烽火大劫之力 那笑面膜满脸笑容 闪动之间也有着烽火大劫之力不断席卷 两位带头之人都是化为了一串烽火互不相让 几十万里的距离虽长 但是全力奔走之下 却是只耗费了一炷香的时间 整个魔神的头颅也是长达几十万里 魔巧所落下的位置 赫然就是那漆黑深邃魔石铸造而成的魔神的眼睛 这漆黑深幽的眼睛 竟然是长达两万多里 恐怖无比 魔道神道的修士分别站立左 右眼 几十个人站在那眼睛之上 从天空看起来只是那漆黑大眼之中的几十个小点罢了 无数双魔神组织的修士看着这一幕 一个个都是神情激动 毕竟每十年一次的魔眼开光 就寓意着会有着更为强悍的魔道天骄诞生 整个魔神道场上 也是轰然嘈杂 修士都是忍不住神情激动 互相谈论 那率先之人就是最近刚来的魔子 掌握了完全的魔神之眼 看样子能在这魔眼开光上大放一彩 且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这个魔子当初在众多魔道天骄面前 完全被三大天骄碾压的没有丝毫脾气 连这点霸气都没有 魔神之眼虽在他的身上 也发不出什么威力来 这倒也是 何况那肖面魔以自己心智降伏佛道至高佛义 转化为魔 那是何等的霸气 恐怕这次一飞冲天的便是这肖面魔了 哎 肖面魔横空出世 率领四魔 简直是所向披靡 他们五人在大地榜上的排名 完全碾压魔道三天骄 此次魔眼开光 必定是这魔道高手的灾难了 这些魔神修士都是纷纷议论 议论着魔道 神道两大天骄的对碰结局 其中大多数的人都是心中明了 偏袒于神道这一边 毕竟那肖面魔着实太厉害 以自己的大意志降伏佛道至高意志之一 何人能及 恐怖真仙和那尊真仙也是退入了到了魔神塔之中 要想进入这魔神塔 如果没有真仙的修为 是没有资格进去的 凌晨他在这魔眼之中 感受到了这深邃神秘巨大的魔眼内 此时此刻有着一股极为神秘而恐怖的力量 在那魔眼的深处翻涌着 不少魔道天骄的脸上都露出来了奇异之色 凌晨低头一看 顿时就看到 从那巨大深邃的魔眼内 有着一股漆黑的能量 如同泻闸的洪水一翻 朝着上面好像魔龙出海一样冲荡而出 轰 轰 两道巨大的爆炸声响彻而起 两树长大了两万里的巨大漆黑魔光 从那魔眼之中冲天而起 将那魔道神道的接近上百位的天骄 全部笼罩在了其中 冲破云霄 刺破苍穹 无尽的魔翼汹涌席卷整个天空 恐怖的威严震动而来 这两道巨大磅礴的魔光冲天而起之后 便是有着无数的魔器 从那魔光冲起的无尽天际之中 从四面八方迅速地垂落下来 无比精纯 蕴含魔翼 甚至有的魔器之中 还有着五道意志在其中 整个魔神道场都被笼罩在了其中 所有的魔道修饰都是面色大喜 纷纷展开了自己的魔道 将这从无尽苍穹上乍卸下来的魔光 全部吸入自己的体内 魔眼开光 连同这整个魔神道场的魔道修饰 都会获得巨大的弊益 道一魔手 李龙还有着诸多的天骄 被这股魔光瞬间冲刷的时候 立刻盘膝而坐 身上闪现出来了自己的魔道意志 整个人都陷入了悟道之中 凌晨也盘膝而坐 但是当凌晨盘膝而坐的时候 立刻就发现了古怪 他怎么好像什么都没感觉到 这股魔光 此时在凌晨的感触之下 就好像是普普通通的魔光 自己丝毫都感受不到什么 莫非是因为悟性不够 这不可能 他掌握着魔神之眼 六千魔精排名第一的至高存在 现在居然什么都感觉不了 领悟不到 这他妈也太假了吧 然而他确实身躯突然一震 猛地感受到了自己身旁的那些天骄 天骄身上散发出来了一股股 比之前更为深邃而强大的魔道气息 很显然 他们有所开始领悟了 魔神道场下的修士顿时全部沸腾了 从远处看向那魔神双瞳 喷发出来的巨大魔光之处 就能发现在那魔神的双瞳之中 不少的天骄身上都开始闪烁起来了奇异的光彩 有的有魔王赞歌 有的是古魔咆哮等等 不同的异动纷纷响彻了起来 看 大魔道之中的一尊天骄 竟然是领悟了虚空古魔沙 有着一尊古魔从虚空之中出来 虽然只是虚影 但是他的实力必定又要再度猛增了 一尊修士大叫道 凌晨也是朝着那里看去 只见到一尊虚王境界的弟子浑身缠绕魔翼 一尊古魔虚影从虚空中走出来 打出来了一连串的招式 然后嘶吼一声灌入这虚王境界的弟子之中 这虚王弟子的身躯一颤 身上爆发出来的气息不断的暴增 令人寒冷无比 好似让人感觉随时都会被杀掉一样 此子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凌晨再度一看 那神道之中也有一尊天骄 获得了一尊古魔虚影的加持 那尊古魔长效天空 战役庞大 如同铁山 一加持而上 那尊天骄身躯就如同魔之战神下凡 力量倍增 一尊尊的天骄 不断地在这魔眼开光之时获得了好处 所有人都在闭眼感悟 唯独此刻凌晨睁开着眼睛 朝着四周打亮 眼神之中还带着一丝不解 上古魔神力训 魔道有子 开眼魔神 统领魔道 便能辉煌而震动天下 这也是魔道组织一直坚信的道理 因为这道祖训凌晨之始至终都是被无数的目光锁定着 携带着凌晨是否有着什么今天的变化 然而他们一看凌晨 却是发现凌晨如此模样 神道组织之人 立马有着不少人轰然大笑 笑声无比阵烈 你看那魔子 什么狗屁啊 居然还双眼茫然地扫着四周 看样子他是什么都感悟不到了 嘿嘿 说了那些魔道之人真是冥顽不灵 就这个样子还能带领魔道走向辉煌 我呸 哈哈哈哈 这次魔子丢脸丢大了啊 我看这次魔道气势要一下彻底的衰落 心灰意冷了 魔道组织的人听到了这些侮辱之极的话 都是面红耳赤 恨不得立刻大声反驳 或者是大打出手 但是眼前这一个个魔道天交领悟的时候 凌晨却是打量别人的场景 让他们心中感觉便是意涵 这就是魔子吗 上古的祖训 那真的是存在吗 其中那魔风真王的脸色也微微有些僵硬 莫非他看错了 然而在此刻 突然有人高声叫道 快看 那四魔开始领悟了 三大天交也开始领悟了 诸人都是一看 只见到那魔眼之上爆发出来了一幅幅恐怖的异象 盖过了其他所有魔道天交的领悟异动 这几人 便是魔道的三大天交 笑面魔灰下的四魔 而凌晨也是若有所查 朝着三大天交和四魔看去 这一幕落在他人眼中 触动别人的是无声的绩效 第10013章 谁也不能阻我 凌晨感受到了三大天交和四魔的气息波动 他们沉在那魔光之中 一股深邃而令人心悸的魔袭开始从他们的身上喷发出来 凌晨立刻凝声望去 只见到刀衣的头顶上 突然间一尊魔头拔定而起 这尊魔头的身上闪烁着一股极致的锋芒气息 好似可以斩断万物 斩断天下 那魔头的庞大虚影一出现 直接身体炸碎 化作了一道刀芒 从刀衣的头顶上劈下去 嗡 这魔刀芒劈在刀衣的头顶上 从头颅窃到身体内部 好像将它彻底的劈下来 但是刀衣身上瞬间喷发出来了无数的刀席 锋芒不可万事 身体一颤 就似乎能将前方一切东西展开来 力量获得得无比巨大 魔手则是头顶上突然横空出现了一尊魔手 直接融入了魔手的右手之中 一股股古老的魔头嘶吼的声音从魔手的右手中传来 让无数的魔道修饰为之心经 那四魔散发出来的意象更是极为古怪 他们的背后都是纷纷站立起来了一个魔头虚影 这四尊魔头虚影 都是苦哀愁忧 散发出来的情绪 从明明之中影响人的心灵 四魔也是受到了极大的好处 不过此时此刻 从那里龙身上散发出来的波动最为之人 那一丝一缕的恐怖魔光在他的胸膛上闪烁着 一股无形的气势笼罩而下 让人心中不由自主地滋生出恐惧的感觉 吼 突然自理龙的身上爆发出来一道无尽的魔吼声 自理龙的背后 一个高大的背影站立而起 好像是从无尽的恐惧所画 这尊魔头眼神所过之处 一尊尊天骄都要心头发寒 感受到了无边恐怖 吼声消失 那魔头须隐化为了一团团魔气 缠绕在了理龙的浑身上下 好似形成了一道魔凯 只要理龙行走之间 这魔凯就能演化出来 给人带来无数恐惧 无数的魔道修饰都是看着心中大震 就连四魔也是脸色为变 此刻 魔神塔之中 恐怖真仙豁然站起 哈哈大笑 哈哈 我人竟然是在魔眼开光之中获得了恐怖魔灵 凝成了恐怖魔凯 有了这道领悟 他突破虚仙已经很近了 真王和虚仙便是一个勾获 真王还只能被称之为强大的凡人 而虚仙则是已经开始窥探仙道了 四周无数个的道人都是纷纷祝贺 唯独那神道那边的强者们就是暗中冷笑静观其变 突然间一位神道的真仙开口了声音带着一抹淡淡的绩笑领悟了恐怖真灵就很厉害了 你的看看那那笑面膜现在可是还在领悟之中呢 难道你不知道领悟的时间越久就会出现越惊天动地的存在 恐怖真仙的脸色一变 朝着那魔神雕像的幼童一看去 便是心中立刻一震 魔道中人的一个个天骄都是纷纷上来祝贺 凌晨也是大步一踏 对着李隆道 恭喜恭喜 魔道中的天骄连同李隆在内的目光都是齐刷刷锁定在了凌晨的身上 他们虽然之前在感悟异象 但是也关注着凌晨 但是他们哪能想到 堂堂魔子在这开光之中 竟然什么都没领悟 这真他妈是魔子吗 哼 道义冷恒了一声 他信奉强者 很显然凌晨的表现已经让魔子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轰然倒塌了 李隆皱了皱眉 大步一踏 准备对凌晨说什么 突然听到了神道那边淡淡的鸡笑声 顿时想到了什么 脸色一变 朝着那笑面膜之处看去 李隆的举措 让其余的天骄也是瞬间醒悟 都是纷纷看去 李隆真以为 现在就是开心的时候了 刺魔当中的幽魔开口了 一脸忧伤地看着诸多魔道中人 果不其然 那端坐在魔光之中的笑面膜 虽然在感悟之中 依然是面带微笑 神态安详 给人一种意境的心灵冲击 此时此刻 一种古老的魔艺波动 这股魔艺波动 深邃而恐怖 咚咚咚 一道类似于心脏跳动的声音 从笑面膜的身上传来 带着一股奇特的频率 众人听得无比清晰 此时的笑面膜 随着跳动声 一吸一吐 都有着巨大的魔气 从中吞吐了出来 所有人都是盯着目不转睛 而那笑面膜的身子 也是在此刻瞬间膨胀 然后缩小 这股吞吐魔气的磅驳程度 越来越巨大 导致李龙三大天骄 都是面色微微吃惊 然而也就在此刻 笑面膜突然睁开了眼睛 顿时间 那两道从魔神巨大瞳孔中 喷吐出来的魔光 瞬间消失不见 天空盈盈响彻起来了打鼓声 魔笑声 远方苍穹上好似出现了点点魔光 只见到一条漆黑的魔盒子苍穹而来 其中泛着光光点点 犹如星河一番 瞬间冲刷在了那笑面膜的身上 法骨敲 魔盒线 这一下 魔到天骄 神到天骄 以及无数看着这一幕的修饰 还有那魔神宫之中的存在 脸色都是奇奇大震 心中泛起来的剧烈波涛 凌晨也是诧异地看着这一幕 因为他感受到了这魔盒席卷的力量无比强大 那笑面膜被冲刷下 身躯简直是被改天换地 这是洗礼 魔神之洗礼 恐怖真仙身躯一阵 然后满脸复杂 魔神之洗礼 能够触动如此异象 那么这笑面膜的潜力 岂不是能够冲击真仙巅峰的层次 甚至还远远不止 不少魔神宫的大能 都是纷纷被震动了起来 就连魔神宫之中的大地 也是被这笑面膜的异象所吸引过来 片刻后 魔盒消失 笑面膜的身躯出现在了诸人的眼中 只见到笑面膜面带微笑 给人一种错觉 好像眼前的笑面膜是完美的 身上不带着丝毫的瑕疵 他的气息也是更加的深邃而恐怖 被他那带着消逸的眼神一扫 整个人都是忍不住亲近他 去赞美他 凌晨心中警灵大作 一个魔神之洗礼 让笑面膜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魔盗组织众人反应了过来 一个个的脸色都是变得无比难看 此时这笑面膜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无比明显了 而且还勾动了这魔神之洗礼 他的光芒 无比耀眼 恭喜笑面膜 神道天骄一个个都是神情大振 面色飞扬 朝着那笑面膜恭敬拱手 那下面无数的魔道修饰 看着这笑面膜的眼神也是充满了尊敬 互相窃窃私语 也都是无数的赞美声音 笑面膜朝着四方作一 满脸笑容 让那些神道天骄们看得一个个都是心头舒畅 更是尊敬和崇拜了起来 如此气质 当真非凡 随后笑面膜的目光又看向了三大天骄这边 然后漫步走来 好似没看到三大天骄铁青的脸 笑道恭喜三位 在这次的魔眼开光之中取得了巨大的好处 三大天骄都是死死地咬着牙 紧绷着脸 你获得了魔神之洗礼 然后跑过来说恭喜 这是赤裸裸地当着无数人的眼中打脸吗 然后笑面膜看向了凌晨 笑道见闻魔子踏入魔光之时 便一直看着四方 没有去领悟 莫非是魔子踏入在这魔眼开光内 瞬间就领悟到了什么不为外人知的真谛吗 没有领悟 凌晨淡淡地摇摇头 没什么感觉 一个个神道天骄都是憋着笑 眼神略带鄙夷地看着 他们信奉的是自己开创时代 本来就不信什么魔子 现在看这个魔子亲口承认 当真是感觉好笑 笑面膜摇摇头 笑道 那就是可惜了 魔眼开光能有所感悟的话 那么好处是非常巨大的 不过魔子掌握着魔神之眼 造化无穷 想必十年后定能感悟到一些什么东西 大魔神道场上 不少的魔道修饰都是忍不住吃笑出了声 三大天骄脸色无比铁青 但是现在也只能紧紧地咬着牙 更是无力反驳 因为 这就是事实啊 整个魔道的天骄都是心中感觉到了浓浓的耻辱 下一个十年 一年一个遍 十年后再领悟 有个什么用 凌晨淡淡地看了这个胖子一眼 然后突然他的眉心一阵 一股神秘的感觉再度传入了他的心中 他表情微微地有些恶然了起来 这时候 恐怖真仙和另外一位神道真仙从天空飞来 恐怖真仙面无表情 看不到什么情绪 但是那无形散发出来的恐怖意志 证明他此刻的心情并不是很好 反观那一位神道真仙意气勃发 大手一挥 两道魔桥再度架起 声音滚滚波散开来 魔眼开光结束 诸多魔神道场上的魔道修士 再度虔诚地抱喝了一声魔 声音比之前更加震亮 将天空上的云朵都给层层震开 响亮整个百万里的雕像内 神道天骄一个个都是眉飞色舞 神气高昂不断地在谈笑风声 话语最多的无怪忽视笑面膜引动大意 像堂堂魔子竟是什么都感悟不了的话题 魔道之众三大天骄为首 都是面色铁青的不能说话 一个个的魔道天骄都是心中压抑 面如黑炭 这一次拜得溃不成君 走 李隆滴喝了一声率先带头 阴沉着一张脸准备带着魔道众人率先离开此地 下方有着那么多人看着 多呆一个呼吸 那就是凭舔一分羞辱 神道那边笑声不断 不知道是在讥笑 还是在开心的大笑 然而就在此刻 突然间一个淡淡的声音响彻了起来 且慢 众人围愣 回头看去 却见得是那个所谓心境的魔子说话 你要干什么 李隆滴一声喝道 听起来像是沉闷的咆哮 他们信奉那远古遗留下来的宗旨 但是结果呢 却是如此狠的一巴掌 叫面魔则是笑脸盈盈 凌晨不顾一切奇异眼光 满脸淡然 大步一踏 朝着天空两位真仙拱拱手 道 两位前辈 魔眼开光还未结束 小子能够再有所领悟 此言一出 如同炸雷 两位真仙都是围巾 魔神道场下无数魔道修饰 都是忍不住窃窃私语 一道道的讥讽声 好像是化作了一场洪流 朝着这里拍打而来 你连魔眼开光的时候 什么都领悟不了 现在还想领悟 大魔道三大天交脸色 都是剧烈一变 李龙终于是忍无可忍 对着凌晨怒喝道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嫌弃我们脸丢的环不够大吗 魔眼开光你竟然什么都无法领悟 你觉得你还能干什么 我现在还认可传说 所以你现在给我闭嘴 输了就输了 还在这里发什么疯 不发虚张 如同恐怖魔神降临 神道不少天交连绩效都绩效不出来了 心中彻底地被震折住了 凌晨却是不理着李龙的抱喝 转身朝着魔神瞳孔的前方走去 找死 魔道三大天交顿时一下杀气炸开 惊天动地 他们现在已经被凌晨激怒得无法控制了 大消灭魔灰下的四魔也是突然杀气爆起 魔气滚滚朝着凌晨碾压而去 不能让这魔子破坏了规矩 这一下足足七位天交同时爆发出来了恐怖的杀机 就算是杀气也能让其心智崩溃 感受到无尽死亡 凌晨脚步骤然停顿 他豁然转身 一张无比猙獰 杀气的脸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他身上的黑袍突然层层炸开 敞开胸膛 长袍飞舞 两道猙獰猫陷下去的伤疤气势逼人 一股恐怖的死亡气息从他的身上骤然轰然而出 你们 谁也不能阻挡我 死气森森 寒冷无比 犹如死神在现 七大天交都是瞬间为愣 忍不住待了一下 刚刚 这个魔子 怎么会散发出来了如此恐怖的死亡气息 一甘虚亡境界的魔道 神道的天交 都是被刚才刹那间喷发出来的死亡气息 弄得唯唯呆滞在了原地 因为他们由衷地感受到了一股死亡的气息 第10014章一变土生 骤然一发的死亡气息 犹如一场大震哲 震住了当场的虚亡境天交 将阵亡境界的存在 只是被这突如其来的死亡气息弄得一愣 三大天交如此 四魔也是如此 凌晨转过身 便是朝着前面骤然急速前去 魔道诸多天交反应过来 感觉有些恶然 他们怎么能够想得到 之前那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魔子 在刚才一瞬间爆发的气势 却像是一个收割了无数性命的死亡之子 三大天交的脸色依然阴沉 不过他们内心自然是震惊的 仅仅从这股突兀爆发出来的气息来观察 这个魔子之前肯定经历过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但是现在 魔光已散 你现在在这里还要去领悟什么 那不是将脸凑过去给人打吗 笑面膜也是唯唯一愣 不过脸上依然笑容浓郁 看着凌晨的举动 并不阻拦 反而是伸出一只手 阻止了准备再度冲上去的四魔 道且让他去 如果真能领悟什么 对我们魔神是有弊意的 然而 那尊神道的真仙 却是大喝一声 给我站住 你还真以为你是魔道之子了 魔光开眼已结束 你若敢在那魔神雕像头颅上放肆 那么谁也保不住你 很显然 这个神道的真仙 不想让这个灵晨来放肆 恐怖真仙在此刻却是摇摇头 充满了威严道 且让他去一试 哼 事事又何妨 若是此子不行 我自当众伐于他 你说是就是 神道的真仙冷冷一笑 魔眼开光已经结束 一直以来 都是这个规矩 莫非就因为他是一个虚无缥缈的魔子 就想要打破规矩吗 我偏不准 神道的真仙突然眼神一寒 好似天空之中突兀炸出来了两道闪电 汹涌杀气直接是朝着凌晨席卷而去 真仙竟对付一尊虚王静 本尊降临 连出手都没有必要 然而 突然间凭空一尊老人出现在了这恐怖杀气的面前 那股杀气遇到这个老人 立刻如同老鼠遇到猫 自行地溃散下去 这个神道真仙的脸色一惊 诸多魔道 神道的天骄脸色也是为之一惊 整个略带嘈杂的那魔神道场立刻安静了下来 一个老人的降临 却是使得这魔神雕像内极尽无比 清灭老人 教脸魔凝视着这尊老人 他依旧是如此风采 往那里一站 就能振折整个魔神组之内的人物 他身上的威严 让人心中只有敬畏 让他去 清灭老人道 三个字 犹如铿锵大石 容不得人反驳 那尊神道的真仙喉咙 被一种无形的东西给卡住了 说不出丝毫反驳的话 说完后 清灭老人大步一踏 消失在了这片天地间 清灭老人一走 那神道的真仙立刻感觉浑身舒畅 那股无形的压力骤然不见 整个魔神道场内过了片刻 才想撤起来了嘻嘻诉诉的议论声 这神道的真仙突然一惊 朝着那魔神雕像的头颅上看去 只见到凌晨的身形如同一团大火席卷而过 然后身去一转 在那魔神双瞳之间上方的眉心之中 喊息坐下 从天空看下去 就犹如魔神眉心之中出现了一个小点 凌晨的举动 显然是惹来了无数人的侧目 这个在魔眼开光之中丝毫也领悟不到的魔子 现在到底是要去干什么 此时此刻 天地在凌晨的耳边急静了下来 他一坐而空灵 魔神公 汤 这小子到底要干什么 什么狗屁魔子 只不过是上古谎言而已 清灭老人 你为何要帮他拖延时间 这是一尊魔神组之内的巨头在发话 很显然是神道这边的 也有不少巨头在发话了 很显然是他们对这个凌晨的举动极为不满 其中还不乏魔道之中的巨头 毕竟这次凌晨丢脸丢大了 清灭老人站在魔神宫内的一座不知名的世界 双手复利 气势神秘而恐怖 他只是轻描淡写道 我已经做下决定 何必多问 那些异异的声音 立刻安静了下去 一炷香 半个时辰 一个时辰 时间已经足足过去了一个半时辰了 但是那盘坐在魔神眉心之处的凌晨 却好像是死即下去了一样 身上没有任何的气息波动 也没有任何的异样反应 一个半时辰的流失 让魔神到场那些原先还有些期待的魔道修士们 忍不住发起来了牢骚 一点点小小的议论开始逐渐扩大 整个魔神到场上都响彻起来了嘈杂的声音 好像是无数的蜜蜂剧在一起嗡嗡一样 那家伙到底在干什么啊 妈的 我看他是脑子灌水了 都一个半小时了 还给我坐在那里 真搞不懂 看来这次魔子是真的被逼上绝路了 想尽办法想要挽回点颜面 则则 哪知道会被现实来了这么厉害的一巴掌 三大天骄的脸色快阴沉的滴出水 之前给笑面膜彻底压下去也就算了 而现在凌晨却是自作主张 做出来了如此愚蠢的一幕 那些魔道天骄 都恨不得立刻离开此地 尤其是被那神道天骄扫来的眼光注视着 他们会感觉脸上微微有些发烫 这就是上古族训 可以带领他们走向辉煌的魔子 现在该怎么办 魔手低声问道 四魔扫来的眼神 他现在都没有底气去直视了 而且下方的魔神道场 还有着那么多的人在看着 李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将自己的心神平静下来 苦笑道 现在也只能静观其变了 然后他扫了一眼那股波不惊的凌晨之处 摇摇头 一声叹息 哀 魔神宫 一个威严无比的巨头发话了 星夜老人 一个半时辰 足够了 这简直是在胡闹 等下去 必须要严厉处罚他 星夜老人双眼洞扯虚空 面无表情 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就抓下去 语气如雷 无庸置疑 恐怖真仙的脸色一直都很沉静 不知道在想什么 而那神道的真仙脸色越来越看 突然间 一道神念传入两人的脑海之中 神道的真仙脸色突然大震 脸色微喜 我看你还能胡闹到什么程度 他话音一落 慎行立刻散发出来了滚滚魔道威压气息 宛如仙人下凡 无数的目光立刻被吸引过去 只见到那神道真仙一步步朝着凌晨走去 一步便是千里 声音如同雷霆乍响 大胆凌冷 口出狂言 便无神像 我现在便请拿于你 让你去领罪 魔道真仙作然出手 无数杀气喷发而出 一只魔道大手 犹如一块巨大的黑幕 那凌晨席卷而去 从地面往上看 就好像看到了一尊大山般的巨手射去 魔道的天骄们都是心中沉重 脸上都是扯着苦笑 不知不觉间 有之前的满怀信心 变成刚才的苦笑 现在的微微有些寒冷 他们也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这大手快速袭来 一声不吭 那巨大魔手 瞬间将凌晨笼罩下去 不少人都是心中输了一口气 魔子这一次倒是丢人丢大了 那神道的诸多天骄 没有哪一个人不是神采飞扬 然而就在此刻 一变突生 那神道的真仙和恐怖真仙的脸色突兀一变 这怎么可能 第1015章一变 在那巨大魔手笼罩下去的刹那 突然之间 两大真仙的脸色齐齐变化 之间从那恐怖魔手 忽而僵持不动 整个魔手都开始剧烈地站斗了起来 好似其中有着一尊恐怖的存在 正在反抗一样 这突如其来的波动 震动了魔道神道的所有天骄 他们的眼神都是被这震动声吸引过去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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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道爆炸的声音响车了起来 从那捏住的巨大魔手之众 以数数的魔光 像是一把把剑 不断地穿透了那巨大魔手 无比密集 随后再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这尊魔手轰然破碎 魔道神道两大组织的天骄心中恶然无比 这可是真仙级的魔手 这怎么就破碎了 突然间 一股妖眼的魔光 在那魔神头颅的雕像上升腾而起 从那团妖眼的魔光上 喷发出来了无数刺眼的魔光 好似一尊小小的太阳 悬浮在了那魔神头颅之上 魔道 神道弟子 都是被妖眼的魔光刺的眼睛升腾 唯独三大天骄 五魔都是眯着眼看着这一幕 那魔神道场中无数的魔道修士 都是恶然地看着这一幕 魔神自有三眼 左眼看珠魔 右眼看未来 竖眼看天下 散发出来了剧烈魔光的凌晨 眉心之中的魔神之眼 散发着上古恐怖的气息 声音悠悠回荡 清晰地传遍了整个魔神道场之中 只见到 突然那魔神头颅上 那凌晨之前盘坐过的眉心之处 闪烁起来了一股上古的魔光 一股悍然恐怖的气息 从其中散发出来 一枚长达万里的恐怖漆黑眼睛 在那魔神头颅上缓缓睁开 第三只眼 这一下 魔道神道的天骄 心中彻底地掀起来了滔天骇浪 就连神道真仙 恐怖真仙 以及魔神宫的一尊尊大能 看到了这一幕 内心都是掀起了滔天波浪 这 这怎么可能 无数年过去了 他们大地都领悟过 从未发现过有第三只眼 而现在 这第三只眼果真是出现了 如同凌晨的美心一样 那第三只眼睁开之后 突然喷发出来了一道漆黑魔光 朝着天际射去 这一道魔光冲入苍穹后 瞬间将一片巨大的云彩桶的烟消云散 再猛地爆炸了开来 一片片的漆黑雪花 一片片漆黑的火焰 一股股漆黑的魔风 一股股漆黑的魔雨 好似演化成了一片天地 围绕着凌晨飞舞了起来 从远处看向凌晨 就仿佛看到了一个人的背后 有着一尊仙山一样巨大的雪花 火焰 魔风 魔雨 在凌晨的背后飞舞飘荡 像是一个世界 七十二魔神的虚影在其中闪现了出来 一个个都是神态各异 口中吟唱 像是在赞美凌晨一样 凌晨身上散发出来的魔光彻底的消失 它站立而起 而此刻却给人一种无比怪异的感觉 好似它那一米八的身躯 在此刻间突然是顶天立地 伟岸而高大 而此时此刻 在凌晨的身躯内部 却是演化出来了另外一番天地 它的丹田之中 演化出来了一片魔道的世界 六千个漆黑的光点 围绕在一起 上下沉浮 最为中央的那颗光点 便是魔神之眼 而在魔神之眼的旁边 则有着九道漆黑的光点 这九道光点其中 有着一道光点演化成了石板像 上面刻着天煞 这是天煞炎罗经 六千光点 组成循环 围绕其上 这是轮回魔点的构造图 一股股浩荡的威严在这幅震动天地的意象之中 波散开来 无数的魔道修士都是心中遭受到了巨大的震动 就好像一尊真正的魔神出现了一样 让他们心中下意识地敬畏了起来 此时此刻 魔神宫之中 无数的魔神组织的巨头纷纷震动起来 他们都是震撼地看着这一幕 那个背后悬浮魔道伺机异象 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心终臣服的气息 这简直就是魔神在世 清夜老人看着这一幕 竟是大笑一声 震荡四方苍穹 魔道四季演化出 魔道主宰天地生 上古传言魔神有三眼 左眼看魔道 右眼看未来 数眼看天下 魔神之眼 得词言者看天下 魔道想要辉煌 必须由他来看天下 他才是真正的魔道正统人 魔道的巨头们都是心灵大振 同样也是无比喜悦 此刻如此真实的一幕 谁都无法否认掉 他们信奉的祖训 是个无数年 在此刻终于是爆发出来了滔天光彩 异象消失 凌晨的身躯从天空飘落而下 站立在那第三枚漆黑的树眼之上 魔道神道的众多天骄 都是心中翻起来了滔天的震惊 满脸震撼地看着这一幕 呆呆地 不知道该说出什么 而现在凌晨的气质截然一变 举手头足间 都有着一股魔道至尊的气息散发而出 让人敬畏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魔道气息 也是变得深邃不可探测 这 李龙和另外两大天骄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刚才那震撼的一幕 怎样也无法让他们忘掉 他们这一下恍然大悟 难怪他们的魔子无法在那魔眼开光之中领悟 因为他代表的是第三只眼 所以只能在第三只眼中领悟 魔道四季变 第三魔眼开 左眼看珠魔 右眼看未来 竖眼看天下 笑面魔的表情有些复杂 灵冷啊灵冷 你当真是了不得 如此异象都被你演化了出来 莫非那上古祖训 难道是真的 诸多神道的天骄 此刻心中除了震撼之外 别无他话 灵晨大步走来 走到诸多魔道天骄的面前 淡淡道 诸位 我是魔子 我便带你们闯天下 一言铿锵 如同炸雷 灵晨这句话 诸多魔道的天骄便是纷纷醒悟了过来 看着灵晨的眼光发生了变化 那三大天骄同样也是脸色复杂 不过下一刻 却是换了一种心态 喝道 听从魔子 魔道诸多天骄全部齐齐抱喝 看向灵晨的眼神 充满了尊敬 一动整个魔神 这才是他们的魔子 而此刻 那鸭雀无声的魔神道场之中 被魔道的天骄暴喝声突然惊醒 然后他们的神情在此刻无比的激动 大多处都是在此刻高声的大喊了起来 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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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层层叠叠叠 犹如一颗颗的惊雷 不断的声腾爆炸 神道的人脸色铁青无比 他们始终都是无法忘掉刚才那个男人身上站立在魔道四季之中的悍然气质 那就好像是他们的魔神清灵一样 让人心忠臣服 敬畏 诸多魔道修士之中的魔风真王 看到了这一幕面色大喜 如果刚才凌晨不执意要去的话 谁能够会看到如此震撼的一幕 那么也就是说 凌晨斩掉了他的心中犹豫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变涂声 在众多赞叹的声音之中 凌晨的表情突变 瞳孔忍不住紧紧地收缩了起来 这怎么会 第1016章魔神显灵 魔神道场喝声破天 此时此刻 魔子两字 大放异彩 那个年轻人 竟是如此恐怖 孤注一职 开启魔神第三只眼 这个连大帝都不曾知道 像什么削面膜 理隆等等人的异象 岂是能和凌晨比拟 那针对凌晨出手的神道的真仙 脸色都阴沉如水 一旁的恐怖真仙面无表情 却是淡淡道 三眼古迹在线 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呢 刚才你对魔子出手的时候 那可当真是好威风啊 神道的真仙喉咙被死死掖住 虽然心中极为不爽 但是刚才的那一幕 谁敢来否认 魔道的天骄此刻 站立在凌晨的背后 一个个扬眉吐气 意气勃发 之前的那种郁闷一扫而空 看着凌晨的眼神 变得尊敬核心扔了起来 那李龙魔手 到一三人的目光 扫向了那笑面膜之处 除了笑面膜之外 另外的四膜脸色都有些阴沉 李龙便是淡淡说道 看来 上古的祖训也是有用的 三眼的远古典故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四膜的脸色阴沉如水 当下那幽魔便是一脸忧伤道 那只是上古传言而已 谁能够当真 神道的天骄却依然是一脸阴沉 意向都演化到了那个地步 刚才那种从心底生疼而起的感觉 是如此的清晰 这句话说出来 都是无比的苍白 李龙冷冷地扫了对方一眼 现在已成定局 他突然注意到凌晨的身形 似乎停顿了下来 便是上前问道 魔子 你怎么不走了 魔道众多天骄的眼神 也随之一到了凌晨的身上 发下此刻凌晨 瞳孔收缩成症状 眉心中魔神之眼睁开着 那漆黑眼神之中的血色眼球 此刻像是失去了控制 朝着四面八方不断地乱晃着 好像随时会突出来一样 惊叹号 天空肆虐着狂风 这些狂风好似一把把的神剑 犹如一条条的风龙在天空上咆哮着 这些狂风都是来自九幽 携带着无尽的暴风之力 纵然是道途径的存在 也不敢站在这刚风之中 突然间 几个人影闪现了出来 这几个人 竟是在这九幽狂风之中 行动自如 没受到丝毫影响 反而从其中得到了不少的加持 最新情报 今天魔神组织开启了魔眼开光 出现了不少天骄灼绝的人物 笑面魔 李龙肯定获得了不少的好处吧 一个略带低沉的声音问道 是的 那汇报之人道 不过此次魔眼开光 发生了一点一变 那新出现的魔子琳朗 开启了传闻之中的魔道四季异象 还将魔神雕像的第三只眼开启了出来 哦 那低沉声音一笑 看来过一阵子的战先会 会有点意思了 派人下去 密切与暗族合作 争取获得最新情报 也同样密切关注冰神宫 炎帝 雷尊的情报 是 那人立刻退了下去 这个低沉的声音 便是再度在这无尽狂风之中响彻了起来 谁也不能阻挡风亡的脚步 人界乱世 给我到来吧 惊叹号 入眼楚 都是一片火红 好像是来到了传闻之中的火焰地狱 那滚滚翻腾的火力 仿佛会将一切都给烧破 而在这恐怖的岩浆地狱之中 突然是一个火红的人影从其中窜出来 带动了无数的岩浆 这个人影 浑身沐浴着岩浆 气息如同这一尊太鼓火龙在吞吐一样 哼 此次魔神组织出现了这样一尊魔子 倒是非常不错 看来魔神组织这一次不能小区 此人自言自语 霸气十足 圣灵大陆计划失败 现在只有快速提升实力 此次战先会 谁也不能让 惊叹号 与此同时 魔神宫之中 当心灭老人发出哈哈大笑声之后 立刻有着一尊魔道的巨头站立起来 趁机对着那神道之人发难 这次魔子演化异象 开启魔神雕像第三只眼 看透天下大势 我要求你们神道之人 公认他为魔子 哼 神道的一尊巨头冷横了一声 声音像是九幽寒冰 仅仅就因为这些就想承认他的地位 是不是太草率了一些 草率 心灭老人声音犹如铿锵雷霆 简短的两个字 就让这些神道的巨头无话可说 因为他们这些巨头心中都是非常清楚 如今乱世即将到来 应急需扶持起来一尊天骄领头人 乱世降临 天之骄子才是一个门派的气韵所在 那些神道的巨头虽然心中极为不满 但是现在也无可话说 毕竟当年魔神的事迹非常明年 第三只眼 用来关透天下大势 然而 突然间 整个魔神宫微微一颤 这些巨头的神情立刻一阵 心灭老人也是猛喝道 不好 魔神雕像出现异动了 立刻去看看 惊叹后 在魔神组织之中 这尊雕像 就是他们的精神之助 传闻此雕像乃是上古魔神死后所化 也传闻这雕像乃是上古魔神所铸造 种种传言 但是不知真假 可无数魔道修士唯一知道的是 曾经纳德可恶的血天妖尊杀入他们魔神组织的时候 这尊魔神雕像 便是展现出来了毁灭天地般的威能 所以 魔神组织的人 对于这魔神雕像 都是十分虔诚 好像是在面对着自己的魔道之神一样 然而在此刻 这座长达百万里的魔神雕像 居然开始轻微地战斗了起来 虽然这只是轻微的战斗 但是波及了上百万里 从那震动的声音听起来 就好像是爆发了一场山洪 那刚才还在欢呼呐喊的无数魔道修士 突然是神情巨变 就连魔道 神道的那些天骄也是脸色巨变 魔神雕像在震动 这意味着什么 魔道 神道的两位真仙都是瞳孔一缩 庞大的神念立刻笼罩下去 但是在此刻 那庞大的魔神雕像在战斗的同时 那第三指睁开来的树眼之中 突然涌动出来了无数的黑色潮水 一股恐怖的气息从其中播散了出来 刹那间 不仅仅是在魔神雕像头部的魔道 神道天骄之子 就连魔神道场脸色巨变的所有魔道中人 魔道 神道的两位天骄 都是在瞬间感受到了一股 从灵魂之中冒出来的敬畏 这种感觉 就好像是子孙见到了那远古老祖一样 凌晨的身形 在诸多的震撼的眼神之中 突然是被一股魔光拉扯而来 被捆绑在了一座魔光的笼子之中 而他眉心中的魔神之眼 星红的眼睛乱窜 好似随时都会爆裂出来一样 这百万里巨大的魔神雕像 震撼得越来越恐怖了起来 四周的土地都市爆发出来了巨大的爆炸声 无数道深不见底的篝祸 从魔神雕像的下面蜿蜒破裂而出 一个古老的声音 突然从无数魔神组织人的心中响彻了起来 带着远古威严不容亵渎 五知子民们 短短的一句话 让无数魔神之人的灵魂震战 他们的心中都是齐齐炸开 就连魔神宫之中的巨头们都是如此 脸色俱变 这一道声音 让他们灵魂都下意识地敬畏了起来 这个声音来自魔神雕像 岂非是魔神显灵 一尊伟岸的虚影 从那魔神雕像的树眼之中突然冲天而起 刺破了整个苍穹 那古老威严不容亵渎震撼震撼魔神组织修饰之灵魂的声音 再度响彻了起来 仿佛还带着一丝怒火 那魔神雕像方圆十万里之中的土地 在这声音响彻起来的沙纳 轰然爆炸了开来 冲荡整个苍穹 此此 改魔之贼 碧珠之 此话一出 虚影立刻再度崩碎 魔神雕像的震动异象 在此刻平静了下来 此刻的整个天地 都变得十分安静 唯独那短暂的两句话 犹如惊天轰雷 魔子 是魔道之贼 碧珠之 第1017章碧珠之 被那古从魔神树眼之中喷吐出来 魔光塑造出来的囚牢所住的凌晨 眼神瞬间变得无比寒冷 思绪一下想到了之前发生的一幕 凌晨在魔神左瞳上的时候 就突兀地感受到了魔神之眼的跳动 冥冥之中 好似有一个古老的声音在他的心中响彻了起来 左眼看珠魔 右眼看未来 竖眼看天下 短短的一句话 道出了一尊魔神的姿态 凌晨立刻惊动 这魔神雕像只有两只眼睛 按照这话来看 肯定是不对的 那么这必定有着第三只眼 以凌晨的感谢 因为魔风真王的一席话彻底地扫除了心脏之后 便是坚持朝着那眉心走去 当凌晨第一下坐在那眉心之处的时候 顿时立刻感悟到了一些东西 在那眉心之中 有着一股隐晦的力量 在那深处不断抖动着 感受到了这一股隐晦的力量 凌晨掌握的那魔神之眼 便是被呼应而住 与那魔神雕像眉心之处建立了一道明明之中的联系 联系一建立起来 凌晨立刻从那眉心之处察觉出来了一股棒薄而恐怖的魔力 这种魔道之力 浩瀚无边 蕴含着他所看不清楚的力量 就连六字真言古符都是隐隐受到了波动 凌晨放开了自己的心神 顺着魔神之眼 那与其中散发出来的明明中的联系探索而去 顿时间 他整个心神便是见到了无比震撼的一幕 那是一片无比混沌的世界 一尊古老的漆黑巨人 不知道蔓延了多少里 横跨在那混沌的世界之中 这尊古老漆黑的巨人生有双瞳 左瞳之中闪烁着无边无际的群魔 右瞳之中却是闪烁着沧海桑田 演变着世间种种一切变化 突然间 这尊古老漆黑的巨人突然抬头一吼 那眉心之中立刻裂开 一枚古老星红的眼球爆然睁开 一尊古老的轮盘在那漆黑巨人的面前生疼而起 那眉心中裂开的恐怖魔童骤然喷发出来了一道无尽神光 射在了那轮盘之上 那古老的轮盘立刻疯狂地转动了起来 波折出来了无穷千万道的神光 席卷了整片混沌的世界 这便是凌晨所感受到的一幕 虽然只是一个虚像 并不真实 但是当时那股毁天灭地的感觉 却是让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耗费了不少的时间 才是彻底地稳固了下来 那尊巨人便是上古时代的魔神 那眉树眼则是魔神的魔神之眼 而那轮盘就是传闻之中的轮回之盘 看到了这震撼人心的画面之后 凌晨便是隐隐约约地从那树眼的深处 看到了一排排的星光点点 按照一种古老的秩序在排列起伏着 而那最为忠心之处 便是魔神之眼 看到了这一幅图案 凌晨体内的天煞严罗经立刻震动了起来 好像是感受到了什么 而且他所看到的这幅图案 和那古老漆黑巨人生前所演化出来的那古老轮盘 竟是轮廓无比相似 六千道光点的话 那么这幅图案 可是当年血老提过的第一魔道至尊功法 轮回魔点 凌晨心神立刻大战 摒弃凝神之后 便是沉入了全部的新神 笼罩在了那六千星光图案上 但是当凌晨将新神笼罩了之后 发现根本无法触动 也感受不到任何气息 就好像这幅图案 是寄存在摩神组织之中一样 正当凌晨束手无策的时候 血黎立刻是跟凌晨传音 道凌晨 你不妨用圣席包裹着吞噬之力来试试 这里有着大能在看着 唯独圣席不会被发现 凌晨眼睛一亮 如果这六千星辰图案 真的是那所谓的轮回魔点 必定不能放弃 于是凌晨用圣席包裹着吞噬之力开始渗透 然后吸收那六千星光图案 却没想到一气呵成 那六千星光图案 立刻被吸入了凌晨丹田之中 而也就在这个刹那 凌晨隐隐约约听到了一个嘶吼声 从那漆黑的深处传来 但是仔细听的时候 确实没有发现 凌晨便是暗自感觉奇怪 不过还是摇摇头 接下来便是有着异象分成的那一幕 这六千星光图案 的确是那轮回魔图 如果凌晨集合了六千魔精的奥义 那便是能将这轮回魔图 彻底地演变出来 组成传闻之中魔道至高宝点 轮回魔点 但是当凌晨即将准备下去的时候 一遍涂声 那股嘶吼的咆哮声 再度在凌晨的心神之中响彻了起来 这是愤怒的咆哮 其中隐隐约约还有着一句 可恶不能 饶恕该死 凌晨心中立刻大震 这个声音莫非这个魔神雕像是活的 或者是上古魔神根本没有死 而是将自己封印在了这雕像之中 这个恐怖的猜测 让凌晨心中大震 但接下来这个魔神雕像竟然直接显灵 将自己囚禁了下来 凌晨冷眼看着这一切 整个魔神雕像之中 有着瞬间的是死急 但是下一刻 他便是感受到了几十万道 森冷杀鸡的眼神 瞬间锁定在了他的身上 犹如几十万把寒冷之刀 全部刺入了他的身体之中 这股恐怖的杀戏 竟然是隐生生的让凌晨 差点闯不过气来 他曾经在死亡之道的时候 面对死亡之戏 也不过万道而已 而现在却是足足几十万道 恐怖杀气 同时爆发 同时锁定在了自己的身躯之上 大神道的天骄立刻 也是一个葛奏燃杀气冲天 五魔当中除了笑面魔之外 都是杀气如虹 恐怖无比 而魔道的天骄 心中完全反应不过来 在感受到了这股 铺盖了整个长达几十万里的 魔神道场的杀气之时 他们心中齐齐大震 想到了刚才魔神雕像显灵的那句话 魔贼 必诛之 诛杀自己的魔道之子 而且还被堂堂魔神雕像显灵 称之为魔贼 他们的心中涌动出来了巨大的荒诞 他们之前信奉的到底是什么 不过 这是魔神雕像显灵 这是魔神显灵 他们的至高主宰显灵 三大天骄率先踏出 身上冲起来了恐怖的杀气 直逼凌晨 那身后无数的魔道天骄 也是齐齐爆发了滚滚杀气 朝着灵晨笼罩而来 魔神显灵都要处你 那你就是魔贼 必须死 必诛之 那魔神道场之中 几十万的魔神组织的高手们 同时都爆发出来了恐怖的喝声 这股喝声 犹如是一场天剑 从苍穹刺下 要将灵成斩成粉碎 几十万的杀戮之鹰 通动天空 震荡大地 苍穹上万里云层 瞬间被震成粉碎 魔贼 碧珠 第1018章剥夺 魔神 封王 雷尊 炎帝 冰神宫 五大组织 覆盖在了人界的东北两方 在东北这两个方向 这五大势力如雷贯耳 甚至连那些东北的人界大族 也不能与之抗衡 而这五大势力之间 是如水火 也没有什么同盟的关系 在乱世到来之前 没有盟友只有争斗 我眼开光 素来乃是一门大势 各大势力都会密切关注的 因为他们也想要知道 在这魔眼开光的时候 到底会出现什么天骄 此次魔神组织的魔子回归 竟是带动了巨大的异象 这一下更是让诸多势力 盯着魔神组织的眼光更为密切了 魔神雕像 躺在无尽大地上 占地百万里 这是魔神组织的大本营 在这魔神雕像的周围百万里之处 天上 地下 河流 风中 都不知道潜藏了多少探子 他们都是在密切关注 着魔神组织的动向 就在此刻 突然一道古老恐怖的伟岸 虚幻身影冲天而起 散开了恐怖振折苍穹的威压 随着一道嘶吼声 那魔神雕像四周方圆几十里的土地 顶刻尖诈成了粉碎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震得那密切盯紧 这里的探子都是身躯一阵 仅随着 那魔神雕像之中 就传来了几十万道声音 凝聚在一起的滔天杀声 从远处看去 就好像是一股无形的冲击 破轰然从魔神雕像之中冲起 将那苍穹上的万里云层 瞬间震的溃散 这些探子都是身躯一阵 这下 魔神组织出大事了 而这个消息 也立刻如同暴风一样 席卷向了各大土地 其中暗族之人 也开始与各大势力 谈论价钱起来 注定 这一天 东北域内要剧烈地沸腾起来 那囚禁在凌晨身上的魔光轰然破碎 这股魔光并未有多少法力 遭到这股恐怖杀气的碾压 自然是瞬间破碎了开来 凌晨身上喷吐出来了无数的烽火大劫 身躯之力启动到了极致 但是那覆盖了大半魔神道场的杀气一碾压下来 他身躯中喷吐出来的烽火之力 立刻被碾压的收拢进入了体内 他的身躯也是一颤 浑身皮肤紧绷了起来 似乎有些破裂 细黑的长发在飞扬着 额头的那眉魔神之眼显得格外突兀 这是杀气导致的结果 魔贼 必诛之 神道的真仙 原本由那苦苦的心态 被那突兀响彻起来的魔神显铃声 弄得心中大喜 浑身上下杀气如虹 比恐怖真仙的速度还要快 当下便是大步一踏 大手朝着凌晨隔空一拳轰去 真仙出手 一拳之威 足以瞬间碾压凌晨 助手 突然间 两道威严恐怖的喝声响彻了起来 覆盖了整个魔神道场 那打出一拳的神道的真仙 身躯立刻被这喝声震得一炸 倒退了两步 嘴角都隐隐挂起来了一缕鲜血 那冲破苍穹的杀气在此刻 也是微微停滞 那神道的真仙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他两次对凌晨出手 都是遭到了阻扰 这让他是无比郁闷 抬头一看 心灵立刻一颤 没想到这次魔神显灵 将这两尊巨头都是给积了出来 站在这神道的真仙面前的赫然是 心灭老人 心灭老人旁边还有一个中年人 这个中年人身披着暗黑色的黑色神龙 金边长袍 裹子脸 身上气息波动得深邃不见底 若有若无都散发着一股统领的气息 这股统领的气息 就好像是世俗之中的人皇 这是一尊神道终与心灭老人同级别的巨头存在 刚才那一道喝声 自然是他发出来的 被称之为统领魔帝 那魔神道场的几十万对眼神 都是极为不解地看着这两尊出现的巨头 刚才可是魔神显灵 心口要让此子死 现在怎么两大巨头出来阻止了 魔道 神道的天骄也是看着这两尊巨头 心灭老人面无表情 道 魔神显灵 此子为魔道之贼 碧珠之 谁也不能阻止他的死亡 他声音滚滚散发下来 如同雷霆 威严得无法令人反抗 然而凌晨听到了此话 却是忍不住哈哈大笑 所有人情不自禁地被凌晨的笑声吸引过去 只见得凌晨一脸冷笑和嘲讽 眉心中的魔神之眼显得更加威严了起来 好一个魔贼 好一个碧珠之 凌晨冷笑连连 我掌握着魔神之眼 乃是魔道之子 区区一个魔神雕像之内诞生的灵体说我是魔贼 我就成为魔贼了 莫非他真的是上古魔神转世 灵晨句句珠奇 他现在不妨大胆地猜测 多半是自己用吞噬魔弓吸走了这幅轮回魔点的途经 才遭到了那魔神雕像内的魔灵爆发了出来 而且上古魔神还真的存活着 如果魔神还存活着 横扫着东北之欲 岂不是弹指尖 闭嘴 大统领魔地眉头一皱 张口便是发出了一道呵声 凌晨立刻身躯一颤 被一股无形的波动冲击在了身上 体内连连爆炸 口中都是忍不住流出来了一缕鲜血 他此刻张嘴想要说什么 却是发现自己喉咙好像硬生生的被卡住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这是大地的气势 我不同意 突然间 一道声音响车了起来 在此刻显得如此突兀 令的无数人都是为之一震 而且这个开口说话之人 竟是笑面魔 就连凌晨都是唯唯恶然 只见笑面魔踏在凌晨的面前 面带着善意深邃的笑容 完全无视了这几十万道恶然的眼神 看向两位巨头 淡定从容 气质非凡 魔神已死 各大古今早已证实 仅仅只是一道魔灵开口 就如此定罪 当年我面对大德大词笑面佛的意志 他说魔只有死 我不信 于是我将他炼化了 事实证明 他说的我会死 我并没死 笑面魔大步一踏 笑容之中带着一抹铿锵眼力 魔神只是传说之中的人物 或许存在 但早已陨落 魔神雕像是我们魔道祖先偶心力血建造出来的一尊祖宝 必有我们很正常 你们仅仅因为其中一尊灵物的一句话 就将如此一位有天赋的魔道之子打压 冤屈之急 他句句朱姬 话语铿锵 竟是直逼众人心中 神道天交皆是一阵恶然 魔道天交也是无比惊诧 无数魔道修士他们都是忍不住心中惊疑 这个笑面魔道是怎了 不是他与灵晨乃是对立的吗 现在竟是在如此关头 帮助灵晨说话 胡乱造谣 给我退开 全服苍穹的心灭老人面无表情开口了 声音犹如一道雷霆 瞬息间将这笑面魔的身躯给震开来 一言震人 当真恐怖 那统领大帝 也是目光隔空一看 那整个魔神头像上的人物都是心头无比冰冷 魔神显灵 先将魔神之眼剥夺 再将此子投入魔道士心鼎内 经历极致折磨 两位无上巨头同时发话 灵晨的魔神之眼 要给彻底的剥夺 第1019章染血之脸 魔道士心鼎 猝十万的魔道修士听闻 这个名字都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寒颤 上次这个鼎出世 似乎是在千年以前 那是一个魔道叛徒被揪出来 而且还是需先进的存在 最后在无数人的面前 被此鼎活活折磨至死 这几乎是魔道修士的恶梦 魔神组织最为恐怖的刑罚 统领魔地朝着灵晨屈指一旦 一股无形的力量犹如是大手一样 将灵晨的身躯一下抓取了起来 悬浮在了整个魔神道场的上空之中 让灵晨没有任何反驳之力 在大地面前 就算是灵晨曝露自己的身份 也无法将之反抗下来 此时此刻的灵晨 就犹如是一个木偶傀儡 完全是让大地操纵了起来 笑面膜蒸蒸地看着这一幕 他脸上的笑容彻底地收敛了下来 一抹苦涩的笑容被笑面膜扯出来 果然还是逃不过这个命运吗 剥夺这尊统领大地 大手闪烁起来的古老蕴含着道运的光芒 骤然朝着灵晨的眉心之中插入了进去 他的这一只手 竟然是隐生生地插入了灵晨的眉心之中 魔神之眼乃是六千魔精排名第一的伟岸存在 在整个魔神组之内 这个魔神之眼恐怕是最为恐怖的术法了 虽然在灵晨的身上才是出显争容 就算是大地 想要夺取这种恐怖术法 也需要花费一点手段 灵晨的瞳孔缩成了真状 他十分清晰地感受到了 有着一只古老的大手 隐生生地插入到了自己的眉心之中 而且从那古老的大手之中 还传来了一股神秘之极的魔道力量 这股魔道力量 就好像是在呼唤 又好像是在强行抓取一样 无数玄奥古老魔道撰文凝聚成的一枚眼球 立刻被这一张恐怖大手印生生地抓住 灵晨的身体立刻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一股力拔山西的气势从那大手猛地喷发而出 强行地将那眉眼球朝着外面抓取而去 灵晨的身体响彻起来了一道道的爆炸 一股恐怖的疼痛从他的灵魂深处波动了起来 灵晨都是忍不住脸色猙獰 发出来了疼痛的嘶吼声 但是 一股恐怖莫名的犀利 却是突然是从灵晨丹田之中席卷而起 那六千如同光点一番的轮回图 开始闪烁出来了奇异的光彩 好似在冥冥之中将这魔神之眼拉扯着 不给吸走 嗯 统领大帝亲恩了一声 神色微微有些奇异 灵晨咬着牙 疼痛导致他的脸色都扭曲了起来 只见灵晨死死地盯着这统领大帝 既然你想要 那么就给你 他的心神立刻一震 并生生地将那轮回图之中散发的冥冥之中的联系给切断了 那统领大帝插入灵晨眉心之中的手 瞬间的抽出 一股恐怖的魔光在那魔神道场上闪烁了起来 刺亮了整个魔神道场 那魔神道场的促十万魔道的修饰感受到了这股气息 都是心中情不自禁地声腾起来了一股臣服 恭敬的感觉 这就是魔神之眼啊 统领大帝观着手中的那枚由无数个密密麻麻上古魔道撰文组成的一枚眼球 其中散发着一股森然的魔神气息 令人寒战 在看此刻的凌晨 脱离了魔神之眼的凌晨 他身上似乎魔道的气息迅速地下降 整个人都变得虚弱不堪 但是谁知 这个时候的凌晨突然仰天大笑 你们以为 夺走了魔神之眼 就有用吗 突然间 一股恐怖的魔翼从凌晨的身上升腾了起来 他丹田之中的轮回图开始微微转动 隐隐约约间 一股折人的魔道意志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 好像追溯远古 魔道四季意义相近是再度演化出来 无数魔神的赞叹声响撤起来 比之前更为浩大 如同魔神清灵 诸多魔道 神道的天骄都是心中齐齐大振 就连那神道真仙 魔道的真仙都是脸色齐齐一变 心中无比震撼 失去了魔神之眼 这怎么可能 此子失去了魔神之眼 竟是爆发出来了如此恐怖的魔道四季意义相 这倒是何方妖孽 统领大帝和心灭老人都是唯唯一争 笑面魔此刻则是哈哈大笑 看见了没有 纵然是失去了魔神之眼 你们也无法否认他是魔道之子一世 所有人都给胡弄了 你们都错了 他的笑声在此刻显得无比突兀 那高大 维俄恐怖的魔神宫之中突然一颤 一股集合了无数巨头的洪荒意念 立刻在那魔神道场上炸开来 速速将此子炼入魔顶 他是魔贼 我们魔道的灾难 这一道恐怖意念是集合了诸多的巨头 共同拨散出来 那几十万魔神道场的修士 皆是心中大震 眼中也是杀气暴起 魔道是心鼎 统领大帝迅速地反应过来 眼眸中闪过了一抹浩瀚的杀气 屈指朝着凌晨一点 自那苍穹上 立刻有着一道漆黑的雷电恐怖劈下来 在魔神道场的上空凶猛炸开来 一尊古老的漆黑大顶 立刻是悬浮而出 这个大顶犹如是一尊仙山一番 无比巨大 上面刻着无数道惩罚的魔道图案 而且在那大顶之中 竟是长达五万里 高达一万里 大顶深处 漂浮着一片新红的血水 而且还在沸腾着 那新红的血水之中 隐隐还有着上万到漆黑的影子 在那下面游动 时不时传来一股令人心悸的嘶吼声 好像是某种妖兽一样 见识过这尊魔道是心顶的恐怖之处 那些魔道修饰都是忍不住心中一颤 一股寒冷从心里生疼而出 就连三大天骄和四魔也丝毫不例外 笑面魔也是一争 再看看凌晨 心中忍不住涌起来了一股悲叹的感觉 连魔道是心顶的出来了 这一切也算是落幕了 魔贼 现在就让你折磨至死 统领大地霸气决然 大手一挥 一层层魔光便是在凌晨的身上闪烁了起来 像是一个神鬼封印 凌晨身上的气息一下变成了凡人 一股棒勃的力量掀起 立刻将凌晨投入了这魔道是心顶中 无数人都是看着这一幕 只见凌晨被投入到了这魔顶之中 凌晨顿时感觉到了 这些血色腥红的水 却是带着一股浓郁无比的纯净的能量 竟然可以滋养他的身躯 不过他被统领大地封印 也吸收不到好处 突然间 凌晨立刻身躯一颤 他感觉到了有着一道道不知名的东西 不断地在穿入他的体内 他的血管皮肉之中都有着一种神秘的东西 好像大虫一样在他体内穿梭着 一种身体被膨胀起来的感觉 让人心里极为不舒服 光是想想身体之中有着一道道的大虫在身体内穿梭着 而凌晨的身躯 在被这上万道的神秘虫子灌入之后 他的身躯一下足足膨胀了两倍 血管称得无比清晰 能够清晰地看到其中有着巴掌大小的虫子 不断地在其中穿梭着 一股股皮肤 皮肉撕裂的疼痛 从凌晨的口中咆哮了出来 他身体被封印 若不是根骨的韧性还在 恐怕会活生生地被撑爆炸开来 但是也是如此 他的身体皮肤开始一寸寸地撕裂了开来 鲜血从其中不断地透露出来 骨骼也好像是在咯咯地蠕动着 凌晨脸上 也是被撕裂开来了一道道的血痕 他口中咆哮出来的吼声 越发地凄厉了起来 然而在此刻 凌晨的身躯突然骚然一缩 再度化成了平常的模样 那他体内手掌大小的虫子 在此刻却是骚然化成了肉眼无法见到的虫子 不知道汇聚在哪 一幅画面 突然是在魔神道场的上空中演化了出来 这幅图案 是一个血腥的胸腔之中 那此刻砰砰强健有力跳动着的金色心脏 上面还有着无数的血液 覆盖其上 突然只见 一团漆黑的东西 骚然笼罩在了这金色的心脏上 如果仔细观察 这一团漆黑的存在 都是一个个牙齿血红锋利 如同蚂蚁一样的虫子 卡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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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团漆黑的东西 开始张口 在凌晨的金色心脏上撕咬了起来 这幅虚拟的影像骚然扩大 将这些神秘虫子的撕咬心脏的过程 扩大的无比清晰 啊啊啊啊啊 凌晨面色扭曲 头发狂舞 在那血池之中满脸疼痛扭曲的狂叫着 他的整个身躯不断地在那血池之中狂舞着 血水飞舞 那嘶吼的声音变得更为巨大了起来 一小口一小口撕咬心脏的疼痛 那是何等的恐怖 整个魔神道场都是鸦雀无声 好似有着九幽寒风从整个道场之中吹拂而过 唯独那恐怖的疼痛咆哮声显得无比突兀 心中无数的寒意声腾了起来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他们仿佛身临其中 感染着这是心之疼痛 就连那些魔道神道的天骄都是心中发寒 一点点的心脏被撕咬开来 谁能够承受得住如此恐怖的疼痛 突然间 那仰天咆哮的疼痛的声音戛然而止 众人心中都是狠狠的一阵 果然 死了吗 但是他们抬头一看 心中就涌起来了无数的震惊 只见到那血池之中 凌晨披头散发 脸上沾染着血迹 眼神直勾勾地俯视着整个魔神道场 在这恐怖的弑心之中 凌晨竟然是露出来了一个笑容 嗜血的笑容 如同血色杀神的笑容 呵呵 弑心之痛 算得了什么 老子当年在那里 浑身早就被吃过不下于一百次 凌晨的眼神恐怖 灭目染血 如同死神降临 他的声音 如同一把把的寒刀 爆裂地插进无数人的心中 魔神组织 迟早有一天 我将会百倍索取回来 今天你们给我的耻辱 声音如同九天雷霆 带着无尽之威 不知为何 那魔神道场之中 无数的魔道修士之中 突然心中一颤 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滋生出来 好像这个男人说的话 会做到一样 也就在此刻 凌晨突然仰天咆哮了一声 一股剧烈的白光 从他的身上散发了出来 滚滚意志 刺目夺人 在绝境下翻身 在死亡下成长 纵然苍天崩塌 大地沉沦 也无法阻挡住我的脚步 他此刻的光芒 好像刺破了整个苍穹 统领大地和心灭老人 终于是第一时间变了颜色 他们万万没想到 在这恐怖的世心之刑罚之中 凌晨竟然是领悟自己的意志了起来 他竟然进阶争亡 第1020章狂猛大地 那恐怖的世心刑罚画作影像 覆盖在整个魔神道场的时候 不少的魔道修饰 甚至脸色都开始发白了 那一股股从心底生疼而起来的寒意 让他们身体忍不住站立 世心有多么痛苦 看凌晨那张扭曲而疼痛变色的脸 他们简直是无法想象 但是没有人想象到凌晨染着血的脸 竟然是没有疼痛扭曲了 好像是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疼痛 一双嗜血的眼睛盯着整个魔神道场 那寒冷的声音 让他们下意识地感受到了恐惧 连世心如此恐怖的痛苦 都还无法将知此人活活折磨而死 现在反而看去 凌晨的身上散发出来了璀璨的白光 在那身体被封印之下 绝境而不屈的意志 彻底地被激发了出来 也让凌晨彻底地找到了自己的意志 之前那尊真鲜虚引降临 以着大意志镇压凌晨 却是差点让凌晨摸索到自己的意志 成为了真王 滚滚意志从凌晨身上喷发出来 笼罩了他身边方圆一里之处 在这方圆一里之中 硬生生地缔造出来了一个领域的雏形 那些血水完全不能触碰到凌晨 而那再是咬着凌晨心脏的恐怖虫子 也仿佛是感受到了凌晨身上某种东西 散发出来的恐怖波动 从凌晨浑身上下的毛孔之中 迅速地钻出去 跳落在了那血腥大池之中 凌晨披头散发 满脸血色地悬浮在白光领域之中 那身上散发出来的骇然意志 让无数人都是为之震惊 震撼 这就是领域的力量吗 凌晨感受着在这白光之中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感觉 好像是有着源源不断的力量 可以汇入他身体一样 虽然他的身体 法力都是被全部封印了起来 就连神师也无法启动 但是当年在圣灵大陆 五道帝师三叔就给凌晨这么干过 用自己意志的力量 硬生生地演化出来了领域的雏形 一旦雏形形成 那么踏入真王境界 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了 大魔道 神道的天骄们 完全被凌晨的举动 带入了震撼之中 这不仅仅只能用天骄来形容了 在如此绝境内 还能爆发出自己的意志 开辟领域的雏形 如此之人 当称妖孽 笑面膜看着这一幕 脸上的笑容带着微微苦涩 可叹啊可叹 如此一增天骄 竟然是被逼迫到了如此地步 如果发展起来 那么你必将在人界天骄中 有一席之地 可惜啊 你展现的卓越 只会更大的增加 你被杀死的几率 笑面膜扫了一眼 那个悬浮苍穹上 一人可以掩盖下来 无穷威严的老人 心中便是感觉有些哀伤 但是这股哀伤 也不过是一去不复返 接下来便是变得 更为坚定了起来 此子太过妖孽 必须处死 魔神宫内的几尊巨头 都是因为凌晨 突如其来的一幕 弄得又惊又怒 但是一切事情 已经成为了定局 刚才此子那恐怖的誓言 以及现在惊艳卓绝的表现 无论说什么 他都不能留 凌晨仿佛是感觉到了什么 对着统领大帝 心灭老人和魔神宫的方向 突然是露出来了一个森然笑容 魔神宫整个魔神组织 我凌冷如果不死 那么你们就等着我带来滔天的怒火吧 凌晨的话音一落 他这方圆一里范围之中的白光愈加剧烈 那缠绕在凌晨身上的种种魔纹 也开始变得光芒璀璨了起来 好像凌晨在利用这领域的力量 化解着封印魔纹一样 可惜 大帝始终是大帝 所展现出来的力量 岂是一尊小小刚刚触摸到真王境界门槛的人物相比的 去杀了他 统领大帝面色不变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对着那尊神道的真仙吩咐 一个大帝出手撵死一个真王境 说出去 都会落了他统领大帝的身份 那神道的真仙立刻对着凌晨露出来了一个森然的笑容 恐怖的杀气弥漫而出 只听得这神道的真仙道 任凭你惊艳卓绝 但你也难逃一死 竟敢威胁整个魔神组织 上天下地 谁也就不了你 这尊神道的真仙瞬间出手了 在无数震撼的眼光之中 朝着凌晨一掌拍去 好像在冥冥之中 带出来了一股棒驳的仙气垂落 威力棒驳 镇压四方 一掌带着无尽之威打下 驱仙真仙 他们掌握的力量 已经不再是法力了 而是一种更为恐怖的仙力 一掌下来 仙气交织 犹如仙之大手 覆灭一切 凌晨汉毛倒树 眼神死死地看着这凶猛袭下来的大手 纵然是他从世心的绝境之中 硬生生地让自己的意志勃然爆发出来 惊艳卓绝 震撼了这魔神组织内的所有天骄 但是 真仙一级 他仍然无法挡住 凌晨瞳孔缩成真状 眼神死死的 一股恐怖的杀气在其中蔓延 就这样死了 那么他的屈辱 谁来给他洗刷 然而 就在这个千军万发之际 一道恐怖的魔威突然从天而降 犹如太古星河一样 将那大手瞬间震成了粉碎 一尊伟岸的虚影 突然是从苍穹上站立而起 似乎成为了整个天地间唯一的光彩 从这尊伟岸的虚影上 散发出来了一股狂猛的绝世气质 刹那之间 这整个魔神雕像都是被这尊虚影的降临 弄得轻微一颤 那几十万的魔神道场之中的修士 几乎在瞬间感受到了无尽的恐惧 身躯好像被一尊仙山压住 差点就跪了下去 他乃我庇护之人 你们也敢造次 这尊虚影开口了 如同炸雷 苍穹翻滚 那魔神宫之中立刻有着巨头震惊道 什么 大地巅峰的存在 这怎么可能 这尊伟岸的虚影 二话不说 一拳轰出 四方虚空全部请客间坍塌 大神道的真心就连反抗都来不及 就被这伟岸的一拳轰在了肉体上 发出来了一道巨大的爆炸 化为了粉碎 清灭老人的脸色一变 身上涌动起来了无穷威压 爆喝道 何方道有降下分身 为何要对我魔神组织展开杀戮 统领大地光芒从天 只逼这十万丈高大的恐怖虚影身躯 犹如统领魔帝在世 将所有的威压硬生生的挡下 进攻我整个魔神组织 如乃何意 他这开口 大道之音滚滚波散 犹如高高在上的帝王 在问候自己的臣子 哈哈 这尊伟岸的虚影哈哈大笑 苍穹翻滚 天地变色 一股无边的猖狂 狂妄 凶猛的意志 骤然覆盖了过来 仿佛一尊爵士狂人将士 令得整个魔神宫 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你们堂堂魔神组织 竟是对我狂猛大帝庇护之人 展开杀手 你们是何道理 他这是质问 凶猛的质问 那苍穹十万里之处的云层 随着他怒火凶猛的质问 瞬间炸成了粉碎 豁然间 清灭大帝和统领大帝 都是通通变色 就连那处于震撼之中的恐怖真仙 都是震撼无比 狂猛大帝 怎么会 这尊大帝怎么来了 这尊大帝 最后导致的 这尊大帝 这尊大帝 有区 ? 感谢观看